鲁南市,一处工地上。烈日当空,整个工地如同一只巨大火炉。秦峰大汗淋漓,头顶烈日正在工地来回搬砖。旁边一大车砖,是他的任务,只要搬完,三百大洋就能到手。此刻,秦峰身旁却站着一个女人。女人穿着黑色女士OL制服,勾勒出凹凸有致的身段,双腿修长笔直,一头大波浪长发,竟显端庄优雅。妥妥一个白富美。 尤其是一双水汪汪的毛子,不知道能淹死多少男人。美女,不要在这里影响我工作。尽管我很帅,但我卖一不卖身。秦峰扫了一眼女人,搬起面前十几块砖头。不可否认,她长得很漂亮,用碧月修花来形容也不过分。男人见了都会浮想连篇。但秦峰不为所动,因为女人只会影响她搬砖的速度。至于这个白富美,为什么会纠缠她?还要从一个电话说起。 昨天晚上跟朋友聚会,玩起真心话大冒险游戏。秦峰玩书之后,被要求拨打墙壁一则小广告富婆重金求夫的电话。 重金求夫,假冒上门女婿,实现半年,酬金一百万,由一者请拨133XXXX。 若得女方满意,预付定金十万。当时喝醉了的秦峰,早已不记得在电话里说了些什么。 可万万没想到,电话里边的那个女人,今天会追到这里来。便是身旁这个白富美。 你是昨晚电话里的那个秦峰?女人红唇清起,眉眼清冷,仿佛不染一丝尘埃,打亮着秦峰。 我是秦峰,电话也是我打的。作为大冒险输了的惩罚,只是个玩笑而已。 玩笑?成年人要对自己做出的是负责? 白富美女人文言,眉眼变得更加冷淡下来。我在警察局查过你的信息,家世清白,在鲁南室内,没有几个朋友。 人际关系干净,这一点正是我想要的。而且,你的长相也符合要求。 我要找的,便是你这种平平无奇的男人。听到女人的话语,秦峰暗暗吃了一惊。 对方这般神通广大,都查了他的信息。正式介绍一下,我是发布重金求夫的主人公,我叫杨如雪。 今年三十岁,华大集团执行总裁,这个包里有十万。如果你同意假冒上门女婿,酬劳一百万。这十万块,先当作给你的预付定金。 但杨如雪不管秦峰惊讶,直接表明身份,没有丝毫废话。 同时,将手里拎着一个黑色小包递了出来。秦峰扫了一眼黑色小包,又看向杨如雪。 他傻眼了,不敢相信这么一个白富美的富婆,竟然会重金求夫。 以杨如雪的容貌和身材,随便在大街上一招手,绝对会有无数青年才俊,蜂拥而至。 还用得着重金求夫吗?这种事搁在谁身上,谁能信? 觉得我骗你。 杨如雪剥了一下耳边发丝,也不解释,打开手上那个黑色小包。 顿时,十踏百元钞票录了出来。 十万块?秦峰不由瞪大了眼珠。 连钱都带来了,这个叫杨如雪的白富美,居然玩真的。 如果你还觉得我骗你,可以一张张书来看看。 现在,你只需回答,同不同意假冒半年上门女婿,成为我名义上的丈夫。 杨如雪无视秦峰表情,语气冷淡,似乎为了完成什么任务一般。 看着眼前红闪闪的钞票,秦峰说,不激动。 那是假的。 十万块,这得搬多少砖头? 其实,之所以他在工地搬砖,都是为了凑彩礼娶老婆。 半个月前,交往两年的女友,提出二十万彩礼,才同意结婚。 眼下十万块,都够给一半彩礼了。 不过一想到女友,秦峰还是忍住了冲动。 那个电话,真是个玩笑。 我有女朋友了,不可能同意假冒上门女婿。 你还是走吧。 秦峰挥了挥手,弯腰继续搬砖。 有女朋友不影响,只是让你假冒而已。 你先考虑。 等考虑清楚,给我打电话。 杨如雪没想到秦峰会拒绝,深深看了秦峰一眼,将黑色小包放在旁边砖头上。 随后,转身往工地外面走去。 喂,拿走你的钱,不见的话,我不赔给你。 秦峰见状,冲着杨如雪喊道。 可杨如雪却头也不回,静直出了工地大门。 秦峰不想惹上麻烦,这钱不见了他可赔不起。 当下,秦峰只好放下砖块,拿起黑色小包追出去,要还给杨如雪。 秦峰?就在这时,一道娇声喊住了秦峰。 工地门口另一边,走来一个二十三四岁的女孩。 长得一张瓜子脸,身材高挑,模样非常清纯。 正是女友王一璇。 如今,王一璇在一家房地产公司做销售,已经连续三个月获得销售冠军。 可谓有言有能力。 一璇,你怎么来了? 秦峰停下脚步,神色有些紧张,因为王一璇还不知道他在工地搬砖。 不过,被这么一耽搁,远处杨如雪坐上奔驰离开了,秦峰只好作罢,转身迎向王一璇。 别靠近我,你身上脏不脏? 但王一璇捂着鼻子,躲开秦峰。 我去洗洗,你等我几分钟。 秦峰尴尬一下,意识到自己满手灰尘。 不用了。 王一璇喊住秦峰,清纯的脸蛋闪过一抹犹豫。 秦峰,我是来通知你。 彩礼数目变了,要加一倍,四十万。 四,四十万。 秦峰一听,惊住了。 不是说好二十万吗? 因为我弟也要结婚了,他女朋友要二十万彩礼。 所以,你需要给我加彩礼四十万。 王一璇冷冷解释一句。 你弟结婚,为什么要加我的彩礼? 秦峰按按握了握拳头。 拿他当冤大头吗? 给不起吗? 那好,我们分手吧。 王一璇很是干脆。 分手? 秦峰动作一致,脑子陷入短暂空白。 不等秦峰反应。 王一璇望向停在身后一台宝马,又看向秦峰。 秦峰,我知道每月工资一半都给了我,我很感动。 可怜二十万彩礼。 你都要搬砖来凑,我不想拖累你,分手吧。 说完,王一璇走向从宝马下来的一个青年。 这个青年,秦峰认识以前追求过王一璇的周子豪。 此刻,秦峰明白了。 彩礼加倍,不过分手借口。 王一璇早已背叛了他,找好下家,劈腿了。 亏得自己为了凑彩礼,顶着烈日搬砖。 刚才为了他,更是拒绝一个成为百万富翁的机会。 秦峰,你一个穷掉,也配有一璇这么漂亮的女朋友。 以后,一璇是我周子豪的女人。 周子豪搂住王一璇的腰肢,抬手将一打钞票甩给秦峰。 一万块,当我上了你女友的费用,还真别说。 你女友很润,我很满意。 讨厌,周少,说这种话来作茧人家。 王一璇一副撒娇样子,拍打着周子豪的胸膛。 目睹这一幕,秦峰不由拳头紧握。 一双眸子怒火腾腾。 交往两年,王一璇死活不给他碰,说要留到洞房花竹叶。 眼下,这么轻易上了别人的床,这不是自己打自己脸吗? 王一璇真是够可以的。 秦峰,拿上这一万块走吧。 王一璇冷冷喝道。 王一璇,你觉得我很缺钱? 秦峰紧握拳头,看着王一璇。 难道不是? 王一璇觉得秦峰死要面子,感到无比可笑。 给你钱,就拿着,在我面前别装了,又穷又土鞭,也就我瞎了眼,做了你女友。 当初看你有点帅,想必家境不差,却没想到连二十万彩礼都拿不出。 你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穷土鞭。 说着,王一璇抱上周子豪的胳膊,周绍,我们走,跟他这种穷土鞭说话,太掉身价。 听了这番话,秦峰只觉王一璇的漂亮清纯,此刻无比丑陋。 王一璇,你以为我秦峰会穷一辈子吗? 秦峰冷笑一声,举起黑色小包,打开,将里面钞票倒在了王一璇的面前。 啪哒。 刹那间,一塌塌钞票,洒落一地。 望着一地钞票,王一璇傻眼了。 目瞪口呆。 就连旁边的周子豪健壮,也跟着愣在原地。 自己不是暗中使忌,让秦峰丢了工作,从哪里搞来这么多钱? 难道,班赚得这么有钱吗? 周子豪想不明白,觉得,就算自己是开宝马的,一下子要拿出这么多现金,都有难处。 王一璇同样也不明白。 王一璇,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末期少年穷。 我秦峰再次立誓,终有一天。 你会后悔今天决定,跪着求我。 秦峰怒怒瞪着王一璇,将黑色小包往地上一丢。 这十万块,就当是我付给你第一次的过夜费。 还有你周子豪,不是你睡了我的女人。 而是你穿了我不要的烂鞋。 秦峰故意这么说来,恶心一番王一璇和周子豪。 反正都没戏了。 能恶心一番,这对狗男女也不错。 说完,秦峰不管王一璇和周子豪的表情变化, 昂首大步往外而去,河堤公园内。 秦峰坐在河堤上,拎着一瓶酒, 闷头狠狠灌了一口酒,望着滚滚河水大喊, 发泄心中愤和痛。 亲手斩断两年的爱,还是让一向重情的他心里不太好受。 小伙子,失恋了。 这时,有人拍了拍秦峰的肩膀, 一道苍老声音在旁响起。 秦峰转头看了一眼, 只见一位衣服脏乱的老头正站在旁边注视他。 失恋没什么大不了的, 怎能受一个女人影响。 男子汉大丈夫立于天地间, 就该剑不朽叶, 立不施功。 老儿断定, 你日后所拥有的女人, 要漂亮, 有多漂亮。 老头那双灰色毛子, 瞟了一眼秦峰道。 说着, 老头掏出一个拇指大小的珠子, 递到秦峰面前。 老儿关你九宫藏龙, 定非池中之物。 我这个宝贝叫九龙珠, 能助你开天眼, 逾越龙门, 日后飞黄腾达, 今天只卖你五百块, 要不要? 老头衣服脏乱, 面黄肌瘦, 像个乞丐。 秦峰觉得十有八九是骗子, 想要忽悠骗他的钱。 一个破珠子, 要卖五百块。 秦峰觉得可笑, 并未搭理, 拎起酒瓶转身便走。 喂, 五百块而已, 你值得拥有这颗九龙珠? 老头一边追赶秦峰, 一边说道, 实不相瞒, 老儿乃是风云子, 身为龙门守护人, 如今来到人世间, 寻找传人, 观你飞驰中物, 他日必将化龙。 老头一副切而不舍, 追在身后讨好。 见老头着实也可怜, 秦峰还是停下脚步, 掏出五十块钱。 五十块, 给你拿去吃一顿饱饭, 别跟我了, 我没钱给你骗。 秦峰将钱放在地上, 对追过来的老头说道。 而后, 秦峰快步朝着河堤公园门口走去, 通往公园门口路上, 秦峰掏出手机, 决定打电话给杨如雪。 刚才为了装逼一时爽, 十万块就这样祸祸完了。 女朋友没了, 又祸完杨如雪的钱, 秦峰只能同意假冒半年上门女婿。 此刻, 秦峰也想清楚了, 通透了。 那个老头的话有几分道理, 男子汉大丈夫立于天地间, 失恋没什么大不了的。 何况, 王一玄那个女人爱慕虚荣, 连碰都不给她碰过。 为了这样一个女人难受, 实在不值得。 眼下同意假冒上门女婿, 有了百万仇金到手, 日后何仇, 没有家人主动。 哪怕杨如雪提出过分要求, 让她陪睡什么的, 也不是不能考虑。 反正对方一个白富美, 她也不吃亏。 我是秦峰, 我考虑清楚了, 同意了, 一个小时候, 你来家圣营座小区接我。 好, 我一个小时候到。 杨如雪声音还是那般冷淡, 干脆利落, 没有丝毫废话。 挂了电话后, 秦峰离开河堤公园门口, 通过旁边巷子, 准备往自己出租房所在的家圣营座走去。 只是, 秦峰刚走进巷子, 却被六七个社会青年堵住去路。 你叫秦峰? 领头一名胳膊纹身的光头男子, 昂着脑袋, 挡在秦峰的面前问道。 看到这几个青年, 秦峰便知对方来意不善。 是不是, 与你何干? 秦峰说了一句, 转身往后就跑。 但另一边巷口, 也出现三个社会青年。 见状, 秦峰暗叫一声不好, 不懂自己得罪了谁, 找这么多人对付他。 难道周子豪? 跑啊! 妈的! 你怎么不跑了? 这时, 光头男从后面走上来, 不屑道, 小子, 你招惹了不该招惹的女人, 我们兄弟收钱办事, 别怪我们兄弟了。 说着, 光头男子朝着周围社会青年一挥手, 按照雇主吩咐, 废了他双腿。 听到光头男子的话, 秦峰心中又惊又怒。 我招惹了不该招惹的女人。 哪个女人? 是谁买胸, 要废了他的双腿? 当下秦峰来不及想, 先发制人, 一脚踢开一个社会青年, 要冲出包围。 只是赤手空拳的秦峰, 显然并非这些社会青年的对手。 刚跑出了两步, 腰部和后背先后被钢管打中, 受痛一挫, 紧接着双腿又被人扫了一棍, 扑通倒了下来。 很快, 陷入这些社会青年的棍棒中。 就在秦峰被揍得意识模糊的时候, 不远处响起一声惨叫, 似乎有人被打倒。 之后, 惨叫不断传来。 在惨叫声响起, 秦峰感觉落在身上, 棍棒没了, 同时他双眼一黑, 失去了知觉。 一道人影走了过来, 正是先前那个老头出手打跑这些社会青年。 小子, 且让老儿助你一臂之力。 老头看了一眼躺在地上的秦峰, 抬手将那颗九龙珠摁在秦峰的眉心上。 一道光芒闪出, 九龙珠化作一道金色光芒, 没入了秦峰的眉心。 刹那之间, 秦峰的身体爆发出了金光万丈。 但老头的手并未放开。 直到秦峰身上金色光芒顿去, 老头才缓缓收起了手掌。 整个人变得苍老了许多。 不过, 老头毫不在意, 看着地上的秦峰反而放声大笑起来。 哈哈, 九龙认住, 我风云子终于寻到了船人。 小子, 你得九龙珠认住, 今日一朝开天眼, 洞悉这世间万物玄机将成为新一代龙门守护人。 老头一边说着, 一边抬头望向夜色苍茫的星空之上。 如今, 也有了船人, 是时候离开了。 话语落下, 老头起身朝着巷子外面走去。 人影闪了几闪, 消失在了巷口, 似乎老头从未出现过。 在老头消失不到一分钟。 躺在地上的秦峰, 身躯动了动, 挣扎从地上爬了起来。 什么情况? 我不是被打晕了吗? 怎么身体一点都没事啊? 秦峰发现身体无恙, 露出了一股不可思议的神情。 突然这个时候, 秦峰感到脑袋一阵生疼。 紧接着一股强烈热量, 不知从什么地方冲来, 涌入了他的双眼之中。 卧槽, 眼睛好疼, 又疼又烫, 要烫死我了。 一下子, 秦峰疼得捂住双眼, 失声惨叫起来。 啪哒一声, 秦峰的身体, 疼得再度倒在了地上, 捂着双眼, 身体不住颤抖, 缩在向脚。 整个人显得痛苦不堪。 直到过去一会儿后, 那股烫感终于渐渐消散。 秦峰的身体不再颤抖, 勉强睁开了双眼。 刹那之间, 两道金色光芒, 从眼中闪射出来。 那是什么东西啊? 秦峰让自己双眼中射出的光芒, 当场给吓了一跳。 下一刻, 巷子外面走在街道上的几个路人, 跟拍了X光似的, 身体部位一览无疑, 各大器官清晰可见。 发生什么事? 我眼睛怎么样啊? 秦峰让这一画面给吓了一大跳, 就在他定眼细看的时候, 一切又恢复了正常。 卧槽! 该不会见鬼了吧? 此时, 秦峰顿觉毛骨悚然, 不敢在巷子里多待, 慌忙抬脚跑出巷子, 加圣营座小区。 一个上了年代的老旧小区, 四周都是五六层的低矮平房。 没有电梯, 房租便宜。 不少前来鲁南市打工的人, 或者刚毕业的大学生, 都会喜欢在这里租房。 秦峰回到出租屋, 尚有几分惊魂未定。 想到等下杨如雪要来接自己, 秦峰先进入浴室, 三下午除二洗了个澡, 将身上尘土捍卫给洗掉。 洗完澡后, 秦峰穿着一条短裤衩靠在阳台上, 思索起了巷子里发生的事。 刚才眼睛为什么会放出金色光芒? 看到那几个路人跟拍X光似的, 身体一览无疑。 莫非我身上发生了什么? 思索至此, 秦峰低头向楼下经过的路人望去, 仔细看了看, 却毫无异常。 奇怪了。 难不成是我晕过去导致出来的幻觉? 秦峰嘀咕一句。 啊, 突然这时, 隔壁房间响起一道尖叫。 秦峰闻声, 打开门看出去, 却见对面房间门槛漫出了一堆水渍。 什么情况? 秦峰见状疑惑, 正准备喊人, 对面房门打开了。 紧接着一道窈窕的傲人身影, 从对面房间跳了出来。 一个三十三四岁, 颇具韵味的女人。 秦峰, 你在家啊, 正好, 快来帮姐看看。 姐房间的下水道, 好像堵住了。 能帮姐通一通吗? 当女人见到秦峰, 不由翘脸一喜喊道。 说着话, 女人跳了出来, 跑向秦峰房间这边。 女人头发披肩, 看向脚下水流, 带着一丝慌张。 她下身穿着短裤, 修长双腿, 包裹着薄如蝉翼的丝袜。 上身则是白色T恤, 撑着胸前圆鼓鼓的, 上面溅了不少水, 里面饱满呼之欲出, 显得格外迷人。 一下子, 将秦峰的目光给吸住了。 有什么好看的? 是姐的大, 还是你女朋友的大? 你女朋友好像比姐还大, 你都没看够吗? 女人跑了过来。 故作怒一瞪了一眼秦峰, 半开玩笑道。 秦峰回过神来, 顿时尴尬无比。 对女人道, 那个, 苏丽姐, 我不是故意的。 女人叫苏丽, 做主播的, 租住这里一年多, 是秦峰认识为数不多的单身女性邻居。 至于什么来历? 苏丽没有说, 秦峰也没有多问。 别紧张, 我又不怪你。 苏丽笑道, 秦峰直接不好意思了, 苏丽姐, 你稍等一下, 我去穿一件衣服, 再帮你看。 说完, 秦峰转身进屋去穿衣服。 听到秦峰的话, 苏丽才注意到, 秦峰身上没穿衣服, 只有一条短裤衩。 瞬间, 苏丽的脸蛋, 就浮上一层红蕴。 你女朋友不在? 苏丽红着脸, 转了一个话题, 看向房间里面问道。 我分手了。 秦峰苦笑一下回道, 苏丽口中的你女朋友, 指的是王一玄。 分手了? 苏丽一愣, 一时不知该说什么。 这个时候, 秦峰简单穿上一件衬衫走了出来, 朝着对面苏丽的房间走去。 苏丽也跟在秦峰身后, 一起进入房间。 进入房间, 秦峰沿着水流方向, 很快找到水管的位置, 发现是厕所洗漱台下方下水道给堵住了。 秦峰先关了水闸, 然后返回房间, 找来拖把棍子和钩子, 将下水道堵住的地方, 给好好整通了起来。 像这种通下水道, 修水管之类的事, 对从农村出来的秦峰来说, 无费吹灰之力。 整通了, 苏丽姐, 应该短时间内不会再堵了。 秦峰从厕所走了出来, 衣服也给弄湿了, 衬衫紧紧粘在身上, 隐约能见秦峰那强壮的身体。 刷! 苏丽脸蛋又是一红, 将一条毛巾递给秦峰。 秦峰, 谢谢你, 擦一下吧。 苏丽姐不客气, 小事情。 秦峰接过毛巾, 往脸上擦了一把水字。 好香! 顿时, 一阵属于女人体香扑鼻而来, 来自毛巾上的味道。 这是苏丽姐用过的毛巾。 秦峰的动作呆了一下。 之前因为有女朋友, 秦峰很少跟苏丽接触, 大多时间都局限于点头问候。 如今近距离接触, 秦峰不免心援一马。 尽管跟王一璇交往两年, 但王一璇不让她碰, 至今秦峰还是一个出哥。 怎么了? 毛巾不能用? 苏丽开口问了一声。 不是, 是这毛巾好香。 秦峰道。 香吗? 姐的身体更香, 你想要闻一下吗? 苏丽无嘴娇笑一声, 面色娇媚, 一副撩人的模样。 秦峰听得面红耳赤, 下意识扫了一眼苏丽那风马傲人的身材。 她想不到苏丽会说起这种玩笑, 以前怎么没有发现苏丽这么开放呢? 见秦峰脸红, 苏丽坏笑, 调侃起来。 哟, 还害羞了, 想看就看呗。 不过, 姐现在都三十多了, 哪有你女朋友年轻香? 说到后面, 苏丽想起秦峰说分手了, 才打住不再往下说。 苏丽姐, 我先回去了。 下次下水道再堵, 可以来找我。 秦峰放下毛巾, 低头跑出了房间, 走向自己对面门口。 看到秦峰这般不知所措的样子, 苏丽无嘴在后面发出一阵笑声。 回到自己房间, 秦峰大喘了几下气。 秦峰精力旺盛, 加上初歌身份, 怎么挡得住苏丽那般的风情万种? 直到做了几个深呼吸, 又喝了几口凉白水, 秦峰心中那团旺盛的火苗, 总算熄灭。 眼看跟羊如雪约定的时间要到了, 秦峰走去换了衣服, 站在镜子面前搞了一下发型, 准备离开房间。 秦峰, 救命! 救命! 突然, 从对面苏丽的房间内, 传来了两声呼救。 叫声不大, 又乍然而止。 秦峰以为苏丽故意逗他, 不当一回事, 推开房门走了出来。 却刚好撞见三个男人, 用胶带封住苏丽的嘴巴, 正将苏丽从房间内往外拉走。 你们是什么人? 光天化日之下绑架。 秦峰见状, 吃了一惊问道。 小子, 少管闲事, 不然一刀筒思念。 领头一个男人, 抽出了一把水果刀, 恶狠狠威胁秦峰一句。 秦峰看到对方有水果刀, 不免后退了两步。 毕竟, 他只是个普通人, 可不是什么英雄。 苏丽不断在三个男人手里挣扎, 美目泛着浓浓惊恐, 向秦峰投来求救的眼神。 当见秦峰后退出去, 苏丽眼神一下子黯然下来了。 本以为秦峰帅气高大, 是个英雄大丈夫, 想不到是一个孬肿狗熊。 小子, 这就对了, 做人别逞英雄。 领头男人非常满意秦峰的后退举动, 不懈扫了秦峰一眼。 接着, 继续跟两个同伙拉着苏丽, 往楼道那边走去。 我撑你妈别。 但当三个男人刚刚背对秦峰要走, 秦峰猛地一跃而起。 毫无征兆。 碰! 碰! 只见秦峰握起拳头, 朝着其中两个男人后脑勺, 一拳一人打了过去。 哎呦! 卧槽! 那个小子搞偷袭! 其中两人分别挨了一拳, 脑袋受痛放开了苏丽, 摸着脑袋发出惨叫。 碰! 秦峰不带对方反应, 又一脚踢向最后一个男人。 接着, 秦峰拉起苏丽的手, 快速往前面楼道跑去, 拦住他。 然而, 就在秦峰带着苏丽跑到楼道口的时候, 一只脚突然出现前方, 向秦峰胸口踢了过来。 碰! 秦峰猝不及防, 被一脚重重踢倒在了地上。 下一秒从楼道口后面, 走出来两个男人。 显然, 对方还有两个同伙守在这里。 阴险! 妈的! 你个小垃圾, 跟老子搞偷袭, 你玩不起! 这个时候, 后面三个男人也追了上来。 你们是什么人? 秦峰将苏丽护在身后, 盯着对方问道。 对方几人行事老道阴险, 来者不善。 可能是道上打手。 苏丽姐到底做了什么? 招惹到这样的人物。 小子, 他欠了我们老板的钱。 老板吩咐我们来带走他, 你不想死就滚开。 有我在, 休想动他。 说着, 秦峰忍着胸口剧痛, 向前面两人扑了上去。 不过秦峰没有练过, 正面出击并非对手。 扑! 秦峰的小腹挨了一人的一脚。 另一个人则是趁机一拳打向秦峰, 重重落在秦峰的眉心骨上。 砰的一声, 秦峰整个人后仰倒了下去。 秦峰只觉一阵天旋地转, 双眼冒光。 是的, 秦峰双眼正在冒光, 冒出金色光芒。 轰隆隆, 下一刻, 秦峰体内似乎响起爆炸声。 秦峰, 你怎么了? 苏丽健壮冲上来抱住秦峰, 担心问道。 秦峰被苏丽抱在怀中, 感受到苏丽身上的柔软, 却提不起半点歪念。 不, 不知道, 好热, 好烫, 浑身, 好像烧起来了。 秦峰摇了摇头道, 体内一直砰砰发出爆炸声。 此刻, 他感觉身体坠入一个火坑似的, 要热爆了, 要烫炸了。 后生小子, 恭喜你正式苏醒, 从今日起你, 将是龙门守护人, 老儿传你一部天地玄黄经, 里面包含武学, 道法, 医术, 三千大道, 望你弘扬正气, 守护苍生, 来日灯铃龙门, 一道熟悉嗓音, 在秦峰耳边响起, 秦峰听出, 这嗓音, 是之前遇到那个老头。 可不等秦峰反应, 一阵庞大信息, 从眉心处涌入了脑海中。 倒在地上的秦峰, 身体不断抽搐。 妈的, 这个小子怎么抽起来了? 中邪了? 秦峰的异常反应, 让五个男人也愣了片刻。 他们没有听到在秦峰耳边响起的老头嗓音。 管他做什么, 带走这个女的。 其中一个男人道, 说着走过去, 直接抓住苏丽的胳膊, 强行要将苏丽拉走。 苏丽挣扎起来, 想喊叫, 又一个男人上来捂着苏丽的嘴巴。 呼, 然而这时, 秦峰一个鲤鱼打挺, 从地上腾地站起来。 砰砰, 只见秦峰一拳一人打向抓住苏丽的两个男人。 两个男人连反应都来不及, 一下子摔出去六七米, 发出痛苦惨嚎。 卧槽, 这小子哪来这么大的力量? 旁边三个男人让眼前一幕震惊到了, 不懂秦峰为什么突然变得如此强。 一起上, 肝倒他, 那个女人必须带走。 随后三个男人对视一眼, 反应快速, 一起向秦峰冲了上去。 此刻, 秦峰双眼之中, 金光散去, 只有点点金光。 在秦峰视野范围内, 三个男人的动作变得缓慢无比, 如同蜗牛上树一般。 秦峰感受体内澎湃的力量, 踏出一个剑步迎向三人。 砰砰砰, 三个男人就这样让秦峰一拳一个, 如法炮制, 全都放倒在了地上。 滚, 哪里来, 滚回哪里去, 告诉你们老板, 他的钱我扛下了。 秦峰扫了一眼地上几个男人, 冷声说道, 小子你行, 今天看在你的面子上, 我们放过他一次, 希望这事你真能扛得下。 领头那个男人挣扎爬了起来, 知道秦峰的厉害, 不敢再动手。 在留下一句话后, 带上童伙跌跌撞撞地跑了出去。 秦峰转头看向旁边脸色苍白的苏丽, 苏丽姐, 没事了, 他们跑了。 苏丽也回过神来, 拉住了秦峰胳膊问道, 秦峰, 刚才怎么回事? 你的样子吓死我了, 你没事吧? 我没事, 刚才就是浑身充满力量, 能一拳打倒一头牛。 秦峰装作若无其事跟苏丽说道, 实则内心早已充满震惊, 原来那个老头并非骗子。 那么, 老头是什么人? 龙门守护人, 是什么意思? 龙门, 又是什么? 秦峰不知道, 但能感觉脑子里多了一股庞大信息, 那是一部名为《天地玄黄经》的内容。 诸如武道医术, 修行道法, 等等, 尚未来得及将他们给完全消化。 苏丽见秦峰心不在焉, 对他身体还是有些担心, 要不我陪你去医院看看吧。 不用, 我真没事。 秦峰摆了摆手, 问道, 对了, 苏丽姐, 你怎么会欠他们老板的钱, 出了什么事? 这。 然而, 苏丽听到这话, 却微垂下了秦手, 欲言又止, 似乎有什么难言之意。 苏丽姐, 你可以告诉我, 兴许我能帮到你。 秦峰问道, 如今, 他答应假冒上门女婿, 准备要有一百万筹金。 如果苏丽需要钱的话, 建议点给苏丽也无妨。 苏丽抬起美目看着秦峰, 心道, 这傻小子, 真是一个好人。 不过, 秦峰越是这样, 苏丽越不想连累秦峰。 那是以前在老家那边的事, 其实也没欠多少钱。 我想不到他们会追到这里, 回头我还了就没事了。 当下, 苏丽娇笑一声, 对着秦峰表示感谢。 秦峰, 刚才谢谢你出手帮了我。 举手之劳, 苏丽姐, 都是邻居。 如果你, 缺钱, 可以跟我说, 十几二十万还是有的。 秦峰没有看出毛病, 耸了耸肩道, 你发财了? 苏丽见秦峰说得轻松, 打去了一句。 我说我被父婆包养了, 你信吗? 秦峰自嘲一声道, 答应杨如雪, 同意假冒上门女婿, 酬金百万, 也算发财一种吧。 我信, 所以, 你要请我吃一顿大餐哦。 苏丽笑着点点头, 抱手在胸前, 无意间的动作显得身材更加饱满迷人。 看得秦峰这个出歌, 忍不住吞了一口唾沫。 爹, 就在这时, 一台奔驰麦巴赫开了过来, 停在秦峰和苏丽的面前。 车窗摇下, 一张眉眼清冷的面容露了出来。 是杨如雪到了。 秦峰, 上车。 杨如雪扫了一眼秦峰, 不冷不热道。 那个, 我要请朋友吃饭, 你能不能等我一个小时? 秦峰看向车内的杨如雪问道。 杨如雪促起带眉。 我的时间宝贵, 如果你现在不上车, 我们之间的事就算了, 我去找别人。 美女, 就一个小时, 能不能, 秦峰想要商量。 然而, 杨如雪打断秦峰的话, 我再重申一遍, 我的时间宝贵。 如果你不想做了, 可以把十万玉附金还我。 你, 等一个小时会死。 秦峰对杨如雪这样的态度表示无语。 本以为杨如雪只是性子冷淡, 没想到还这么强横, 不容商量。 怪不得要重金求夫。 试问, 这样的女人又有哪个人敢娶? 秦峰, 你有事就先走, 吃饭可以以后再吃。 这时候, 苏丽在旁对秦峰笑了笑道。 尽管苏丽不知道, 为什么会有一个白富美来找秦峰, 但她看得出车内的白富美是一位富婆无遗。 姐没事, 你快走吧, 别耽误你的事。 说着, 苏丽笑着对秦峰挥了挥手, 转身走回楼道。 目送苏丽上了楼, 秦峰这才坐进杨如雪的奔驰车。 现在你满意了? 秦峰面露几分不悦, 对杨如雪道。 杨如雪并为李采秦峰将一份文件递了过来。 这是一份雇佣合同, 你有三条规定和义务, 好好看一下。 如果没问题就签字, 从今天开始, 你将成为我名义上的老公, 时间期限半年。 秦峰拿过合约, 扫了一眼上面的三条规定和义务。 第一, 需跟女方一起同居, 日常生活听从女方安排。 第二, 不能向任何人, 包括女方家人, 泄露假冒上门女婿这件事。 第三, 没有得到女方允许, 不能与任何女性发出亲密来往。 住, 以上内容, 如有违约, 应一百倍酬劳赔偿。 在浏览完合约后, 秦峰感觉头有些大了。 前面两条没有多大问题, 只是最后一条跟卖身和同有什么区别, 意思是连泡妞都不被允许。 当下, 秦峰转头看向杨如雪, 美女, 这份合约是不是太苛刻了? 你是让我卖身半年给你了呗, 要是违约, 还得赔你一个亿? 一个亿, 就算卖一百个, 他都赔不起。 我对你身体不感兴趣, 我只要你半年自由, 听我安排就行, 只要你不违约, 不会有人要你赔一个亿。 杨如雪的语气带着一抹嫌弃, 声音一无既往冷淡。 没有问题就签字, 如果你觉得不行, 把十万块预付定金还给我, 可以立马走人。 杨如雪的话, 让秦峰很是不爽, 却又无可奈何。 谁叫一百万酬劳, 诱惑这么大? 谁叫他为了装逼, 将十万块给霍霍完了? 好, 我签字。 秦峰从旁边拿过笔, 刷刷两笔签上自己名字。 呜, 见秦峰签下名字, 杨如雪就一脚踩下油门离开。 秦峰没有坐稳, 身子往前一晃, 左手一个不小心按在了杨如雪的大腿上。 光滑, 细腻。 杨如雪的眼神立马冷裂了下来, 放开你的爪子。 美女, 是你开车太突然了, 这不怪我。 秦峰解释一声, 将手缩了回来。 你以签字, 便是我名义上的老公, 以后喊我如雪。 还有, 我不让你说话, 不要废话。 杨如雪哼了一声, 驾驶车子离开家上宁座, 朝着外面大道而去。 秦峰耸了一下间, 不再说话。 他本来就不是一个话多的人。 秦峰安静坐在副驾驶座上, 开始将脑海中刚才那部《天地玄黄经》的内容, 按照引导方式进行深度消化。 很快, 秦峰觉得自己似乎处在一片飘渺虚空之中, 庞大的信息不断消化吸引, 涌入脑海。 五道一术, 修行道法, 像算玄学, 无数泛着精光的字体, 不断闪现冲击大脑, 秦峰忍不住握紧了拳头。 刹那间, 一颗九色珠子从掌心浮现, 让秦峰握在手中。 我去! 秦峰察觉手中多出了一颗珠子, 不由惊叫了一声。 杨如雪正在认真开车, 不知道秦峰的情况, 促起带眉? 你在鬼叫什么? 没, 没什么。 秦峰没有将手中突然多出了一颗珠子, 告诉杨如雪。 杨如雪看了一眼秦峰, 觉得秦峰神经兮兮, 并未理会, 继续认真开车。 秦峰低头望向手中那颗珠子, 内心充满一阵震撼。 正是之前那个老头要卖给他的珠子, 所谓九龙珠。 这一切都是真的, 看来那个老头大有来历。 秦峰嘀咕一句, 闭上眼睛, 感受脑海中那部《天地玄黄经》的内容。 接着, 秦峰选取经书一段内容, 照着里面法门修炼起来。 简直太玄妙了。 不到一会儿, 秦峰便察觉腹中丹田处出现了一小股热流。 秦峰心念一动, 热流开始行走周身, 窜向四肢百骸。 所到之处仿佛升天一般, 说不出的舒爽。 当热流行走到双目之中时, 秦峰眼里一抹金光闪过。 下一刻, 秦峰看到面前事物都跟拍了X光似的一览无遗, 洞察一切玄机。 跟之前在所发生的情况, 一模一样。 难道这是那个老头所说的? 开天眼? 这是一双透视之眼。 秦峰立马转头, 看向驾驶座上的羊如雪。 他想要单纯验证一下, 天眼是不是一双透视之眼。 然而让秦峰失望的是, 天眼只能洞察玄机, 没有透视能力。 此刻, 只见羊如雪整个人变了, 正被一团黑色煞气缠绕, 印堂发暗, 阴煞入体。 以天地玄黄经, 像算玄学所言, 这是有血光之灾的凶罩。 换作普通人根本看不出来, 只有开了天眼, 才能看到羊如雪此刻的异装。 黑色煞气, 来自羊如雪手腕上所带的一串佛珠。 显然, 这串佛珠有问题。 如雪, 你有凶罩, 而且这个凶罩还不小。 当下, 秦峰开口提醒了一句。 只是, 秦峰的话没说完, 羊如雪美目一瞪, 露视过来, 下流。 嗯, 秦峰一愣, 知道羊如雪误会了凶罩两字的意思。 如雪, 我是说你硬堂发案。 羊火不足, 头顶凶罩, 要有血光之灾, 羊如雪冷笑一声。 你还会看向? 秦峰尴尬一下, 我也刚学不久, 你可以不信, 但你早已阴煞入体。 问题出在你手腕上这串佛珠上, 如果你还继续佩戴, 只怕很快变见血光之灾。 你手腕上这串佛珠, 是从什么地方来的? 秦峰一口气, 将羊如雪的情况说了出来。 给我闭嘴, 你才因煞入体, 你才头顶胸罩。 羊如雪怒了, 以为秦峰因为刚才自己怀了他和那个女人的约会, 故意这样咒他。 我告诉你秦峰, 你在胡言乱语, 立马给我滚下车。 秦峰耸了耸肩, 我说的是事实, 不幸走着求。 事实? 羊如雪不屑一声, 美眸冷冽, 你一个扳砖的, 还能懂给人看向? 这种坑蒙拐骗的江湖倒数, 也想到我身上。 秦峰直接闭了嘴, 不再多言。 本来善意提醒, 对方不信, 那他何必自讨没趣, 见秦峰不说话了, 羊如雪怒意才见散。 说句实话, 他觉得秦峰这个男人, 不是很令他满意。 如果不是一时间寻不到何时人选, 他不会让秦峰来假冒上门女婿。 这串佛珠, 是他最信任的人送的, 怎么可能会有问题? 羊如雪觉得, 秦峰一定在胡说八道, 故意诅咒他。 这个男人不仅小肚鸡肠, 而且好色下流, 刚才摸了他大腿。 又过十几分钟后, 羊如雪开着奔驰车, 进入一个名为天井府邸的高档小区, 停在一栋别墅门口。 那是一套三层半高的独栋大别墅, 自带花园庭院, 还有一个露天泳池。 在鲁南市内, 这样规模的别墅, 起码三千万起步。 秦峰知道, 羊如雪是个年轻富婆, 却没想到, 对方会如此有钱, 都住上了几千万的豪宅。 秦峰不免让面前别墅的宏伟和豪华程度, 给惊到了一下下。 此时, 别墅大门打开, 从里面走出来了一个女佣。 大小剑! 是个五十岁左右的中年女佣, 一见到羊如雪, 笑着走上来帮忙拿东西。 陈怡, 二小姐回来了吗? 羊如雪对陈怡微微一笑, 出声问道。 看得出来, 羊如雪对这个陈怡很是尊敬。 再, 二小姐刚回来不久, 叫做陈怡的女佣, 点了点头回道, 同时目光看了一眼跟在羊如雪身边的秦峰。 虽然陈怡是个庸人, 但是看着羊如雪姐妹长大的, 在羊如雪姐妹俩看来, 陈怡能顶得上半个亲人长辈, 比杨家一些人还要亲。 陈怡, 她叫秦峰, 是我的老公。 羊如雪向陈怡介绍秦峰道, 秦先生好, 陈怡听后, 朝着秦峰笑了笑问候一句。 你好。 秦峰点了点头, 陈怡看起来为人和善, 并没有问东问西。 秦峰和羊如雪进入别墅大厅后, 才发现这么一大栋别墅只住着羊如雪和她妹妹两个人。 姐, 你不是要给我带回来一个姐夫吗? 带回来了没有? 我的姐夫帅不帅? 这个时候, 从二楼传来了一道清脆的声音。 纹身望去, 一个身材高挑的女孩从二楼楼梯走了下来。 二十一二岁左右, 容貌甜美, 长得和羊如雪有七八分相似。 尽管女孩面带笑容, 但没眼间, 似乎比起羊如雪更有几分清冷之气。 她是我妹妹杨清凌。 杨如雪见到妹妹走了下来, 简单向秦峰介绍一声。 杨清凌一路跑来, 到了羊如雪的面前。 一把抱住了羊如雪, 带着妹妹是撒娇的。 姐, 都想死我了, 我不回来。 你也不来大学看一下人家。 说着话, 杨清凌也注意到羊如雪身后的秦峰。 姐, 她是谁? 难道她就是我的姐夫吗? 杨清凌不等羊如雪出生, 瞪大了一下美目问道。 没错, 她是你的姐夫, 叫秦峰。 你们互相认识一下。 杨如雪点了点琴手, 面对妹妹杨清凌, 杨如雪那副高冷面孔露出了少有的温柔宠蜜。 你好, 第一次见面, 以后多多关照。 秦峰不懂怎么打招呼, 只好伸出手主动向杨清凌说道。 然而, 杨清凌没有理会秦峰伸过来的手。 姐, 不会吧? 你怎么会找一个这么错的男人? 你是在尾身下架吗? 秦峰? 杨清凌不知道杨如雪花了重金求夫的事。 只是听说姐姐杨如雪交往了一个男人, 准备要来家里做上门女婿。 本以为能让姐姐杨如雪看上的男人, 不说盖世无双, 怎么也得风采出众, 气质绝代。 可面前这个男人, 平平无奇, 除了有那么一丢丢帅之外, 毫无半点气质可言。 这跟尾身下架有什么区别? 我问你, 你是怎么将我姐姐给骗到手的? 杨清凌走到秦峰面前, 一副审问般的语气问道。 秦峰? 清凌, 别胡闹了, 从今天开始, 她是你姐夫。 你以后说话注意点。 杨如雪拉住了杨清凌。 姐, 你变了, 你的眼光不是一直都很高的, 现在怎么会看上这样一个男人? 杨清凌摇了摇琴手, 感到不可思议。 要知道姐姐杨如雪, 可是市值百亿的华大集团执行总裁, 人称鲁南市第一美女总裁。 可谓, 极美貌和才华于一身, 平日里不知道有多少阔少公子追求杨如雪, 都是无动于衷。 好了, 清凌, 你上楼换一套衣服, 等下我们要回杨家老宅, 看望爷爷奶奶, 爷爷的病情开始恶化了, 这也是为什么急着喊你回来的原因。 杨如雪没有多做解释, 让杨清凌先上二楼换衣服。 杨清凌不明白姐姐杨如雪为什么看上秦峰, 不过听到爷爷病情恶化, 决定还是先上楼换衣服。 很快, 别墅大厅里就剩下秦峰和杨如雪两人。 秦峰, 我要带你去杨家老宅见我爷爷奶奶。 你一定要表现好。 杨如雪开口了。 对着秦峰叮嘱道, 如今, 我爷爷卧病在床, 杨家大小事务都是我奶奶来主持。 你千万不要让人看出你是假冒上门女婿, 尤其是在我奶奶面前, 尽管她年纪大了, 但是个雷厉风行, 做事强势的女人, 没什么事能瞒得过她的眼。 所以, 你要格外注意。 放心吧, 收钱办事。 我拿了你的钱, 我会将这个假冒上门女婿给做好的。 绝不会让人看出来, 我是假冒的。 秦峰倒是不以为然。 假冒不就是演戏了? 演戏而已, 还是难不到她的。 不过, 秦峰在心里, 未免有几分好奇, 为什么杨如雪要瞒着家人, 重金求夫, 让人假冒上门女婿, 来当她老公呢? 但杨如雪没有说出来原因, 秦峰自是犯不着多嘴询问。 她只是来假冒上门女婿, 又不是真当杨如雪的老公。 我再重复一句, 千万不能让杨家人看出, 你是假冒的, 到了杨家庄院, 跟在我身边少说话, 否则, 违约赔偿金, 你是清楚多少钱的, 杨如雪还是不放心, 再次叮嘱一句, 还暗带一声赔偿金警告。 很快, 杨清凌换好衣服走了下来, 穿着一套连衣裙, 显得亭亭玉丽, 给人一种大学清纯笑话的感觉。 那我们出发吧。 杨如雪见杨清凌换好衣服下来之后, 也不再耽搁, 起身朝着门口走出去。 杨清凌指着跟在旁边走出门的秦风, 向姐姐杨如雪问道, 姐, 你不是吧, 要带着她一起去杨家老宅? 有什么问题吗? 她是我老公, 我当然要带她去见一下爷爷奶奶。 杨如雪道, 姐, 我不知道你怎么会看上她, 但让她来做上门女婿, 当你的老公, 你就不怕杨家其他人看笑话吗? 杨清凌凑上前一步, 压低声音道, 你的问题太多了, 你坐到后座去。 杨如雪来到奔驰车旁, 没有回答杨清凌的话, 反而让她去奔驰车后坐坐。 姐, 杨清凌还要说什么, 去让杨如雪瞪了回去。 杨清凌撇了铁嘴唇, 见姐姐心意已决, 只好愤愤坐进车子后座。 随后, 杨如雪打开车门, 进入了驾驶室。 秦峰, 你到副驾驶座去坐。 好。 秦峰听从杨如雪的安排, 没有意见, 反正坐奶都一样。 不过, 刚坐了下来, 秦峰发现驾驶座上的杨如雪, 印堂变得更加暗黑, 整个人如今都被黑色煞气笼罩, 血光之灾的胸罩, 也变得越发强烈起来。 如雪, 你的胸罩大显, 我看, 秦峰还是出声提醒。 你怎么又来了? 立刻闭嘴。 杨如雪冷哼一声, 当场不给秦峰说下去。 下一刻, 奔驰车开出了大门, 朝着外面而去。 秦峰被杨如雪一声冷哼, 打断接下来的话, 便干脆闭上了眼, 继续修炼起脑海中的天地玄黄精。 佛都有三分火气。 他在接连善意提醒, 杨如雪不识好人心。 秦峰也犯不着去多管闲事了。 杨家老宅位于鲁南市东郊大明山, 开车到那边需要半个小时。 就在车子行驶十来分钟, 到达一个路口的时候, 秦峰猛然睁开了双眼。 毫无征兆。 呼! 原本巴风不动的秦峰, 整个人朝着驾驶座上的杨如雪靠了过去。 秦峰全身力量, 一下子压住在了杨如雪。 下一刻, 秦峰一手按住了杨如雪的大腿, 一手抓住车子方向盘。 本来要停下来, 等待红绿灯的奔驰车。 油门瞬间加大, 如同火箭般冲了出去。 秦峰, 你干什么? 杨如雪发出一声尖叫。 轰, 奔驰车刚冲到对面路口, 一台大卡车便撞了过来, 撞向正在等待红绿灯的四台车子。 四台车子, 无疑幸免, 撞了个支离破碎。 一时之间, 惨叫响起。 杨如雪推开压住他的秦峰, 杀住车子, 扭头向后方望过去。 一片狼藉, 满地鲜血。 秦峰, 你疯了? 你知道自己惹出了什么事? 杨如雪大惊失色, 以为秦峰闯了红绿灯, 才导致出了这场车祸事故。 秦陵, 你在车内别出去, 我下车去看看。 接着, 杨如雪看了一眼后坐上的妹妹杨清凌, 叮嘱一句后, 拉开了安全带, 下车跑向了车祸地点。 这时候, 周围车子和行人也回过神, 朝着车祸地点围了上去。 有人受不了如此血腥场面, 直接呕吐出来。 秦峰也下了车。 车祸现场, 血腥, 惨烈。 有人被夹在车内惨叫, 有人躺在地上, 面目全非, 不知死活, 也有人缺胳膊, 断腿。 娜娜, 娜娜。 就在这时, 一道气声哭喊传来。 只见不远处一个女人, 容貌倾城, 她连染鲜血, 不顾伤势, 正在用力推着压住宝马车后座的半截车厢。 因为宝马车后座上有她的女儿。 大家快来, 帮帮忙。 杨如雪见状, 第一时间冲上去帮女人。 围观不少人也跑了过来, 一起去推车厢。 秦峰正打算过去帮忙, 却发现身边不知什么时候多了一个五六岁大小的女娃。 女娃长得粉雕欲拙, 如一个雌娃娃, 马尾双变, 带着长命锁, 正在一蹦一跳, 非常可爱。 大哥哥, 他们在做什么? 我怎么看到了另一个字节? 女娃突然转过头来, 眼神空洞, 望向秦峰问道。 另一个字节? 秦峰文言一愣, 不太明白女娃话中何意。 但秦峰也没多想。 他担心女娃一人在车祸现场有危险, 便伸手去拉女娃。 小妹妹, 这里不安全, 不要在这里蹦蹦跳跳。 你的爸爸妈妈呢? 然而, 秦峰刚碰到女娃的手, 顿时感到一股前所未来的冰冷。 女娃听到秦峰的话, 目光朝着不远处的宝马望了过去。 碰, 众人合力之下, 将车厢推出去一定距离, 宝马车后坐路了出来。 只见一个五六岁的女娃躺在后座上, 浑身是血。 这, 秦峰顿时待在原地, 瞪大眼珠。 这不是身边的女娃吗? 一模一样。 秦峰看着不远处正被人抬出来的女娃, 又看了看身边的女娃, 只觉得一股良意从脚底窜了起来。 这个女娃不是人, 而是, 接着, 秦峰立马感觉一股力量传来, 好像什么东西在拉着女娃, 朝着远处而去。 别走。 秦峰连忙抓住女娃的手腕, 同时, 丹田热流涌动。 呜, 就在这时, 救护车来了, 医生和护士出现, 开始救助伤者。 其中一个医生也来到宝马车那边, 查看女娃的情况, 先是翻一翻眼皮, 再去听心跳。 之后, 医生摇了摇头, 露出无奈之色。 她没有心跳了, 我无能为力。 听到医生这话, 女人明白意味什么, 郊区一下子就软倒在地。 楠楠, 我的女儿, 你醒醒, 谁能救我女儿, 只要能救活我女儿, 我愿意一辈子当牛坐马来报答。 女人抱着楠楠, 无法接受这个死亡事实, 悲痛无比哭了出来。 然而, 无人回应女人的话, 毕竟人死不能复生, 别说当牛坐马, 就算做什么也没用, 没人能做到起死回生。 杨如雪美目也不由泪眼朦胧, 看着这么小的女娃, 说没就没了, 实在让人痛心。 旁边有护士走上前, 安慰一下女人, 同时拿过来一块白布盖在女娃楠楠身上, 准备将女娃楠楠抬走。 她还没有死。 突然, 一道声音传来, 一个青年大步走了上前。 青年正是秦峰。 秦峰, 你要干吗? 杨如雪一见秦峰, 促起带眉问道。 他还活着, 我要救他。 秦峰道。 你, 你说什么? 你能救我女儿? 女人一听, 抬起秦手, 眼神不由一亮, 如同看到希望。 我试试。 秦峰没有时间解释, 一把掀开了盖在女娃楠楠身上的白布, 伸手按在她的天灵盖上, 锁住了她的轮回命门。 听大哥哥的话, 快回自己身体里去。 同时, 秦峰运转天地玄黄金, 对着旁边女娃传音喊道。 周围的人都看不到女娃, 只有开了天眼的秦峰能看到。 女娃在秦峰的特殊指引下, 缓缓向自己身体躺了下去。 但秦峰的修行不够, 女娃让自己身体弹出来一半, 无法完全融合在一起。 砰! 当下秦峰心面一动, 拿着九龙珠往女娃天灵盖上直接一拍。 顿时, 女娃完全没入了自己身体内。 秦峰, 你中邪了吧? 怎么打人了? 你这是救人吗? 这时, 杨如雪走了上来, 拉过秦峰胳膊, 吼了一声, 赶紧住手, 不要再闯祸了。 杨如雪此刻很是愤怒。 她觉得, 如果不是秦峰闯红灯, 就不会有车祸发生, 女娃也就不会死。 不过, 当杨如雪拉秦峰的胳膊, 却是扒风不动。 年轻人, 人死不能复生, 她没心跳了, 就不回来了。 这人不会有病吧? 连一声无能为力, 她以为自己是谁, 还能起死回生。 我看她不是说想红想疯了吧? 故意到这里来哗众取宠。 不少围观的人开始指指点点。 甚至, 有人怀疑起了秦峰的善意举动。 你为什么打我女儿? 女人见秦峰在打自己女儿, 不像救人的样子, 更是不由分说推开秦峰。 天地玄黄, 造化阴阳, 入定。 秦峰虎躯一阵, 八风不动, 手握九龙珠, 巩固住了女娃男男。 扑, 女娃男男入定身体, 命门跳动, 嘴里吐出了一口鲜血来。 快, 医生快来, 抢救。 秦峰见此这一幕, 对着医生喊道。 医生护士, 和围观众人都呆住了, 一个个满脸不可思议之状。 想不到竟然有人, 能够做到起死回事。 呆住片刻后, 医生护士立马开始行动起来, 对女娃进行现场抢救, 在确定女娃活过来情况稳定后, 便让救护车送去医院做手术。 女人见女儿男男活了过来, 先是一阵不敢相信, 之后满是欣喜不已。 只见她当场跪了下来, 朝着秦峰刻了三个响头。 由于女儿要送去医院做手术, 女人来不及戏说, 无比感激谢过秦峰一句之后, 便跟着救护车去了医院。 女娃被救活了, 这怎么做到? 难道秦峰还会什么独门秘法医术? 杨如雪也是不可思议, 带着震惊之色看着秦峰。 心想秦峰这个男人, 似乎需要重新审视一遍。 很快交警也来了, 向在场人员进行一番询问, 并且还调取了四周监控。 让秦峰意外的是, 杨如雪面对交警询问, 竟主动将事情揽在他自己身上, 说是他自己闯了红灯导致车祸。 然而, 交警却告诉杨如雪, 他和秦峰一点责任都没有。 从监控中看出来, 是大卡车爆胎导致失控, 撞向等待红绿灯的几台车子。 要不是秦峰反应及时的话, 兴许他们早已当场被压死了。 听完交警的话, 杨如雪再一次震惊, 觉得不可思议。 没想到是秦峰出手救了自己和妹妹, 而自己却一直错怪, 是秦峰导致了车祸。 还好有秦峰, 不然, 自己和妹妹如今怕是一命呜呼。 秦峰, 刚才谢谢你了。 杨如雪和秦峰走回奔驰车时, 看向秦峰说出了一声感谢。 杨如雪并非一个不讲理的女人。 相反, 她有着比一般男人还要强大的性格, 做事果断, 为人强势, 却也恩怨分明。 不然杨如雪也不可能成为华大集团执行总裁, 被人称为鲁男第一美女总裁。 不用客气, 救你也是等于救我自己。 秦峰耸了耸肩, 趁着这个机会, 重新开口说道, 如雪, 之前, 我没有胡说八道。 你印堂发案, 阴煞入体, 雪光之灾刚才出现了, 那起车祸便是。 所以, 我建议你, 赶紧将带在手腕上的佛珠给丢掉。 秦峰还是不忍看到杨如雪出事。 不管怎么说, 关乎着自己一百万酬劳。 住口! 然而, 杨如雪刚转好的脸色, 一下子又冷淡了回去。 你能不能不提佛珠的事, 刚才那起车祸只是一个意外, 什么血光之灾, 不过都是迷信的东西。 以后不许跟我提这个事, 否则别怪我翻脸不认人, 这是你第二次了。 杨如雪认可秦峰救活女娲的秘法医术, 却不相信血光之灾这种事。 在杨如雪看来, 什么印堂发案, 阴煞入体, 不过江湖倒数, 迷信骗人的东西而已。 他堂堂华大集团执行总裁, 又怎么可能会相信这种东西? 秦峰见杨如雪还是不信, 也不再继续说。 反正, 他也在杨如雪身边, 大不了在暗中寻找机会, 出手帮忙化解。 不过, 佛珠不断释放黑色煞气, 正在损伤着杨如雪的气域, 只怕要不了几天, 又会有血光之灾。 当务之急, 秦峰需要抓紧弄清佛珠来历, 才能彻底破除血光之灾。 姐, 你们没事吧? 回到奔驰车那边, 车内的杨清凌出声问道, 杨清凌对杨如雪这个姐姐的话, 还是很听从的, 一直留在车内没有出去。 没事, 走, 我们继续赶去杨家老宅。 杨如雪进入车内, 秦峰跟之前一样, 坐在副驾驶座。 奔驰车重新启动, 开往大明山杨家老宅。 大明山。 因大明湖得名, 风景优美, 气候宜人, 位于鲁南市东郊, 距离市区半个小时路程。 这里不但有度驾村, 还建有不少私人别墅庄院。 其中杨家老宅, 便在大明山下。 奔驰车开进大明山, 来到一处私人庄院, 停在一座古生古色的四合院门前。 这四合院占地颇大, 不下白姆, 跟古代府邸式的富丽堂皇。 灰红气派的大门, 弧形镶边的拱窗, 以及金弓雕刻的大理石器, 散发着庄严和高贵的气息。 大门两侧, 还站着八名衣着统一的女佣。 见奔驰车停下, 走上来两个女佣, 帮忙打开车门。 如雪小姐, 清玲小姐。 女佣见到杨如雪和杨清玲姐妹, 都拱腰垂手向姐妹俩行了一个离喊道。 白姆伏蝶, 女佣伺候。 无不再彰显这庄庄院内的主人身份, 非福极贵。 哟, 这不是我们华大集团的总裁吗? 怎么有空大驾光临? 当杨如雪三人走向四合院门口时, 一道带着几分阴阳怪气的声音, 从旁边响了起来。 抬头望了过去, 只见一位相貌艳丽的年轻女子, 和一位衣冠楚楚的青年男子走了出来。 当青年男子的目光扫向杨如雪的郊区上, 眼底深处多了一道不易发现的欲望之色。 杨安娜, 你用得着这么阴阳怪气吗? 你不就是嫉妒我姐姐当了华大集团总裁吗? 不等杨如雪出生, 杨清玲已经露出怒容, 邓向那个艳丽女子说道, 这里有你说话的份吗? 这么久, 没回来杨家老宅, 是不是忘记规矩了? 按照辈分, 我是你唐姐, 比你长十岁, 我跟你姐说话, 轮不到你来插嘴。 艳丽女子哼了一声, 瞥向杨清玲一眼道, 她是杨如雪的堂妹杨安娜, 比杨如雪小一岁, 从小却是什么都要与杨如雪来争, 两人关系不是很好。 尤其是杨如雪当上华大集团执行总裁后, 杨安娜更是极度不行, 时时都想给杨如雪难堪。 爷爷的身体, 现在怎么样了? 杨如雪没有理会杨安娜的话, 静止开口问道, 爷爷病情尽管走向恶化, 但是我未婚夫已从广岳省请来一个圣守名医, 手术的话会有75%的成功率。 杨安娜仰了一下头, 不嫌不但应道, 神色带着几分炫耀。 旁边青年男子正是他的未婚夫, 名叫楚天成, 听说人脉背景极大。 那个广岳名医叫什么名字? 杨如雪听后, 醋眉暗暗一咒追问。 毕竟这段时间来, 爷爷病情发作, 加之恶化, 杨如雪一直便寻名医, 可竟无一人敢动手术, 都说成功率太渺茫。 这个什么广岳名医, 有这么厉害医术, 敢说手术成功率有75%? 杨如雪不太相信。 唐姐, 你唐当华大集团执行总裁, 也这么孤陋寡闻吗? 难道连广岳名医赛华陀都没有听说过? 杨安娜洋洋得意, 话里话外藏着轻面。 赛华陀? 杨如雪听到这个名字, 猛然一惊。 赛华陀这个人, 杨如雪也听说过。 广岳省最近出现不久的一位名医, 此人医术高明, 号称能从阎王手中夺命。 哪怕病人一脚踏入鬼门关, 只要尚有一口气, 他都能救活回来。 只是, 此人行医, 全凭好武, 不是所有人都能请得动他。 他有三不医, 不医小吉, 不医女人, 不医让他不顺眼之人。 除此之外, 他还有一个嗜好, 每次出诊, 不但要去高额诊经, 更要求医之人, 给他完成一件事情, 就算烧杀抢掠, 都得完成。 之前杨如雪派人去请过, 甚至亲自去了广岳, 连这个赛华陀的人影不见不到。 被震惊到了吧? 还是我嘉天成厉害, 一出马就请出了赛华陀。 杨安娜看出杨如雪的惊讶, 更是得意起来。 连赛华陀这么难请也请来, 这样大发的牛逼能让他吹上一年。 多谢楚公子。 杨如雪看向杨安娜旁边的楚天成, 表达一声感谢。 虽然, 他对楚天成这人没有什么好感, 但楚天成能够请来赛华陀给爷爷诊治, 还是让杨如雪心声感谢的。 所谓, 伸手不打笑脸人。 如雪小姐客气了, 早闻如雪小姐大名, 今日得见果然才貌无双, 其实能够请来赛华陀也是我搭了一个朋友的线。 如今赛华陀正在赶来的路上, 想必要不了多久便到。 楚天成露出一副风度翩翩的笑容, 谦虚回道, 但眉宇间的傲然之气, 不言而喻。 赛华陀还没有道了。 那我和清灵先一步进去看看爷爷。 杨如雪点点禽手, 带上杨清灵和秦峰, 准备继续朝着门内走去。 楚公子, 安娜, 你们和什么人说话, 是赛华陀到了吗? 就在此时, 从老宅里面走出来了一群人。 为首是一个拄着龙头拐杖的老妇, 并发如银, 看着七八十岁, 却不显老太, 目光有神。 正是杨如雪的奶奶杨老夫人, 如今杨家掌舵者。 在杨老夫人身边跟着几人, 二叔杨洪荣, 二神李春华, 三叔杨洪耀, 三神张美玲, 还有其他杨家主要人员, 也都走了出来。 奶奶, 奶奶, 杨如雪和杨清凌见到杨老夫人出现, 立马迎来上去问候。 杨老夫人点了点头, 随后, 目光直接落在杨如雪旁边的秦峰身上。 如雪, 他是什么人? 奶奶, 他是我的老公秦峰, 已经答应入赘杨家, 来当上门女婿。 杨如雪介绍一声说道, 听到杨如雪这话, 杨家众人都抬头朝秦峰望了过来。 当看到秦峰衣着气质, 不少人当场扑斥笑了出来。 只见秦峰毫无气质可言, 平平无奇, 除了一丢丢高大帅气外, 完全找不到一丝优点。 啊, 就这, 杨如雪就找了这么一个老公, 就算上门老公, 也不至于找这么垃圾的吧。 唐姐, 我刚才还以为他是你的保镖, 没想到你为了继承家业, 随便找了这么一个的老公, 你不会是疯了吧? 如雪, 你也太儿戏了, 杨家是有祖训规定, 杨家女想要继承家业, 需得巡服入赘上门, 可就这样一个垃圾, 也配入赘我们杨家吗? 简直无稽之谈, 成何体统, 我杨家何等高贵家族, 绝不接受这样垃圾的女婿, 就算上门也不行。 杨如雪, 没想到为了分得家族产业, 你随便找了一个男人伪身下架, 真是丢进杨家脸面。 一下子, 杨家人都炸锅了, 尤其是二房和三房的人。 杨如雪作为大房长女, 学成归来当了华大集团总裁, 可二房三房对杨如雪一个女子, 执掌家族产业, 一直以来心存不满。 在他们看来, 杨如雪这哪是找上门女婿, 分明为了家族产业, 随便找人伪身下架。 唐姐, 我记得祖训还有一条标准, 上门女婿, 须得优秀者当之。 你看这个秦枫, 是优秀的人吗? 长得这么有黑, 该不会是工地搬砖吧? 杨安娜直接露出不屑。 秦枫在旁微微一笑, 应声道, 你说对了, 我是工地搬砖。 你怎么知道搬砖的人, 就不优秀了? 哟, 真是个搬砖的, 还让我说中了? 杨安娜一听, 对秦枫更是嗤之以鼻, 呵斥道, 一个只能在工地搬砖的垃圾, 也敢说优秀。 哈哈, 搬砖的, 还能优秀, 要笑死了我, 要不我们给他颁发一个优秀搬砖宫的奖章。 哈哈, 搬砖的都这么优秀了吗? 当什么上门女婿, 快回去搬砖吧。 不少杨家都笑了出来, 想不到秦枫会是一个搬砖了。 杨如雪, 一位堂堂美女总裁, 竟找了一个搬砖的来当上门女婿。 简直有辱家门, 如雪, 你不要脸面, 杨家还要脸面。 杨老夫人则是脸色一沉, 看向杨如雪道, 杨家家业传男不传女, 如果你找不到优秀上门女婿, 那么, 一旦你爷爷先世后, 整个杨家家业将会与你无关, 连你的总裁之位也要退出来。 面对杨老夫人的话, 杨如雪俏脸苍白又冷静, 想不到秦枫会承认自己是搬砖的。 但凡说别的职业, 他都能给秦枫园过去。 站在旁边的秦枫听到这里, 算是明白事情来由。 感情杨如雪为了能够继承家业, 才花下了重金求夫, 找人假冒上门女婿。 毕竟, 找个上门女婿, 还要求优秀的太难了。 哪个优秀的男人又会上门, 这未免有点矛盾。 当然, 秦枫也能看得出来, 在场许多杨家人, 甚至包括那个杨老夫人, 似乎都对杨如雪都不待见。 秦枫扫了一眼面前杨家人, 淡淡一笑道, 那么请问, 在你们眼中, 什么叫优秀呢? 先不说文韬武略这些虚妄的东西, 最起码要像我未婚夫一样, 有钱有势有人脉, 就连塞化陀这样的名医, 都能请来给爷爷诊治。 你呢, 除了班砖, 还会什么? 杨安娜冷笑说道, 请来一个塞化陀, 给爷爷诊治, 就是优秀了。 秦枫道, 如果我说, 我能医治好爷爷的病吗? 你, 能医治好爷爷的病? 杨安娜文言, 一脸不屑道, 诸多名医都束手无策了。 你以为自己是谁? 神医吗? 看你除了班砖, 还会吹牛逼? 不错, 我便是神医。 我问你, 最近身体是不是出现红疮斑点? 有时起养男人, 以医学角度来讲, 这是性病先兆。 我劝你日后生活正常点, 别走不寻常道。 杨安娜听后翘脸一遍, 楚天成却是怒目过来。 你在胡说什么? 别急, 还有你, 看着风度翩翩, 名谋好齿, 实则纵欲过度, 整个身体全虚了, 每次都不过三分钟。 这样下去, 只怕延续香火都成问题了。 秦枫分别看向杨安娜和楚天成, 连接说出了两人的影集。 这是他根据《天地玄黄经》医术篇内容, 从望闻问切四字口诀的出来的。 真正的神医, 只虚望一眼, 便能知道病人的症状。 刚才就杨安娜的话最多, 秦枫当然拿她试刀, 至于楚天成, 也不是什么豪鸟。 秦枫摸了摸鼻子道, 怎么样? 我说的对不对? 无论杨安娜, 还是楚天成, 都脸色狂变, 尴尬难看, 因为秦枫所说不假。 不过, 杨安娜和楚天成绝不会承认。 你, 你想污蔑我, 你的搬砖的垃圾, 想死了是不是? 纯粹胡言, 大家不要信她的话。 一副风度翩翩的楚天成, 也忍不住恼羞成目。 然而, 她越让人不要信, 周围杨家人的眼神越发古怪, 看着杨安娜和楚天成二人。 杨如雪剑秦枫能说出二人的影集, 也是暗暗震惊。 难道, 秦枫真会什么秘法医术? 之前在车祸现场, 秦枫救活了那个女娃, 如今, 又说出了杨安娜和楚天成的影集。 就在杨如雪要问秦枫, 是不是真懂医术之时, 门口外面传来了一道叫声。 来了! 赛华佛陀来了, 车子到了, 听到这道声音, 众人纷纷扭头, 往外望了出去。 只见庄园外面来了一台车子。 老夫人, 赛华佛到了。 杨老夫人见状, 眉空理会秦枫的事, 连忙带着杨家人迎了上去。 杨如雪看向秦枫和杨清凌道, 我们也上去迎接。 秦枫和杨清凌跟上杨如雪, 走在了杨家人后面。 喂, 秦官我还是觉得你配不上我姐, 但你刚才表现还行, 见到杨安娜那副难看的脸色, 我心里就无比爽。 杨清凌走在最后面, 向秦枫来了一句道。 秦枫看了一眼杨清凌, 只是淡淡一笑回之, 并未搭话。 像杨清凌这种女生, 性情捉摸不定, 意识一个态度, 秦枫不想和他过多交流。 此刻, 车门打开, 在两个助手陪同下, 一个五十来岁的中年人 从车里走了下来。 身穿一套白色唐装, 气质儒雅出尘, 手中还把玩着一串玉石珠子。 此人便是广越名医, 有赛华陀之名的古无休。 古神医, 辛苦了, 我们总算将你判来了。 杨老夫人带着杨家人迎到了古无休面前, 带着讨好恭敬之色说道。 古无休对杨老夫人拱了拱手, 算是见礼, 老夫人客气了, 楚公子有请, 古某怎能不来。 看得出古无休的架子很大, 他的话表明自己能来, 看在楚天成的面子上。 否则, 以杨家的地位, 请不动他。 楚公子, 实乃我杨家的成龙快婿。 杨老夫人闻声看了一眼楚天成和杨安那二人, 欣慰赞叹一声道。 奶奶, 你严重了, 我不过尽了许些孝心而已。 楚天成露出千宫之撞回道。 古神医, 这位是老身的二。 接着, 杨老夫人准备向古无休介绍自己儿子而席。 然而, 古无休大手一挥, 打断杨老夫人的话。 老夫人, 古某是来救人的, 还请带古某前去看病人。 古无休的目光根本没有多看其他人一眼, 似乎周围杨家人不配敬若他的眼。 好, 古神医, 您这边请。 杨老夫人不敢异议, 立马打住介绍, 亲自领着古无休, 朝着杨家老宅里面走去。 古无休目不斜视, 昂首挺胸, 大步进入杨家老宅。 这个有塞华陀之名的古神医, 果然跟传言中架子很大, 也不懂他医术是否真有那么厉害。 杨清凌走到最后, 跟在杨如雪身边嘀咕一句。 清凌? 杨如雪瞪了杨清凌一眼, 怕古无休听了去, 惹怒这位形式怪癖的神医。 爷爷的病还要靠古无休诊治。 杨清凌撇了撇嘴唇, 看向旁边的秦峰。 喂, 你不是也懂医术吗? 你感觉那个古无休的医术怎么样? 厉害吗? 杨清凌问道。 秦峰眼底光芒一闪, 说道, 他的医术, 在我看来, 一巴而已。 杨如雪转过郊区, 拉了一下秦峰胳膊。 秦峰, 注意你的言辞, 不要以为懂得些旁门左道, 秘法医术就能在这里卖弄吹牛了, 惹恼了古神医, 我也就不了你。 杨如雪明显让秦峰的话吓了一跳。 古无休的医术名扬广悦, 让人称为赛画佗, 医术之高又岂是虚的。 那我不说了。 见杨如雪翘脸下白, 秦峰笑了笑, 也没有继续说下去。 如今, 他修炼了天地玄黄经, 又有九龙珠, 论起医术而言, 能够做到起死回生。 而无法做到起死回生的古无休, 医术在如何厉害, 在秦峰看来, 就是一巴而已。 很快, 众人进入老宅之后, 穿过两条走廊, 来到内院所在的房间里。 房间很大, 装修极其简单朴素, 角落还有许多医疗设备, 此时房间里面还有三个私人医生, 都是杨家, 请来照顾杨老爷子的, 整个房间布置如同一个重症病房。 在床上躺着一位昏迷了的老人, 银发满头, 面容枯高, 毫无半点血色, 两道白眉紧锁, 似乎痛苦不堪。 老夫人, 老爷子刚才又昏迷过去了。 其中一个私人医生, 见杨老夫人进来, 擦了一把汗淫了上去说道。 看得出杨老爷子的病情, 已是恶化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 你们都让到一边去。 杨老夫人摆了摆手, 将古无休请了进来。 同时, 跟在古无休身边两个助手, 不由分说, 将三个私人医生赶到边上。 爷爷, 杨清凌见到床上的楚老爷子, 喊了一声, 泪水不由落了下来。 别大喊了, 不要影响古神医的诊治。 杨老夫人瞪了一眼杨清凌, 不让杨清凌上前。 随后, 杨老夫人对着古无休道, 还请古神医, 施以妙手, 我老头子的病, 就靠你了。 老夫人放心, 有我古无休在, 老爷子必定无恙。 古无休自信满满说道, 抬脚向病床走了过去, 开始检查杨老爷子的病情。 第一步看气色, 第二闻大变, 最后, 古无休捏住杨老爷子的手腕, 开始现场把脉。 周围杨家人都知道, 古无休擅长中医, 对他诊断举动, 也没有觉得什么奇怪。 通过一番望闻问切之后, 古无休放下了杨老爷子的手腕, 站起了身来。 古神医, 情况怎么样? 杨老夫人迫不及待问道。 其他杨家人也向古无休看了过去, 要听古无休怎么回答。 老夫人莫忧, 古某诊断完毕, 老爷子的确病入膏肓。 若是他人, 只怕束手无策, 但这病情还难不到我古无休, 现在且带古某进行针灸, 用不了多久, 老爷子很快便能苏醒过来。 古无休一副胸有成竹道。 听到古无休这话, 周围杨家人都是一阵欢喜。 古神医, 不愧广越名医, 人称赛画陀。 是啊, 让我看古神医, 比起画陀还要厉害百倍, 病入膏肓都能医治。 古神医之医术, 当为华夏医学首屈一指。 面对周围称赞和吹捧, 古无休早已听命, 挥手招呼一声其中一个助手。 小罗, 取金针。 那个叫小罗的助手, 阴生将背着的医药箱拿了下来, 从里面掏出一个木盒, 之后放在旁边打开。 木盒内陈列一排金针, 共有九根, 大小长短, 各不尽同。 看来, 古无休要用针灸之术进行治疗。 眼下西医盛行, 学中医的人很少, 懂得针灸的人更是少之又少。 见到古无休举出金针, 周围杨家人一个个都摒弃宁神, 注视眼前一幕。 只见古无休伸手捏起一根金针, 来到病床面前, 就要朝着杨老爷子的脑门穴位, 直接扎了进去。 这一针扎进去, 怕是老爷子过不了今晚十二点。 然而, 就在这个时候, 一道突兀的声音从房间一脚响了起来。 房间内众人都是一惊。 是谁? 这么大胆, 敢说古神医这一针扎下去, 老爷子过不了今晚十二点。 这话不是在诅咒杨老爷子, 而是在质疑古神医的医术水平。 接着, 众人纷纷回头, 寻声望了过去, 要看看是哪个不知死活的, 却发现说话之人, 是站在杨如雪身边的秦风。 你是个什么身份, 连上门女婿还没有得到认可。 在这里, 你没有资格说话。 这小子, 满嘴胡言, 真以为自己懂医术针灸, 鼻鼓神医还要高明吗? 他就一个斑砖的, 能会什么医术, 别说针灸了, 想要哗众取宠罢了。 不少杨家开始骂了起来, 尤其是杨安娜和楚天成, 也趁机言语攻击秦风。 杨老夫人皱起眉头, 看了一眼秦风, 目光直接对上杨如雪, 冷声道, 如雪, 这人是你带进来的, 就要管好你的人。 杨老夫人明显不屑跟秦风说话。 我们杨家是有交有理的家庭, 并不是穷山恶水的乡野之地, 什么阿猫阿狗都能带进来。 杨老夫人骂人不带赃字, 看着不骂人, 实在骂人, 毫无掩饰对秦风的厌恶。 说完, 杨老夫人也不等杨如雪出生, 转头看向古无休, 陪笑说道, 古神医, 实在抱歉, 小辈们不明事, 出言不逊, 望您大人不计小人过, 莫要一般见识。 古无休只是瞥了秦风一眼, 没有将秦风放在眼里。 一个无知小子而已, 古某还不至于与他见识, 既他大言不惭不知真酒, 且让他留在这里, 看一下什么叫博大精神的医术。 古无休淡淡一声说道, 杨老夫人听后, 笑着恭为了古无休道, 古神医以得抱怨, 医者人心, 这等心胸境界, 让老神敬佩啊。 就算到了杨老夫人这把年纪, 也不能免俗, 亲自捧了一番古无休。 古无休终于露出一丝笑容, 老夫人谬赞了。 毕竟, 能得到杨老夫人这种掌舵杨家的人恭维, 跟普通人的恭维是完全不一样的。 现在, 古某开始行针了。 接着, 古无休捏着金针, 继续像躺在床上的杨老爷子扎了过去。 这一刻, 房间内众人的目光, 都落在了古无休手中的金针上。 一个个都要将心提到嗓子眼了。 古无休捏在手中的那根金针, 正在缓缓扎入了杨老爷子的脑门穴位。 金针错位, 鬼关将至。 雍一, 你还是住手吧, 不要害人害己。 可这个时候, 秦峰的声音再次从房间内响了起来。 什么? 这话一出, 如同平地惊雷。 这个小子是不是脑子抽了? 古神医不与他一般见识, 现在还敢大放厥词, 真当自己是神医了? 他是神医的话, 那我就是观音菩萨了。 什么垃圾玩意, 也敢骂古神医是雍一。 杨家岂能由他撒野, 辱骂神医, 他有罪, 将他赶出去。 这一刻, 杨家人都愤怒了。 就连古无休, 也是脸色沉了下来。 行医这么久, 一直被人遵塞话陀, 什么时候让人骂作雍一? 这一生雍一, 对他而言, 堪称奇耻大辱。 若非在乎神医形象, 怕是当场私逼起来。 杨老夫人, 原来你杨家有高人, 那古某告辞了, 杨老爷子生死与我无关。 说完, 古无休面无表情, 转身便走。 古神医息怒, 是老神家教不言, 令您受辱。 这是老神的错, 请您万不能离开。 我家老头子的病, 只有你能医治。 杨老夫人一听大吉, 拦住古无休的去路。 接着, 杨老夫人转头看向杨如雪, 呵斥一声, 如雪, 还不让这个秦峰, 上来给古神医赔罪道歉。 杨老夫人带着命令的口气, 杨如雪不敢反抗, 只得听从, 愤怒对秦峰道, 你快给古神医赔罪道歉。 他也没料到, 秦峰直接敢骂古无休是庸医。 如雪, 此人庸医, 金针错位, 爷爷如今半只脚已迈入鬼门关, 快让他速速拔掉金针。 秦峰解释一句, 急切。 大丈夫有所为有所不为, 他不能眼看庸医一死人。 秦峰, 不要再说, 现在只有古神医能医治爷爷, 你快来向古神医赔罪道歉。 杨如雪瞪着美目催促道, 只想秦峰赔罪道歉。 秦峰却笑了, 一个庸医, 不配让我道歉。 说着, 秦峰伸手一指鼓无休, 淡淡说道, 该是他, 来向我赔罪道歉。 杨如雪让秦峰这话给惊住了。 房间内众人也是惊住了, 傻眼了, 觉得秦峰不是大言不惭。 华众取宠, 而是疯了, 居然想让古神医给他道歉, 跟疯子有什么区别? 古神医何等身份, 是无数富商权贵, 都要争先八戒讨好的广越名医。 哈哈, 原来疯子一个, 古某还以为他是个略知医术的后生小儿呢? 不过, 这个时候, 古无休不怒返笑出来。 接着, 古无休看向旁边杨老夫人道, 老夫人, 古某不想看到这个疯子, 他在这里会影响古某行征。 古无休的话, 不言而喻。 古神医, 请放心, 老神这便安排人赶他出去, 绝不会影响到您。 杨老夫人心领神会, 点了点头说了一句。 随后, 杨老夫人握着龙头拐杖, 往地上一拒, 怒目看向杨如雪。 如雪, 你是让他滚出去, 还是你和他一起滚出去? 杨老夫人显然要动怒了, 就连杨如雪这个总裁的面子, 也丝毫不给。 看样子, 有一种要将杨如雪和秦峰一起赶出去的架势。 唐姐, 你说你也真是的, 什么都往家里带, 就这人能当上门女婿吗? 搬砖的就算, 还是个大言不惭的疯子, 快点让他滚出我们杨家吧。 旁边的杨安娜, 发出一声冷笑道, 自然不会错过这样一个为难己对杨如雪的机会。 房间内所有杨家人的目光都落在了杨如雪的身上。 如雪, 这个人不配当上门女婿, 你重新找吧。 二叔杨洪荣开口道, 我认同二哥的看法, 此子身份低微, 不懂人情事故, 要让此子当了上门女婿, 今天敢得罪了古神医, 明天指不定得罪什么大人物, 岂不是给我们杨家招来获释? 三叔杨洪药也出声应和一声。 二爷和三爷说得对, 快让这个疯子滚出我们杨家吧。 听到杨家人的话, 杨如雪促起带眉, 俏莲显得几分难看之色。 怎么说他都是华大集团执行总裁, 华大集团作为杨家家族企业, 总裁权力很大。 然而, 杨家人连这点面子都不给他。 尽管秦峰是他花了重金请来, 假冒上门女婿的。 但是他已经说了, 秦峰是他老公, 他要让秦峰做上门女婿, 可杨家人还这样针对秦峰, 无意等于针对他, 挑战他这个总裁的威信。 杨如雪玉手紧握, 他自幼要强, 从不怕犯众目。 之前他调查过秦峰, 知道秦峰不是疯子, 从救活女娃也看出秦峰懂得医术, 一定是秦峰看出什么才会这样说。 只是, 如今爷爷还得靠古无休来医治。 杨如雪最终还是抬起秦手, 对秦峰说道, 秦峰, 你先出去, 到外面车子等我。 秦峰看了一眼杨如雪, 有点意外, 杨如雪居然不说他, 也不骂他。 好, 我现在出去。 秦峰点了点头, 也理解杨如雪此刻的处境。 随后秦峰转头, 扫向周围杨家人, 淡淡一笑道, 淡不出三分钟。 你们所有杨家人一定都会出来, 求我进门。 哈哈, 求你进门? 我看你真是疯了, 简直是个疯子, 要是我们出去求你进屋, 那我喊你爹。 杨安娜第一个笑了出来, 笑得差点眼泪都掉出来了。 杨安娜觉得杨如雪的眼光有问题, 找了这么一个人来当上门女婿。 说句好听是个疯子, 说不好听跟傻逼脑残, 又有什么区别。 显然, 杨安娜此刻得意忘形, 忘了秦峰刚才说出他影集的事。 喊我爹是吧? 好, 我记住了。 秦峰看了杨安娜一眼, 转身大步朝着门口走了出去。 喂, 整个房间的杨家人都一脸冷笑, 看着秦峰走出门口, 只有杨清凌追出两步, 喊了秦峰一声。 不过, 杨清凌也就是喊了一声而已。 见秦峰离开房间后, 古无休暗暗哼了一声。 一个后生小儿, 还用不着他亲自出马收拾, 杨家人就帮忙收拾了。 接下来, 古某要扎第二针。 老爷子这个病情不出意外, 只需三针下去, 人便会苏醒过来。 古无休又从助手那边接过第二根银针, 从杨老爷子另外一侧脑门穴位扎了进去。 随着这第二根金针扎下去, 杨老爷子的身体明显颤动了一下。 奶奶, 爷爷动了。 杨安娜叫了一声道, 房间内众人都紧紧盯着病床那边, 看着古无休一举一动进行行针。 古无休一针扎完, 又接过第三根金针。 这第三根金针, 古无休向杨老爷子的天灵盖位置扎了进去。 果然, 当三针全部扎完后, 杨老爷子的身体连续颤动三下。 接着, 便是看到杨老爷子的眼皮也动了, 缓缓睁开出来。 老爷子醒了。 有杨家人发出一声惊喜喊叫。 爷爷! 父亲! 杨家人一下子都奔到了病床前, 看着睁开眼的杨老爷子喊道。 好! 你们都在。 杨老爷子望了一眼站在病床旁边的杨家人, 挤出了一丝笑容跟着大家说道。 不过, 杨老爷子的脸色还是十分苍白。 老头子, 你能苏醒过来, 全仰仗的古神医医术高明, 撂手回春。 杨老夫人看着醒过来的杨老爷子说道, 同事不忘赞捧古无休一句。 古神医, 不愧赛华陀之名, 医术比起华陀都要厉害十倍。 十倍少了, 大胆点, 说个百倍也不是问题。 古神医, 胜手无双, 堪称起死回生, 让人大开眼界, 请收下我的膝盖。 旁边杨家人也跟着赞捧古无休一番, 就连之前赶到角落的三个私人医生, 也忍不住过来巴结公围。 古神医背负双手, 昂首站在病床面前, 觉得所有赞捧都是理所应得的。 还, 不, 可就在这时, 突然杨老爷子脸色一暗, 张口吐出了一口鲜血, 鲜血飞溅。 站在病床面前的古无休, 身上那套白色糖妆, 一下子被染红了一大片, 这一幕顿时吓坏了杨家众人。 我的头! 好痛, 杨老爷子抱住脑袋, 痛苦至极, 惨叫一声, 再度昏迷了过去。 怎么会如此? 古无休也让眼前场面给吓到了。 当下顾不上衣服燃血, 一把抓起杨老爷子的手腕, 把脉, 滴滴滴。 此时, 床头一台检测心率的仪器, 发出了一阵警报声。 病危红灯显示。 不好! 古神医, 病人心率正在急速下降, 生命迹象正式快速消失。 杨老爷子他, 一个私人医生指着仪器, 叫了一声, 瞪大眼珠说道, 后面的话是什么也猜到了。 什么? 突如其来的变故, 让房间内的杨家众人都始料不及。 爷爷! 父亲! 老爷子, 你这么走了, 丢下这么大一个杨家, 让我该怎么办? 杨家人都痛哭了起来, 就连杨老爷子也哀嚎到。 而杨如雪来不及痛哭, 第一时间朝着门口方向冲了出去。 快, 到外面去, 将那位小神医请进来。 与此同时, 正给杨老爷子把脉的骨无休, 满眼不满惊骇, 抬头朝着外面大喊一声。 秦峰出了杨家老宅之后, 走到奔驰车旁边。 而后, 秦峰随意将身体靠在奔驰上, 心中墨数时间。 不到三分钟, 一阵急促脚步声从老宅内转了起来。 秦峰抬头望了过去, 想不到第一个冲出去的人居然是杨如雪。 秦峰, 救救我爷爷, 你刚才一定是看出什么了对不对? 请你进去救救我爷爷。 杨如雪气喘兮兮冲到秦峰面前, 伸手就要拉过秦峰的胳膊。 这个时候, 杨如雪彻底相信了秦峰, 因为秦峰说的只字不差, 爷爷被古乌修给溢死了。 不过, 秦峰没有动作。 如雪, 该出来求我的人不是你, 而是他们。 秦峰对杨如雪淡淡一笑道。 说着, 秦峰伸手一指前面杨家门口。 他秦峰绝不是一个可以呼之急来, 挥之急去的人。 只见以古乌修和杨老夫人为首, 一伙人带着惊慌, 急切从里面走了出来。 小神医, 在什么地方? 古乌修一出门口, 目光立马朝着四周扫视问道。 他在奔驰车那边, 有人发现了秦峰的身影, 开口叫了一声。 古乌修转头, 人便冲了过来, 三步当两步走到秦峰面前。 小神医, 刚才我古乌修有眼无珠, 学医不经, 不听刀人之言, 如今金针错位, 害了杨老爷子性命, 还请小神医出手, 帮帮古某人。 只见古乌修站在秦峰面前, 没了刚才的气势和傲慢, 带着无比恭敬之色说道。 其实, 古乌修这个人, 医术还是可以的, 一个把脉就知道自己失误, 导致金针错位。 想起秦峰的话后, 古乌修内心掀起惊涛骇浪, 顾不上其他事。 原来对方不是大言不惭, 也不是疯子行为, 而是真真切切在提醒他, 能够一眼看出他的金针错位。 显然, 古乌修也明白秦峰的医术, 远上他之上。 在医术一道上, 古乌修是一如痴, 虽然平日里傲慢不端, 但他最近配医术比他高的人。 所以一开口, 便称呼秦峰为小神医。 秦先生, 刚才多有误会, 还请进屋说话。 杨老夫人见了古乌修的态度后, 也恭敬在旁跟着说道, 连秦先生都喊出来了, 之前态度早已抛到九霄之外。 仿佛之前让秦峰滚出杨家的人, 并不是他杨老夫人似的。 秦峰没有理会杨老夫人, 而是看向古乌修。 我影响到你行真吗? 我要给你赔罪道歉吗? 秦峰淡淡问道。 古乌修闻言, 顿觉尴尬无比。 可如今杨老爷子危在旦夕, 一旦杨老爷子死了, 他塞话陀之名就断送了, 从此臭名远扬。 小神医, 说古乌修有眼不识泰山, 我给你赔罪道歉了, 现在人命关天, 请您进去看看, 施以妙手吧。 说着, 古乌修朝着秦峰低头道歉一声, 秦峰微微一愣, 想不到古乌修这么容易赔罪道歉, 令人出乎意料。 但秦峰不想就这样便宜了杨家人。 他一向恩怨分明, 有恩报恩, 有仇报仇。 什么以德报怨, 在秦峰面前不好使? 随即, 秦峰目光一转, 扫向杨老夫人和杨安娜一众杨家人身上。 我被赶出来时说过, 你们会出来求我进门, 现在你们出来求我了, 杨安娜, 你是不是要喊一声电? 秦峰的目光最后落在杨安娜身上。 你不要得寸进尺, 如今, 我们都出来请你进门, 算是给足了你面子, 你还要得理不饶人了是吧? 杨安娜一听, 秦峰要让他喊爹, 顿时怒了, 怒怼秦峰起来。 不但杨安娜怒了, 连杨洪荣也气愤了。 年轻人, 做人留一线, 日后好相见, 不要太过了。 杨安娜是他的女儿, 要喊秦峰做爹, 岂不是在打他老脸, 占他便宜。 朋友, 得饶人处且饶人, 今天就当给我楚天成一个面子。 安娜之前那句话, 就当玩笑算了。 楚天成也站了出来, 以绅士姿态倒。 不管怎么说, 他是杨安娜的未婚夫, 都没有得过喊爹的待遇, 怎么能让秦峰得了便宜? 你的面子很大吗? 在我这里, 连屁都不是。 秦峰冷笑一声, 懒得理会楚天成。 对于须有其表, 道貌岸然之人, 秦峰一向都是不屑于知。 你…… 楚天成想不到, 秦峰会如此不给面子, 让一向自诩风度翩翩的他, 一时奈何不了这样的粗人。 杨安娜见未婚夫赤扁, 立马指着秦峰骂道。 你个搬砖的, 不要以为自己能瞧出古神医的金针错位, 便觉得自己还牛逼了, 说不定瞎猫碰到死耗子, 在这里嘚瑟时, 安娜, 住口, 不许对秦先生无礼。 没有等杨安娜说完, 杨老夫人呵斥了一声道。 尽管杨老夫人不理解医术, 但也知道医术博大精深, 怎么可能瞎猫碰上死耗子? 连古无休都称为小神医, 显然秦峰的医术很厉害, 比古无休还要厉害。 随后, 杨老夫人又看向秦峰, 也直接赔罪道歉。 秦先生, 老神向你赔罪了, 你大人大量, 不要计较, 请你出手救我老头子一命。 活了大半辈子的杨老夫人, 懂得权衡利弊, 赎之轻重。 如今杨老爷子性命攸关, 请秦峰救人最打紧, 至于荣辱都不重要。 秦峰, 刚才都是我们不对, 是杨家人不对, 是我不对, 现在还请你进去救救我爷爷吧。 这个时候, 杨如雪在旁, 继续开口, 美目带着少见的恳求之色。 他杨如雪一生要强, 何时有求过人。 但为了救爷爷, 杨如雪低下了高贵的头颅。 那个秦峰, 我之前不该那么看你, 我给你道歉, 你救救我爷爷吧。 就连杨清凌也在旁开口了。 秦峰看了看杨清凌, 又看向了一双美目露出恳求之色的杨如雪。 古乌修和杨夫人一众杨家人的话, 秦峰可以不放在心上。 但杨如雪的话, 秦峰需要听进去。 杨如雪乍似性格冷淡, 不喜交道, 但能看出他为人有孝心善良的。 何况, 杨如雪还是雇主, 那一百万酬劳还得靠他给呢。 走, 随我进门。 当下, 秦峰对杨如雪姐妹点了点头, 抬脚走向杨家大门。 秦峰并非见死不救的人, 故作冷血无情, 不过是给古乌修和杨家人一点惩罚而已。 杨如雪一愣, 随即遁喜。 好, 看着秦峰踏步走进杨家老宅的举动, 杨如雪一下子被秦峰给感动了。 之前他以为秦峰这个男人小肚鸡肠, 而且好色, 现在看来是自己冤枉秦峰了。 其实, 秦峰也是一个好人。 秦峰再入杨家。 这一次, 杨家人对他的态度跟刚才完全不一样。 除了杨安娜和楚天成一小部分人引路不悦之外, 其他杨家人不敢继续叫妈造次。 秦峰来到病床面前, 望了一眼病床上面如死灰的杨老爷子, 暗暗皱了一下眉头。 随后, 秦峰将手放在杨老爷子的手腕上, 开始怯脉起来。 如今杨老爷子的脉象早已微弱不堪, 只剩下最后半口气掉着。 若是换成别人, 怕是直接一命呜呼了。 杨老爷子之所以还有半口气, 怕是有什么疑言未了。 秦峰, 我爷爷怎么样了? 杨如雪站在旁边, 忍住悲痛问道。 秦峰放下杨老爷子的手腕, 看了一眼杨如雪。 爷爷病情本就不容乐观, 加上经侦错位, 体内气血逆转, 进一步恶化, 半只脚已经迈入鬼门关了。 秦峰神情凝重说道, 现在, 你和他们都一起退到三步之外, 我要开始行侦。 不等杨如雪反应, 秦峰抬手一挥, 让围在四周的杨家人都后退出去。 杨如雪听从秦峰的话, 跟杨家人一起后退三步出去。 借你金针一用。 秦峰伸手一指鼓舞修道。 小神医, 你请用。 鼓舞修二话不说, 将那盒金针递上来给秦峰。 秦峰接过那盒金针, 放在旁边台上, 开始取出一根接着一根, 碾在手中, 缓缓转动。 下一刻, 秦峰伸出另一只手, 在杨老爷子的心口部位按了一下。 八卦起四杨, 钱针更砍。 秦峰念叨一句, 随即低喝一声, 杨针离中时。 下一刻, 手起针落, 一道金光闪现, 金针仿佛化作一条金龙, 扎入了杨老爷子的山中穴上。 呼! 眼前这一幕, 让众人一下子看呆了。 好神奇的行针手法。 秦峰无视周围众人, 继续取过第二枚金针。 这是秦峰按照《天地玄黄经》医术篇里, 一套名为八卦神针的针灸法, 进行针灸治疗。 据经中所言, 八卦神针能够治疗百集, 有着起死回生之效。 如今杨老爷子这种状态, 只能使用八卦神针进行治疗。 八卦压四阴, 昆离对训, 阴针和中虚。 又是一声低贺, 金针掠过面前, 扎入阳老爷子的灵虚穴上。 两根金针, 遥相呼应。 秦峰的天眼之下, 能够看到两针之间形成阴阳语眼, 同时在阳老爷子的身体上方, 呈现出一幅八卦图。 八卦图中阴晕之气聚拢, 又通过金针渡穴, 进入阳老爷子的体内。 叮叮! 就在这时, 放在床头那台检查心率的仪器, 发出一道声音。 本来并为红灯, 变成安全绿灯。 你们快看, 老太爷的心率正在回升, 生命迹象开始复苏增强, 一位守在仪器旁边的私人医生, 师生惊呼喊道, 老夫人, 老太爷活过来了。 不敢相信啊, 我没有做梦吧? 就两针下去, 人就活过来了, 简直堪称神迹啊。 起死回生, 这天下有几个称为神医的, 能够做到, 三个私人医生凑在仪器前, 忍不住惊叹, 震惊起来。 尽管杨老爷子人还没有醒来, 但是仪器指标数据, 足以说明杨老爷子的身体正在回转。 前世天, 昆为地, 阴阳相合, 趋即除病。 这个时候, 秦峰的声音又响起。 秦峰一手撵住一根金针, 轻轻弹动, 金针发出一阵嗡鸣, 如同龙吟之音。 同时阴晕之气, 加快速度通过金针度穴, 不断涌入杨老爷子的体内。 不过, 这么神乎其神的一幕, 没有人能看见。 四周众人只听到龙吟般声音, 露出困惑不解看着。 只有古无修一人, 目光充满惊骇至极, 内心更是起了惊涛骇浪。 因为古无修认出秦峰所施展的针灸手法, 乃是传说中最高深奥妙的一种针灸手法。 颤针。 颤针, 跟悬丝枕脉一样, 撑得上中医之术中的绝学, 哪怕像他这样广跃名医, 花费了半辈子都没有学成。 想不到秦峰一个二十几岁的青年已经会了。 古无修惊呆了, 露出一副极度不可思议的表情。 毕竟, 颤针不单单要掌握高深的针灸手法, 而且还需要用气功, 所谓气韵颤针。 没有气功, 根本无法施展颤针。 此刻, 言语都无法描写古无修内心的震惊。 古无修好想当场问一下, 这是不是传说中的颤针, 但又怕打断秦峰行针。 约莫过去了一盏茶功夫, 养老爷子脸上不在之前那般哭狗, 开始恢复气色。 当阴晕之气全部涌入养老爷子体内, 八卦图也随之消失后, 秦峰方才, 取走两根金针。 同时, 只听到一阵咳嗽传来。 众人寻声望了过去, 发现养老爷子竟在这个时候, 缓缓睁开了眼皮。 天哪, 爷爷醒了, 醒了。 太好了, 爷爷没事了, 一定是我刚才诚心祈祷, 感动了上天。 爷爷, 你醒来就好了, 这是爷爷福大命大, 也是我们杨家气云旺盛, 什么牛头马面都不敢来烦。 杨家人都争先恐后冲到了病床面前, 似乎他们都选择性忘记救活 养老爷子的人是秦峰。 杨如雪见爷爷醒过来后, 忍不住激动泪流。 他看向秦峰, 满是感激之情。 秦峰没有骗人, 他真是神医。 起死回生, 一个比神医还要神的神医。 好了, 爷爷没事了, 救急和心病都一病治好了。 要是不出意外, 再活十几个年头不是问题。 秦峰看向杨如雪说道, 也算对杨如雪有个交代, 成功救活了他爷爷。 爷爷, 这段时间来都要吓死我, 我一直都在寝室南安, 怕见不到爷爷了。 爸, 你醒来就太好了, 杨家不能没有你, 我们不能没有你。 老头子, 你能平安醒过来后, 实在是我们杨家祖宗保佑, 苍天有眼了。 杨安娜, 杨洪荣等杨家人立马挤在了病床旁, 甚至杨老夫人也第一时间走上来。 这些杨家人一下子将站在床边的秦峰 给往外挤了出去, 没有一人感谢秦峰一句。 其实杨老爷子醒来, 杨家人也并非都是高兴。 他们担心杨老爷子去世突然, 没有做好遗产分割, 身为华大集团总裁的杨如雪 会侵占集团财产, 不给他们摊分。 杨安娜那些人才会卖力, 四处寻找神医。 而如今杨老爷子醒来, 他们又担心起其他事。 毕竟杨如雪深受杨老爷子疼爱气重, 指不定经过这么一出后, 杨如雪在杨老爷子醒目中的地位会更高。 秦峰不知道杨家人的想法, 只是反感杨家人此刻的嘴脸。 不过秦峰也不在意, 他虽不是医生, 但学了医术, 便秉承了一颗医者人心, 施恩不必图报。 这一刻, 杨如雪没跟杨家人争抢着挤过去, 爷爷能够活过来, 他发自内心感到高兴。 之所以在爷爷病重期间, 基于重金求夫, 目的不是争夺家业, 而是想为爷爷守住华大集团这份家业, 以免分崩离析。 只要能让爷爷再活几年, 他宁愿不要这万贯家财。 秦峰见没有自己的事, 便转身向门口走去, 准备离开。 然而, 醒过来的杨老爷子喊住了秦峰, 小神医, 请留步。 秦峰停下脚步, 杨老爷子挣扎从床上起来, 走向秦峰而来, 一把握住秦峰的手。 老夫这次能够从鬼门关回来, 权杖小神医妙手回春, 大恩大德, 无以为报。 说到这里, 杨老爷子往杨如雪看了一眼, 接着跟秦峰继续道, 听说你和如雪早好上了, 如雪有意让你来当上门女婿, 那么, 现在老夫便做个顺水人情, 正式将如雪许配你, 择日成婚。 听到这话, 秦峰吓了一跳, 差点一个踉呛, 往前栽倒下去。 这个杨老爷子不是开玩笑吧? 什么情况? 自己不是假冒上门女婿吗? 怎么看这个架势, 要搞成真的? 还说要择日成婚? 秦峰不由转头, 去看了一眼杨如雪。 杨如雪不但人漂亮, 而且前途后翘, 身姿曼妙, 屁股又大又圆润, 一看便是那种很能生养的女人, 适合娶做媳妇, 以后生五六个娃都不是问题, 但问题是, 她收钱办事来假冒的。 并不是真要做上门女婿, 这个时候, 杨如雪也是呆住了, 想不到爷爷会来这么一出, 爷爷, 我和秦峰只是决定在一起, 没有想过那么早结婚。 杨如雪只能跟着杨老爷子解释一声道, 还早吗? 你都三十了, 一只脚都迈入圣女行列了吧? 杨老爷子露出慈祥之色, 故作怒意, 训斥了一句杨如雪。 其实一直以来, 杨老爷子都有意要给杨如雪 寻一位上门女婿。 杨如雪太优秀了, 虽是女儿身, 却远生大丈夫。 杨老爷子觉得将杨如雪这个孙女嫁出去的话, 实在太委屈他了。 奈何杨如雪不仅能力强, 而且眼光也极高, 身为鲁男, 第一美女总裁, 根本瞧不上一般男子。 眼下, 杨如雪自己找到一个上门女婿, 带回老宅见面。 杨老爷子自然不会错过机会, 赶紧让杨如雪和秦峰 直接择日成婚。 我看秦峰这个小伙子不错, 年轻力壮, 第一眼见到他, 我就觉得, 他是一位举世难得的成龙快婿, 符合杨家上门女婿的要求。 他能同意上门了, 是一件两全其美的好事, 你还不早点成婚了。 听到杨老爷子这话, 周围杨家人只觉得一阵哭笑不得, 却无人敢作声。 看一眼就觉得人不错, 要将孙女许配出去, 这样的事, 也只有他们, 这位杨老爷子, 才能做得出来。 爷爷, 杨如雪不知道怎么解释秦峰的身份, 总不能在这个时候, 跟爷爷说秦峰只是重惊求夫过来, 假冒上门女婿的吧。 杨老爷子还以为杨如雪做不出决定, 当下, 抬头看向秦峰, 问道, 小峰, 老夫能喊你小峰吗? 对于你和如雪之间的婚事, 你是怎么打算的? 我吗? 秦峰不知道怎么回答, 看了一眼杨如雪。 杨如雪如今似乎也没了主意, 爷爷, 婚事是一件人生大事, 不能着急急。 当下, 秦峰只能尴尬一笑, 偷换概念回道。 秦峰觉得, 总不能让自己假戏真做, 真跟杨如雪择日成婚吧。 那一百万还要不要了? 自己是来求财, 而不是来娶老婆的。 爷爷, 秦峰说得对, 我和秦峰两人都不急, 你不用操那么多心。 你老眼下最要紧的事情, 将身体养好, 等我和秦峰举行婚事。 你老才能生龙活虎, 来帮我们主持婚事。 杨如雪听了秦峰这话, 在旁接话, 回答杨老爷子。 说话时, 杨如雪又悄悄递给秦峰一个眼神。 从杨如雪的眼神中, 秦峰知道杨如雪的意思, 是让他不要乱说。 爷爷, 如雪说得对, 你老先养好身体, 等你老身体好了, 再来操心我和如雪的事也不迟。 秦峰顺着杨如雪的话说道, 听到杨如雪和秦峰的话, 杨老爷子分别看了两人一眼。 随后, 杨老爷子也不管周围杨家人的目光, 将秦峰和杨如雪的手叠在了一起。 小枫, 如雪, 你们年轻人有自己想法, 我也是理解的。 既然你们不急着操办婚事, 那么我也就不勉强你们。 但是, 还有一件事, 爷爷得提前跟你们说好了, 你们结婚后, 一定要多生几个孩子。 而爷爷有一个小要求, 希望其中一个男孩子最好信仰。 当杨老爷子这话落下, 周围杨家人都傻眼在了原地。 杨如雪更是翘脸变色, 同样傻眼在了原地。 爷爷这是连生孩子都想好了呀。 爷爷, 你在说什么? 八字还没有一撇呢? 一说生孩子, 就算杨如雪这样美女总裁, 也忍不住脸红, 娇称一声道。 怎么没有一撇, 你们不都好上了, 就差一个婚事了。 你们可以不举行婚事, 但未婚先孕的话, 我也不会反对。 你爷爷, 我是个开明的老人。 杨老爷子也不顾杨如雪脸红, 说着, 转头跟秦峰问道, 小枫, 你是爷们? 你自己来说, 同意我这个小要求吗? 面对杨老爷子这番操作, 秦峰反倒觉得没有什么。 杨老爷子的性格和脾气, 跟一般老人不一样, 感觉更像是一个为老不尊的老顽童。 当下, 秦峰微微一笑道, 爷爷, 我完全没有问题, 只要如雪能多生几个, 就让一个信仰, 爷爷你来取名, 你说了算。 同时, 秦峰的目光扫向了杨如雪那前凸后翘的身材。 其实, 如果杨如雪愿意的话, 秦峰完全不介意牺牲一下自己的身体给他。 一听秦峰同意, 杨老爷子笑得合不拢嘴了, 好, 好, 好孙女婿, 你对老夫胃口, 老夫认定你这个孙女婿了, 等下你不要走, 留下来我们爷俩一起吃个饭。 好, 听爷爷安排便是。 只是, 这头让杨老爷子乐呵了, 那边秦峰碰上杨如雪的目光, 却是一双欲要杀人的美眸。 杨如雪想不到秦峰当着这么多人面前, 说让他多生几个孩子。 这个家伙, 难不倒忘记自己只是假冒的了吗? 不过, 这个时候, 秦峰当作没有看见杨如雪那双要杀人的美眸。 老头子, 你做出这样决定, 是不是有欠考虑? 如雪才貌无双, 当配人中之龙, 怎么能许配给这个小子? 听说他, 还是搬砖的。 这个时候, 杨老夫人皱眉走上来, 说了一句, 其实, 我最近也在请媒婆打听, 给如雪找个合适人家。 听说赵家公子赵明辉为人不错, 她打算出三千万聘金, 迎娶如雪。 这话看似惋惜杨如雪。 实际上, 杨老夫人不想给杨如雪找上门女婿, 更希望杨如雪嫁出去。 因为一旦杨如雪找到上门女婿, 以后便没人能懂得了杨如雪的总裁之位。 杨家祖训规定, 杨家女一旦找到上门女婿, 将会拥有与杨家男丁同等的继承权。 而杨老夫人一向重男轻女, 从小不喜欢杨如雪。 在杨老夫人眼中, 最合适的家族继承人, 绝不是大方的杨如雪, 而是二方一脉。 什么聘金不聘金的? 我何时说过, 将如雪嫁出去了, 现在杨家是我做主。 你这个老婆子, 不用管这么多, 秦峰能从鬼门关救回我的命, 足以证明, 她是个优秀的人, 来当杨家上门女婿, 绰绰有余。 杨老爷子看了一眼杨老夫人说道, 杨老爷子的话, 透出一丝威严。 杨老夫人知道杨老爷子的脾气, 只能暂且性性作罢, 不再往下说去。 杨如雪不能说出 秦峰假冒上门女婿这件事, 如今能够让爷爷推迟婚事, 已然不易。 眼下, 只能走一步算一步。 毕竟自己让秦峰假冒半年上门女婿, 有了半年时间准备, 足够让她能做好那个大计划。 杨老爷子此刻很是高兴, 可谓人逢喜事精神爽。 先是病情痊愈, 杨如雪又带回上门女婿, 堪称双喜临门。 在吩咐厨房准备晚饭后, 杨老爷子便凭退一众杨家人, 因为他沐浴更衣。 秦峰也跟着杨如雪和杨清凌姐妹, 从杨老爷子的房间走了出来。 秦峰, 我和清凌还有点事。 你可以在老宅四处逛逛, 等下吃饭, 直接来堂屋就行了。 杨如雪和杨清凌姐妹不知道要去做什么, 让秦峰自己一个人随便看看。 好。 秦峰听了杨如雪的话, 没有追问, 也没有多管闲事。 毕竟, 在别人看来, 他是上门女婿, 实际上, 他只是杨如雪雇来假冒的。 对于杨如雪这个雇主的事, 秦峰觉得自己不必问东问西。 就在秦峰溜达在前面院子的时候, 古无休从后面追了上来。 秦神医, 秦等一等。 秦峰停下脚步, 看向走到身边的古无休, 淡淡道, 有事? 刚才叫小神医, 现在又喊起了秦神医, 这个古无休, 究竟想要搞什么鬼? 秦神医, 敢问一声, 你刚才所施展的针灸手法, 可是中医一脉传说中的气韵颤针。 古无休带着浓烈兴趣问道, 秦峰眉毛一挑, 看了一眼古无休道, 事又如何? 轰, 古无休身躯一阵, 真是颤针。 他如此年纪轻轻, 就会如此高深奥妙的针灸手法。 气韵颤针。 秦神医, 你衣术无双, 古某无比敬佩, 现在我有一个不情之请, 还请你收我为徒。 说着, 古无休朝着秦峰一个鞠躬, 恭敬屈尊, 姿态放得很低。 为你为徒就算了吧? 你一死人, 岂不是到时怪我没有教好你? 秦峰摇了摇头, 当场拒绝道。 听了秦峰这话, 古无休尴尬至极。 秦神医, 我惭愧, 我学医不经, 不配神医之名。 刚才秦神医的话, 让古某大彻大悟, 决定在拜师学医, 还请秦神医教我。 不过, 古无休尴尬之后, 又恢复一副诚恳无比之态, 继续朝着秦峰, 就要拜了下来。 看得出古无休, 这人在医术上的执着很强烈。 为了学会颤真, 竟要拜比自己小上一个年轮的秦峰为师。 秦峰见到古无休, 被医术这么痴狂, 倒也几分敬佩。 尽管古无休为人傲慢, 目中无人, 但有一点比很多人要强, 便是事一如痴。 秦峰抬出一脚, 并未让古无休拜下来, 气韵颤真, 我不知道怎么教你, 这门针灸手法, 主要靠的是天赋。 秦峰看向古无休说道, 其实,秦峰根本不懂什么叫颤真。 他明明施展的是八卦神针, 之所以弹动金针, 只是八卦神针在行针过程中的一个手法而已。 八卦神针是天地玄黄经里的东西, 秦峰没有必要告诉古无休。 秦峰也不知道自己怎么施展出来的, 开启天眼之后, 就这样鬼使神差地施展出来了。 如果让他教人, 以现在水平来说, 他是绝对不知道怎么教的。 毕竟, 这一切都是天地玄黄经和九龙珠的相助使然。 主要靠的是天赋。 古无休一听到这话, 不由得大失所望了。 不过, 想一想也是, 自己学了大半辈子都没有学会颤真, 偏偏秦峰这么年纪轻轻, 却懂得施展颤真。 看来真是靠天赋。 古某打扰了。 古无休露出遗憾之色, 接着又问道, 在冒昧一句, 不知秦神医师从何人? 我无门无判。 秦峰耸了耸肩道, 这一次他说的是实话。 这, 但古无休不相信, 只当秦峰不愿意说出来。 随后, 古无休见从秦峰这里得不到什么东西, 也就遗憾告辞而去。 很快, 随着晚宴备好, 秦峰被盛情请进了堂屋吃饭。 杨老爷子常年卧病不起, 如今大病出狱, 不宜饮酒, 便是以茶代酒, 敬了秦峰三杯。 同时, 杨老爷子也让杨家主要人员都上来给秦峰敬酒, 以表感谢。 不过除了杨老爷子一人, 还有秦峰, 他们两人高兴之外, 在座杨家人的情绪都不怎么样。 尤其是杨安娜和楚天成, 情绪极度不好, 因为他们让杨老爷子直接安排到了角落一桌。 一顿饭吃的时间不长不短, 一个小时后结束晚宴。 见天色不早了, 杨老爷子也没有继续下去。 好了, 晚宴就到这里, 大家也累了, 都散了吧, 早点回去休息。 杨老爷子开口说道, 听了杨老爷子的话, 旁边的杨洪荣和杨洪耀两家人都站了起来, 跟杨老爷子和杨老夫人请安医生, 带着各自家人离开。 大家族便是规矩多。 爷爷, 奶奶, 我们也走了, 过两天再来看你们。 杨如雪也起身离席, 带上杨庆龄说道, 什么过两天, 你和秦枫要一起经常来, 尤其是秦枫, 你要有空可以随时过来, 跟我喝喝茶聊聊天。 杨老爷子站起身, 亲自将秦枫、杨如雪三人送出门口。 好, 一定。 秦枫笑着点了点头, 目送秦枫, 杨如雪和杨庆龄三人走后, 杨老爷子才转身走了回去, 坐在返回天津府邸小区的奔驰, 事实上, 还是杨如雪开着车。 秦枫, 我爷爷人就是这样, 性格豪迈不拘, 他之前说的话, 不必放在心上。 杨如雪出声打破安静, 跟旁边副驾驶座上的秦枫说了一句, 你是指什么话? 婚事? 还是生娃? 秦枫转头, 看向杨如雪问道, 又忍不住扫向杨如雪那凹凸有致的身材, 以及挺翘圆润的大屁股。 说真的, 如果真能有杨如雪这么一个老婆, 一定会很太幸福。 且不论她是一个年轻漂亮的富婆, 就说这身段好生养, 也是当老婆的最佳人选。 过几天便是村里有名的领头节庆, 要是能带杨如雪回一趟村里, 绝对会羡慕死十里巴乡无数人。 只是, 不知道杨如雪到时会不会同意跟自己回一趟村里。 杨如雪似乎发现, 秦枫的目光方向不对劲, 你看哪里呢? 没看哪里, 秦枫早已收回目光, 一副非礼物式的神态, 让杨如雪无法人赃俱获。 不过, 这时坐在后座上的杨清凌, 却来了一句, 姐, 我注意到了, 她刚才在偷看你的屁股。 秦枫文言, 回头看了一眼坐在后座上的杨清凌。 杨清凌唇脚微微翘了起来, 一副你愁我干啥的得意之状。 秦枫知道, 杨清凌是故意要给她引来麻烦。 刚才在杨家老宅内, 似乎还跟她同一阵线, 如今出了杨家老宅, 又开始对她不待见了。 简直呵呵了。 不过, 这种麻烦丝毫难不倒秦枫。 秦林, 你误会了, 我看你姐的屁股, 只是单纯以医生的角度, 来观察一下你姐的身体, 有没有潜在疾病。 当下秦枫解释一声说道, 让秦枫感到意外的是, 杨如雪这一次, 没有像之前那样生气骂自己。 只见杨如雪听了秦枫解释, 不冷不但说了一句, 那你看出我的身体有什么病了吗? 暂时没有, 刚才看得不太仔细。 秦枫耸耸耸肩道, 你的意思, 还想要仔细看。 杨如雪翘脸一下子冷了下来, 看你的意思了。 秦枫道, 我的意思是, 没事就做好, 别动张希望。 杨如雪翘脸上没有多余的表情, 毕竟, 秦枫刚才救了爷爷一命, 杨如雪是个知恩图报的人, 还是能忍受一下秦枫这种举动的。 只要秦枫不过分的话, 看一下也不会掉一块肉。 姐, 你这样就算了。 杨清凌想不到, 姐姐杨如雪会忍受秦枫这种无理举动, 多少感到意外。 杨如雪知道, 杨清凌不怎么待见秦枫, 是故意要给秦枫出丑。 当下, 白了杨清凌一眼道, 他是我老公, 给他看不是很正常吗? 好了, 你别大惊小怪了。 杨如雪在这个时候, 当然选择维护秦枫的面子。 在名义上秦枫是他的老公, 老公看老婆, 天经地义。 哦, 杨清凌撇了一下嘴, 觉得几分无趣, 没有继续去找秦枫麻烦。 很快, 车子回到了天井府邸小区。 秦枫, 你以后晚上就睡在那边客房。 杨如雪亲自给秦枫安排到了一间客房, 那是一间位于二楼的客房。 不是跟你睡在同一个房吗? 秦枫问道, 你想得美了, 别忘了你是来做什么的。 还有, 没有我的允许情况下, 不许上三楼。 杨如雪瞪了一眼, 秦枫道, 好, 不过我没有带衣服来, 需要返回出租拿几件衣服。 秦枫只是开个玩笑, 当然知道自己不可能跟杨如雪 睡在同一个房间里。 这两天, 我不会安排你做什么。 你可以先处理好自己的事。 如果什么日常用品需要, 可以直接跟陈毅说。 杨如雪站在客房门口, 跟着秦枫说道, 其他什么日常用品, 都是次要的。 秦枫说到这里, 骤起眉头说道, 我现在只想向你再预支一部分钱, 可以吗? 你要多少? 杨如雪一听, 二话不说问道。 见杨如雪回应这么快, 秦枫顿时大喜, 说出一个数, 十万。 毕竟, 眼下他囊中羞涩, 口袋空空如也。 秦枫觉得有了杨如雪这么有钱, 一个富婆在, 先知一点酬劳出来, 想必不是问题。 不行。 然而, 杨如雪摇了摇琴手, 当场拒绝。 秦枫一愣, 没想到杨如雪会拒绝, 继续道, 八万可以吗? 不行。 五万呢? 不行。 如雪, 三万总想了吧。 秦枫看向杨如雪道, 哪怕一分钱, 也不行。 杨如雪还是摇了摇琴手, 美目坚定说道, 我已经给了你十万订金, 你我之间的事, 一切都按合约流程来走, 没有其他条例可言, 等你半年, 上门女婿结束, 我会将剩下九十万酬劳, 一分不差给你。 但是, 现在我提醒你一句, 接下来这半年, 你不要打什么主意, 更不要将主意打到我的身上。 说到最后, 杨如雪的脸色又冷了下来, 不愧当总裁的女人, 谈起交易, 比什么都冷静无情。 如雪, 你这也太那个了吧, 你才大气粗的, 就算不能支出来, 那先借给我, 可以吗? 秦枫满是无语说道, 本来还以为杨如雪这么干脆回应, 能拿出个十万八万再给自己, 想不到却是一毛不拔。 我说了, 不要将主意打在我身上, 你觉得跟我借钱, 可以吗? 杨如雪重复一遍, 反问秦枫一句, 说完这话, 杨如雪也不理会秦枫, 转身往外走去。 看着杨如雪离开的背影, 秦枫很是无奈又无语, 还是第一次见到这样的女人, 不给自己支钱就算, 如此财大气粗, 借一点给自己会死吗? 一想到自己之前答应了苏丽, 要借钱她还债的事, 秦枫只能另外再想其他办法。 大丈夫言出必行, 答应了的事, 必须要做到, 尤其是答应女人的事。 对了, 我会医术, 会针灸, 我可以到外面接到。 当个行脚医生摆摊, 给人看病。 突然就在这个时候, 秦枫灵光一闪, 似乎找到一条身材之道。 想到, 便要行动。 当下秦枫决定, 先准备一下装备, 等待晚上夜幕降临, 前去夜市摆摊, 帮人看病。 如果看病, 需要针灸的话, 必须要有金针, 最起码也要银针。 还有摆摊所需要的材料, 小桌子, 小布袋, 以及其他物件。 秦枫进入客房, 将自己要用到的东西, 都一一寄了下来。 半个小时后, 秦枫从客房走了出来, 离开天井府邸, 来到城西一处杂货市场, 将所需要的东西, 都一一买上。 黄昏日落, 华灯初上。 秦枫的身影, 出现在了八王街西门。 这里是鲁南市有名的一条大街, 除了道路两旁, 有着房古建筑之外, 整个大街两边, 都在摆地摊。 可谓鱼龙混杂, 卖什么的都有。 有人卖大力丸, 有人卖小吃, 也有人卖艺术品自画。 更有人蹲在街角给人算命, 不准不要钱。 各行都有各形的身材之道。 当下, 秦枫拿出打来的装备, 当街扯起一块白布, 用毛笔在上面写着八个又黑又粗的大字, 神医治病, 起死回生。 随后, 秦枫将白布往旁边一挂, 便在白布之下, 拿出一张板凳坐了下来, 坐等顾客上门。 随着夜幕降临, 来到八王街的人, 就多了起来。 不少人都是在这里游玩, 顺便看看地摊上有没有便宜货卖, 捡个漏啥的。 但像秦枫这样织起一块白布, 写着几个大字, 名为神医治病, 起死回生, 却要都没有一颗的摊位, 可谓独树一帜。 不到一会儿, 秦枫这个摊位便吸引不少路围观起来。 要知道, 隔壁那个算命的瞎眼老道, 摊位上起码还有几十张黄色符纸, 和不少瓶瓶罐罐的东西。 哎哟, 神医治病, 起死回生, 好大口气啊。 能起死回生, 还用得着摆地摊吗? 江湖骗子实在太多了, 有一点就装有钱人, 会一点医术都敢称神医, 连现在最牛逼的燕京大医院, 都不敢说能起死回生吧。 华众取宠, 一个都逗逼而已。 还神医呢? 哪有什么医术能做到起死回生? 谁知道的, 见过摆地摊划众取宠来唬人的, 从未见过这样唬人的。 关键这个家伙, 地摊上空空如也, 连一根毛都没有, 就算是神医, 又怎么起死回生? 难道靠嘴吗? 什么东西, 都咋户到这个程度了? 还神医治病, 起死回生, 这是在骗鬼呢? 你咋不说自己是阎王爷, 掌握生死部, 决定生死轮回呢? 就在这个时候, 一个开着宝马, 穿着背心, 如同爆发户般的男子, 拉着一车女士用品, 在秦峰旁边停下, 对着秦峰冷哼道。 够凡尔赛, 开宝马来摆地摊呢? 秦峰抬头看了一眼, 发现是个大富翩翩的平头男。 信我的人, 我自有办法帮人起死回生。 不信我的人, 只能说他们命该如此。 秦峰淡淡道。 其实, 秦峰本不想起如此一个响亮装逼的口号, 毕竟起死回生这样的口号, 听起来实在太嚣张了。 不过, 为了短时间内吸引客户上门, 秦峰决定先哗众取宠一波, 有了客户上门, 他才能施展医术出来。 何况, 他也不全是在骗人。 他就是有这样的实力。 八卦神针, 以他如今掌握的程度来说, 足以包治百病, 甚至能够起死回生。 还命该如此。 小子, 说你一句阎王爷, 倒是真当自己是阎王爷了事。 第一次出来摆摊吧, 做人要低调, 不然容易被人打, 别在这里骗人, 赶紧回家去吧。 平头男也是出来摆地摊的, 专门卖女士用品, 尽管都是假货, 但价格实惠, 每晚开着宝马, 再货来卖, 都能赚个几百块。 想不到今天一来, 位置让人给占了。 对方还是个自称神医治病, 起死回生的小子, 一个假神医, 比隔壁老倒是算病还要假。 秦峰呵呵一笑, 我摆摊治病, 爱着你的事了? 没错, 就是爱着我了。 平头男冲了上来, 你假冒神医治病, 要是致死人出了事故, 政府疯了这里, 我们岂不是不能再摆地摊, 害我们没了饭碗? 你说爱不爱着我的事? 就是, 就算江湖郎中有药有方, 也不敢这么吹牛逼。 这小子织起一块白布, 没有半点东西, 还他妈的神医, 起死回生, 忽悠鬼呢? 赶紧滚吧, 别在这里出了事故, 害我们没了饭碗。 说的没错, 小子, 快滚出这条八王街。 随着平头男叫嚣起来, 临近几个摊贩也跟着怒骂起来, 还包括那个卖大力丸的人, 和隔壁那个算命的瞎眼老道。 其实, 瞎眼老道一点不瞎, 他是装的, 见秦峰比他还装。 同行见面, 分外眼红, 周围围观的人越来越多, 看得出来, 这是摆地摊的, 再抢地盘。 不过也对, 地方就这么大, 如果有人装成功, 骗了客户, 那他们还怎么骗? 此时, 在人群中, 正有一对气质贵气的青年男女, 也朝着这边好奇望了过来。 男人长得英俊非凡, 只是脸白如纸, 毫无血色, 那具身体雷弱, 如同一个小女子般。 旁边跟在他身边的女人, 则是男人的女助手白河, 名为女助手, 实际上放在大家族内的叫法, 则是一个贴身丫鬟。 公子, 我卖八王街做什么? 这条大街鱼龙混杂, 什么三教九流之人都有? 你不是一直都不喜欢这种地方? 白河看着拥挤不堪的人群, 暗暗皱起了没问道。 男人淡淡一笑, 笑容如木春风, 白河, 我整天宅在家中, 实在憋闷无聊至极, 如今时日不多, 出来走走, 再感受一下人间烟火, 也算是对以前高高在上生活的一种弥补。 何况, 自古三教九流之中, 不乏能人意识, 兴许能够遇上看出我身上问题的神医。 啊? 听到男人这话, 白河忍不住无嘴笑了出来。 公子, 你该不会是个小说迷吧? 小说看多了, 这个鱼龙混杂的地方, 怎么可能遇上能人意识? 白河这个丫鬟心思直白, 没那么多弯弯绕绕, 不知道自己的话, 一下子会引起自家公子伤心。 堂堂鲁南四大家族的大公子, 男人本该傲视天下, 掌握滔天权势, 但天度英才, 偏偏一年前得了恶极绝症, 无药可医。 请来好几个神医, 都断言男人活不过三个月, 可男人意志力非比常人, 硬是撑了整整一年。 这一年来, 男人备受无穷痛苦, 换一般人早已撑不下去, 如今他心性变了很多, 随和亲近。 白河, 你说的也是, 看来我还在痴心妄想。 男人感叹一句, 摇了摇头, 露出一丝苦笑。 白河这才意识到, 自己的话有错, 连忙道歉道, 公子, 我不是那个意思, 我乱说了, 我是胡说八道, 无妨, 我不怪你, 命中注定我, 逃不过这个结束, 我也是时候该认命了, 否则, 到头来不但我死了, 还会连累整个家族, 人才两空, 男人叹了一口气道。 如今, 维持他生命的药物来自海外, 每日花销都是数以千计, 一年时间便花了不下几十个亿。 就算堂堂四大家族, 也是吃不消。 尽管男人不想死, 但不得不接受, 即将要死去的现实。 然而, 如果有机会能活的话, 哪怕有一丝丝机会, 他都想活下去。 因为, 他还有太多凌云壮志没有完成。 就在这个时候, 一道怒骂声从前方人群中响了起来。 就你还神医, 起死回生, 赶紧离开吧。 你这骗得太明显了, 当大家都是傻子吗? 快滚, 别致死人出了事故, 害我们没了饭碗。 滚出八王街, 神医? 起死回生? 男人听到这话, 内心一震, 真有人可以起死回生吗? 白河, 扶我过去。 当下, 男人对着身边白河说道, 公子, 难道你没有听到吗? 那里有人在赶骗子, 我们过去做什么, 乱糟糟的, 还是走吧。 白河担心, 男人身体雷弱, 被人冲撞, 出声劝说道。 男人摇头一笑, 看向白河指点一句, 白河, 只有没有见识的人, 才会人云亦云, 在没有见到之前, 要保持你的清醒, 别让愚昧之人的话给误导, 走, 过去看看。 好的, 公子, 白河知道了。 白河对男人的话非常听从, 因为白河知道自家公子, 天纵之子, 才智无双, 毕业于海外顶级名校, 就算如今身患绝症, 前段时间燕京大学还是聘为首席教授。 面对平头男那些人的声讨, 秦峰面色不动, 神色从容, 这个小子脸皮都是厚啊, 到了这个时候, 还不离开。 妈的, 这年代是个人, 都敢自称专家, 自称神医, 真是日狗了。 小子, 没有人相信你的, 赶紧滚吧, 不要耽误大家的生意。 你要是神医, 能起死回生, 我留发道理之事。 然而, 就在平头男说完这句话, 人群中传来一道嗓音。 小兄弟, 你上面白不写的八个大字, 可是有此事, 真可以起死回生。 男人在白河搀扶下, 缓缓挤开人群走了进来问道。 秦峰闻声, 目光望向男人点了点头, 千真万确。 声音顿了一下, 秦峰接着继续说道, 如今, 你命不久矣。 一语惊人, 围观众人听后, 都是呆了一下。 想不到从秦峰嘴里会说出这样的话来, 居然一开口就诅咒男人命不久矣。 这个小子, 难道不怕得罪人吗? 随后, 平头男那几人都露出了一副看好戏的表情, 面前男人一身贵气, 一看便是身份不一般。 这个小子这样诅咒男人, 男人又岂会放过这个小子。 只见男人听后秦峰这话, 果然神色未知大变。 然而下一刻, 男人的脸上却是露出大喜之色, 一把冲上去抓住秦峰的手。 小兄弟, 我相信你能起死回生。 围观众人见到眼前这一幕, 傻眼了。 平头男那几人, 你看我我看你, 一阵面面相去。 我去, 怎么回事? 有人相信, 这个小子能起死回生? 朋友, 你听我一句话, 如果这个小子是神医, 能起死回生的话, 用得着在这里摆地摊吗? 这个小子, 分明就是个骗子无疑。 平头男转头过去, 跟着男人说道, 心想, 自己卖假的女士用品, 都不敢这么骗。 而这个小子, 敢说自己是神医, 还有人会相信。 难道现在傻子太多, 越来越有钱的人越傻? 住口, 神医又岂能是你能诋毁的。 男人听到平头男的话, 面色一下子凌厉起来, 呵斥一声道, 白河, 长嘴。 是, 公子。 白河得到男人的命令, 朝着平头男走了过去。 啪, 二话不说, 白河便是一巴掌, 扇在平头男的脸上。 白河看着力气不大, 却一下子就将平头男扇倒在地上。 当场晕了过去。 华, 为观众人见状, 不由后退一步。 想不到白河一个小女子的力气如此大, 将身体健硕的平头男给扇晕倒了。 之前卖大力丸的和那个算命的瞎眼老道士, 见机不妙, 立马闭上嘴巴, 躲进了人群之中, 不敢露脸。 谁敢诋毁神医半局, 便是跟我陈天娇作对。 男人扫了一眼围观众人, 冷冷说了一句出来。 这话一出, 不少人都是纷纷变了脸色。 什么? 他是陈天娇? 居然是陈天娇? 陈公子? 陈公子? 什么陈公子? 你认识他? 也有人不懂, 开口问道。 你连陈公子都不知道, 四大家族陈家公子, 有着陈家天娇之名, 人称陈公子。 原来是陈公子, 陈家那位天之娇子, 我知道, 人人都说他是鲁南第一公子, 只是最近一年, 没有听到他的消息。 传闻他生病了, 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如今看这种状态, 看来传闻不假呀。 周围人群中, 陷入了一阵议论不觉之中。 有人震惊失色, 有人恍然大悟, 更有人敬畏无比。 陈公子好! 陈公子好! 也有不少人功声喊道, 跟这位陈公子打起招呼。 这一次, 围观人群又后退了几步, 不敢再有人上前一步。 毕竟陈公子已经开口了, 谁敢上前, 岂不是跟他作对。 陈公子作为四大家族之一, 陈家公子, 被人誉为鲁南第一公子, 一个九五之尊般存在的人物。 鲁南是首大人剑了, 都要尽让七分, 喊一声陈公子。 秦峰看向面前这位陈公子, 又扫了一眼将平头男打出去的那个小女子。 如今, 秦峰通过天地玄黄经, 能够看得出来面男人身边这个小女子, 实力不俗, 会武功。 甚至有可能是个武道高手。 秦峰不知道这位陈公子的身份, 但从贴身女子的实力, 便能猜出这位陈公子的来头不小。 有一个会武功的女子保护, 能是普通人吗? 显然不能。 先生, 你能看出我命不久矣, 一定医术了得, 请神医救我。 说着, 陈公子朝着秦峰宝抱手, 鞠躬下来说道, 行了一个大礼。 要知道, 之前请了好几个神医, 都不能一眼看出他得了恶极绝症。 眼下, 秦峰能够有这样的能耐, 一眼便能知道他命不久矣, 足以说明面前这个年轻人的医术在几个神医之上。 不要急, 治病救人是我当医者义不容辞的事情。 但我出来摆地摊, 是为了糊口, 所以, 你懂吗? 秦峰伸手挡住陈公子, 不让他给自己行礼, 出声暗示陈公子一声报。 他出来摆地摊是为了赚钱, 治疗费用还是需要提前说好的。 虽然这位陈公子的气质不像缺钱, 但秦峰有自己的做事原则, 事前必须谈好价格。 听到秦峰这话, 陈公子明显愣了一下, 似乎不知道秦峰暗示什么意思。 那个, 秦峰抬起做出一个比心要钱的小动手。 钱? 陈公子试探说了一下, 露出几分惊讶之色。 因为陈公子想不到, 像秦峰这样的神医竟然都会缺钱。 只要先生可以救我, 钱不是问题。 陈公子回过神来, 跟着秦峰说道。 陈公子这个时候, 不称呼秦峰为神医, 而是叫做先生。 因为, 在大家族规矩中能够叫做先生的人, 都是宝学之才, 地位崇高。 比起神医这个称呼, 更加值得尊敬。 我要十万块治疗费, 你给我准备好, 我可以马上救治你。 秦峰见陈公子这么干脆, 也不废话。 他喜欢跟爽快的人打交道。 十万块? 听到这个数额, 陈公子有些不敢相信自己耳朵。 在这一年里, 他花了几十个亿购买海外救命神药, 用来延续生命。 本以为秦峰会要个几百上千万, 甚至几千万。 以堂堂四大家族的实力, 根本不值一提, 陈公子会给得出来的。 可万万想不到, 秦峰只要十万治疗费, 便能让他起死回生。 白河, 立马给先生打上十万块钱。 当下, 陈公子转头, 吩咐身边白河一声说道。 公子, 你的病, 他真的能治? 旁边白河不认为面前秦峰能够医治他家公子。 反而美目带着狐疑之色, 觉得秦峰是一个骗子, 还自称什么神医, 叫神棍差不多。 不信的话, 可以离开。 秦峰耸了耸肩道, 到这里摆地摊, 秦峰不是为了医人, 而是为了赚钱, 但也绝不会求着别人来给他医治。 你敢, 白河作为陈公子的贴身丫鬟, 哪里受过这等羞辱, 顿时羞愤欲怒。 白河, 修德对先生无礼, 马上转账给先生。 陈公子哼了一声, 公子, 我看他就是个骗, 白河还打算说什么话, 却见陈公子一脸怒容, 立刻闭上嘴巴。 陈公子上前一步, 供了一下邀道歉, 先生, 实在对不住, 我这贴身丫鬟教导无方, 得罪先生, 还请先生莫怪, 十万块马上会转过来。 从秦峰能够一眼看出他命不久矣, 陈公子断定秦峰有真本事。 遭受一年恶极折磨, 只能依靠药物勉强维持生命, 却是早已痛苦不堪。 就连财大气粗的陈家, 也承受不住如此巨额花费。 陈公子做好死的准备, 但内心还是充满要活下去的希望。 如果花个十万块, 便能让自己起死回生, 陈公子绝不会放过这样机会。 这个时候, 白河递了一张银行卡过来。 陈公子接到手中, 亲自递给秦峰, 这张卡里有三十万现金, 如果你能让我起死回生, 余下二十万, 就全当谢礼。 围观众人看到这一幕, 都傻眼了。 一出手便是三十万, 这神医也太赚钱了吧。 尤其是旁边那个瞎眼倒是, 直接给看呆了, 当场倒吸了一口凉气。 妈妈, 早知道我冒充神医得了, 干嘛我要冒充倒是算命, 算命骗得几个钱能做什么? 人家直接竖起一个布条, 自称神医治病, 连各药都没有开出, 一下子便能得到三十万。 围观众人不觉得秦峰会医术, 也不觉得秦峰是神医, 都觉得是骗子。 不过碍于陈公子之前的话, 没有人胆敢站出来质疑秦峰。 秦峰丝毫不管周围众人, 伸手拿了过来银行卡, 也不磨蹭说道, 我收了你的钱, 便会治好你, 让你起死回生。 如此, 那请先生, 施以妙手吧。 陈公子一听, 哪怕一向从容镇定的他, 也不由神情大喜。 现在这个地方不适合, 而且今天我也累了, 明天, 你选个时间和地点, 我亲自上门给你医治。 秦峰将银行卡放进口袋, 开始一边收摊, 一边跟陈公子说道。 陈公子, 你还说你不是骗子, 收了钱不办事, 白河早已看不下去, 冲上前两步, 对着请秦峰教导。 我刚才说了, 收了钱, 便会治好。 只是, 现在还不是时候。 秦峰看了白河一眼, 耐心解释一句。 今日杨家老宅, 为了救养老爷子, 施展八卦神针, 一时间耗费了太多心力。 如今秦峰无法有把握, 再度施展出八卦神针。 为了安全起见, 需要歇息一个晚上, 决定明天, 再上门给这位陈公子医治。 其实, 秦峰来到这里摆地摊, 也没想第一个就遇上了患有罕见恶疾之人。 看着这位陈公子没事, 可真实情况比养老爷子还要糟糕。 秦峰不能不认真对待。 我看你在找借口, 什么神医, 根本就是骗子。 你拿的钱, 明天都不知道跑到什么地方去。 白河不听秦峰的解释, 认定秦峰是个骗子。 好了, 白河, 你退下, 我相信先生。 陈公子呵斥白河一声, 望向秦峰用一种真诚无比的眼神说道, 先生, 这是我的私人名片, 明天有空的话, 打我这个电话, 我会派人去接你。 说着, 陈公子掏出一张名片递到秦峰面前。 与其说是私人名片, 倒不如说是一张金卡, 上面印着五个黄金大字, 至尊公子。 陈, 公子你, 白河健壮, 大吃一惊, 想不到自家公子, 将这么尊贵的名片, 送给秦峰。 要知道, 这不是普通私人名片, 每张都有一定分量, 代表一定权力和威望。 见了至尊公子卡, 如见陈公子本人。 陈公子看了白河一眼, 露出温和笑容, 继续跟着秦峰说道, 在鲁南室内, 如果先生有什么需要帮助的话, 可以亮出这张私人名片, 认识的人都会给几分面子。 行! 秦峰没有想那么多, 直接接过陈公子的名片, 不再耽搁朝着人群外面走去。 陈公子没有多言, 也没有阻拦。 而是笑着目送秦峰离开。 围观众人目睹这一过程, 全都再度傻眼了。 他们不知道名片的事, 可三十万足以让人不敢相信。 就这样让那个小子拿走三十万了。 我的天! 堂堂陈公子就这样相信一个骗子了。 该不会这位陈公子是跟那个小子一伙的吧? 不少人甚至怀疑陈公子是假的, 配合秦峰这个骗子在这里演戏呢? 秦峰禁止离开八王街, 完全没有理会围观路人的表情。 人生在世, 若在乎旁人目光, 还能成什么大事? 眼下, 秦峰只想找到一家银行, 将卡里三十万全部都提出来。 有钱再多, 会更踏实。 何况, 苏丽姐那边欠了钱, 自己答应要借给她一笔钱。 大丈夫一言即出, 四马难追。 如今卡里三十万, 想必也足够了吧? 此刻时间尚早, 秦峰决定先返回一趟家圣营座, 看一下苏丽再说。 之前因为王一璇的缘故, 秦峰并未跟苏丽有过多来往。 如今和王一璇分手了, 秦峰才知道苏丽这个邻家之心大姐姐的妙处。 很快, 秦峰穿过人群来到外面街道, 招了一个出租车直奔家圣营座方向。 半个小时后, 秦峰的身影出现在了家圣营座小区, 静止向苏丽锁在房间楼层走去。 如今晚上八点, 苏丽这个时候应该会在家中。 动。 苏丽姐, 你在家吗? 秦峰来到苏丽房间门口外面, 一边敲门, 一边喊道。 不一会儿, 房间里面传来苏丽的声音, 是秦峰吗? 你等一下, 我再洗澡, 很快就好了。 洗澡。 秦峰文言一愣, 经不住脑海中浮现出了一幅以你画面。 也不知道苏丽姐这样身材突出的美女, 站在浴室内洗澡, 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动人场景? 秦峰暗暗心想到。 很快, 房门打开。 秦峰, 你回来了。 一道娇媚声响起, 只见苏丽站在门口, 身上穿着一件蕾丝薄衫, 傲人身材完全遮蔽不住, 展现无遗。 湿漉漉的头发散落在了胸前, 酿出了一大片雪白。 很是迷人。 不可否认, 苏丽的身材非常好, 有着成熟女人的风韵, 又融合了都市女子的性感。 尤其是刚洗完澡出来, 苏丽身上散发一股独特女人体香。 秦峰都忍不住咽了一口唾沫。 进来啊,如果想看见, 进来再让你看个够。 苏丽看到秦峰呆立门外, 目光盯着他看, 不由眨了眨眉眸, 奄然一笑对秦峰挑逗道。 苏丽姐! 听到苏丽的话, 秦峰这才回过神, 脸色有些尴尬喊了一声。 他真怕继续看下去, 自己会流出鼻血。 毕竟, 苏丽不仅比他要大几岁, 而且比他这个初歌要放得开。 还好他秦峰是个正人君子, 换做其他男人, 只怕面对苏丽挑逗, 早已当场恶狼般扑了上来, 将苏丽给狠狠推倒在地上了。 快进来! 苏丽说着, 伸出玉手, 拉了一把秦峰的胳膊, 将他从外面拉进房间来。 你坐一下, 姐给你倒一杯茶。 将秦峰拉进门口之后, 苏丽郊躯一扭, 转身走向厨房那边。 秦峰想要说不用, 可苏丽已经进入厨房。 无奈, 秦峰只好坐在沙发上等着。 经过之前出手相救的事, 苏丽和她之间的关系, 在无形中变得清静许多。 姐给你加了一些奶。 看看姐亲自调制的奶茶, 香不香? 片刻功夫, 苏丽端着一杯加了奶的茶, 从厨房走了出来, 身子挨着, 秦峰旁边坐了下来。 加了一些奶。 秦峰乍听一愣, 还以为是那种。 但明显她误会了。 谢谢苏丽姐, 那我尝一尝。 秦峰点了点头, 接过奶茶。 待见苏丽挨她身边坐下, 秦峰不由朝着另一边挪了挪, 略有几分不太自然。 瞧你! 还跟姐客气什么? 苏丽看到秦峰举动, 当下扑斥一笑, 抬手拨了一下耳垂发丝, 笑道。 你坐那么远, 是怕姐会吃了你吗? 不是。 秦峰摇了摇头, 不敢正视苏丽, 大口喝茶, 压住正在烧起来的那团火。 作为一个精力旺盛的正常男人, 她担心自己会忍不住。 苏丽长得漂亮, 身材又好, 玲珑身断, 雪白如枝的皮肤, 似乎轻轻一掐, 都能流出水来。 一头湿漉漉散落在胸前的长发, 更是给她增加了几分妩媚。 对秦峰这样精力旺盛的年轻人来说, 简直是致命杀气。 就算秦峰再如何震惊, 也难免一阵口干舌燥起来。 外面夜色当空, 孤男寡女共处一室。 甚至, 秦峰都怀疑苏丽是故意这样做, 来引诱她。 秦峰, 等一下你有事吗? 苏丽看着秦峰, 吐气如蓝问道。 没有。 秦峰摇了摇头道, 内心不自觉开始期待起来。 心想, 逮捕苏丽姐等下, 要让自己留在这里, 陪她过夜吧。 自己是答应, 还是拒绝? 然而, 秦峰分明是想多了。 那好, 你坐一会儿, 我先去换一套衣服。 苏丽一边起身, 一边朝着卧室那边走去, 等一下我要参加一个聚会。 你陪我一起去吧。 让你蹭吃一顿。 看着苏丽走向卧室, 秦峰知道, 是自己想多了。 苏丽姐应该不是那种随便的女人。 当秦峰喝完那杯奶茶, 苏丽换好衣服走了出来。 苏丽姐, 去参加什么聚会? 秦峰问道。 本地网红聚会。 苏丽跟秦峰解释一声, 我打算趁这个机会, 问一下网红朋友借点钱。 苏丽姐, 你欠了多少钱? 我这里也有些钱, 我跟那几个人说过, 你的事情由我来扛, 我可以先借你将债给还了。 秦峰说着, 要掏出银行卡给苏丽。 但苏丽伸出玉手, 按住秦峰的举动道, 不用。 你的钱还是攒着当彩礼取媳妇用吧。 我记得王一璇向你要二十万彩礼, 这可不是小数目。 你是不是没攒到, 他才和你闹分手。 苏丽以为, 秦峰和王一璇分手, 是因为彩礼问题。 连二十万彩礼都拿不出来。 苏丽觉得, 秦峰就算能借给他, 最多也就是几万而已。 几万块不过杯水车薪, 苏丽知道秦峰是个好人, 不忍心将秦峰给连累, 没有接受秦峰借钱给他。 走, 我们去吃大餐。 苏丽拒绝秦峰之后, 拉上秦峰的手, 朝着门口走了出去, 二十分来钟后。 金湾大酒店, 帝王集包间。 苏丽和秦峰一进入包间门口, 里面十几对目光都不约而同望向两人。 苏丽的身材实在太好了。 不仅高挑长腿, 而且丰满傲人。 加之苏丽整个人气质不错, 和秦峰一起出现, 瞬间形成了鲜明对比。 秦峰显得平平无奇, 衣着普通, 放在人群中都不会有人多瞧一眼。 此刻完全就是一个土鳖。 包间内众人想不到, 苏丽会带着这么一个人过来聚会。 秦峰, 我们去那边坐。 苏丽带着秦峰, 走向靠近门口一张桌子, 坐了下来。 此刻, 包间内坐着二十几个男女, 一镯光鲜, 一共有三张桌子。 苏丽大美女, 总算叫你盼来了。 你都好几次没来参加我们本地网红聚会了, 我们大家都很想你。 是啊, 最近又出了好几个新网红, 你都不认识吧? 给你介绍一下, 这位是阿亮, 已拍说车视频出道。 这位是, 随着苏丽入座, 同一桌上有熟悉的人开始招呼, 热情介绍起来。 作为一个漂亮女人, 苏丽在本地男性网红中可谓非常受欢迎, 一个个都对苏丽有想法, 有意思。 秦峰不太喜欢这种聚会, 不过蹭吃蹭喝倒也乐在其中。 随着宴会开始, 秦峰旁若无人独自大吃起来, 只是同一桌上几个男性网红也不知有意还是无意, 寻找理由给苏丽一杯杯敬酒。 苏丽似乎对这种酒桌文化也熟络, 来者不惧, 见招拆招, 进了一圈只喝了一小杯酒。 秦峰本来想给苏丽挡几次酒, 都让苏丽拒绝了。 毕竟, 在座都是本地小有名气的网红, 属于一个圈子内的人, 不能伤了之间和气。 直到里面主桌上的一个男人起身走来, 周围气氛突然就变了。 男人身穿一套名牌西服, 手上端着一杯红酒, 嘴角淡淡扬起, 眉宇间浮现出了如狼王一般的高傲。 当苏丽一见这个男人走来, 瞬间露出几分慌乱, 就连郊躯都在微微颤抖起来。 他? 他怎么也在这里? 男人不是别人, 正是鲁南市本地第一网红堂三, 本名堂浩。 在本地网红圈子内即有地位, 人称三少, 出入百万豪车, 平时每场直播下来, 光是打赏收入都十万大洋起步。 苏小姐, 你让我等得好苦, 上次见面不告而别, 今天这杯酒当时赔醉酒, 你说你要不要喝? 堂浩端着红酒, 静止走到苏丽面前。 他不是在敬酒, 而是在命令苏丽喝酒。 上次他搞了一个聚会, 费了好大心思将苏丽约出来, 并且趁机在酒水动了手脚, 准备一举拿下苏丽。 可想不到苏丽察觉到酒水不对, 当众给他泼了一脸。 这一段日子, 来在圈子那都传开了, 成了网红圈内一个笑话, 让他面子丢大了。 苏丽故作几分镇定, 摇头说道, 三少, 抱歉, 今天我身体不适, 不能喝太多酒。 你看我以茶代酒, 跟你赔罪可以吗? 你一个小网红, 什么东西? 有资格在我三少面前讲条件吗? 唐浩的脸色, 一下子沉了下来, 将红酒递向苏丽冷哼道。 今天这杯酒, 你必须给我喝下去, 如果你真的不舒服了, 我给你开个总统套房, 亲自送你去休息。 跟在苏丽同一桌上, 吃饭的几个男性网红, 也认识唐浩这个人。 不敢帮苏丽说话, 带着一副幸灾乐祸之色, 看着眼前发生的事。 毕竟, 唐浩可是汝南第一网红, 拥有几千万身家, 名副其是一个大网红, 他们哪里得罪得起? 只需唐浩一句话, 他们在这个网红圈都无法混下去。 这个时候, 甚至有人在旁起哄, 给唐浩助攻起来。 苏小姐, 三少主动敬你一杯, 你就喝了吧。 这样的面子都不给, 就怪不得三少生气了。 就是, 三少作为我们本地网红圈一个, 亲自上来给你敬酒, 是你的荣幸, 赶紧喝了吧。 苏丽姐, 这么多人在这里, 一杯酒而已。 你还怕三少会吃了你不成? 听着众人起哄助攻, 苏丽看着面前的酒, 有点不知所措。 上次唐浩在酒里动了手脚, 这一次难免不会顾忌重施。 要是出了事情, 今天晚上, 他岂不是任由唐浩摆布玩弄了? 唐浩什么德性, 整个本地网红圈内都是知道的。 在这个圈内, 只要他看上的女网红, 没一个能逃得出他的魔掌。 这样一个败类的酒, 怎么能放心喝下去? 唐浩看到苏丽酒酒, 没有接过酒杯, 不由勃然大怒, 骂道, 妈的, 在我面前装清高。 你是什么货色? 靠着, 在直播间卖弄风骚的, 要你喝一杯酒这么难吗? 今天就算你不想喝, 也得给我喝下去, 否则, 本少让你在这个网红圈内混不下去, 知道吗? 随着唐浩大怒, 整个聚会现场立马变了。 所有人在这一刻, 都跟苏丽拉开了距离, 苏丽一下子被孤立了下来。 显然, 网红圈也是如此, 捧高踩低, 机智站队。 面对唐浩这个大网红, 作为小网红的苏丽, 哪里反抗得了? 他甚至恨自己, 怎么还没能出名? 苏丽缓缓抬手, 朝着那杯酒伸了过去。 在众人看来, 苏丽这是任命了, 准备屈服在唐浩的淫威之下。 唐浩嘴角已经泛起一抹胜利者的得意, 在这个网红圈内, 又有谁敢得罪他? 然而, 就在苏丽的御守要碰到酒杯时, 一道平淡又突兀的声音响了起来。 现在连一个网红都这么吊扎天了吗? 我看谁敢逼他喝酒? 全场寂静。 所有人都想不到, 在这个时候, 会有人站出来为苏丽出头。 更想不到, 会有人敢得罪唐浩。 唐浩在表面上是一个大网红, 暗地里还有另外一层身份, 是四大家族唐家某个人物的私生子。 背景惊人! 不然, 以唐浩一个网红身份, 也不能这么嚣张跋扈, 对圈内女网红接连下手。 只要唐家在鲁南一天, 就没有人敢动唐浩。 这便是这个世界的规则。 所谓条条道路通罗马, 可唐浩直接生在了罗马。 别说放眼本地网红圈内, 就算整个鲁南, 也没有人敢得罪唐浩。 之前讨好唐浩的一个男性网红站了起来, 朝着秦峰骂道, 你是个什么东西, 敢跟我们大网红这样说话? 你知道三少是谁吗? 就你一个土鳖东西, 也配在三少面前嚣张, 信不信三少一句话, 便能让你走不出鲁南。 这个男性网红叫梁冲, 靠着八戒唐浩, 在本地网红圈也小有名气。 三少, 要不要我将这个土鳖给轰出去? 有人出声请示道, 这是一个讨好唐浩的机会, 有人当然不想错过。 苏力俏脸苍白, 想不到事情会发展到了这个地步, 还将秦峰给连累进来。 要是知道这个聚会, 唐浩也在场的话, 今天晚上他就不过来了。 苏力有些担心秦峰, 唐浩绝不是一个善茶。 之前有过一个新成名的男性网红, 因一句话得罪到了唐浩, 让唐浩当众打断了腿, 最后这件事尽不了了之。 尽管苏力不知道唐浩还有什么身份, 但唐浩为非作胆, 还侵犯如此多女网红都安然无恙, 能看出来他一定大有背景。 当下, 苏力念及秦峰安危, 也顾不上其他, 接过了唐浩的酒杯, 三少, 抱歉, 抱歉, 是我的错, 我给你赔罪了, 他是我的朋友不认识你, 多有得罪, 还请你不要见惯, 这杯酒, 我来喝了。 苏力一边说着, 一边道歉, 语气中带着几分惶恐和恳求。 啪。 然而, 唐浩却是抬手, 打掉酒杯, 看着苏力一声冷笑, 苏力, 你也不看看自己什么货色, 现在你都自身难保, 还想要保这个土鳖。 你个麻痹, 我三少不发火。 你当我三少, 话没有说完, 啪地一声, 唐浩脸上多了一个心红的手掌印。 同时, 唐浩原地转了一个圈, 踉呛几步出去, 差点摔倒在地。 唐浩后退跌撞到了一个男性网红身上。 这一幕, 让包间内众人都傻眼了。 出手打唐浩的人, 正是秦峰。 这个土鳖, 竟然打了唐浩? 连唐家私生子都敢惹了。 妈的, 你个土鳖, 你敢打我? 你居然敢打我? 唐浩捂着脸蛋, 怒目指着秦峰, 你知道我是谁吗? 今天特么不废了你, 我便不姓唐。 说着, 唐浩看了一眼旁边几个男性网红, 你们还愣着做什么? 给我上, 废了他, 我少不了你们好处, 出了事, 我来顶着。 听到唐浩的话, 几个男性网红互相看了一眼, 纷纷朝着秦峰冲过去。 有唐浩这话在, 以后鲁南这一带, 他们岂不是横着走? 不等几人冲过来, 秦峰动了。 心发志人, 砰砰砰。 秦峰身影一闪而过, 一拳一个。 几个男性网红, 连秦峰的衣角都碰不到, 纷纷倒飞了出去, 重重摔在地上爬不起来。 瞬间秒杀, 还是一起秒杀几个。 也太能打了吧? 这是人的力量吗? 简直比战狼还要战狼。 唐浩慌了, 一下子就慌了。 啪。 秦峰到了唐浩面前, 一手抓住衣领, 不给他反应来, 一巴掌抽象了脸庞。 我打你。 你可服。 我, 我服了。 我服了。 唐浩挣扎不出, 只能点头说道。 人为刀阻, 我为鱼肉。 唐浩不得不低下头。 别看唐浩平日里多嚣张跋扈, 其实比谁都要怂。 服了, 那就滚吧。 秦峰抓紧衣领, 用力往旁一丢, 将唐浩整个人给丢出了包间门口。 这一刻, 仿佛整个世界都寂静了。 因为这一幕, 实在过于震惊。 苏丽站在旁边, 完全傻眼了。 他见过秦峰出手, 可想不到秦峰如此粗暴霸道, 三下五除二就将唐浩给丢出去了。 秦峰, 那个唐浩惹不起, 我们还会尽快, 苏丽伸出御手去拉秦峰, 准备带秦峰尽快离开这个是非之地。 秦峰却是给苏丽投来一个坚定眼神, 说道, 苏丽姐, 有我在, 没有人能逼你喝酒, 哪怕一滴都不行。 是谁敢在这里放肆? 然而, 就在这个时候, 门口外面传来一道沧桑浑厚的声音。 只见一个头发花白, 身穿糖妆的老者, 从门口走进了包间。 唐浩捂住胸口, 跟在老者身后, 目光愿读盯着里面的秦峰。 石大师, 就是那个土鞭, 是他打伤了我。 听到唐浩的话, 老者抬头看向秦峰。 当目光落在秦峰身上, 老者眸里光芒一闪, 今生说道, 三花俱顶。 怎么了? 石大师? 唐浩发现石大师的异样, 出声问道。 石大师是他父亲安排给他这个私生子的贴身保镖。 唐浩做了这么多坏事, 都能安然无恙活着, 一半功劳是有石大师在暗中保护。 没什么, 三少, 你且后退, 这人交给老夫解决。 石大师吻了一下心神, 想不到对面那个小子这么年轻, 居然能练出了三花俱顶。 三花俱顶是五道一图中非常厉害的修炼阶段, 这样的人, 距离画镜宗师只有一步之遥。 不过, 石大师倒也不惧, 因为他同样练出了三花俱顶。 况且他能看得出来, 对方不过刚踏入三花俱顶, 没有多长时间。 唐浩听到石大师的话, 后退三步出去, 神情泛出激动兴奋之色, 因为他知道石大师的实力。 石大师是武夷山道宗走出来的人, 是传说中的鼓舞者。 一个真正强者, 实力强横无品。 唐浩更是亲眼目睹过, 石大师只用一拳, 就将一面坚固如铁的墙壁给轰塌下去。 简直恐怖如斯。 就算秦锋刚才再如何能打, 此刻也不是石大师这位鼓舞者的对手。 石大师踏前一步, 眯着双眸, 一副高高在上之太审是秦锋, 数子小儿。 你跟老夫也是同一类的人, 为什么要像一个普通人出手, 连武德都不休, 且让老夫教你怎么做好一个学会, 舞之人。 石大师, 我要废了他的双手。 唐浩大声叫道。 石大师轻轻汗手, 苍芳又浑厚的声音传来, 数子小儿, 老夫要留下你的双手, 你可有意见。 秦锋听得无语, 冷笑一声, 老家伙你废话太多了, 再不出手, 你将没有机会出手。 此话一出, 平地惊雷。 不少人都捂住了嘴巴, 觉得秦锋这话说出来, 无异于等同找死。 他们有的人也知道唐浩身边, 有一个神秘保镖暗中保护, 实力通天, 无人能伤到唐浩。 曾有几匹杀手, 要袭杀过唐浩, 最终都命丧当场, 正是那个神秘保镖所为。 眼下不用想也知道, 神秘保镖便是面前这位石大师。 石大师摇了摇头, 不屑语气说道, 真是狂妄无边, 不知天高地厚。 说吧, 石大师身影一动, 下一刻消失在了原地。 刹那之间, 整个包间狂风席卷, 一道封镜, 一下子窜到秦峰面前。 一个掌力随风而至, 只取秦峰脑门来。 今日, 老夫让你看看, 什么叫做井底之蛙? 不知天高地厚。 秦峰暗暗吃了一惊, 没料到老者的速度如此之快。 当下, 秦峰连忙运转天地玄黄金, 丹田涌动, 里面五道功法龙象神功也运转起来。 与此同时, 一道真气在丹田处凝聚起来, 快速涌入秦峰手掌之中。 若是细心望去, 就会察觉到秦峰掌心位置, 泛出一团淡淡酒色光芒。 去! 秦峰局长迎向石大师的掌力, 跟石大师的手掌对碰在了一起。 轰, 瞬间, 周围一切东西翻到在地, 破碎开来, 强大气径四处散发。 碰! 然而, 让人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下一刻, 只见石大师吐血而出, 整个人倒飞了出去。 一口鲜血从半空中喷剑下。 一招之间, 石大师不敌, 败了! 整个包间陷入一阵死寂, 落真可闻。 所有人都露出震惊之色, 不敢置信看着场中秦峰。 他, 打败了石大师? 旁边苏丽捂住了自己嘴巴, 美目圆瞪, 满是不可思议。 天哪! 秦峰将保护唐浩那个神秘保镖, 给打败了。 唐浩呆住了, 彻底慌了。 这怎么可能, 石大师被秦峰打败了? 当然, 最震惊的人非石大师莫属。 你究竟是什么人? 实力怎么会如此? 石大师摔倒在了地上, 刚才队长时候, 完全给震惊骇然到了。 石大师自诩, 能打三位超级兵王, 都不会有任何压力。 但对面年轻人的实力, 实在太可怕了。 我是什么人? 秦峰听后, 淡淡一笑, 我是一个你惹不起的人。 秦峰没有必要讲出自己的遭遇。 龙门守护人! 秦峰至今尚不清楚, 那个自称风云子的老头口中所说, 龙门守护人到底是什么样的存在。 不过, 秦峰也懒得去想太多。 反正自己变得很厉害, 很牛逼就对了。 石大师听了秦峰这话, 又吐出一口鲜血, 直接晕了过去。 秦峰耸了一下肩, 转头看向唐浩, 冷喝一声, 跪下。 扑通! 唐浩当场跪了下来, 向秦峰求饶。 我错了, 我不知道苏丽是你的女人。 我错了, 唐浩真的吓到了。 秦峰连石大师这位鼓舞者都打败了, 可见秦峰也是鼓舞者。 一个比石大师还要厉害的鼓舞者。 你是要向我道歉吗? 秦峰反问。 唐浩一愣, 当即明白过来, 到了苏丽面前, 苏小姐, 对, 对不起, 我不该逼你喝酒, 也不该骂你。 请你大人不计小人过, 放过我吧。 望着正向自己道歉的唐浩, 苏丽显得几分六神无主起来。 不曾想, 这个昔日不可一世的男人, 如今会成了这般怂样。 堂堂大网红, 给一个小网红道歉。 这说出去, 有人相信吗? 你, 你走吧。 苏丽吻了一下心绪, 摆了摆手道。 闻言, 唐浩立马洗上眉梢, 转身要往包间门口外走去。 心到现在先离开, 之后再找人弄死秦峰。 我让你走了吗? 这时一个声音响起, 唐浩顿时感到一股威势压了过来, 脸色吓得又白了回来。 秦峰一步一步走向唐浩, 就这样放走唐浩太便宜他了。 碰, 大门突然被人撞开, 十几个警察从外面冲了进来。 所有人不许动, 抱头蹲下。 见到警察来了, 唐浩如玉救兵, 不禁松了一口气。 华夏境内, 国家法律高于一切, 鼓舞者也在法律约束范围。 一般情况之下, 鼓舞者不会向普通人动手。 看着警察出现, 包间内众人纷纷抱头蹲下, 只有秦峰一人站着。 喂! 那个家伙, 立刻抱头蹲下, 否则我们有权开枪, 当场将你击毙。 只见门口带头的警察, 是一位女警, 禽首峨眉, 心眸朱唇, 一张瓜子脸轮廓分明, 身材高挑, 有如凌峰绣鸾般, 引人瑕丝。 尤其是那身制服下的饱满, 不由添了几分荡人心魄的诱惑。 然而, 女警留着一头干净利落的短发, 以及那双如同利剑的毛子, 无不在权势, 这位女警是个不好惹的主。 秦峰扫了一眼对方待在胸前的正见, 叫陈兵俊, 在警职一栏上显示是一位支队队长。 陈兵俊见到秦峰, 还没有抱头蹲下, 反而盯着自己胸口看来, 更是恼怒冰冷, 指着秦峰继续娇和, 立刻抱头蹲下。 然而, 秦峰还是没有蹲下的意思。 就在陈兵俊要有所动作的时候, 旁边苏丽连忙伸出玉手, 去拉了一下秦峰, 让秦峰一起蹲了下来。 拉着秦峰蹲下来后, 苏丽凑在秦峰身边, 压低声音说道, 秦峰, 你刚才发什么呆, 他们是警察, 会开枪的, 你不用担心, 刚才我们都是自卫, 最多做一个笔录, 写一份保证书, 不会有事的。 秦峰点了点头, 听了苏丽的话。 陈兵俊这个时候, 方才放松了下来, 也不知道为什么, 他总觉得秦峰带着一股危险气息。 当下, 陈兵俊走了进来, 扫尸一眼包间, 清楚看出有打斗的痕迹。 当见倒在地上的十大师之后, 陈兵俊整个人都震了一下, 明显吃了一惊。 作为鲁南警局下一个支队队长, 陈兵俊当然知道鲁南一些人物, 尤其对鲁南四大家族有所了解。 这个老者可是唐家三大高手之一, 怎么现在重伤倒在地上? 不容多想, 陈兵俊立马吩咐手下警员, 小黄, 你将这里监控资料全部带走, 再做一份酒店工作人员的口供。 是, 陈队。 那他们怎么办? 叫小黄的警员应了一声, 扫尸包间内的众人又问道。 陈兵俊讹眉一挑, 美目寒了下来, 抬手一挥道, 全部带回局子。 晚上十点左右, 鲁南警局南城分局门口, 秦峰和苏丽走了出来。 这一次被带到警局里, 只是做了一下笔录, 了解具体情况而已。 毕竟警察带走包间监控录像, 全程事情都记录了下来。 尽管秦峰和石大师的对战过程中模糊不清, 但从监控中还是看出秦峰的行为是自卫, 属于正当防卫, 构不成刑事案件。 在做了笔录, 以及写了一封保证书后, 警局也便将秦峰放了出来。 苏丽倒是有点心有余悸, 回头望了一眼警局大门, 以后还是不要到这种地方了, 回家, 洗个澡睡觉。 经过唐昊如此一闹, 苏丽跟那些网红也就借不成钱了。 说着, 苏丽看了一眼身边的秦峰, 秦峰, 等一下你是要回家盛营座小区, 还是要去哪里? 我不回家是营座小区。 秦峰一听, 回答一句道, 不回。 苏丽一愣, 好奇看向秦峰问道, 那你去什么地方住? 我找了一份工作, 包吃住, 可能晚上很少回家是营座主了。 秦峰解释一声, 杨如雪交代, 假冒上门女婿这事, 不能告诉杨家人。 为了保险起见, 秦峰决定连苏丽也不告诉了。 尽管秦峰相信苏丽不会说出去, 但这事说出来, 没有什么值得骄傲, 还是不告诉了。 这样啊, 恭喜你, 以后不用去工地搬砖了。 苏丽没有怀疑秦峰, 笑着恭喜秦峰一句。 之前搬砖为了攒彩礼, 现在不搬了, 又不用攒彩礼了。 秦峰自嘲一声, 耸了一下肩膀道。 苏丽伸出玉手, 分手就不要想了, 他不值得你爱, 你一定会找到更好的女人。 苏丽姐, 你等我一下。 秦峰说着, 向不远处的银行走了过去, 将银行卡插入ATI柜台机, 取了十万块出来。 苏丽姐, 这笔钱你拿着。 秦峰将十万块直接递给苏丽道。 苏丽看到面前十万块吃了一惊。 秦峰, 你给我这么多钱干什么? 苏丽姐, 如果那几人再来找你, 你可以先将钱给他们。 要是不够的话, 你跟我说。 秦峰道。 之前他答应过苏丽, 说要为苏丽扛下来这件事。 男儿一诺, 重于千金。 十万块对秦峰来说, 绝对一大笔钱, 但世上有笔钱更重要的东西。 秦峰, 这钱, 姐不能拿。 苏丽出声拒绝, 她比秦峰要大。 一旦接受秦峰的钱, 这份恩情怎么偿还? 难道以后让她身相许来偿还吗? 苏丽姐, 你像那些网红朋友借不到钱, 这钱你必须拿着。 秦峰不给苏丽拒绝。 那好, 这钱就当姐姐你的。 苏丽发现秦峰真心帮她, 也便不再拒绝。 何况, 她非常需要这笔钱, 最近你到了穷途末路。 见到苏丽收下钱后, 秦峰安心下来。 苏丽姐, 时候不早了, 你早点回去休息吧。 这边刚好顺路, 我打个出租车送你一趟。 随即, 秦峰叫了一台出租车, 将苏丽送回嘉盛宁座小区, 才朝着天井府邸方向而去。 当秦峰回到杨如雪的别墅, 早已到了午夜时分。 秦峰没有惊动别墅的人, 静止进入自己卧室, 躺下直接入睡。 第二天, 清晨。 冬日万丈, 宿静阴阳乾坤, 和妹吃亡两宵两。 秦峰躺在床上, 缓缓睁开眼睛准备起床, 映入眼中, 则是一对美童。 随着眼睛睁开, 视线放大, 床前, 站着一个妙龄女生。 翘脸穷鼻, 高挑窈窍, 尤其是一双大长腿, 像急了那个什么小花蛋观小童。 除了杨清凌, 还能是谁。 不过, 杨清凌的胸围比起那个小花蛋, 要大上一圈。 秦峰, 你昨夜出去后, 回来这么晚, 去哪里了? 杨清凌促起带眉, 开口质问秦峰。 杨清凌长得美貌, 就算促眉, 一样好看动人, 不愧是亲姐妹, 美貌如出一辙。 但秦峰毫无反应, 他对比自己小的女生, 没有半点兴趣。 我出去吃饭, 不行吗? 秦峰淡淡回了一句, 并未多看杨清凌一眼。 吃个饭回来这么晚, 是不是干了什么对不起我姐的事? 杨清凌不信, 哼了一声。 显然, 杨清凌对秦峰的芥蒂, 还是很深。 杨清凌觉得, 姐姐杨如雪, 可能被秦峰用了诡计骗到手的, 一个土鳖, 怎么能当她的姐夫呢? 信不信有你。 秦峰懒得废话, 朝着卧室门口走了出去。 看着走出卧室门口的秦峰, 杨清凌愣在原地片刻, 方才反应过来。 可恶, 竟然不理我, 当自己是我姐夫了。 杨清凌眼中闪过怒意, 暗自娇骂一句。 不过, 也只能转身走出卧室。 秦峰到了外面, 进入洗漱间, 简单洗漱一番。 当秦峰走出洗漱间, 刚好见杨如雪也起床了, 正从二楼楼梯走下来。 此刻, 杨如雪穿着一身职业装, 傲人身材净险。 不愧鲁南第一美女总裁, 要模样有模样, 要身材有身材。 只是很好奇, 这样一个漂亮的单身富婆, 为什么到了三十岁, 还没结婚呢? 早啊! 秦峰主动跟杨如雪打了一个招呼。 尽管昨天晚上, 杨如雪一毛不拔, 但秦峰还是很有职业操守的。 怎么说杨如雪都是雇主, 不能和雇主的关系, 闹得太僵硬了, 否则对她绝对没有好处。 早! 杨如雪也回了一声, 只是语气有点冷淡。 杨如雪从楼梯走了下来, 经过秦峰面前, 一股独有的女人香味飘入鼻尖, 让人经不住心愿一马。 突然, 秦峰一个侧身, 伸手朝着杨如雪胸前抓了过去。 你要做什么? 杨如雪吓了一跳, 捂住胸口往后退去。 可秦峰早已在电光火势之间收回了手, 我没有恶意, 只是你这个扭扣不一般。 说着, 秦峰摊开手掌, 一枚扭扣出现在了上面。 就这样, 杨如雪直夜装上的第一枚扭扣, 让秦峰给摘了下来。 失去了扭扣的束缚, 杨如雪的领口下方, 顿时有一抹雪白风光在绽放。 你扯我扭扣做什么? 有病! 杨如雪皱起带眉, 美目一下子就冷了下来。 昨天晚上, 因为秦峰救了爷爷的好感, 瞬间在这个时候, 变得荡然无存。 秦峰没有回答杨如雪的话, 捏着扭扣轻轻一动, 扭扣化为两半, 从里面掉出来一个微小器件。 窃听窃! 杨如雪瞪大美目, 暗吃一惊。 秦峰淡淡一笑, 不用惊讶, 只是小型窃听器, 商场上惯用的窃听伎俩。 姐, 你身上怎么有这种东西? 旁边杨清凌忍不住问道。 此时, 杨如雪的洁白额头上冒出了一丝冷汗。 这件职业妆已经买了一段时间, 一直没有发现问题, 可能自己这段时间来的私密话语都被人听了进去。 细思极恐。 秦峰, 刚才误会你了, 谢谢你了。 杨如雪回过神, 向秦峰感谢道。 没事, 我们是夫妻, 谈感谢见外了。 秦峰耸了一下尖笑道。 杨清凌就在旁边, 杨如雪朝着自己表达感谢, 也不怕杨清凌怀疑两人的关系真假。 听了秦峰这话提醒, 杨如雪反应了过来。 是的, 他和秦峰之间的表现似乎不像是夫妻关系。 看来以后要多注意一下, 否则很容易会穿帮了。 随后, 秦峰将手中窃听器丢在脚下, 一脚踩了粉碎, 这种窃听器遇到水就失效了。 啊, 与此同时, 鲁南某个位置已经黑暗办公室内, 一位相貌阴柔的男子丢掉了耳机, 捂住耳朵露出痛苦之状。 然而, 这一切秦峰和杨如雪都不知道。 秦峰, 你送我去公司, 杨如雪看了看秦峰, 想了片刻, 开口对秦峰说道, 今天, 你来当我的司机。 杨如雪打算让秦峰跟去公司办公室看看, 还有没有别的窃听器存在, 当你的司机。 秦峰一愣, 不知道杨如雪要搞什么? 要知道, 合约上没有当司机这一条规定和义务。 嗯, 你是我老公, 让你当我司机, 这不是很正常吗? 然而杨如雪反将秦峰一军。 眼下他来假冒上门女婿, 尽管和杨如雪是假夫妻关系, 但对外而言, 他们便是一对真夫妻。 老公给老婆当司机, 无可厚非。 天经地义。 好吧。 秦峰一脸无奈, 只能答应下来。 杨如雪交代杨清凌在家一些事后, 就带秦峰来到车库, 将车子开了出去。 前面不远处, 街道有早饰, 我们先去吃个早茶, 再去公司。 车子出了天井府邸, 前往公司途中, 杨如雪让秦峰停车, 去吃个早茶。 秦峰按照杨如雪的指示, 在前面街道旁停好车子, 一起走进一家岳府风味餐厅。 以杨如雪这样年轻富婆的身家地位, 上下班时间都是非常随意的, 一般都是过了早高峰才回到公司。 这家餐厅看起来很有档次, 门口停着不少豪车, 出入几乎都是成功人士, 俊男靓女。 比起那些女子浓妆艳抹, 杨如雪的气质足以甩了他们一条街。 秦峰和杨如雪一进门, 立马不少牲口式的目光扫了过来, 都在看杨如雪这个白富美。 不过, 杨如雪没有搭理, 带着秦峰走到靠窗位置坐下, 开始点菜。 今天杨如雪身穿一套职业装, 包裹着傲人身段, 那个被摘掉的扭扣让一根别针代替了, 更加衬得胸前圆鼓鼓的。 就连入座对面的秦峰, 也是喝了几口柠檬冰水, 才压住下副火焰。 秦峰, 你是怎么发现我身上有窃听器的? 杨如雪抬起秦手, 美目略过一抹不解询问秦峰一句。 秦峰放下手中杯子说道, 用眼睛看的。 杨如雪闻言, 瞪了秦峰一眼, 这不是废话吗? 我是问你是怎么发现的? 杨如雪心道, 你不用眼睛看? 难道还用鼻子看吗? 我真的是用眼睛看的。 秦峰耸了耸肩, 一脸不苟言笑的表情。 只是, 他的眼睛不是普通眼睛, 他是打开了天眼, 才发现杨如雪衣服扭扣上的秘密。 不说就算了。 杨如雪以为秦峰故意耍他, 不想再问, 一如既往一副生人墨镜。 随即, 杨如雪盯着秦峰冷冷问道, 秦峰, 我发现你不简单, 不仅会医术, 还能发现窃听器。 可为什么你家庭背景如此普通寻常? 之前他调查过秦峰的背景, 一个普通家庭出身, 大学毕业差不多三年, 之后失业到了工地搬砖, 一直过着普通人的生活。 可这两天来, 秦峰为什么突然懂得这么多事? 杨如雪感觉自己是不是被欺骗了? 一个二十多年来, 平平无奇的青年, 竟然会逆天医术, 救活自己爷爷, 说出去, 怕事都没人相信。 面对杨如雪的质疑, 秦峰需要给出一个理由的。 总不能跟杨如雪实话实说吧。 毕竟, 他和杨如雪的关系, 只是一段雇佣关系而已, 只怕连朋友都谈不上。 因为我对医学方面感兴趣, 以前上大学的时候, 我经常到隔壁医学院里, 旁听中医专家讲课, 略懂一些中医针灸, 刚好你爷爷的病, 我也听过相关病例。 至于发现, 你的窃听器, 完全是一个意外。 因为我大学所学专业是电子技术, 对电子产品有着异于常人的敏感。 秦峰分别解释起来, 旁听中医专家讲课。 杨如雪听后, 若有所思点了点头。 这样的事情也有, 新闻上就报道过, 华夏最高学府京北大学内就有不少保安, 靠着旁听名师讲课自学, 进而考研读博, 走上人生巅峰。 只是, 如今许多大学生连自己课程都逃课, 像秦峰这样, 还去旁听其他课程的学生, 几乎少之又少。 想不到秦峰会去旁观中医专家讲课, 还掌握真久这么复杂的中医术。 这个秦峰, 真是一位医学天才啊。 杨如雪心中暗暗想到。 但可惜了, 秦峰不是医学课班出身, 靠着旁听自学, 终究都是些野路子。 眼下这个社会, 讲究的是师承, 最次也得需要一本医学毕业证, 否则, 擅自行医将会犯法。 秦峰, 你的医术没有系统化学习, 以后不要轻易给人行医治病, 如果出了事情, 你没有行医资格, 会犯法坐牢的。 当下, 杨如雪好心叮嘱了秦峰一句。 谢谢提醒, 我会注意的。 秦峰没想到杨如雪会这么关心自己, 大敢几分意外, 点头致谢道。 不用谢我, 你如今是我名义上的老公, 如果你违法被抓了, 给我影响会很大, 说不定我会跟你赔偿。 杨如雪俏脸不冷不淡, 又补充了一句。 秦峰闻言, 心中无奈一笑, 看来自己想多了。 杨如雪这种霸道强势的年轻富婆, 又怎会懂得关心别人。 小姐, 你好。 这时, 旁边走来一名漂亮女服务员, 端着一个托盘, 这杯酒, 是萧少爷请你喝的。 说着, 女服务员将托盘之上一杯价值七千块的珍藏版拉菲红酒, 放在杨如雪的面前。 请我喝酒。 杨如雪和秦峰都是一愣, 顺着女服务员手指方向望了过去。 那边坐着一位温文尔雅, 身穿名牌西服的青年男子。 英俊。 多敬。 看一眼便给人一种年轻有为的感觉。 同时, 青年男子旁边还有几个同龄男女, 也向杨如雪和秦峰这边望了过来。 抱歉, 我不喝陌生人的酒, 麻烦你拿走。 杨如雪几乎没有迟疑, 断然拒绝。 不过, 女服务员没有拿走酒的意思。 小姐, 那位是萧少爷, 萧少爷很少对异性主动, 你还是接受下来吧。 平日里不知道有多少女孩女人, 想要得到萧少爷多看一眼都没有资格。 如今萧少爷如此主动, 你该是感到无比荣幸。 说到最后, 女服务员的话变得冷淡下来, 似乎杨如雪的拒绝, 在他看来完全不识抬举。 显然, 那位萧少爷在这里有几分名气, 可能还跟女服务员有过关系。 秦峰没有说话, 低头继续吃着东西。 作为一个受雇人, 秦峰不会过多参与杨如雪这个雇主的事。 你听不到我的话。 杨如雪翘连冷了下来, 将这酒拿走。 同时, 杨如雪看了一眼对面的秦峰, 却见秦峰低头只顾吃着东西, 不由感到一阵失望。 虽说他和秦峰是签了合约的假冒夫妻, 但在名义上, 他也是秦峰的老婆。 眼下, 别的男人请他的老婆喝酒, 秦峰竟一点反应都没有。 懦夫一个。 杨如雪又在心里给秦峰下了一个定论。 见杨如雪还在一副冷淡拒绝的模样, 女服务员不耐烦起来。 小姐, 以萧少爷的身份地位, 能够请你喝一杯酒, 是你上辈子修来的福气。 你应该感到受宠若惊接受下来才是。 女服务员对杨如雪这般冷淡, 表示极度不满。 小姐, 你要想清楚, 机会就只有一次。 萧少爷比起你身边这个青年要墙上百倍不止。 说着, 女服务员还不懈扫了一眼, 只顾低头吃着东西的秦峰。 在女服务员眼中, 萧傲晨和秦峰比起来, 根本就是云泥之别。 滚。 杨如雪猝起带眉, 冷喝一声。 女服务员还是不知所谓, 继续一副不懈的语气道。 小姐, 不要装高冷了。 这样搏了萧少爷的面子, 怕以后, 杨如雪啪的一声, 玉手拍在桌面, 叫你们老板过来。 滑。 周围不少顾客都被这边动静惊到了, 抬头望了过来。 与此同时, 不远处的萧傲晨亲自端着一杯红酒, 向杨如雪走了上来。 举止风度翩翩, 她的眉宇间洋溢着自信和傲气。 几个男女也是一副看热闹的姿态, 跟着萧傲晨走了上来。 不愧萧少, 霸气依旧, 喜欢当众挖墙脚。 什么挖墙脚? 这话听起来多难听, 应该叫一见钟情。 也是, 萧少看上的女人, 没有一个能够逃得掉。 记得之前那个高冷笑话, 一开始将萧少当狗吆喝, 最后还是乖乖坐上了萧少的跑车, 像一只母狗般, 趴在萧少的面前。 见萧傲晨走过来, 女服务员退到旁边。 在萧少爷面前, 多么高冷的女人, 都会不再高冷。 美女, 自我介绍一下, 我叫萧傲晨。 萧傲晨露出一副 自以为绅士帅气的笑容, 站在萧傲晨面前说道, 我们能够在茫茫人海中相会于此, 也是天生缘分, 不知能否赏个脸, 喝一杯酒。 笑容温和, 举止帅气。 至于坐在对面的秦峰, 让萧傲晨直接给忽略掉。 萧傲晨没有理会萧傲晨, 看向对面的秦峰道, 秦峰, 你吃完了吗? 吃完我们就走。 女服务员急了, 上前一步指着萧傲晨, 不要给脸不要脸。 萧傲晨亲自过来, 给足了你的面子, 怎么更美女说话。 萧傲晨打断女服务员的话, 随后抬头望了一眼对面的秦峰, 淡淡笑道, 这位朋友, 我看上你的女人了。 现在可以滚了。 萧傲晨的声音不大, 却充满一股霸道。 跟在身边的几个男女, 都是幸灾乐祸起来。 那个女服务员, 也是满眼轻蔑之色, 看着低头在吃饭的秦峰。 周围顾客也纷纷停下吃饭动作, 开始围观上来, 一个个都在看热闹。 显然, 这不是萧傲晨第一次当众抢女人。 这样一出好戏, 比电视剧还要精彩。 秦峰没有反应, 直到吃完最后一口, 这才擦了擦嘴, 打了一个宝格。 见秦峰还不走, 萧傲晨主动俯身下来, 抬手过去在秦峰脸上拍了拍, 听不懂人话吗? 就你这样一个土鞭, 能搞到如此漂亮的女人, 简直让人羡慕极度, 不要惹本少爷生气, 不然后果严重。 萧傲晨语出威胁, 依旧霸道, 还有几分阴朗。 秦峰面无表情, 后果确实严重, 我最讨厌别人拍我的脸。 哟, 还蛮屌的呀, 还后果确实严重, 我就拍你的脸了, 你能咋跌? 萧傲晨无所畏惧, 嘴角泛起一抹冷笑, 抬手要继续去拍秦峰的脸。 然而, 这一次秦峰不再坐定不动。 碰, 秦峰疼得一下站了起来, 抓起面前九瓶向萧傲晨的脑袋砸了下去。 顿时, 九瓶暴碎, 萧傲晨脑袋也音声开花。 只见萧傲晨原地打了一个转圈, 踉呛几步就要摔在地上。 你, 你敢动九瓶暴我头? 萧傲晨不敢相信, 瞪大眼珠指着秦峰, 满脸都是愤怒之色。 然而, 秦峰明显没有这么容易放过萧傲晨。 我又何不敢? 秦峰一把抓住萧傲晨的衣领, 往下一压, 将萧傲晨的脑袋当场给按在桌面上, 动弹不得半分。 一股股鲜血从萧傲晨的脑袋往外流了出来。 本来风度翩翩的萧傲晨瞬间变成狼狈不堪, 整颗脑袋都是鲜血。 啊, 旁边有女人受不了这样血腥暴力的画面, 当场发出尖叫出来。 就连男性也忍不住面色大变。 坐在对面的羊如雪, 下意识站了起来, 瞪大眉目看着眼前发生的事情。 显然, 秦峰这般举动, 大大出乎他的意料之外。 本以为秦峰是一个懦夫, 却有如此男人气感。 这时, 一只高冷的羊如雪, 内心也忍不住起了一丝波澜。 第一次让一个男人给震到了。 下一刻, 秦峰提起了萧傲晨的身体, 往外一脚踢了出去。 滚! 秦峰用力不大, 却力如千斤。 砰的一声, 萧傲晨让秦峰一脚给踢出去了五六米开外, 发出一声惨叫。 站在萧傲晨身边几个男女, 有三个人躲闪不及, 也一起摔了出去, 撞到三四张桌子。 现场一片狼藉。 周围顾客都带住了。 所有人在这一刻, 都看着场中的秦峰。 霸气凌然。 能来这里吃饭的人, 都是有些钱的人。 他们都不傻。 能看得出来, 萧傲晨的来头不小。 光是身上穿着那套西装, 有人认出来了, 起码不下百万。 而秦峰浑身上下行头夹起来, 连三百块都不到。 萧傲晨这样一个人, 是可以随便暴打的吗? 杨如雪也反应回来, 刚才从未想过, 秦峰会这样霸气, 当场抓起酒瓶暴头。 此刻, 杨如雪不再认为, 秦峰是个懦夫, 反而生起一抹担心之色。 麻痹, 麻痹, 本少爷什么时候受过这样的耻辱, 耻辱, 奇耻大辱。 不远处的萧傲晨捂着脑袋, 一边愤怒大骂, 一边爬了起来瞪着秦峰, 我告诉你, 你要完了, 你彻底要完了, 那几个男女也站在萧傲晨的身边, 一副愤怒瞪着秦峰和杨如雪两人。 这个时候, 那个女服务员喊来了几个保安, 围了上前。 秦峰没有理会几个保安, 指着萧傲晨冷冷道, 现在给你一个赎罪机会, 立马上来给儒, 我老婆赔罪道歉, 否则, 今天你将会成为一个残废人。 周围顾客一听秦峰这话, 都是摇头表示无语。 尽管秦峰能打, 但是萧傲晨来头不小, 他们觉得, 秦峰得了便宜不走, 留在这里, 无意等死。 什么东西? 凭你也敢跟萧少爷叫嚣? 女服务员上前一步, 指着秦峰不屑怒骂。 你知道萧少爷什么身份吗? 告诉你一声, 怕会吓死你。 知道鲁南四大家族吗? 知道陈公子之名吗? 我们萧少爷是陈家亲戚, 陈公子的表弟, 岂是你一个土鳖可以得罪的? 女服务员见到萧傲晨被打, 非常愤怒不已。 萧傲晨可是来自上流社会的人, 让秦峰这样的土鳖暴打, 简直跟捅了天没有区别。 一听萧傲晨是陈家亲戚, 还是陈公子的表弟, 周围不少顾客都纷纷惊呼了起来。 秦峰要完了, 杨如雪也是遭难了。 几乎周围的人都认定了这样的结果。 在鲁南市内, 谁敢招惹四大家族? 四大家族, 便是鲁南市的天! 当下, 许多人都带着一副敬畏之色, 看向萧傲晨。 萧傲晨无比享受这种眼神, 走了出来, 一直又走到秦峰面前。 小子, 在鲁南市, 没人敢这样对我。 你是第一个, 现在下跪自断一手, 来给本少爷道歉, 并且乖乖将你的女人上攻击本少爷。 否则, 我萧傲晨要叫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只见萧傲晨英俊的脸上露出一片争鸣之色。 就在萧傲晨的话落下, 身边几个男女, 纷纷抓起旁边桌上的酒瓶, 一步步走了过来, 要抱秦峰的头。 杨如雪见到这一幕, 那张冷傲的脸蛋微微变色, 站了出来呵斥。 你们想要做什么, 都给我停手, 我要报警了。 女服务员听了杨如雪的话, 却是冷笑一声, 报警。 在鲁南市内, 哪个警察见了萧少爷, 不都是恭敬喊一声萧少? 老婆, 我既然出手了, 这件事让我来解决。 秦峰霸气一挥手, 护在杨如雪的面前。 听到秦峰嘴里, 喊自己做老婆, 杨如雪内心轻轻一颤。 心想, 这个家伙, 怎么喊自己做老婆了? 当众之下, 杨如雪不由觉得有几分羞耻。 不过, 杨如雪也没有制止秦峰, 在外人眼中, 她是秦峰的老婆。 只见秦峰望着对面萧傲晨, 淡淡一哼。 这么说来, 你是不要我给你的赎罪机会了。 萧傲晨嘴角一勾, 呵呵脆道, 你是个什么东西, 也配及我赎罪机会。 秦峰没有说话, 从口袋里掏出一张金色名片, 丢在萧傲晨的手上。 你看这个东西, 我配不配? 怎么? 想要吓唬本少爷? 萧傲晨不屑一顾道, 这是什么东西? 旁边女服务员更是趁机嘲笑起来, 能是什么东西? 怕是给萧绍送来一张赔罪的银行卡吧。 银行卡? 她也不看到我萧绍是缺钱的主吗? 我要的是她的女人和安。 萧傲晨嗤之以鼻, 低头扫了一眼手上那张金色卡片。 一开始还以为是银行卡, 当定眼一看, 萧傲晨整个人就僵住了, 声音乍然而止。 就这样一眼, 萧傲晨如遭雷击, 将在原地。 至尊公子。 陈! 五个黄金大字, 如同五把宝剑一般直插萧傲晨的眼球。 这是至尊公子卡。 萧傲晨难以相信, 仔细端向, 认真打量起来。 至尊公子卡, 是鲁南第一公子陈天娇的私人名片, 无比尊贵。 在鲁南室内, 陈天娇一句话, 比起鲁南弑手的话, 还要有分量。 能获得至尊公子卡的人, 屈指可数。 据萧傲晨所知, 至今为止, 至尊公子卡只有发出去三张。 每张都有至高无上的权力, 拥有跟陈公子一样的权力, 甚至能够调动陈家一部分资金和力量。 确定这张至尊公子卡是真的之后, 萧傲晨的冷汗刷刷地从脑门冒了出来。 悲催了, 悲催了, 闯上大祸了, 你。 萧傲晨拿着名片, 一阵不知所措, 颤颤巍巍将手中名片还给了秦峰。 至尊公子卡。 在鲁南一带, 不仅仅象征一种至高无上的权力, 而且还代表, 对方是陈公子无比尊贵的贵客。 比起外界而言, 作为陈公子的表弟, 萧傲晨要知道的事情多一些。 陈公子在鲁南这边是第一公子, 在京城那边也有名气传扬。 就算作为陈公子的表弟, 萧傲晨也不敢丝毫造词。 比起至尊公子卡, 他这个陈公子表弟的分量, 简直微不足道。 不过, 萧傲晨打死也想不明白。 秦峰一个看着平平无奇的男人, 怎么会获得陈公子的青睐和信任, 被赠予至尊公子卡? 然而事实摆在面前, 不幸都不行。 拥有至尊公子卡在手, 只要对方一句话都可以让他死在鲁南市, 而且在鲁南市内没有人敢救他。 一颗颗冷汗还在不断, 不断从他的脑门上冒出来。 扑通一声, 萧傲晨终于忍不住了, 当场跪了下来。 哇, 全场震惊! 秦仙, 先生, 秦少爷, 我给你下跪道歉了, 是我有眼不识泰山, 请你大人不计小人过, 放我一马吧。 啪啪啪, 求求你了, 我知道错了, 我错了, 只见萧傲晨跪在秦峰面前, 一边赔罪道歉, 一边抬手戳在自己脸上, 请秦少爷给我一个赎罪的机会。 此刻, 萧傲晨知道, 要是不能让秦峰平息情绪的话, 今天他怕是要废了。 周围围观的顾客们, 都瞪大了眼珠子。 谁也想不到是这样一幕结局。 杨如雪也是促起戴眉, 眉目闪过一抹惊诧。 想不到秦峰随手丢出一张名片, 就让萧傲晨给跪了。 要知道, 单单是陈家亲戚, 还是陈氏集团旗下一家分公司副总啊。 女服务员待了片刻, 伸手去拉萧傲晨。 萧少爷, 你是不是腿软了? 怎么给这样一个土鞭下跪? 土你妈鞭! 萧傲晨大惊失色, 一掌抽到他, 敢辱骂秦少, 老子打死你! 萧傲晨吓得嗓子眼都要飞出来了。 这个时候, 女服务员还敢得罪秦峰, 要死啊! 女服务员想要拉起萧傲晨, 反而被打了一巴掌, 顿时脸就肿了起来, 跌倒在地尾去不已。 秦峰看着吓得面色发轻的萧傲晨, 轻轻一笑道。 你刚才不是说, 要我给你下跪道歉, 还要我的女人吗? 秦少, 不是我。 我有眼无珠, 也有眼无珠了。 萧傲晨身体猛的一颤, 直接磕头求饶。 求秦少大人有大量, 放我一马吧。 还有, 秦夫人, 我向你赔罪道歉了。 我以后不敢了, 秦夫人再上, 我知错了。 萧傲晨说着, 还朝着杨如雪磕头起来, 连秦夫人都喊了出来, 磕头如捣蒜。 此刻的萧傲晨, 哪里还有刚才那股玉树凌风, 风度翩翩的气质。 显然, 萧傲晨真的害怕了, 彻底被吓破胆了。 要是秦峰不放过他的话, 怕是不用秦峰亲自出手, 陈公子都会要了他的命。 看着夏德荡众跪地磕头求饶的萧傲晨, 在场众人都目瞪口呆起来。 所有人都凭住了呼吸, 仿佛一块巨石压在胸口, 喘不过气。 他们目光无一不看向场中的秦峰。 震惊, 尴尬。 前一刻他们还笑秦峰是个土鳖, 不知好歹。 此刻, 刚才高高在上的萧傲晨, 却跪在了秦峰面前, 启怜求饶。 女服务员早已吓得趴在地上, 脸色惨白无比。 他不明白萧傲晨, 为什么会害怕一个平平无奇的土鳖。 到底是什么情况? 难道因为那张名片? 那是一张有什么来历的名片? 杨如雪听到萧傲晨喊出自己做秦夫人, 未免嫩脸一红。 秦峰, 他都赔罪道歉了。 我看就这样算了吧。 杨如雪知道萧傲晨的身份, 不想让秦峰做得太过了, 毕竟人在江湖走, 冤家已解不已解。 秦峰不喜欢欺负人, 但也绝不是个任人欺负的老实人。 他比谁都明白, 自己要不是有陈天娇那张至尊公子卡在手, 今天只怕会被萧傲晨狠狠踩在泥里。 弄不好连羊如雪都保护不了, 惨遭萧傲晨的凌辱。 因此, 秦峰没有半点仁慈, 毫不犹豫费了萧傲晨一只手掌。 唯有出手狠辣, 萧傲晨才会心生敬畏, 不再敢有任何念头报复。 事实上也是如此, 萧傲晨内心深处那股不甘, 也在秦峰一插下去, 直接消失散尽。 本以为秦峰只是仗着那张至尊公子卡而已, 想不到秦峰形势如此狠辣把气。 看着秦峰和杨如雪离开的身影, 萧傲晨脸上布满敬畏, 甚至恐惧至极, 卷缩在地不敢动弹。 显然, 秦峰在他眼中已经成了魔鬼。 杨如雪跟秦峰一起离开, 坐上门口外面的奔驰车。 当准备询问秦峰刚才是怎么回事的时候, 杨如雪接到了一个电话。 是, 爷爷, 我刚才在外面吃早餐, 现在就赶去公司。 杨如雪听了之后, 对着电话那边说了一句。 随后, 挂断电话。 秦峰上车! 杨如雪叫了秦峰一声, 只好暂且放下问题。 接着, 杨如雪亲自开车, 朝着华大集团所在方向静止驶去。 十几分钟后, 杨如雪开着车子, 一路风驰电车来到一栋高楼大厦面前。 华大集团! 四个大字, 刻在了大厦门口前面的围墙上。 这里便是杨氏家族企业。 华大集团, 主营业务以生物制药为主, 包括医疗、 美容等等诸多相关行业。 车子进入集团停车场后, 秦峰转头看向杨如雪道, 我在车内等你, 就不去了吧。 毕竟, 杨如雪让他今天当司机, 秦峰觉得没有必要去上面公司。 公司召开高层会议, 爷爷让我带你一起上去。 杨如雪对秦峰回了一句, 顿了一下又叮嘱一句。 到了上面, 你不要乱说话, 谨记四字, 多听少言。 好吧。 秦峰听后, 只好跟上杨如雪。 杨如雪带着秦峰直奔集团会议室。 此时会议室内, 早已坐着不少人。 有公司高层管理人员, 也有在杨家老宅见到的杨家人, 就连杨安娜都在。 随着杨如雪和秦峰进来, 会议室内众人的目光都落在了两人身上。 杨如雪没有理会众人目光, 朝着坐在主位上的杨老爷子走去, 因为杨老爷子身边还有一个空位, 便是总裁之位。 秦峰并未跟杨如雪走向主位, 而是站在原地扫了一眼, 打算找个偏僻位置入座, 不想引人关注。 小峰啊, 你到老夫这里来。 可杨老爷子却不给秦峰如愿, 抬手朝着秦峰招了招, 露出慈祥笑容喊道。 听到杨老爷子的话, 秦峰知道躲不过了, 只好转身走向杨老爷子。 秦峰不知道杨老爷子 叫他过去做什么。 杨老爷子看着走到面前的秦峰, 拉着秦峰的胳膊, 扫尸一眼在座公司高层说道, 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位叫秦峰, 如雪的丈夫, 也是老夫的孙女婿。 今天老夫决定, 让他来当华大集团副总裁。 你们怎么看? 华! 此话一出, 全场哗然。 在座众人面面相去。 杨老爷子, 简直语不经人死不休。 什么情况? 到底什么情况? 杨如雪什么时候找了一个老公了? 他们怎么都没有听说过。 关键杨老爷子还一开口, 便要让这个叫秦峰的青年来当公司副总裁。 这个秦峰到底是何许人言? 就连杨如雪听到杨老爷子这话, 也露出吃惊的神色。 杨如雪知道杨老爷子对秦峰的印象很好, 非常好, 却万万想不到好到了这种地步, 竟让秦峰来当华大集团副总裁。 父亲, 这样做不合适吧? 秦峰他一点阅历和经验都没有。 为了公司着想, 我反对秦峰当副总裁, 作为集团副董事长的杨洪荣第一个站出来反对。 尽管杨洪荣只是杨家二子, 但是杨如雪的父母早已去世了, 杨洪荣也就顺理成章做了集团副董事长。 是啊, 爷爷, 秦峰有什么能力都不清楚, 能不能胜任这个职务更不清楚, 就算让秦峰当副总裁, 也得从基层做起, 一步步上来才能服众。 杨安娜跟着杨洪荣身后一起反对。 公司一众高层, 你看我我看你, 一时之间不知道该发表哪种意见。 毕竟杨老爷子生病这段日子来, 在杨老夫人的操作下, 公司几乎都以杨洪荣这个副董事长为主。 杨如雪的总裁之位, 岌岌可危。 然而, 今天一大清早, 杨老爷子过来华大集团, 突然召开高层会议, 他们都懵圈了, 原以为杨老爷子病好, 少说都要在家休养几天。 却不曾想来的公司, 还召开了高层会议。 怎么看, 都说一说, 都亿一亿, 是同意我的这个决定, 还是反对我的这个决定? 杨老爷子没有理会杨洪荣妇女的话, 继续看向在座公司高层说道。 一众公司高层对视一眼, 见杨老爷子似乎真让大家畅所欲言, 很快互相议论起来。 老董事长, 我觉得秦峰还年轻, 如果放在基层历练一番, 更适合。 是的, 我也觉得, 年轻人就要多下基层, 积累经验。 我同意老董事长的决定, 古有少年状元出任宰相, 治理天下, 经有杨家姑爷当副总裁, 管理公司。 我反对, 太年轻人了, 容易意气用事, 不能当副总裁。 不一会儿, 在座公司高层各执一词, 纷纷站队, 有人反对, 也有人同意。 只是, 显然反对的人比同意的人要多上许多。 杨洪荣和杨安娜, 妇女健壮, 不由暗中待喜, 趁着杨老爷子病重这段日子, 他们二房在公司苦心经营拉拢高层, 不是没有效果的。 好了, 都安静下来。 杨老爷子抬手示意, 让正在议论争吵的众人都停下。 接着, 一众高层停下议论, 看向杨老爷子方向。 父亲, 你看很多人都表示反对, 我看秦峰还是从基层做起吧。 以后当副总裁, 也名副其实。 杨洪荣声音透着得意, 对着杨老爷子开口说道。 就在杨洪荣以为杨老爷子放弃决定之际, 杨老爷子却是哼了一声, 你们反对无效。 老夫才是杨家之主, 老夫说让秦峰当华大集团副总裁, 那秦峰就是华大集团副总裁。 杨洪荣傻眼了, 再做一众公司高层傻眼了。 放在以前, 杨老爷子在公司的决策都是非常民主, 奉行少数服从多数的。 怎么杨老爷子大病一场好了之后, 变了一个人似的不顾大多人的反对, 坚持让秦峰当华大集团副总裁。 这是杨老爷子吗? 秦峰啊, 这个华大集团副总裁, 不知道有多少人梦寐以求而不得。 如今老夫让你来当。 你和如婿一起珠连闭合, 带着华大集团更上一层楼, 不要让老夫失望了。 杨老爷子没有理会众人反应, 笑着拉住秦峰说道, 爷爷, 这个决定, 我不同意。 然而, 出乎所有人的意料, 秦峰竟直接拒绝这个无数人梦寐以求的职务。 什么情况? 杨洪荣和杨安娜妇女, 最是意外, 震惊。 送到嘴里的肥肉, 秦峰居然主动给吐了出来。 莫非华大集团副总裁, 这个职务不能满足你吗? 杨老爷子看向秦峰, 诧异问道, 也不是, 我觉得自己毫无阅历, 平平无奇。 如果爷爷让我进公司的话, 还是从基层做起吧, 等阅历够了。 能力提升, 再当副总裁也不迟。 秦峰解释一句说道, 不过, 这番话显然不是秦峰的真心话。 其实对于管理公司, 经商一行, 秦峰真的不擅长, 他只是一个假冒上门女婿, 让他来当副总裁, 这不是扯淡吗? 倒是将华大集团完亏了, 秦峰觉得自己赔不起, 还是扑扑通通做个基层职员, 比如司机保安之类, 整天无所事事, 不用负责, 到了半年期满之后, 拿上一百万酬劳就走人。 但杨老爷子不知道秦峰的想法, 见秦峰推辞华大集团副总裁, 不由打心理, 更加高看了秦峰几分。 好, 好孩子, 你说的也有道理。 随即, 杨老爷子微微汗手, 面带满意, 拍了拍秦峰的肩膀。 这样吧, 你看上什么职务, 就跟如雪说一声, 让如雪安排给你, 我便不过问了。 杨老爷子笑呵呵道, 目光在秦峰和杨如雪两人身上, 来回看了几下。 公司高层会议到此结束, 你们都散了吧。 接着, 杨老爷子朝着周围众人摆了摆手, 当场宣布散会。 杨洪荣知道杨老爷子脾气古怪, 也没有过多询问, 带着一众公司高层离开了会议室。 只要秦峰不当副总裁就行了。 秦峰和杨如雪一起陪着杨老爷子走到公司门口, 将杨老爷子送上返回杨家老宅的车。 小峰, 如雪, 你们以后在公司好好扶持。 杨老爷子越看越觉得, 秦峰这个孙女婿可以。 目送杨老爷子离开, 杨如雪一边转身回去, 一边雷厉风行地交代道, 秦峰, 爷爷想让你进公司, 市场部刚好缺了一个岗位, 你准备一下, 现在就去市场部报道, 做个业务员。 如雪, 我不是已经做你的司机了吗? 秦峰追向杨如雪问道, 司机还是你, 上下班负责开车, 来到公司做个业务员, 对你能力提升有帮助。 杨如雪不给秦峰拒绝的机会, 说完朝着总裁办公室走去。 秦峰盯着那性感的臀部一直看, 眼睛差点都拔不出来了。 只是秦峰不太明白, 杨如雪让他提升能力做什么? 难不成真让他以后当副总裁? 杨如雪进入总裁办公室不久, 一个穿着职业装满是青春活力的年轻女秘书走了出来。 看起来二十出头, 五官清纯精致, 身材苗条不适傲人, 前凸后翘, 一双笔直长腿, 同样吸引人的眼球。 秦先生, 你好, 我是总裁办公室秘书赵琳。 你可以喊我小赵, 杨总让我带你过去市场部那边报道。 只见女秘书走到秦峰面前, 自我介绍一番说道。 这个赵琳美目有神, 斗志昂扬, 一看便是刚毕业出来参加工作的女大学生。 所谓美女成群, 不是没有道理的。 女总裁长得漂亮就算了, 连一个女秘书也这么漂亮。 尤其是胸前高耸的弧线, 乌不再说明赵云的身材很有量。 三三毕业。 秦峰眼底金芒一闪, 忍不住脱口而出。 你说什么? 赵琳文言一愣。 随即, 赵琳的脸蛋上快速泛出了一抹红韵。 因为他知道秦峰所说的三三弟是他所穿的那衣尺码。 奇怪了, 他怎么一眼就瞧出自己的尺码来了? 这也太玄乎了吧? 不过, 赵琳为了避免尴尬, 直接装作不懂。 没什么, 带路吧。 秦峰摆了摆手, 看向眼前苗条傲人的小美女说道。 秦峰觉得自己即将三十岁了, 可并非老色批, 没有必要一直盯着赵琳来看。 不过, 秦峰没想到赵琳刚刚大学毕业, 如此青春活力的年龄, 便有着跟杨如雪差不多一样大小的规模, 日后大有可为。 秦先生, 刚才杨总将你的情况跟我说了, 以后你在公司有什么需求和帮忙, 都可以找我。 赵琳走在秦峰前面带路, 一边走向市场部, 一边跟秦峰说道。 虽然杨如雪没有跟赵琳说明秦峰的身份, 但是赵琳刚才听到从会议室里出来的人在议论。 说什么杨如雪带回来一个老公, 杨老董事长还要将公司副总裁之位给杨如雪老公, 可让人万万想不到对方拒绝当公司副总裁。 此刻, 不用想也能猜到几分, 眼前这位秦先生十有八九便是自己总裁杨如雪的未婚老公, 有什么需求和帮忙? 真的都可以找你吗? 秦峰听后, 反问一句, 那是当然。 赵琳回头看着秦峰, 认真点了点头。 这样, 我觉得肩膀有点酸痛, 回头你亲自过来帮我捏一捏。 秦峰也没有客气, 提出自己私人需求。 这, 赵琳呆住了片刻。 显然, 没料到秦峰会提出这样一个私人需求。 他是给秦峰按摩呢, 还是不给秦峰按摩呢? 哈哈, 逗你娃, 别当真。 见赵琳一夫呆住的模样, 秦峰笑了笑出来。 秦先生, 你好讨厌。 赵琳松了一口气, 故作娇称说道。 赵琳还真以为秦峰要他按摩了。 很快, 赵琳带着秦峰来到了市场部办公区域。 赵琳作为总裁办公室秘书, 在华大集团无人不知, 何况也是一个堪称女神级人物。 如今陪同一个青年男子出现在了市场部办公区域, 立马引起众人的注意力。 市场部现在的总监叫楚红玉, 先去见了楚红玉总监, 他会直接安排你的工作。 赵琳带着秦峰穿过市场部办公区域, 静止朝着里面走去。 很快, 两人走进了市场部总监室。 办公室内, 一个女人站在窗前, 正在弯腰修剪插花, 高挑饱满的身材呼之欲出, 比起青唇苗条的赵琳, 要显得浑原肥美几分。 这个女人看着跟杨如雪差不多大年龄, 三十来岁, 浑身上下熟的都能掐出水来。 秦峰心想, 杨如雪这个年轻富婆手下员工, 怎么一个个都是美女呢? 楚总监, 这位是秦峰, 杨总让他到市场部工作。 赵琳走到了楚红玉身后, 没有多余的介绍, 说完后, 对秦峰点了点头。 秦先生, 你留在这里听楚总监安排, 我先去忙了。 带赵琳退出办公室后, 楚红玉缓缓转过郊区, 目光打亮秦峰一眼。 看不出来, 你还是一个帅哥, 如雪的眼光还行, 就是不知道你的能力怎么样。 楚红玉点评秦峰一句, 和他身材一样, 声音带着一股妖柔。 当楚红玉完全转过郊区, 秦峰的眼睛几乎一下子亮了。 这是极品玉姐, 一个大大低姐姐。 秦峰生出一股冲动, 想上去体验一下那种饱满感。 玉姐, 绝不是普通女人能比的。 谢谢楚总监夸赞, 我也没想到, 市场部总监会是一个风情万种的大美女。 秦峰黑黑一笑, 回应一声道。 别人说你帅, 你要接受, 同时也要回应一声, 这是礼貌。 但秦峰不知道, 楚红玉在华大集团, 乃至在整个鲁南, 可是一个盛名在外的女妖精。 追求楚红玉的人很多, 可至今没有一个人能将楚红玉搞到手。 你这么说姐姐, 就不怕姐姐吃了你吗? 楚红玉抿了名嘴, 靠近秦峰面前娇笑说道。 早上公司高层会议, 楚红玉没有参加, 因为她在外面跟人谈合作。 不过, 对于会议室上发生的事, 楚红玉作为市场部总监, 自然也有耳闻。 否则, 她这个市场部总监, 就不用当了。 就在刚才, 杨如雪还亲自给她打了电话, 让她好好关照考验一下秦峰。 楚红玉作为杨如雪的亲信, 非常明白杨如雪的话中意思。 吃了我? 你是女妖精吗? 秦峰嘴角一扬, 笑问道。 哟, 小弟弟胆子不小, 在华大集团内, 你是第一个敢在我面前喊我女妖精的人? 楚红玉觉得秦峰有意思, 当下笑着说道, 根据杨总的吩咐, 我将安排你进入市场部营销两组, 从基层业务员做起, 底薪两千, 营销额的提成是三个点, 打个比方, 完成一百块业务营销额提成三块。 听了楚红玉的话, 秦峰忍不住在心里吐槽一句。 我去, 杨如雪真的安排他做业务员, 从基层做起, 还有底薪提成, 自己是来假冒上门女婿的, 不是来这里打工的。 不过, 秦峰吐槽归吐槽, 杨如雪安排了下来, 秦峰只能听从。 何况, 自己在杨老爷子面前也说了, 要从基层做起。 本来姐姐, 看你这么帅, 给你一个营销副组长, 当不是问题。 但杨总说, 让你做基层业务员, 我也帮不了你了。 楚红玉耸了耸肩说道, 胸前随之一阵颤动。 继而, 楚红玉又露出妖娆笑容, 对着秦峰鼓励说道, 要加油干哦, 姐姐看好你。 说完, 楚红玉走到门口, 靠在办公室门上, 抬起玉手, 指着不远处的市场部办公区域。 你到那边空位坐下, 以后在那个地方办公, 现在你可以过去, 组长会安排你工作。 秦峰顺着楚红玉的指向, 走到市场部那边空位。 这个位置还不错, 可以一眼看到总监办公室, 甚至还能看到楚红玉的身影。 工作无聊时候, 看看美女也是一种享受。 秦峰主动跟周围人打招呼。 不过, 一个个都在忙着办公做事, 没有人搭理秦峰。 秦峰见状无奈, 只有先行坐了下来, 掏出手机一边玩游戏, 一边等候组长来安排工作。 大公司就是这样, 不养闲人, 一个个忙着自己的事情, 职员之间关系平淡如水。 喂, 你是新人? 在工作时间玩游戏, 信不信我扣你薪水? 就在这时, 一道带着火药味的嗓音 从秦峰身后响起。 秦峰闻声转头看了过去, 却见一个三十多岁的男子, 西装革履, 是业务员的常规穿戴。 你谁啊? 秦峰问了一声, 我, 营销两组的组长, 孙建仁。 男子哼了一声, 鼻孔朝天自爆家门。 原来是大组长, 失敬失敬。 秦峰见这货居然是组长, 只好收起手机, 笑着问候一句。 不过, 秦峰还是坐着, 没有起身。 孙建仁直接皱起眉头, 见一个新人, 都敢骑在自己头上了。 这还得了, 以后, 让他这个组长怎么混? 新人第一件事, 就要学习规矩, 进了我们华大集团。 就要守着华大集团的规矩, 上班时间不准玩游戏, 等一切跟工作无关的事。 你这种行为是不对的。 孙建仁背负双手, 开口教训秦峰。 我知道了, 以后会注意。 秦峰收起手机, 表示自己明白。 知道了就行了吗? 现在罚你去扫地, 将我们组所在的办公范围清扫一遍。 孙建仁要给秦峰一个下马威, 展示组长的威严, 不可能如此轻易放过秦峰。 组长, 这不是宝洁干的事吗? 怎么让我干了? 秦峰原地不动, 反问一句说道, 想不到第一次上班, 自己就被拿来当沙马棒了。 让你干, 你就干。 你拿了这么多废话, 还想不想在这里上班了? 孙建仁说着, 呵斥秦峰起来。 怎么了? 我一个组长还吩咐不了你, 做事了吗? 因为, 孙建仁觉得, 秦峰这是在挑衅他, 这个组长的权威。 秦峰看着鼻孔朝天的孙建仁, 知道对方这是要踩定自己了。 我认识总裁秘书。 当下, 秦峰爆出了自己和赵灵的关系。 赵灵之前不是说过, 在公司内有什么需求和帮忙, 都可以找他吗? 秦峰当然毫不客气, 将赵灵抬了出来。 至于跟杨如雪的关系, 秦峰觉得, 没有必要动用区区一个小组长而已, 以赵灵的身份足以碾压了。 你认识赵秘书? 孙建仁一听, 愣住了片刻。 接着, 目光胡怡打量着秦峰, 孙建仁不太相信秦峰这话。 那是自然, 如果不相信的话, 我现在就可以让赵灵过来, 跟你说一下, 我和他之间的关系。 秦峰轻笑一声说道, 哎呀, 兄弟你这是什么话? 你认识赵秘书, 怎么不早说? 快坐, 快坐, 都是一个组的兄弟。 孙建仁立马换了一个脸色, 热情洋溢地拉着秦峰在旁边坐了下来, 一百八十度的大变脸。 显然, 孙建仁也是一个见风使舵, 欺软怕硬的人。 毕竟能在大公司里混上来的员工, 没有几个不都是八面玲珑的主。 兄弟, 你叫什么名字? 你怎么认识赵秘书的? 跟赵秘书是什么关系? 孙建仁一边问着秦峰, 一边打听起来。 我叫秦峰, 秦峰说的, 我用得着告诉你吗? 秦峰耸了一下肩膀, 当然看得出来, 孙建仁想要知道, 他和赵林之间的关系。 不过, 孙建仁越是想要知道, 秦峰越是不说出来。 孙建仁看了秦峰一眼, 心里打起一阵麻糊眼, 拿不准秦峰的话是真是假。 不用, 不用, 我这不是想要了解一下, 更好安排秦兄弟做什么工作吗? 孙建仁脸上挤出一丝笑容, 呵呵说道, 要做什么? 你直接说了就是。 秦峰直接道, 心想, 一个业务员能做什么工作, 不就是发发传单, 跑跑业务之类。 美其名曰锻炼能力, 实际上是大公司内最基层的工作。 对于打酱油的秦峰来说, 这样工作也好, 做多做少都没有人干预, 拥有一定自由时间。 孙建仁尴尬了, 没料到秦峰没有上当入坑。 秦兄弟, 你刚刚来上班, 需要一个适应阶段, 这样吧, 你拿上这些广告传单, 到世贸中心广场发放一下, 当你今天的任务工作。 随后, 孙建仁伸手指着不远处桌上一打广告传单, 跟秦峰安排工作任务。 没有弄清楚, 秦峰和赵霖之间什么关系之前, 孙建仁也不敢一下子给秦峰安排过于繁重工作。 秦峰望了一眼过去, 广告传单不多, 看着三四本书的厚度, 也就是一千张左右。 世贸中心广场那边, 也有同事在发。 你可以和他们接头? 好。 秦峰听后, 很是干脆, 走过去抱起那他广告传单, 朝着外面走了出去。 既来之则安之。 对待工作, 秦峰一向容易上手。 之前被公司开除后, 他能快速进入班专工的角色, 也是同样道理。 何况, 他的主业假冒上门女婿, 进入华大集团工作只是副业, 随便怎么搞都行, 反正秦峰不指望副业来生活。 秦峰抱着广告传单, 走出公司大门, 骑上一台共享单车, 前往世贸中心广场。 世贸中心广场, 作为鲁南籍的大商场之一, 在实体业一片萧条情况下, 人流量依旧很大。 很快, 秦峰骑着共享单车, 来到世贸中心广场。 秦峰扫了一眼周围, 并未看见有发广告传单的人, 说好同事接头呢? 没有看见同事, 秦峰也没有过多理会。 兴许, 开了小差溜了吧。 当下秦峰在广场上, 开始向行人发起了广告传单。 因为今天秦峰, 还有一件大事要做。 秦峰打算发完广告传单后, 趁着有空联系陈公子, 去给陈公子治疗他的恶疾。 这个地方人流量多, 发传单的速度很快。 就在秦峰即将发完广告传单, 一道带着惊讶的女人声, 从身后响了起来。 秦峰? 闻声, 秦峰回头望了过去。 从身后走来一对衣着光鲜的男女, 其中一个颇具姿色的年轻女子, 露出惊讶神色, 看向秦峰。 真是你! 秦峰! 年轻女子见到秦峰回头, 发现没有认错人后, 脸上惊讶更剩几分。 好久不见! 秦峰望着走向自己过来的年轻女子, 没有多大激动, 淡淡一笑, 打了一个招呼。 这对男女不是别人, 正是秦峰的高中同学。 当年鲁南是浦县高中学生, 三人都是从浦县这座县城出来的老乡。 年轻女子叫李曼, 高中班长, 男子则是周云祥, 高中体育委员, 也是班里一个富二代。 而秦峰, 高中时候作为学习委员, 和两人关系还不错。 只是, 后来三人之间发生一些不愉快的插曲, 高中毕业后, 很少联系了。 如今转眼一瞬, 高中毕业都十年了。 秦峰, 你怎么在这里发传单? 高中毕业后, 我和小曼一直联系不上你, 去年我和小曼结婚了。 来了不少同学, 大家都在议论你, 听说你上了重点大学, 现在混得怎么样? 这时, 周云祥主动走上来给秦峰胸口打了一拳, 脸上带着一副老友般热情笑容问道。 不过秦峰知道周云祥为人, 也知道这个笑容有多虚伪。 恭喜你们结婚了, 谢谢关心, 我挺好的。 秦峰还是淡淡然的神色回了一句, 没有多大情绪波动。 见秦峰面对自己一副不咸不淡的语气, 周云祥眼底不由泛出了一抹不悦之色。 本来在高中时, 周云祥和秦峰就闹过矛盾, 当过情敌。 虽然周云祥这人看似谦和大度, 但实则内心里对秦峰感到极度不爽。 如果不是看在妻子李曼的份上, 他才懒得搭理正在发传单的秦峰。 堂堂一个大学生, 毕业后竟混成了这般模样, 要在广场上发传单, 上下打量一遍秦峰之后, 周云祥在心里面更是充满了鄙夷。 秦峰, 毕业这么多年都不联系我们, 是不是躲在什么地方发财? 怕我们这些老同学知道跟你借钱啊。 李曼似乎看出自己丈夫周云祥和秦峰之间不太对劲, 在旁接话跟秦峰说道, 脸上露出明艳动人笑容。 当年高中时候, 李曼便是一个善于交际的女生, 如今李曼更是长袖善舞, 尤其是她那明艳动人的笑容, 非常有女人魅力。 班长说笑了, 你看我像是发财的吗? 秦峰客套回了一句, 犯不着说出自己这几年来的经历。 对于李曼, 秦峰说不上是什么感觉。 高中时候, 秦峰学习好, 人又帅, 李曼曾经一度暗恋过他。 不过后面得知秦峰家境贫寒, 来自普县农村家庭, 李曼便冷淡了下来, 转头跟周云祥这个班上富二代好上了。 李曼这话, 当然是在开玩笑的。 因为眼前秦峰这般模样, 还在发传单, 足以证明秦峰混得不好, 怎么可能发财。 这一刻, 李曼的笑容消散了不少。 当年李曼瞧不上秦峰的家境, 如今看到秦峰混成这般模样, 更加瞧不上秦峰。 秦峰, 自从高中毕业后, 我们很多同学, 都有十年不见了。 过两天, 我们班要举行毕业十周年同学会。 既然碰到了你, 正好通知你一声。 你记得要来参加哦。 对了, 你和肖美人有过联系吗? 她也要来参加同学会。 前些天她刚刚升任华大集团普县分公司总经理, 听说光是年薪都有五十万。 五十万啊? 现在肖美人可是我们普现很有名气的一位女强人, 肖美人真是厉害了。 尽管李曼的笑容减少, 但还是通知秦峰一声, 有意提及到了肖美人这个名字。 同时, 李曼的脸上还露出一股无比羡慕之情。 当听到肖美人三的字, 秦峰的眉毛不由挑了一下。 肖美人, 本名肖强, 当年高中班花, 长得高挑漂亮。 所以班上同学给她取了一个肖美人的名号, 是无数男生心目中的女神。 包括秦峰, 也暗恋过肖强一段时间。 当年高中, 肖强学习成绩一般, 经常来求教秦峰学习上的各种难题, 导致班上不少人都以为肖强喜欢秦峰。 只是那个时候, 秦峰一心求学, 渴望出人头地, 从未有过恋爱念头。 此刻回想往事, 秦峰未免几分唏嘘。 想不到肖强如今成就这般厉害, 都当上华大集团普县分公司总经理了。 看情况再说吧。 随后, 秦峰回了李曼一句, 脸上却是显得非常平静。 因为两个小时之前, 杨老爷子让他当华大集团副总裁, 都被他给拒绝了。 肖强不过分公司总经理而已, 秦峰不觉得有什么羡慕, 惊讶的。 李曼间自己提及到了肖强, 秦峰还是平静如常, 自觉一阵无趣, 甚至懒得再问秦峰在哪里上班。 对了, 秦峰, 你微信号多少? 我来加你。 拉宁静同学群, 群里聚会地点和时间都有。 接着, 李曼掏出手机, 带着一副例行公事的态度道。 秦峰没有拒绝, 将微信号说了出来。 拿到秦峰微信号后, 李曼收起了手机。 秦峰, 这么多年不见, 今天遇到你, 本来要请你吃个饭才是。 不过我和周云祥还有事要做, 就不请你了。 过两天, 我们十周年, 同学会再好好聚。 李曼说着话, 露出一丝歉意, 只是话中那股敷衍明显。 没事。 秦峰耸了一下肩, 表示无所谓道。 周云祥跟他话不投机, 又不对眼, 李曼怎么会请他吃饭? 那过两天再见。 李曼朝着秦峰点了点禽手, 挽上了旁边周云祥的胳膊, 朝着商场门口那边走去。 秦峰, 同学会, 你可一定要到场。 周云祥还不忘转头朝秦峰说了一句, 目光透着期待。 不过这种期待, 是一股细血的期待。 只要秦峰赶来, 他定要秦峰有好戏看。 秦峰没有搭理周云祥的话, 走到旁边, 继续向行人发传单。 而周云祥走到商场门口, 望了一眼在外面广场上发传单的秦峰, 似乎想起什么, 掏出手机, 快速拍下一张照片。 云祥, 你拍他做什么? 李曼见状, 不解问道。 一会儿, 你就知道了。 周云祥神秘一笑说道。 旋即, 周云祥皱眉问道, 小曼, 你为什么邀请秦峰来参加同学会? 我还以为他读了大学出来, 能有什么出息, 却混成了这般模样, 还一副对我们爱达不理, 简直可笑至极。 我能看出他混得不怎么样, 可我作为班长, 负责本次同学聚会, 需要通知到每一个同学, 别忘了, 这一次同学聚会, 可是郭松伟发起来的, 我能不卖力吗? 也对, 他妈的, 真没想到郭松伟那小子, 居然混得风生水起, 短短几年做到正课级, 当上县长办公室主任, 成了我们高中同学里面, 最牛逼的一个人。 就算李曼和周云祥, 两人走进了商场, 交谈声也不大。 可还是让听觉远胜常人的秦峰听见了, 秦峰望为眼两人离去的方向, 嘴角浮现一抹淡淡冷笑。 李曼嫁给了周云祥, 也是一对绝配。 三十年河东, 三十年河西。 李曼和周云祥二人, 又岂会知道如今的他, 也要经非西比了。 而后, 秦峰将剩下的传单发完, 拿出陈公子的私人名片, 给陈公子打了一个电话过去。 与此同时, 周云祥将刚才拍下秦峰发传单的照片, 直接发到高中班群。 在照片, 我和小曼到世贸中心广场喝咖啡的时候, 碰见我们班的秦峰同学, 他正在发传单, 勤劳致富中, 不会吧, 秦峰在发传单? 他当年不是我们班的学霸吗? 怎么会混成了这样? 怪不得秦峰毕业这么多年都没有联系同学, 原来过得如此差劲, 是不敢见人了。 想到秦峰堂堂一个风云人物, 活成这般调样, 还在发传单, 简直废物。 也不知道我们班花萧美人看到了, 会做什么感想。 是啊, 当年班花每天晚自习, 都找秦峰请教学习难题, 真是羡慕死人了, 想不到秦峰出道社会是个废物。 就在周云祥的消息发出, 群里马上有人冒头。 不过回复消息, 都是男生。 要知道高中时, 秦峰也算班上风云人物, 加上相貌可以, 拥有不少女人员, 让很多男生羡慕极度狠。 此刻, 看到当年班上风云人物, 活成了个废物, 他们当然感到十分舒爽。 太他妈痛快了。 要我说啊, 还是咱翔哥厉害。 大学毕业, 就自己创业当了老板, 不仅宝马别墅, 还娶了我们大班长。 我就是运气好而已, 咱们班最牛逼的人是伟哥, 现在都是卫列政客, 当了县长办公室主任了。 还有, 我们班花萧美人, 也不赖。 如今成了华大集团普县分公司总经理, 年薪五十万, 县里有名女强人。 幸亏萧美人没有跟秦峰成为情侣, 否则秦峰现在十有八九成了吃软饭的。 群里同学你一言我一语, 看得周云祥无比舒畅, 他要的就是这种效果。 我们毕业十周年同学会, 秦峰说他也会到场。 接着, 周云祥又别有用心发出一条消息。 不少人都看出周云祥的小九九, 众人各怀心思。 此时, 鲁南是一家豪华餐厅里。 萧强正在吃着午饭。 他刚从浦县赶回鲁南市不久, 准备到华大集团汇报分公司的情况。 当看到高中群内的消息, 萧强摇了摇请手, 将手机放了下来。 当年高中, 秦峰人帅学习不错, 连他也对秦峰动了心思。 经常假借请教难题, 跟着秦峰搭讪。 没想到当年学霸帅哥成了这般模样, 如今秦峰已配不上我了。 萧强一双美目露出几分感慨, 满是失望, 叹了一口气自语道。 同时, 萧强又感到庆幸, 还好秦峰当年没表白他, 不然跟了秦峰一起, 现在只怕活得不如狗。 自从萧强毕业后, 进入华大集团, 靠着美貌和能力。 几年时间, 凭借接下无数业务的功绩, 当上了分公司总经理, 成为华大集团一方封疆大力。 如今的他, 年薪五十万, 高级白领, 除了富二代们和权贵公子之外, 已经没有男人能入得了他的眼。 秦峰不知道高中群里发生的事, 打通陈公子的电话, 却是女助手白河接了。 你是那个神医骗, 秦峰吧, 公子病重入院。 你快来, 到鲁南医院来, 快来。 电话那边传来了白河无比焦急的嗓音。 好, 我立刻赶去鲁南医院。 听到白河的话, 秦峰暗暗咒眉应了一声。 秦峰知道, 陈公子的恶疾 早已到了一种极其严重的地步, 却想不到连一天都顶不住了。 半个小时之后, 秦峰赶到鲁南医院。 秦先生, 公子在重症监护病房。 你快跟我来。 白河早已等候在医院大门口, 一见到秦峰下了出租车, 带着秦峰就往里面走去。 不一会儿, 秦峰跟着白河来到重症监护病房区, 却连一个保镖都没有见到。 秦先生, 这次病重, 公子没有让我告诉陈家人, 自己一人来了这里。 公子相信你, 还好你守承诺, 否则公子出了什么事, 我可就惨了。 白河跟着秦峰解释一声。 随后, 白河推开病房门走了进去。 公子, 秦先生来了, 来救你了。 病床上躺着一位身体奇长, 英俊非凡的男子。 只是此刻, 男子脸如死灰, 毫无血色, 雷若如同一个小女子般。 秦峰走到病床前, 陈公子, 陈公子抬起头, 看到秦峰立马激动起来。 秦先生, 秦先生, 你来了。 堂堂鲁男第一公子, 如今没有半点架子。 让陈公子久等了。 秦峰按住陈公子的肩膀, 让陈公子在病床上躺好回去。 现在且让我给陈公子, 医治体内恶极。 谢谢秦先生, 如果秦先生能救我陈天娇一命, 能让我苟活一段时间, 我陈天娇必有重陷。 陈公子面带恭敬之色, 请秦先生施以妙手。 陈公子知道, 医院没有医生能够治好他的恶极, 早已让医生护士退了出去, 不给他们进来打扰。 秦峰伸手抓住陈公子的手腕, 切了一下脉下。 随后, 秦峰从兜里掏出了一盒银针。 这是秦峰事先预备好的, 用来施展八卦神针。 陈公子的体内恶极, 要是无效, 这一年来服用药物只能延续寿命, 却也极大损伤身体, 到了崩溃极限。 光靠八卦神针第一层阴阳去病, 已经作用不大。 眼下, 必须结合八卦神针第二层九弓还阳。 秦峰吩咐白河给陈公子脱完衣服, 坦胸漏背, 接着取出银针, 默念风驰, 灵虚, 颤中几大穴位, 将一根根银针, 缓缓扎了进去。 同时秦峰运转, 天地玄黄精。 一股金色针气, 从丹田一出来, 渐渐汇聚到了秦峰的手指。 天地玄黄, 师妹亡两, 九弓成事, 轮回环阳。 随着秦峰一声低喝, 每一根银针上, 感觉进入到了陈公子的体内。 随着秦峰下针的走向脉络, 很快在陈公子身体, 先是形成一个阴阳太极图, 紧接又形成了一个九弓格图。 九弓格图不断扩大, 蔓延周身经络, 覆盖住了陈公子整个身躯。 只见陈公子那张毫无血色的脸上, 以肉眼可官复现出一抹胭脂般的红韵。 如同婴儿脸蛋, 散发一股新生活力。 阴阳去病, 能够治疗百病, 驱除体内急症, 获得新生。 九弓还阳, 则是八卦神针第二层, 对损伤到极限的身体, 有着修复身体, 起死回生之效。 如今同时施展, 相辅相成, 足以治愈陈公子体内的恶极。 人体有十二经脉, 其经八脉。 十二经脉和任督二脉, 共称之为十四经。 秦峰施展九弓还阳, 便是要连通陈公子体内的阳脉。 因为阳脉, 代表着生。 不一会儿, 随着脸上出现红韵, 恢复血色, 聚集在陈公子胸口上的死气, 也在快速散去。 整个人气色变得红润, 连呼吸也开始均匀起来。 秦先生, 我感觉自己没事了。 陈公子突然从病床上坐了起来, 满脸露出激动兴奋之色。 是的, 陈公子, 你体内恶极, 已经被治愈了。 秦峰伸手将最后一根银针拔了出来, 抬手擦了擦脑门上冒出的汗水。 同时施展阴阳区病针和九宫海阳针, 极大耗费了秦峰的精力。 还好提前准备一天, 否则秦峰觉得自己都要支撑不住。 不过, 秦峰收钱治病, 没有多大在意。 如今治愈了陈公子, 算是完成任务。 接着秦峰运转天地玄黄精, 精气神很快恢复了不少。 这便是天地玄黄精的强大之处, 在一定程度上能快速恢复精气神。 陈公子, 我出去喝杯水。 你可以叫医院医生护士进来检查一下身体。 秦峰看向陈公子说了一句, 而后转身走出病房。 来到外面, 走廊长椅坐下, 秦峰认真运转天地玄黄精, 恢复耗费了的精气神。 不过, 陈公子相信秦峰没有叫医生护士检查, 跟着秦峰后面走了出来, 朝着秦峰深深鞠躬一拜。 秦先生, 从今天开始, 我陈天娇欠你一条命。 尽管陈公子作为四大家族公子, 但是丝毫没有顽固子弟气息, 反而为人豪迈仗义。 从陈公子口中出来的话, 每一个字都能价值千金。 陈公子, 言重了。 秦峰伸手搀扶住陈公子, 我收钱治病, 治愈你是我该做的, 无需这么客气。 面对陈公子鞠躬一拜的大礼, 让秦峰都有些受宠落惊。 对方一张私人名片, 便能吓趴高高在上的萧傲臣, 可想而知陈公子的身份和地位。 恩人在上。 日后秦先生若有所求, 我陈天骄必当舍命一报。 陈公子对秦峰那是发自内心感激。 这是救命大案。 这一年来, 陈公子身受疾病折磨, 痛不欲生, 本以为自己必死无疑, 却遇上秦峰, 让他起死回生。 说着, 陈公子看向站在门口那边的白河, 白河将东西拿过来。 是, 公子。 白河这一刻也彻底相信了秦峰, 见自家公子治愈恶极, 起死回生, 他比谁都要高兴。 很快, 白河拿出一把钥匙和一张门禁卡递了过来。 秦先生, 这是大明湖一套别墅的钥匙和门禁卡, 这套别墅送给秦先生, 还请收下, 以表谢意。 送给自己一套别墅? 秦峰大吃一惊, 不行, 不行, 太贵重了, 我昨天已经拿了你三十万诊金了, 别墅。 可是, 秦峰以前想都不想的事, 一点也不贵重, 一条命何止金钱可以衡量, 秦先生请收下, 你救我一命, 我陈天娇无以为报, 这份心意, 你一定要收下。 陈公子非常诚恳跟着秦峰说道, 如果秦先生执意不收下的话, 便是我陈天娇不知感恩了, 日后我陈天娇将无脸再见你。 好吧。 见陈公子将话说到这个地步, 秦峰也只好伸手接了过来, 那便谢谢陈公子了。 秦峰的手正在不争气地颤抖, 秦先生, 应该是我谢你才对。 陈公子看到秦峰收下了, 很是高兴。 秦先生, 等一下有空吗? 我想邀请秦先生一起用餐。 这个, 我可能没空, 下次吧。 秦峰看了一眼时间, 下午上班时间准备到了, 他需要赶回华大集团去。 无妨, 我们下次再约。 陈公子也不见怪, 如沐春风笑了笑, 随后亲自将秦峰送了出去。 直到秦峰坐上出租车离开。 就在秦峰返回华大集团途中, 兜里的手机却突然响了起来。 秦峰掏出手机, 发现是苏丽打来的电话。 苏丽姐, 怎么有空给我电话? 是要请我吃, 秦峰接通电话, 开玩笑时地问道。 秦峰, 你在哪里? 救我, 救救我。 唐浩他们抓了我。 而, 秦峰的话没有说完, 手机那边传来苏丽满是紧张惊恐的声音。 什么? 闻声, 秦峰顿时惊慕。 啪! 将手机拿过来, 我来跟他说。 不过, 没等秦峰追问, 手机那边传来唐浩的声音, 是唐浩在抢夺苏丽的手机。 小子, 现在苏丽在我手上, 你在什么地方? 很快, 唐浩的声音从手机那边传来, 带着一股得意和阴沉。 你想要干什么? 不要动苏丽姐, 不然我杀了你。 秦峰咬牙切齿, 冲着手机那边喊道。 同时, 一股杀气从秦峰身上不自觉往外释放出来。 刹那之间, 靠近秦峰的行人都忍不住浑身一颤, 仿佛如临地狱, 一个个惊慌不明地远离秦峰所在位置。 小子, 你放心好了, 只要你乖乖听我指示, 我不会动苏丽这个娘们。 现在我要你立刻前来凯旋府别墅小区。 唐浩无视秦峰的杀气, 还是那副得意之色说道。 好, 我现在就过去, 你不要动苏丽姐。 秦峰挂断电话, 顾不了唐浩有什么阴谋, 冲到路边叫了一辆出租车, 前往凯旋府别墅小区。 半个小时后, 秦峰坐着出租车, 来到凯旋府别墅小区门口。 这里是一处高档别墅小区, 里面坐落都是一套套独栋别墅。 你是秦峰先生吗? 门口走来两名身穿黑色西服的男子, 到了秦峰面前, 其中一人出声问道。 秦峰扫了一眼两名男子, 步履有力, 脑门突出, 一看便是实力不弱之人。 看两名男子的举止, 不是普通保镖能相比。 我是秦峰! 秦峰回应说道。 得知秦峰之后, 两名保镖露出一抹恭敬之色。 秦先生, 请这边来。 说着, 两名保镖还做出一个寝室, 带着秦峰朝着小区里面。 不一会儿, 走到一栋别墅门前。 看着面前别墅, 秦峰暗暗一惊。 别墅占地很大, 就跟一个庄院似的。 门口内外, 还有不少身穿黑色西服的保镖。 首位等级, 不亚于市府大院。 秦峰跟着保镖走了进去, 很快来到一处偏厅书房。 此刻, 偏厅书房里面有着一位中年男人。 身穿堂装, 约末五六时, 后面描绘一幅丹青。 丹青画纸上, 赫然是一只赤木掉精大白虎。 白虎下山图。 画完最后一笔之后, 中年男人脸上凝重表情, 慢慢舒展开来, 露出满意之色点了点头。 随后, 中年男人走到旁边太师椅坐下来, 端起茶杯, 喝了一口茶水。 五爷, 人带来了。 两个保镖这才带着秦峰, 走到中年男人面前, 抱手禀告说道。 坐在太师椅上的中年男人, 抬头扫了一眼秦峰。 苏丽在什么地方? 秦峰见中年男人看向自己而来, 直接出声问道。 中年男人打量一番秦峰之后, 没有回答秦峰的话, 而是反问一句, 你便是昨晚打伤识大师的年轻人。 是我又如何? 秦峰哼了一声, 不给半点脸色。 秦峰不认识中年男人, 不过, 看得出来, 昨晚那个唐浩, 跟眼前这个中年男人长得几分相似。 如果猜得不错的话, 这个中年男人怕是唐浩的父亲。 不许对午夜无礼。 旁边保镖见状, 呵斥秦峰一句。 中年男人似乎不怪对秦峰的无礼, 反而摆了摆手, 让两个保镖出去。 你们先退下去, 让阿浩带着那个女人过来这里。 是。 两名保镖听后, 退出偏厅书房。 待两名保镖出去后, 中年男人指着旁边座位, 向秦峰说道, 秦先生, 请坐喝茶。 你到底想要干什么? 秦峰也不惧, 走过去静止坐了下来, 却没有喝茶。 秦先生, 无需警惕, 唐某人没有恶意, 先介绍一下。 我, 唐振武, 唐家家主, 中年男人哈哈一笑, 对着秦峰说道, 唐振武? 听到这个名字, 秦峰暗暗吃了一惊。 不要说整个鲁男, 就算半个鲁男, 都听说过唐振武这个名字。 这绝对是一位充满传奇色彩的枭雄人物。 鲁男四大家族, 除了唐家之外, 其他三大家族, 都是至少拥有百年底蕴的家族。 而唐家, 则崛起时间不到三十年, 是唐振武以一己之力, 将唐家从一个默默无闻的底层家庭, 壮大成为赫赫有名的鲁男四大家族之一。 可谓一段草莽人物的发家史, 黑白两道通吃, 在江湖道上人称五爷。 不过, 如今秦峰已不是之前那个秦峰。 放在之前, 见到唐振华这样大人物, 秦峰只能仰视敬畏, 甚至, 惶恐不已。 但如今, 秦峰不会。 没有恶意。 你们为什么抓了苏联, 要我到这里来? 秦峰扫了一眼唐振武问道, 不相信唐振武的话。 这样的话, 用来糊弄三岁孩童都过时了。 秦峰? 就在这时, 一道交呼声从门口外面传来。 秦峰闻声, 转头望了出去。 只见唐昊带着苏丽从门口走了进来, 身后跟着两名保镖, 一人站在苏丽一旁, 不给苏丽逃跑。 安昊, 你怎么回事? 我不是交代了吗? 不许动这位小姐, 还不快放开这位小姐。 唐振武呵斥了一声, 抓住苏丽割膊的唐昊, 让唐昊放开苏丽。 听到唐振武的话, 唐昊不敢违抗, 将手中的苏丽给放开。 苏丽得到自由, 跑向秦峰这边。 苏丽姐, 你没事吧? 他们有没有对你怎么样? 秦峰问道, 我没事, 他们只是抓了我而已。 苏丽站在秦峰面前, 摇了摇头说道, 听苏丽说没有事情, 秦峰的脸色方才缓和了一些下来。 唐振武哈哈一笑, 秦先生, 老某人就说了吗? 唐某人没有恶意。 来, 先坐下喝茶。 喝茶就免了, 说吧。 你们想要干什么? 秦峰开门见山问道, 总不会抓了苏丽, 为了要自己过来喝茶吗? 显然, 这是不可能的事。 秦先生, 真是快人快语。 实话说了吧, 唐某人非常欣赏你。 唐振武放下茶杯, 端正神色, 看向秦峰说道, 欣赏我? 我打伤了你的人, 还让你的儿子湿了脸面。 你不是应该报复我才对吗? 秦峰轻笑一声, 还是不相信唐振武的话。 唐振武自称唐家家主, 堂堂四大家族, 在鲁南市, 绝对是一个有头有脸的人物, 自己昨晚行为完全打了唐家的脸。 唐振武会这么大度不报复自己。 反正秦峰是不相信。 阿浩, 立马给秦先生和苏小姐道歉。 唐振华看出秦峰警惕性高, 当下朝着唐昊呵斥一声。 唐昊听了唐振华的话, 竟然乖乖走到秦峰和苏丽面前。 秦先生, 苏小姐, 我为昨天晚上的鲁莽和无知, 给你们二位道歉, 希望你们大人大量, 不计前嫌。 秦先生, 苏小姐, 我唐某人也给你们二位道歉, 都是犬子无知, 唐某人岂会怀有报复心思。 就连唐振华也站起来, 向秦峰和苏丽抱手, 低头鞠躬, 以示歉意。 面对唐振华这般举动, 秦峰不由皱起眉头, 不清楚唐振华这个老狐狸要搞什么, 能够成为大人物, 那份星星不是一般人可以看得出来的。 别转弯抹角, 你有什么事, 就直说了吧。 当下秦峰故作面容不动, 开口问道。 接着, 唐振华整了整衣冠, 抬头看向秦峰说道, 实不相瞒, 唐某人一向识英雄重英雄, 听闻秦先生少年有成, 武道惊人, 唐某人有心结交秦先生, 才会出此下策, 以邪苏小姐之身, 请来秦先生, 若有冒犯, 还望秦先生见谅。 是啊, 秦先生, 我父求贤若渴, 还望秦先生见谅。 旁边唐昊也跟着说道, 这个唐振华, 不愧唐家家主, 一代枭雄, 行事易于常人。 传闻唐振华靠着一辆小客车, 以货运起家, 花了不到三十年, 威猎鲁男四大家族, 不是没有道理。 自己打伤他的人, 让他儿子失了脸面。 唐振华不是想着报复, 而是结交自己, 光是这份心胸, 便是足以成大事。 不过, 秦峰并非傻子, 留了一个心眼。 跟唐振华这样草莽是枭雄打交道, 危险性会很大。 越是大人物, 往往越是老谋深算, 无力不起早, 只怕结交是假, 有所贪图, 甚至有事相求是真。 随即, 秦峰冷笑一声, 这就是你请人态度。 唐振武, 如果你想要贪图我什么, 求我什么, 那就好好拿出请人的态度来, 用苏小姐来要挟我, 我很不喜欢。 说吧, 秦峰拉起身边苏莉的手, 苏莉姐, 我们走。 秦峰也不怕唐振武会阻拦, 拉着苏莉, 静止向门口大步走去。 父亲, 要派人拦住他吗? 眼看秦峰拉着苏莉, 静止离开, 唐昊眼底闪过一抹阴沉, 快步走到唐振武身边, 低声请示。 闭嘴! 唐振武呵斥唐昊一声, 而后目光望着走出门口外面的秦峰, 此人不能再得罪了, 必须好好结交。 我们唐家这一次能不能逃得了劫难, 就靠此人。 听到唐振武的话, 唐昊低着头退到旁边, 不敢发表话语。 因为唐昊知道自己父亲唐振武早年曾经招惹过一个人, 如今那个人从海外回来复仇, 宪令唐振武七天之内交出所有唐家产业, 如若不然便灭唐家满门。 就在昨天晚上, 当唐振武从石大师得知秦峰武道强大之后, 下定决定要拉拢结交秦峰, 打算请秦峰出手帮忙对付那个人。 阿浩, 医院那边有消息了吗? 石大师怎么样了? 直到秦峰和苏丽的身影消失在门口外, 唐振武才回头向唐昊问了一句。 回父亲的话, 石大师全身骨头断了不手, 只怕十天半月下不了床。 唐昊如实说道, 唐振武的神色变得凝重起来。 随即, 唐振武忍不住怒火, 指着唐昊骂道, 以后你能不能干些正事, 一天天不务正业在外面鬼混, 搞网红丸女人, 如果不是因为你, 石大师也不会成了这个样子, 你太让我失望了。 父亲, 我这不是跟你学的吗? 当年你要不是出去鬼混, 也不会有我这个私生子了。 唐昊被无故大骂, 顿绝不爽对了一句道。 啪! 闭嘴! 逆子! 唐振武站起身, 抬手一巴掌, 就打在唐昊的脸上。 唐昊的话让他急了, 气急败坏。 唐昊捂住了脸, 瞪着怨恨眼神, 对唐振武吼道, 如果我妈在的话, 一定舍不得打我。 你不配当父亲, 这是你欠我妈的。 父子四目相对, 一下子成了仇人似的。 不过, 明显这不是父子第一次吵架。 唐振武气的身体颤抖, 后退一步, 坐回太师椅上。 要不是看在你妈的份上, 我真不想管你死活。 来人, 给我将他带回去看好, 这段时间别让他出去。 说着话, 唐振武招呼了一声, 站在外面的保镖。 很快, 两个保镖从门口外面走了进来。 昊少爷, 别惹我爷生气了, 请跟我们走吧。 你没有资格提我妈, 这是你欠我妈的。 唐昊恨恨留下一句, 跟着保镖走出了门口。 唐振武坐在太师椅上, 脸色一阵轻一阵红, 努力平复心中情绪。 五爷, 现在昊少爷还小, 等昊少爷长大了, 便会理解你的良苦用心了。 这个时候, 一个管家模样的中年人, 从旁边屏风走出来, 到了唐振武旁边说道。 唐振武没有抬头去看中年人, 只是叹了一口气, 自语说道, 谁叫我只有一个儿子。 以后这若大唐家家业, 最后还是要交给他手上的。 如今那个仇人回来, 我留他在唐家, 是在保护他安全。 何况, 他这几年来, 在外面招惹了不少人。 五爷, 我能明白, 我会吩咐人手, 保护好好少爷的安全。 中年人点了点头, 应了一句。 顿了一下, 开口询问唐振华道, 接下来, 我们该怎么做? 刚才那个秦峰的话, 你都听到了吗? 他让我拿出请人的态度出来。 唐振武没有回答, 反问中年人一声。 五爷, 你的意思是? 中年人听了唐振武这话, 眼神一亮, 试探追问。 唐振武沉吟片刻, 开口说道, 既然他要请人的态度, 那就给他请人的态度, 千万不能要挟了。 他这种人, 应该是吃软不吃硬。 好, 我明白了, 我这便去办, 将他再次请来。 中年人听明白了, 转身要去吩咐。 不, 你去可能还不行。 唐振武白手打住中年人, 为了稳妥起见, 找个合适机会, 一个能显示出请人态度的机会。 我亲自过去请他, 你先派人跟踪他, 一定要掌握好他的行动信息。 好。 中年人点了点头, 转身下去安排。 中年人作为唐家管家, 是唐振武最信任的手下, 也是当年跟随唐振武一起打拼的老兄弟, 在唐家的地位很高, 人称明书。 唐振华坐了一会儿后, 也带着保镖离开了别墅。 这里并不是唐家宅邸, 只是唐振武一处别院而已。 与此同时, 秦峰和苏丽走出凯旋府别墅小区, 来到外面坐上了出租车。 秦峰, 我们就这样走了, 唐家不会报复吧? 苏丽翘脸有点苍白, 看向身边秦峰担心问道。 直到刚才, 苏丽才知道唐浩竟是唐振武的私生子, 惹了唐振武这样枭雄人物, 对方岂能善罢甘休。 不会的, 苏丽姐, 你放心好了, 唐振武有事要求我, 不会报复我的。 秦峰安慰苏丽一句, 让他不用担心了。 有事求你。 听到秦峰这话, 苏丽愣了一下, 回头朝着后面凯旋府望了一眼。 待见没有人追上去, 苏丽松了一口气, 那就好。 接着苏丽望向秦峰, 美目露出几分惊诧。 秦峰, 我发现你这两天好像变了一个人似的, 突然变得好厉害, 如今连唐振华这样的枭雄人物, 都对你客客气气的。 苏丽姐, 那是你以前没有看出我的厉害, 我还有更厉害的, 以后让我来保护你吧。 秦峰黑黑一笑说道, 天地玄黄金这种东西太玄了, 秦峰觉得没有必要告诉给苏丽。 好啊。 苏丽顺着秦峰的话, 娇笑一声应道, 主动伸出玉手, 搂住了秦峰的胳膊。 顿时一阵柔软感, 从秦峰的胳膊上传来。 秦峰忍不住一阵心猿一马。 苏丽太会磨人了。 将苏丽送回嘉胜营座后, 秦峰吩咐司机继续开着出租车前往华大集团。 其实唐振武会不会报复, 秦峰也没有什么把握。 不过, 秦峰相信自己的实力。 秦峰知道自己昨晚展现出的武道实力, 震撼到了唐振武。 否则, 唐振武刚才不会如此客气邀请。 当然, 就算唐振武报复, 秦峰也不拒。 从得到天地玄黄金那一刻开始, 他便已不是之前那个秦峰。 半小时后, 秦峰来到华大集团。 秦峰, 我爸找你有事。 你跟我去副董事长办公室一趟。 就在秦峰朝着市场部走去时, 一个女人拦住了秦峰的去路。 是杨安娜。 带着一种命令口气。 秦峰眉头一皱。 对方这种高高在上的语气, 令他感到不爽。 我没空。 秦峰果断拒绝。 他是杨如雪的人, 不用听从杨洪荣和杨安娜妇女的话。 再说, 这对妇女找他绝对没按什么好心。 杨安娜愣了一下, 没料到秦峰敢拒绝他。 你是假冒上门女婿, 如果不想坐牢的话, 就乖乖跟我走。 秦峰眼皮一跳, 不懂对方如何知道 她是假冒上门女婿。 带路。 但秦峰决定先看看对方要搞什么花样。 随后, 秦峰跟着杨安娜一路到了副董事长办公室, 推门而入。 杨洪荣背靠在椅子上, 抽着一只雪茄, 见杨安娜带秦峰进来, 一副皮笑若不笑地指了指旁边沙发, 对秦峰道, 请坐。 有话直说, 我没时间陪你玩。 秦峰冷眼瞧着杨洪荣, 冷冷地道。 颇有男人气概, 不愧杨如雪看上的男人。 杨洪荣冷笑一声, 猛地起身, 面色阴沉。 秦峰这种桀骜态度, 让杨荣华感到不爽。 一个落魄大学生, 在工地搬砖的小子, 也赶在他面前狂, 不知死活。 不过, 你别以为杨如雪撑腰, 就能在我面前狂。 说着话, 杨洪荣走到秦峰面前, 手指夹住雪家, 指着秦峰的鼻子道, 劝你跟我合作, 将假冒上门女婿的事说出来, 扳倒了如雪。 我保你荣华富贵, 否则, 否则如何? 秦峰面无表情地道, 算是看出对方要搞什么花样了。 否则, 我作为华大副董事长, 会有许多种方法, 让你死无葬身之地。 你假冒上门女婿, 跟杨如雪意图谋夺杨家资产, 光是这一条就能告你, 将你秦峰送入监狱, 牢底坐穿。 你一辈子就完了。 杨洪荣抬一下头, 面色显得异常阴沉。 恐吓我, 以为我下大的, 有种去告我坐牢。 秦峰文言, 嗤笑一声不懈道, 你是副董事长又怎样? 在我眼里, 你不过一坨狗屎。 放肆! 杨洪荣勃然大怒, 再也忍不住, 骂道, 你的小土鳖, 活腻了是吧? 上次在河堤公园, 没能将你打残废, 是不是要再来一次? 原来是你! 秦峰目光一冷, 原以为是周子豪的人。 没想到是杨洪荣派人打他, 看来对方掌握杨如雪一举一动, 提前要将自己这个上门女婿给打残废了。 不过, 秦峰也怒了, 一股令人窒息的气势从身上散出, 宛若一头苏醒的猛虎, 别来惹我, 否则我不介意给其人之道, 还治其人之身。 登登登! 杨洪荣面色大变, 整个人不自觉地连退三步。 秦峰身上气势太可怕了, 让他本能畏惧, 怪不得上次那些社会青年都弄不了秦峰, 也没了音讯。 哼! 随后, 秦峰哼了一声, 转身准备离去。 他是不可能跟对方合作, 更不可能出卖杨如雪。 安娜! 这时, 杨洪荣朝着旁边的杨安娜叫了一声。 杨安娜得到父亲的话, 拿起一张纸读了起来, 秦峰, 今年27岁, 出生鲁南市浦县太平村, 父亲秦青山是一名种地的农民, 母亲李秀枝, 腿脚有疾, 是村中一名低保护, 还有一个妹妹正在外省上大学。 随着杨安娜读完, 杨洪荣看向秦峰露出冷笑。 秦峰, 你可以狂, 但你有没有为你家人想过? 咯咯咯。 秦峰的脸庞一下子变得猙獰。 双拳钻井, 心头起了一股杀人冲动。 对方在拿家人威胁他。 龙有逆龄, 处之即死, 家人是他的底线。 不过他不能冲动。 努力压住心头狂躁, 秦峰转身, 盯向杨洪荣和杨安娜妇女。 或许你们有钱有人脉, 能随便调查我的情况。 可我告诉你们妇女, 有事冲我来, 我可以陪你们玩到底。 如果有谁敢伤我父母家人, 我秦峰在此撂下一句, 秦峰目光森寒, 一字一顿道, 动我家人一根汗毛, 我定会叫他家破人亡。 哄。 话语落下, 一股比之前恐怖十倍的气势, 从秦峰身上爆发出来。 扑通, 杨洪荣和杨安娜妇女双腿一软, 直接瘫坐在了地上, 满脸泛起一阵惊恐。 待妇女俩回过神来时, 秦峰早已离去。 一个小小土鳖, 岂敢如此对我放肆。 过了一会儿, 一道愤怒咆哮, 从副董事长办公室里响起来, 呼。 秦峰走到外面楼道, 长吐一口气。 这一次, 他彻底得罪了杨洪荣和杨安娜妇女, 不过兵来将挡, 水来土掩, 没什么好怕的。 何况, 这不是还有杨如雪挡着吗? 想了想, 秦峰掏出手机, 决定给家里打个电话回去。 短短几天内发生了许多事, 他都没有时间给家里打电话。 很快, 电话打通。 喂, 是晓峰吗? 最近工作还好吗? 电话是父亲接的, 平日里一向寡言少语的父亲, 每次电话都会唠叨上两句。 爸! 秦峰对着电话喊了一声。 此刻, 秦峰内心充满感慨。 毕业都好几年了, 世界再变, 家庭还是原来样子, 自己没能改变什么。 就连交往的女友也因为彩礼, 抛弃自己离去。 电话那边的父亲, 感觉秦峰语气似乎不对, 不由紧张追问, 晓峰, 怎么了? 是不是工作不顺利? 在外工作, 是要看人脸色的, 平时手脚勤快一些, 老板才会看得上的, 父亲叨叨叙叙叙说着。 一辈子在农村种地干活的父亲, 没有经历过外面职场, 给不出什么成果经验, 但还是努力, 说出自己见解。 没事。 爸, 我这边挺好的, 我准备过几天, 回家看看您和妈, 还有妹妹, 你们都好吗? 秦峰摇了摇头, 说道, 本来, 秦峰打算将陈公子送了一套别墅这个消息, 告诉爸妈。 如果爸妈愿意的话, 可以将爸妈接到别墅来住。 不过, 秦峰觉得, 还是先不跟爸妈说别墅的事。 毕竟这一切太过于不真实, 免得让爸妈徒生担心。 秦峰决定等过几天, 抽空回一趟家, 当面再说。 是要休假吗? 我们都好着呢, 你安心工作, 照顾好自己。 回来了, 怕你妈又要念叨你呢, 放心好了, 只要你那边工作顺利, 我和你妈在家就安心, 高兴啊。 电话那边, 父亲的眼眸也见识了。 这个整天令人操心的儿子, 似乎如今成熟, 长大了。 打了几分钟, 父子之间话语本来就少, 最后父亲那边有事要忙, 便挂断了电话。 秦峰没有放好手机, 而是打开手机相册。 轻轻一点, 一张照片从里面跳了出来。 那是一张全家福, 背景在一间农村屋子前。 一对中年夫妇和一对儿女。 中年男子皮肤粗糙, 晒得有黑, 一脸憨厚笑容。 而中年女子, 神色显得几分憔悴, 但面对镜头, 也露出了一抹笑容。 至于那对儿女, 倒是儿子帅气, 女儿漂亮。 爸妈, 小妹, 看到这张全家福照片, 秦峰的眼睛一下子就红了。 爸妈, 你们放心, 儿子很快就会出人头地了。 到了那个时候, 我要赚许多钱, 你们不用再操劳, 给你们好的生活, 带你们去旅游, 看一看咱们祖国那壮丽的山河。 秦峰嘴里轻声说道, 目光变得如同钢铁般坚定。 他毕业了几年, 也陆路无为了几年。 从现在开始, 他一定要出人头地。 得到天地玄黄金, 便是一场改变命运的机遇。 必须抓紧时间, 修炼天地玄黄金, 将里面医术、 武道、 术法等等都学会起来。 无论是谁也不能挡他的脚步。 秦先生, 你怎么在这里, 我到处找你都找不到。 前方传来一道声音, 只见身材火爆的总裁秘书赵灵, 向这边走了过来。 一见到秦峰, 赵灵那俊俏的脸蛋, 就泛起了一抹红韵。 仿佛还在想, 上午让秦峰一眼看穿那一尺码的事。 尽管秦峰的言语显得几分流氓, 但赵灵觉得, 秦峰这个男人, 看起来却一点也不讨厌。 秦先生, 杨总要我来找你, 喊你去总裁办公室。 赵灵露出微笑说道, 你喊我秦峰就行了, 不要叫秦先生了, 我们都是一个公司同事, 不是吗? 秦峰轻轻一笑道, 好, 那我喊你秦峰大哥吧, 你喊我晓灵就行。 赵灵也没有客气, 点头同意秦峰的话。 既然猜到秦峰的身份, 赵灵自不会放着 跟秦峰亲近的机会。 毕竟, 能够在华大集团 这样大公司内做总裁秘书, 赵灵可不像表面上 看着那么简单小姑娘。 这样就好了, 小灵美女走吧。 秦峰没有想那么多, 只是觉得赵灵喊着 一口一个秦先生, 总有些听得别扭。 很快, 赵灵带着秦峰 走到总裁办公室。 位于集团顶部楼层, 办公室两面 都是巨大落地玻璃, 能够俯瞰半个鲁南风光。 办公室也很大, 可装修却极为简单整洁, 又不是典雅大方。 沙发, 桌子几样办公物时, 摆放有致, 窗台旁 还有几盆修剪得体的花灾。 此刻, 身穿OL装的羊如雪, 双手交叉抱于胸前, 立在落地窗前, 望着窗外风景。 身材凹凸有致, 五官清冷绝美, 如同一个女王, 俯瞰着外面的天下。 杨总, 秦先生来了。 赵灵走到羊如雪身后, 开口说了一声。 嗯, 你先下去吧。 羊如雪点头, 而后, 将目光从窗外收了回来, 转过郊区, 看向后面的秦峰。 秦峰见羊如雪转身, 忍不住吞了一下口水。 羊如雪的身材本就傲人, 这种转身姿势之下, 胸前高耸, 几乎要挣脱衣物跳了出来。 帮我看看, 办公室有没有窃听窃? 羊如雪瞪了秦峰一眼, 放下抱在胸前的双手, 说着走向办公椅上坐了下来。 好! 秦峰应了一声, 也没有废话。 当下, 秦峰开始在办公室认真寻找起来, 办公室很大, 寻找窃听器, 却对秦峰没有什么难度。 几分钟时间, 秦峰分别在沙发、 台灯、 垃圾桶这些物件, 找出五个窃听器。 全是小型窃听器, 不是专业人员很难发现。 看着面前一堆小型窃听器, 羊如雪那张冷艳的脸蛋, 变得更加冰冷起来。 显然, 这段日子以来, 她的一言一行都在别人坚实之中。 我一定要查出那个人来。 羊如雪冷冰冰道, 她怒了, 美人怒容。 不过, 秦峰没有答话, 打来了一杯水, 然后一咕噜将这堆窃听器丢了进去。 羊如雪看了秦峰一眼, 说出一声道谢, 秦峰, 谢谢你。 举手之劳。 秦峰耸了一下肩。 羊如雪这个时候, 突然上前一步, 盯着秦峰似乎要看出什么来。 是不是觉得我很帅, 要以身向谢了? 秦峰让羊如雪的美目盯着, 摸了摸鼻子说道, 以身向谢就算了, 随便给给我十万百万, 感谢就行了。 秦峰, 你怎么变得这么厉害? 羊如雪不苟言笑, 紧紧盯着秦峰神色。 根据她之前调查的结果, 秦峰是一个平平无奇, 背景干净的普通人。 正是基于这点, 羊如雪才打定主意前往工地, 故请秦峰假冒上门女婿, 不用怕秦峰有一天会是主。 可一个落魄到了班砖的人, 怎么这两天来不仅会医术, 而且能文能武? 与之前调查结果, 完全不是一个人似的。 秦峰, 你到底是什么人? 是谁派你来给我下套的? 羊如雪促起带眉, 质疑问道, 如雪, 你这话问得不地道了, 我帮了你, 你去质疑我。 秦峰面对羊如雪的质疑, 故作一抹失望之色回道, 那你解释一下, 你为什么会针灸医术, 身手还这么好, 还有一张名片, 吓啪了萧傲晨, 又是怎么回事? 羊如雪不得不怀疑, 要知道, 她一向清高自傲, 可身边被人安放这么多窃听器, 却不知情, 偏偏秦峰识破。 秦峰闻言, 心头一惊, 没想到羊如雪这个女富婆, 观察入微, 都怀疑她这么多事了。 真久一数, 是我小时候跟山里道观, 一个老道士学的, 身手也是, 至于, 那张名片, 是陈天娇送我的。 不过这难不倒秦峰, 当即扯了一个理由解释, 以做应付。 对于陈公子这事, 秦峰没有打算隐瞒, 因为无关紧要。 只有天地玄黄金的存在, 绝不能轻易说出去。 毕竟这东西太玄太神奇了, 怕会引来杀身之祸。 这么说来, 你其实是一个下山小道士, 是传说中的都市高手了。 羊如雪听了秦峰的解释, 冷笑一声, 不相信秦峰的解释。 你小说看多了, 拿小说情节来糊弄我, 信不信有你。 当年老道士临死时候, 警告我在二十七岁之前, 不要轻易展露医术身手, 否则会有血光之灾。 所以之前我一直平平无奇, 直到前两天, 女友跟人跑了, 我就爆发了。 秦峰一脸认真说道, 说的, 差点连自己都信了。 这张便是陈天娇给的名片。 接着, 秦峰将兜里名片递给羊如雪。 羊如雪半信半疑, 接过来仔细打量, 很快认了出来。 至尊公子卡, 羊如雪不由吃了一惊, 你到底对陈公子做了什么? 他竟送你一张至尊公子卡, 我救了他一命。 秦峰道, 怎么救? 针灸医术? 什么针灸医术? 已经去世的老道士传给我的针灸医术。 羊如雪无话可问, 因为秦峰回答完美, 无懈可击, 死无对证。 当然, 还有陈天娇可以对证。 但羊如雪已经确定, 至尊公子卡是真的。 不过, 通过一番对话交流, 羊如雪从秦峰一双清澈眼神里, 察觉秦峰没有恶意。 秦峰会医术, 能闻, 又能武。 羊如雪觉得, 未必不是一件好事。 一百万故情这么厉害之人, 在身边半年时间, 似乎还赚到了呢。 同时羊如雪开始对秦峰, 产生了一丝好奇。 心想, 这秦峰究竟是个什么样的男人, 连他都看不透的男人可不多。 从总裁办公室出来, 秦峰耸了耸肩, 嘴角扬起了一抹糊涂。 羊如雪是个聪明的女人, 可惜遇上了他秦峰。 秦峰直接回到市场部办公区域。 因为之前说出认识赵琳的缘故, 孙建仁对秦峰那是非常客气。 见秦峰回来后, 孙建仁亲自倒了一杯茶, 询问秦峰发传单累不累, 要不要下午待在公司休息。 组长, 我下午继续到外面发传单吧。 秦峰摇了摇头拒绝, 选择去发传单。 因为到了外面, 可以趁机寻的地方, 加紧修炼天地玄黄金。 待在公司里面, 显然不是一个修炼好地方。 那好, 秦兄弟, 你下午拿着这些广告传单, 到另外一个广场, 吴越广场发放。 孙建仁听了秦峰的话也不勉强, 将市场不发传单的任务交给秦峰。 秦峰拿上广告传单, 直接离开公司。 不过, 秦峰没有前往吴越广场, 而是打了一个车去了郊区。 反正他当夜勿缘, 只是打酱油的角色。 发传单? 哪比得上修炼箱? 很快, 秦峰出现在了郊区, 寻到一条河流旁边。 这是一条贯穿整个鲁南式的河流。 叫做南疆。 根据天地玄黄经所述, 谁乃万物之源, 尽管此地不是龙眠水底的水势, 但水底上有几分日月之气残存。 我要修炼天地玄黄经里的龙象神功第二层, 此地正好合适。 秦峰嘀咕一句, 当下盘坐岸边, 开始借助水中日月之气修炼。 当务之急, 秦峰觉得, 必须将实力快些提升起来。 石大师这样高手出现, 可见这个世界还是有人修习武学, 有鼓舞者存在。 少林、武当、龙虎山这些宗门能够传承千年, 不是没有道理的。 要是遇到更厉害的高手, 他就会有危险了。 天地玄黄经, 玄妙神奇。 里面囊括的武道功法龙象神功, 更是神鬼莫测, 修炼起来就像武林高手的内功。 秦峰不断打着奇怪又神韵的手势, 口诵星爵。 若有高人在此, 便会目睹秦峰头顶上不断有一缕缕白气冒出。 这便是武学中的三花聚顶。 不知不觉, 面前河流开始翻涌, 似乎水中正有东西不断涌向秦峰脚下。 脸身筑击, 聚气沉浸, 化尽入玄, 通玄宁神。 不一会儿, 一条条鱼开始聚拢在了秦峰身下, 不断吞着秦峰身上冒出来的白气。 两酒直至黄昏日落。 呼, 秦峰收掌平息, 嘴里呼出一口浊气。 随着双眸睁开, 眼底筋芒比至以前更盛。 同时, 身上发出了噼里啪啦的响声。 一个下午时间, 龙象神功第二层已经修炼圆满, 水中日月之气也几乎被秦峰吸引完。 天地玄黄金, 玄妙神奇, 违反科学依据, 尽管还不知道是什么来头, 但是经过修炼, 身体变得强悍, 实力提升, 却是实打实的。 秦峰也懒得庸人自饶想太多。 眼见时候不早, 秦峰弯腰洗了一下身体污秽, 准备上岸离开。 忽然, 眼角瞥见不远处岸边, 走来一个冷艳女子。 竟有一股冷到极致的美。 冷艳女子也是诧异, 看向秦峰。 秦峰微微一愣, 没料到这偏僻地方还会有人来。 不过, 就在这时, 一阵汽车轰鸣传来, 迎面开来一台越野吉普, 一变抖声。 冷艳女子面容一变, 转身变逃。 但她似乎受了重伤, 跑得并不快。 砰, 车内有人朝着她打了一枪。 瞬间, 一朵血花在冷艳女子背后绽放, 一下子染红娇美的后背。 她不是普通人。 秦峰皱眉。 冷艳女子中枪倒地, 连一个坑声都没有, 不知是死是活。 几秒钟后, 一个头戴鸭舌帽的男子从车里下来, 手上还握着一把手枪, 一脸阴痕扫尸倒地的冷艳女子。 不过, 没等她向冷艳女子走去, 却发现不远处的秦峰。 顿时, 鸭舌帽男子眼里射出一道狠辣, 抬手朝着秦峰, 就要一枪打来。 她的反应非常果断, 迅速。 但, 秦峰更快。 当下, 秦峰抬手捏纸, 掠起地上一枚石子, 往前弹了出去。 天道直! 天道一直! 神鬼退避! 咻! 石子从指尖射出, 如流星坠空, 仿佛能够击穿一切。 扑的一声, 石子穿透鸭舌帽男子的额头, 在脑后带起一团血舞。 鸭舌帽男子刚有扣动扳机的动作, 却失去了力气, 眼中满是震惊, 鼻鼻鼻倒了下去。 她打死也想不到, 自己会在这里碰到一位绝世高手。 秦峰深呼了一口气, 刚才好玄差点被打死了。 好在龙象神宫进入第二层, 能用真气使出一招天道指。 当下, 秦峰快步朝着那台吉普越野走去, 将里面行车记录仪给破坏掉, 以防不必要的麻烦。 做完一切之后, 秦峰才向那个倒地冷艳女子走去。 然而就在秦峰蹲下身体, 要扶起她, 突然冷艳女子一跃而起, 握着一把匕首向秦峰咽喉刺了过来。 我去, 自己救了她, 她却反杀自己。 秦峰眉头一皱, 抬手扣住冷艳女子的手腕。 哐当! 冷艳女子吃痛, 匕首掉落下来。 救, 救我! 冷艳女子满身是血, 对着秦峰说了一声, 而后身子一软, 直接倒向了秦峰。 显然, 冷艳女子之前受了重伤, 又中一枪, 挺不住晕死过去了。 秦峰只得抱住冷艳女子, 触手之下一阵柔软入骨。 身穿皮衣的冷艳女子, 衬得身材无比完美, 浑圆饱满的部位足以勾起任何一个男人的邪念。 如今男多女少, 这样香消云可惜了, 算你走运遇上了我。 秦峰自觉, 也是半个医者, 不能见死不救。 想到这, 秦峰伸出手指, 摁在她领口下方饱满之处。 韵力一弹, 力从指出。 冷艳女子痛得发出一声音宁, 直接抱住秦峰, 郊躯忍不住在颤抖。 秦峰让一个漂亮凶大女人这样抱住, 说没有感觉, 那是假的。 扑。 与此同时, 在冷艳女子体内的子弹, 在秦峰直立下, 反向飞了出去。 接着秦峰又快速按了冷艳女子几个穴位, 防止流血过多。 之后, 秦峰在四周岸边, 寻了一些止血杀菌的草药, 给冷艳女子, 简单止血疗伤。 从冷艳女子穿着举动来看, 似乎是个女杀手。 秦峰不想跟冷艳女子有过多交集, 见对方没有什么事后, 也便离开这里。 因为秦峰知道, 冷艳女子刚才叫出声的时候, 人其实已经醒了。 果然, 在秦峰的身影走远, 冷艳女子睁开了眉眸, 先是惊诧, 看向旁边鸭绳帽男子的尸体。 而后又修又脑摸了摸缸, 才被秦峰摁住的饱满之处。 冷艳女子娇称哼了一声道, 占了我红服女的便宜, 就想这么走了, 没门。 赶在下班之前, 秦峰回到了华大集团, 进入停车场等候杨如雪下来。 杨如雪走了过来, 看了一眼驾驶座上的秦峰后, 打开车门坐进后座。 秦峰, 你们市场不下班都这么早? 杨如雪问道, 没有, 就我一人下班早而已。 秦峰随口一句, 就你一个人? 难道你不想当副总裁了吗? 杨如雪又问道, 秦峰愣了一下, 杨如雪这话的意思, 是有让自己当副总裁的想法。 不过, 秦峰觉得不太可能。 如雪, 爷爷不知道我是假冒的, 给我当副总裁, 但你是知道的。 你觉得, 我可能当副总裁吗? 在我眼里, 副总裁, 能者居之, 而不是靠关系上位。 你现在是公司业务员, 作为公司员工, 有着同样的竞争机会。 杨如雪看了秦峰一眼道, 这一下给秦峰整懵了。 他是来假冒上门女婿, 拿一百万酬劳的, 又不是来工作的, 竞争什么副总裁。 何况, 这是竞争就能当上的吗? 算了, 我不适合。 秦峰耸了耸肩道, 杨如雪又看了秦峰一眼, 似乎要说什么, 但还是没有说下去。 对了, 杨洪荣和杨安娜妇女, 知道我是假冒的了。 秦峰想起什么, 跟着杨如雪说道。 车上早已检查过了, 没有窃听器, 秦峰放心说了出来。 这么说来, 窃听器是他们妇女放的了。 杨如雪猝起带眉道, 立马想到关键问题。 不知道, 你可以查一下。 秦峰摇了摇头, 毕竟她只是一个假冒上门女婿, 豪门家族里的恩怨情仇, 秦峰真的一点不想参与进去。 他们妇女知道, 却没有说出来, 显然没有证据。 秦峰, 只要你遵守你我之间的合约, 不说出去, 那我和你都会没事。 哪怕知道, 你假冒的, 也无可奈何。 这个时候, 杨如雪翘脸严肃, 跟秦峰提醒道, 这我知道, 所以他们恐吓我, 我丝毫不怕。 秦峰点了点头, 见秦峰比自己想象中聪明, 杨如雪也没有过多担心。 车子启动, 离开华大集团, 暮色降临, 秦峰驱车载着杨如雪, 回到天井府邸。 姐, 我晚上不吃饭了, 我要跟朋友去聚餐。 当秦峰和杨如雪刚走进别墅, 一道清脆声音从二楼传来。 只见杨清凌从二楼走了下来, 身穿一袭白裙, 常发散在脑后, 随着群威摆动, 白裙之下隐约可见漫妙窈窕的魔鬼身材。 清冷面容, 魔鬼身材, 两种极致重合在了一个女孩身上, 没有丝毫突兀, 反而令人浮想连篇, 就算秦峰, 在这时, 目光也微微一顿。 如果说杨如雪是一种端庄冷艳, 暗藏霸道女总裁的美, 那么杨清凌则是清冷傲娇, 附加小姐范儿。 清凌, 这么晚了, 女孩子不要晚上出去聚会, 不安全。 杨如雪叫住杨清凌, 不让杨清凌出去。 姐, 我这都约好了, 不出去的话, 岂不是很没面子? 杨清凌没有放弃, 向杨如雪一阵哀求, 说什么不能失信于人, 否则以后怎么见朋友? 杨如雪也是对这个妹妹无奈, 的确, 信誉对一个人很重要。 好, 你要出去也行, 但我让秦风陪你一起。 杨如雪还是同意了, 只是提出一个条件。 啊, 让她陪我去, 姐你没有搞错吧? 杨清凌一听, 直接不乐意了。 你看她一个土鞭样, 陪我一起去, 多丢人啊。 什么土鞭, 她是你姐夫。 杨如雪瞪了杨清凌一眼, 如果你不答应, 那你就不能出去聚会。 杨如雪的话不容反驳, 杨清凌就算 多不乐意, 只得无奈接受。 随后, 杨如雪看向身边秦风, 轻描淡写吩咐道, 秦风, 就麻烦你帮忙看着她一下。 秦风闻声, 只觉心中一万头草泥马奔过。 感情杨如雪还要拿她, 当作保镖使唤。 不过, 雇佣合约签了。 第一条便是, 需跟女方一起同居, 日常生活听从女方安排, 如有违约, 百倍赔偿。 秦风只能听从杨如雪的安排, 和杨清凌一起出门。 一个一赔偿金, 以她现在财力赔不起。 你可以走了, 不用跟着我。 出了天井府邸小区, 杨清凌扭头看向秦风, 冷冷说道。 秦风看了杨清凌一眼, 点点头, 好, 你打电话给你姐说, 不用我跟着, 我马上走。 杨清凌未知雨耶, 她乃敢给姐姐杨如雪打电话, 聚会还要参加吗? 杨清凌只能将气撒在秦风身上, 爱跟就跟着吧, 等下见了我朋友, 你别乱说话, 我不想丢人。 我没兴趣开口, 秦风淡淡回了一句, 对于杨清凌的朋友圈子, 秦风没有兴趣, 也不想加入。 不开口最好, 杨清凌哼了一声, 嫌弃看了秦风一眼, 继续往前走向路边。 不一会儿, 几道车灯光扫了过来, 直接远处开来几台车子, 呼啸朝着这边飞驰, 领头一台车子, 到了杨清凌和秦风面前, 还玩了一个漂亮甩尾, 那是一台百万级的保时捷跑车, 后面还有几台豪车, 坐着七八个衣着名牌的青年男女, 都是二十来岁左右。 清凌, 上车! 保时捷车里, 一个长相甜美, 打扮娇艳的妙龄女孩, 朝着杨清凌打了一个招呼叫道。 妙龄女孩是杨清凌的闺蜜, 名叫维依依。 杨笑花, 你身边这人是谁? 你怎么挽起大疏控啊? 也不给我们介绍一下。 这时, 驾驶坐上一名高大英俊的青年男子, 扫了一眼秦风, 朝着杨清凌吹了一个口哨问道。 她是维依依男友宋豪。 秦风, 是我姐, 我家一个远房亲戚, 从乡下来的, 我姐不放心我, 让她跟着一起来。 杨清凌尴尬一下, 只得开口介绍一声。 不过, 怕秦风给她丢人, 杨清凌将秦风说成是一个远房亲戚。 见杨清凌说是远房亲戚, 还是乡下来的, 宋豪和维依依两人的眼神流露几分藐视之色。 尤其见秦风穿着普通, 跟一个乡下土鳖似的, 两人连招呼都不屑打了一个。 秦灵, 你姐真没劲, 怕我们会吃了你, 还让一个乡巴佬跟着来。 甚至, 唯依依还咕囊了一句, 满是不屑, 打亮眼秦风。 杨清凌选择视而不见, 看了一眼旁边几台车上的男女, 问道, 怎么不见宇欢? 他人呢? 宇欢是他另一个好闺蜜, 全名陈宇欢。 宇欢啊, 临时有事, 拉不来了, 听说他哥从兵区回来, 他要去机场接机。 唯依依解释一声, 说到这里, 唯依依凑杨清凌弩了弩嘴, 问道, 清凌, 你怎么不问一下李俊臣怎么不来呢? 一听唯依依提到李俊臣这个名字, 杨清凌的俏脸立马闪现一抹红韵, 轻声呢喃道, 他来不来跟我有什么关系。 是吗? 希希, 我懂, 放心吧。 李少说了, 他要一会儿才到, 让我们先玩, 走吧, 我男友宋豪找到一个好地方, 我们可以去那边聚会。 说着, 唯依依起身拉了一把杨清凌坐上保时捷, 宋豪则挡住要一起坐上车的擒风。 那个, 秦峰, 秦大少是吧? 不好意思, 我的跑车坐不下了。 你去看看旁边几台车有没有座位。 宋豪一副阴阳怪气, 老子要搞你的样子, 明明车里还有一个座位, 却不给秦峰赏。 奇异不言自明。 别来我这, 我的车可宝贝着, 不达陌生人。 我的车也不行, 这台奥迪A7室, 我跟表哥借来的, 弄脏不知道怎么解释。 对不住了, 我这车不欢迎你这种乡下土鳖。 一共四台车子, 没有一人同意给秦峰上车。 秦峰, 没车坐去。 那我走了, 你自己打电话, 向你姐说一下。 面对他们的反应, 秦峰也不恼, 看向杨秦峰淡淡道。 秦峰比起他们大上几岁, 还不至于跟这些小年轻们生气。 秦大少, 真是抱歉了哈, 都没有同意你上车, 我看不如这样。 如果你真想去, 下次我可以提前喊一台车来接秦少。 宋豪等着便是这个结果, 故作豪气说道, 言语满是藐视。 周围几台车子上的男女, 都听出宋豪的意思, 一个个都暗自讥笑。 一个乡下来的土鳖, 也配跟他们这些有钱人玩在一起, 实在不知好歹。 杨清凌在这个时候却叫道, 他不去的话, 我也不去了。 不然让我姐知道, 下次肯定不给我晚上出来玩了。 妈的, 真是扫兴。 如果杨大孝花不去的话, 那就没意思了。 是啊, 都是因为这个土鳖, 杨大孝花才不去, 这个土鳖简直可恶。 一听杨清凌不去, 众人顿时不爽了。 杨清凌是他们这个圈子内长得最漂亮的, 不能带着一起出去玩, 还有什么碗头了。 清凌, 这一次李少专门为你而来, 你不能不去, 要是李少见不到你, 会不开心的。 唯一一在旁拉住杨清凌劝道, 说着, 杨清凌看向宋豪。 宋豪, 你找个人烧他一城呗。 好。 宋豪见女友开口了, 耸了一下肩, 招呼身边一台宝马车上的人, 冯杰伦, 你烧上他。 是, 好烧。 那叫冯杰伦的富二带听了宋豪的话, 点了点头, 开了车门给秦峰上来。 看得出, 宋豪不仅是这个小圈子内开的车最贵的, 而是还是这个小圈子的领头羊。 喂, 你是杨大孝花的远房亲戚是吧? 几岁, 本少劝你别打杨清凌打主意, 她是李俊成看上的女人, 哪怕排队也轮不上你。 冯杰伦一边开车, 一边撇了秦峰警告一句。 不等秦峰开口, 副驾坐上一个花枝招展的女孩, 却挥动粉拳砸在冯杰伦胳膊上。 冯少, 你太坏了。 你是不是也在打杨清凌的主意? 你想多了, 那是李俊成看上的女人, 给我十个胆也不敢。 本少最爱的人是你, 冯杰伦见女友吃醋, 赶紧安慰。 同时, 冯杰伦伸手摸在靓丽女孩的大腿上, 搞得后者媚眼一阵乱抛。 后座上的秦峰, 干脆闭上了眼, 面色平静不去理会, 半个小时左右, 一行车子来到目的地。 等下车后, 秦峰才发现, 这里是一处夜场, 位于城南开发区边缘地带, 这一带一直以治安混乱著称。 夜场里面尖叫声, 音乐声, 非常震耳, 来往人流步伐坦胸露壁。 纹身之人, 霓虹灯下混乱堕落, 可谓三轿九流, 鱼龙混杂。 宋豪这些富家子女, 还真敢玩, 竟然到这种地方来。 宋豪作为小圈子里的领头羊, 双手插都走在最前面, 唯一一在旁搂着他的肩膀。 我和这家夜场经理关系不错, 今天晚上, 大家都尽性玩起来, 该怎么玩就怎么玩, 不用畏手畏脚。 只见宋豪看着前面夜场, 对身边众人说道, 豪少人脉真广, 牛逼! 不愧豪少, 到哪里都认识人。 豪少霸气! 听到宋豪这话, 一众年轻男女都欢呼雀跃起来, 对着一顿吹捧。 原本他们有点害怕, 有了宋豪如此一说, 也都不怕了。 那是, 你们也不看看, 我家宋豪家里是做什么的, 开大酒店的, 如果人脉不行的, 能开得下去吗? 唯一一搂着宋豪的肩膀, 一脸自豪炫耀着道, 毕竟, 勾搭到了这样一个有钱有势的男友, 唯一一平时没少跟人炫耀。 走, 肚子饿了, 先进去吃点东西。 宋豪面对众人吹捧, 十分受用, 大手一挥, 带着一众年轻男女走了进去。 夜场跟酒吧差不多, 有卡座, 也有包间。 不过, 夜场比起酒吧气氛, 会玩得更加开放, 更加嗨皮。 豪少, 你来了。 有服务员认识宋豪, 恭敬喊了一声。 我跟你们经理订了一间豪华包间, 你查一下。 宋豪直接开口说道, 查到了, 豪少, 请这边来。 片刻功夫, 服务员领着宋豪一众人走向包间。 进入包间之后, 众人开始点吃喝的。 宋豪更是在唯一的殷切目光下, 阔绰地开了一瓶三万块红酒, 说纪念, 跟唯一一认识三个月, 这举动让唯一一虚荣心得到无比满足。 随后, 众人三三两两聚在一起, 一边吃喝、唱歌, 互相嗨皮起来, 只有秦枫一人被众人排斥在旁。 毕竟, 杨如雪这些人都是一个小圈子内, 各自认识, 经常玩耍。 而秦枫一个陌生人, 先不说别的什么, 单从衣着来看, 就跟众人格格不入。 其他人都是衣着几千上万名牌, 气质富贵, 秦枫则是普通衣服, 全身夹起来不到三百块。 秦枫知道自己和宋豪这些人不是同一路, 就算勉强凑上去, 也聊不下去。 何况, 秦枫没有那种参与他们话题的兴趣。 当下秦枫给自己倒了一杯红酒, 坐在旁边角落, 一边喝着酒, 一边扫拾包间情况。 看这些人的架势, 今晚怕是要在这里玩个通宵。 怪不得杨如雪会担心杨清凌的安全。 秦枫没有心思陪着玩下去, 他考虑准备劝杨清凌早点回去。 就在这时, 秦枫的手机响了起来。 秦枫看了一眼, 见识之前打了好几次都被拒听的电话, 就起身出去接听了。 喂, 哪位? 秦枫道。 秦先生, 你好, 是我, 唐振武。 上次你不是让我拿出请人态度吗? 唐某人决定重新请你一次, 你能给一个机会吗? 电话那边传来了唐振武无比恭敬的声音。 你知道我在哪里? 秦枫皱起眉头, 苏力被他抓过, 唐振武有他电话很正常。 知道, 你在城南夜场, 但秦先生, 你不要误会, 这不是在跟踪。 唐某人是为了更好, 拿出请人态度。 请人态度是吧? 那好, 你可以来夜场, 让我好好看一下, 你拿出什么样的重新请人态度。 说完, 秦枫挂断了电话。 既然唐振武这么欺而不舍, 那就满足他, 省得电话不休。 打完电话, 秦枫走了回来, 却见包奸多了一个女人, 一个三十六七岁, 却非常妩媚的女人。 穿着一身紫色旗袍, 高挑傲人, 领口位置露出了一条深不见底的雪白沟壑。 这个妩媚女人, 正是这家夜场的经理, 都喊云姐, 长袖善武, 交际能力很强。 宋豪来过夜场几次, 都是出手阔绰, 身为夜场经理, 云姐自是前来敬酒。 夜场生意能够火爆, 不是没有道理的。 一众年轻男女, 见夜场经理云姐多来敬酒, 都是激动无比, 只绝面上倍感有光。 好少, 你们先慢慢玩, 今晚消费八折。 敬了一圈酒后, 云姐说了两句客套话, 才转身离开。 当云姐路过秦枫身边, 美目差异一下, 似乎想不到包奸内, 还有一个这么普通的青年。 听了云姐的话, 众人又是一阵欢呼。 见云姐走后, 之前那个叫冯杰伦的富二代, 端着一杯酒站了起来。 今天, 我们能够得到夜场经理云姐, 亲自敬酒, 都是沾了豪少的光啊。 我听说这个云姐, 背景不简单, 传闻是城南雷老大的女人, 豪少的面子真大, 能让云姐敬酒, 我们敬好少一杯。 冯杰伦趁机拍了宋豪一把马屁。 而周围一众年轻男女, 听了冯杰伦这话, 都起身给宋豪敬酒。 他们都是富家子女, 家世背景也有一些, 知晓成南雷老大这好人物。 原名雷天霸, 城南道上大佬, 手下小弟成群, 威风八面。 在鲁南市, 城南这一带, 只手遮天, 其中大部分酒吧, 夜场都是雷天霸的产业。 他们这些富家子女, 哪里能跟雷天霸这种黑白两道通吃的大佬来相比。 谈及到了雷天霸, 一个个目光中只有敬畏, 神望。 切, 这有什么了? 就算城南雷老大的女人又如何? 还不是要给我家宋豪敬酒。 唯一在旁, 不以为然说道。 宋豪神色得意, 甚是受用。 其实, 他根本不认识云姐, 只是知道包间消费超过三万, 云姐都会来敬酒, 并不是他的面子多大。 不过这个牛逼, 他当然不会自己戳破。 随后, 宋豪还扫了一眼角落的秦风, 闪过几分挑衅之色。 秦大少刚才去哪了, 是不是一个人无聊? 要不我喊一个陪酒女郎给你? 豪少, 人家可是乡下来的土鳖大少, 怎么会看上咱这点牌面? 一个土鳖? 冯杰伦嗤笑一声, 附和宋豪说道。 秦风眉毛一挑, 趴地将酒杯扣在桌上, 冷声说道, 你们想找事? 宋豪接连刁难挑衅, 就算佛都有三分火气。 哎哟, 你秦大少好掉啊, 学人扣酒杯, 谁敢找你是? 宋豪阴阳怪气起来, 秦风的脸色瞬间冷了下来, 但这时, 杨清凌瞪了秦风一眼, 又转头看向宋豪, 今天不是你和依依三个月纪念日吗? 能不能好好聚餐了? 能? 杨大少花你发声了, 我打住。 宋豪耸了耸肩, 抬手将酒杯摔在了旁边垃圾桶里, 秦风脸色恢复过来, 继续喝着酒, 但心中已有不悦。 登登登, 就在这时, 一个刚出去上厕所的亮丽女孩, 慌慌张张推门走了进来, 一把扑入冯杰伦怀中。 怎么了? 小薇? 冯杰伦急忙问道, 亮丽女还是他的女友, 身材很棒很软, 平日里让他非常享受, 交往都一年了, 还舍不得换女友。 当冯杰伦的话落下, 后面跌跌撞撞跟着跑进来一个光头中年人, 粗口骂道, 妈的, 小娘们在哪? 摸了一下怎么了? 走路都跨成八字腿了, 还装什么青春? 伦哥, 就是他刚才要对我意图不轨。 亮丽女还一见到光头中年人追进来, 躲在冯杰伦怀中, 吓得郊躯一阵颤抖。 冯杰伦听后, 这还得了, 连他女友都敢摸了, 还敢追到包间来。 怎么说他冯杰伦也有点家世背景, 老爸开了一个衣服厂, 拥有千万身家, 加上他为人划头, 认识人也挺多, 一向只有他气人, 哪有人气到他头上。 当即, 冯杰伦二话不说, 起身一脚将光头中年人给踹倒在地, 而后冲上去一顿拳打脚踢, 直到踢得光头中年人惨叫着跑出包间, 这才作罢。 你个小子可恶, 敢打我, 有种报上明朗, 看老子会多收拾你。 光头中年人站在包间外面, 转身指着冯杰伦喊道, 听好了, 本少叫冯杰伦, 你这光头, 不服来战。 冯杰伦立在包间门口, 满是嚣张, 不屑回了一句, 随后官上门进入包间。 冯少, 霸气啊, 牛逼。 见冯杰伦走回来, 包间内有同伴高呼称赞道, 必须的, 也不看我冯少是谁, 敢碰我女友, 我踢爆她的菊花。 冯杰伦搂住女友小薇, 一脸得意, 非常装逼说道, 众人都是一阵哈哈大笑, 倒是杨清凌暗暗促了一下带眉, 有点担忧道, 这个地方鱼龙混杂, 我们还是注意点好。 听了杨清凌这一声提醒, 有几个家世背景较弱的男女, 也不由担忧, 他们几人都是第一次到这种夜场来。 怕什么了, 有我家宋豪在, 谁敢来找麻烦。 唯一一在旁开口, 神色傲慢说道, 在这个小圈子内, 就数宋豪认识人最多, 背景人脉也大。 这时宋豪微微一笑, 抬起酒杯, 环视众人一圈, 还是那句话, 大家放开完, 不用畏手畏尾, 一切都有我宋豪担着, 来,喝酒。 听到宋豪如此说道, 众人也都安心了下来, 又恢复之前状态, 继续玩闹起来。 然而, 就在一众年轻男女, 放开玩耍的时候, 那个让冯杰伦踢得鼻青脸肿的光头中年人, 来到夜场级别最高的顶层包间, 一脸怒气, 冲进了一个大至尊包间, 此刻, 大至尊包间里, 一片阴歌厌舞。 包间门口, 那边有十来个黑衣男子, 负责警戒守卫。 几个青春靓丽, 高挑年轻的漂亮女孩, 围坐一张巨大沙发之上。 她们是夜场经理云姐, 花了大价钱, 从异校吸引来夜场做兼职的。 而在英歌厌舞之中, 一位中年男人最为显眼。 她身穿一件白色糖妆, 手里把玩两颗鸡蛋大小的翡翠珠子。 几个漂亮女孩, 有的帮她捶背, 有的给她捏脚。 云姐则伺候在旁边, 一双玉手上包着果盘上的葡萄, 一颗颗喂给中年男人。 中年男人半眯双眼, 神情无比享受。 此人, 正是鲁南市城南这一带大佬, 纵横两道, 凶名赫赫, 有着城南雷老大之称的雷天霸。 哒哒哒。 这时, 一个光头中年人, 一脸怒气推门冲了进来。 雷天霸抬头扫了一眼, 见光头中年人鼻青脸肿, 不由问道, 王老板, 你这在唱哪段戏? 娘个巴西, 老子被人捶了。 光头中年人朝着沙发坐下, 抓起桌上一杯好几万的酒, 往嘴里灌了几口, 开始骂咧咧道。 就在刚才, 上厕所的时候, 我见一个女的穿着风骚, 就上去从背后摸了一把, 却让她跑了。 当我追上去的时候, 就被她男友给暴打了一顿。 你看, 这鼻青脸肿的, 连菊花都差点给老子踢爆了。 哦? 是哪个不长眼的? 敢打我雷天霸的大贵客? 雷天霸一听, 坐直身子, 面色沉了下来问道。 别看这个光头中年人长得其貌不扬, 却是来自广越省那边的大老板, 光是房产都十几栋, 专门过来跟雷天霸合作, 准备联手投资鲁南市这边餐饮娱乐行业。 面对如此身家雄厚的大老板, 雷天霸自然乐意合作, 一起大把赚钱。 我问了, 那个小子十分嚣张, 好像叫什么冯杰伦? 王老板看出雷天霸有心帮他出气, 当即说道。 冯杰伦? 108号豪华包间的。 旁边云姐一听, 接话问了一句。 是, 就是那个小子, 妈的巴西, 嚣张啊, 也不知那个小子什么来头。 王老板见云姐似乎认识人, 跟着点了点头。 雷天霸转头看了云姐一眼, 你知道他, 刚才108号消费不错, 我过去敬酒聊了几句, 一群普通富家子女, 不是什么人物, 好像家里开有一个厂子, 千万身家这样。 云姐娇媚一笑, 翘起二郎腿, 拿过一只女士香烟点燃抽了起来。 千万身家? 妈的, 老子还以为什么来头, 千万身家也这么嚣张。 在我们广越省那边, 千万身家算个屁, 一块砖头下去都能砸倒一片。 王老板听后, 更加怒了, 暴怒了起来。 自己堂堂一个十几亿身家的大老板, 让一个千万身家的小子给打了, 这能忍得下去。 砰。 当下, 王老板将酒杯往桌上一放, 看向雷天霸道, 雷老大, 你看这是怎么办? 哼哼, 王老板, 稍安勿躁, 你是我的大贵客, 在我地盘上受了欺负, 我雷天霸一定给你一个交代, 我即刻吩咐手下, 把那个小子带来, 听你发落。 雷天霸呵呵一笑, 安抚王老板道, 这个夜场也是雷天霸的地盘, 自己贵客在这里被打, 同样也让他失了面子。 旁边几个漂亮女孩听雷天霸发笑, 吓得不敢出声, 尽管来这里上班时间不长, 但也听说过成南雷老大的凶名和恐怖。 作为城南这一带道上大佬, 不仅控制着这里酒吧, 夜场等诸多黑色生意, 而且手底下有不少好狠斗勇之徒。 阿坤! 只听到雷天霸喊了一声, 便见门口那边走来一个身材彪悍, 双臂纹身的青年。 你去一趟108号包间, 将那个, 那个冯杰伦带来。 雷天霸的话音不大, 却透着一股凶威。 是, 霸言! 阿坤听后, 抱拳应声, 转身朝着门口走去, 108号包间内。 冯杰伦他们丝毫没有意识, 自个儿惹到什么人物, 还在玩的那个叫开心, 一个个又喝了不少酒。 走, 我们出去舞吃跳舞, 在这里吃吃喝喝, 没有意思。 宋豪出声建议。 冯杰伦几个男一听, 都激动兴奋起来。 跳舞, 意味着少不了磨磨蹭蹭, 就能开游了。 不过两三个还算矜持的女孩, 包括杨清凌不太想去, 觉得外面舞池人太杂了, 什么色狼都有。 可顶不住宋豪几个男的攻势和诱惑, 他们还是决定一起出去跳舞。 其实, 越是矜持的女人, 内心越是想不到的狂野。 清凌, 这舞不跳了, 我们早点回去吧。 这时, 在旁一直默不出声的秦峰, 突然开口来了一句, 因为秦峰比宋豪这些人要清醒得多。 草, 喊你一声秦大哨, 你真将自己当一回事了。 宋豪见秦峰出来阻拦, 本就不爽的他顿时大骂。 唯一也在旁帮腔道, 土鞭, 你够了, 我们喊清凌跳舞, 又不喊你。 你想回去就回去, 没人阻拦, 别拉上我们清凌。 杨大笑花, 你连一点自由都没有了, 让一个土鞭管着你。 就是, 一个土鞭以为自己是谁呢? 兴致都让这个土鞭给搞没了。 乡下来的吊毛, 脸皮真厚, 也配跟我们凑在一起, 真是拉低我们身份, 快滚一边去。 周围几个男女也在攻击讥讽秦峰, 一个个自持家事, 高高在上。 宋豪看向杨清凌, 直接问道, 杨大笑花, 一句话, 你跟不跟我们一起出去跳舞? 这话出口, 等于让杨清凌做出决定, 选择哪个? 杨清凌在内心里, 是拒绝在舞池那种地方跳舞的, 只是眼下众人决定了, 不完的话, 就是博了大家兴致。 正当杨清凌准备出生时候, 砰的一声巨响, 包间门被人一脚踹开了。 紧接着, 从外面冲进来了几个身形高大的黑衣男子, 气势凶利, 面目彪狠, 一看便是道上的人。 谁是冯杰伦? 领头的阿坤, 一双如鹰般的毛子, 往包间那一扫, 冷声贺问。 我? 我是冯杰伦? 找我有事? 冯杰伦还不意识到出了什么事, 站了起来疑惑回了一句道。 阿坤打量了冯杰伦一眼, 随即大手一挥, 给我带走。 顿时, 两个黑衣男子走了过来, 一人一边夹住冯杰伦的双臂, 拖着就向门口走去。 什么情况? 你们为什么抓我? 你们知道我是谁吗? 冯杰伦一边挣扎, 一边不知死活威胁了起来。 包间内其他人见状, 也纷纷上去挡住去路, 不给他们带走冯杰伦。 阿坤见风杰伦大骂不止, 包间内众人还敢阻拦, 顿时面上泛起几分争鸣哼道, 不想死, 都滚开。 然而, 宋豪这些富家子女平时娇恨惯了, 哪里那么容易被三两语吓到? 几个富家子怒目而逝, 似乎就要出来挑衅。 不过, 宋豪相对沉稳, 拦住几个同伴, 皱起眉头看向阿坤说道, 兄弟, 不知道我这个哥们, 因何事得罪了几位? 哼, 他不是得罪我们, 而是刚才打了不该打的人, 现在我们老板要带他过去, 劝你们不要阻拦。 阿坤冷哼一声, 扫视宋豪说道, 是刚才那个光头叫你们来的? 冯杰伦闻言, 面色不由一便问道。 接着, 冯杰伦看向了宋豪, 宋豪是这个小圈子的领头羊, 每次有事都是宋豪出面照着。 宋豪一听, 见到这个阵势, 也知道冯杰伦刚才打的光头有点来历。 随即, 宋豪上前一步, 不卑不亢说道, 我叫宋豪, 我爸是庆红大酒店的老板宋庆红, 我也认识夜场经理云姐, 能否看在我的面上, 放偶这哥们, 这事由我宋豪担下来了。 你担下? 你很牛逼吗? 什么宋庆红? 宋庆兰的, 有种过去跟我们老板讲。 阿坤轻蔑扫了宋豪一眼, 冷笑说道, 好, 我跟你过去。 宋豪闻声, 傲然硬道, 一点也不怕。 怎么说, 他家里都是开大酒店的, 背景关系可不是一般硬。 有点意思, 阿坤冷笑一声, 想不到这些富家子女, 这么不知所谓。 别说区区一个酒店老板, 就是城南区首付建了雷天霸, 都要敬畏七分。 小子, 走吧。 阿坤一副皮笑若不笑, 看了看宋豪, 说完, 转身走出包间。 宋豪伸手拍了拍冯杰伦的肩膀, 不用担心, 有我罩着你。 大家跟我走, 一起过去看看什么情况。 随后, 宋豪招呼一声包间内一众男女。 走就走, 一起过去, 我们这么多人, 又有豪哨在, 还怕个毛了。 几个喝得醉泰的富家子, 都吆喝起来, 跟着宋豪一起往外走了出去。 就连杨清凌, 也被唯一一拉着一起离开包间。 见宋豪这些富家子女, 嚣张无知, 秦峰不由暗暗摇头冷笑。 因为秦峰看得出, 阿坤这几个人都不简单, 身上沾染血腥气, 绝不是一般社会混混。 不过, 看到杨清凌被拉着出了包间, 秦峰也只好跟了上去。 很快, 宋豪带上众人, 跟着阿坤前往楼上大至尊包间。 当见门口站着十几个黑衣男子, 宋豪心里不由咯噔一下。 有这么多马仔站岗, 似乎阿坤口中的老板不是一般人。 但宋豪没有露窃, 一众富家子女多多少少, 家里有点背景关系, 谁又怕谁。 走了进去后, 只见里面有一位穿着白色糖装的中年男人。 而刚才到包间给他们敬酒的云姐, 此刻正陪着中年男人身边。 爸爷, 人带来了。 阿坤到了中年男人面前, 抱手禀告。 雷天霸摆了白手, 让阿坤推到旁边, 并未去看走进来的宋豪一行人。 只见雷天霸双手握着一把关公大刀, 上下挥舞劈砍动作, 眼皮都不太问道, 是谁打了我的贵客, 自己站出来。 冯杰伦见到包间内这个阵势, 哪里敢站出来, 看向身旁宋豪。 宋豪见对方看都不看自己, 本就暗决不爽, 直接上前一步说道, 这位老板, 你好, 打人是我哥们不对, 但这件事不是我哥们的错, 是对方妃里, 我哥们的女人在先。 宋豪的想法很简单, 他先给自己摆一条道, 说起话也占据理儿。 哦? 雷天霸停下舞刀动作, 抬头瞥了宋豪一眼, 见是一伙不知所谓的年轻男女, 不由玩味一笑说道, 听这话, 打人不是你。 你是站出来, 给你哥们撑腰了? 我叫宋豪, 是庆红大酒店老板宋庆红的儿子, 之前在包间那边, 是我哥们不对, 出手打了人, 在这里我带他赔罪敬一杯酒, 给我一个面子, 这件事就过了。 说完, 宋豪看了一眼桌上的酒, 倒了一杯, 端起来说道。 在宋豪看来, 自己谈不上什么顶级大少公子, 但在鲁南室内, 也是稍微上得了台面的人。 眼下跟对方如此赔罪客气, 实在给足了对方面子。 哼哼, 凭你也有资格, 叫我给你面子。 然而, 雷天霸听后, 却是冷笑一声, 脸色沉了下来, 如今小辈, 出生牛犊不怕虎, 不要说是你, 就是你老爸, 也没有这个资格, 在我面前。 你老板来了, 也要恭恭敬敬喊我一声雷老大。 雷老大? 听到中年男人说出如此嚣张的话, 宋豪就要动怒, 可下一刻, 这个名号却让他面色猛变。 雷老大? 难道你, 你是, 接着, 宋豪像见了什么恐怖的东西, 声音都在颤抖。 不错, 我便是雷天霸, 道上朋友敬我一声, 称我雷老大, 怎么了? 你站出来给你哥们撑腰, 却不认得我是谁。 雷天霸音策策一笑, 双眼几乎眯成一条缝。 什么? 雷老大? 旁边冯杰伦一众富家子女, 也都闻声, 面色大变, 一个个露出惊恐之态。 尤其是冯杰伦, 身体不住颤抖起来, 面无血色, 要是旁边女友小微扶住他, 就要瘫软在地了。 刚才包间内, 他们还在谈论, 成男雷老大多么威风八面, 纵横两道, 只手遮天, 让他们无比敬畏, 神旺。 然而, 如今却不知死活得罪了对方。 尽管宋豪这些富家子女, 也有家世背景, 但在雷天霸这种黑白通斥的大佬面前, 完全都是过家家。 据说, 雷天霸还跟鲁南氏四大家族颇有关系, 是唐家家主唐正武的小弟。 毕竟唐正武草莽出身, 靠着一己之力, 让唐家位列四大家族。 当年打拼时候, 手下有着不少狠人猛事。 背靠唐家, 关系很深。 雷天霸虽为城南老大, 但放眼整个鲁南市, 无人敢动雷天霸。 前两年, 有一位新上任城南区城管局的局长, 跟雷天霸发生矛盾, 扬言要拆掉雷天霸的长子地盘, 最后却是那位局长被市里来人带走了。 可见雷天霸的背景关系之深。 雷天霸扫视了一眼宋豪这些富家子女, 丝毫不放眼里, 将关公大刀往地上一处, 转头看向旁边的光头中年人, 笑道, 王老板, 人带来了? 你看着办, 怎么开心怎么来? 王老板听后, 摸了一把自己光头, 直接操起面前一瓶酒, 冲到了冯杰伦面前。 砰! 一声巨响, 瓶子音声爆裂, 王老板毫不手软, 砸在冯杰伦的脑袋上。 冯杰伦一声惨叫, 捂着脑袋, 血水掺杂着酒水流了一脸。 王老板不解气, 又一脚踹了过去, 将冯杰伦踹倒在地。 娘的巴歇, 你之前不是很嚣张狠掉吗? 现在起来打我了。 王老板一边踹着冯杰伦, 一边满脸凶狠骂道。 王老板, 饶命, 我错了, 我不知道你是雷老大的贵客, 饶了我吧。 我错了, 冯杰伦倒在地上, 面对暴打却不敢反抗, 指得不断求饶, 几乎都要吓尿了。 要我饶你, 也可以, 让你那个小女友陪我玩几天。 王老板一顿猛操作, 心里舒坦不少, 宁笑一声说道, 目光射向小薇那边。 小薇一听王老板的话, 又见王老板为所不堪的面容, 吓得娇躯猛颤, 花容失色, 不住挪着身体躲向宋豪的后面。 宋豪此刻也吓得不轻, 可作为圈子领投羊, 不能不站出来。 雷老大, 我这个哥们得罪您的贵客, 打骂都行, 我们认了, 但这是不能让他这个女生来承担。 宋豪硬着头皮说道, 怎么了? 你想要来承担? 雷天霸冷笑一声, 说道, 要不是你爸之前也给我办过事, 以你刚才态度, 你也吃不了兜着走, 现在带其他人赶紧滚, 但这对男女留下。 雷老大, 你高抬贵人, 宋豪面色显得难看, 却不敢得罪雷天霸。 只是, 今天如果抛下冯杰伦和他女友, 不要说别人会怎么看他宋豪, 以后头都抬不起。 喂, 你要是不放, 他们俩人走, 我就报警了。 唯一眼见男友吃扁, 忍不住说了一句, 可他这话出口, 宋豪整个人都要吓趴了。 平时唯一让宋豪捧在手里呵护, 造成他以为宋豪很是厉害, 没人不给面子。 报警? 哈哈, 现在年轻女孩越来越可爱天真了。 不等雷天霸反应, 那个王老板先是哈哈笑了起来。 说着, 王老板转头看了一眼雷天霸问道, 雷老大, 你说是不是? 王老板, 你喜欢哪个, 我都给你留下来。 雷天霸似乎非常给王老板面子, 回笑一声说道, 有了雷天霸这话, 王老板更肆无忌惮了。 王老板描向唯一那高耸的胸脯, 又看了一眼唯一一身后杨清凌, 咽了一口唾沫道, 我还要留下他, 以及他身后那个清冷高调的小妞。 雷老大, 王老板这不行, 他们, 宋豪脸色大变, 开口恳求打算阻止。 可雷天霸不给宋豪说下去, 横过关公大刀, 架在宋豪的脖子上, 怒骂道, 王老板的话没有听明白, 这对男女, 还有这两个小妞都留下, 其他人都滚出去, 不然, 一个也别想走。 说着, 雷天霸一巴掌抽得宋豪昏头转向, 嘴角冒出血丝, 差点要倒在地上。 旁边一众富家子女, 早已吓得挤在一团, 浑身颤抖不止。 到了这个时候, 有人承受不住了, 动摇起来, 有女孩拉了拉男友的人, 示意男友快点走。 尽管这些富家子女经常聚会, 呼朋唤友, 但有钱人的友情最脆弱, 也醉惊不起敲打。 来, 三个小妹妹, 上来先陪爸爷和王老板喝一杯。 此时, 云姐拿起一瓶酒倒了三杯, 对着杨清凌, 唯一和小薇三女招了招手道。 说话同时, 云姐还给旁边阿坤递了一个眼色。 阿坤明白, 带上几个黑衣男子, 走向三女。 唯一终于知道害怕了, 紧紧抓住宋豪的手, 躲在宋豪身后。 雷老大, 对不起, 他不懂事, 不懂事。 而宋豪只能不住朝着雷天霸低头哈腰, 给女友唯一求情道歉。 面对雷天霸的威势, 宋豪不敢有一丝反抗心思。 毕竟, 雷天霸有多么凶狠恐怖。 他是清楚的, 他爸在家没少谈论。 一众富家子女中只有杨清凌的状态, 还算好一点。 杨家在鲁南市地位不低。 他姐姐杨如雪也是鲁南市有头有脸的人。 杨清凌觉得自己站出来爆出家门, 雷天霸不敢对他怎么样。 不过, 阿坤已经走了过来, 二话不说, 就抓向正要站出来的杨清凌。 杨清凌翘容一变, 想要躲避却来不及。 突然这时, 一只手臂从身后横了过来, 挡住了阿坤的手。 紧接着, 砰的一声, 阿坤被推到了一旁。 这一幕让众人都是一愣, 露出震惊望了过去。 却见杨清凌面前, 站着一个人, 竟然是一直被无视的秦凤。 面对众人震惊的目光, 秦凤面色平静无波, 抬了一下, 眼看向对面的雷天霸。 雷老大是吧? 我只说一句, 这个女孩, 你不能动。 秦凤, 你要做什么? 而杨清凌见秦凤兰在面前, 也是一愣, 随即冲着秦凤喊道。 不知道她在担心秦凤, 还是怨秦凤坏了她的事。 不能动。 小子你算什么玩意, 也想命令我雷天霸。 雷天霸见有人敢跳出来, 脸色瞬间沉了下来, 心头怒火在烧。 是不是自己过于手软了? 无人知道她的恐怖, 随便一个无名小子 都敢在她面前叫嚣。 问我是谁? 面对雷天虎的脸色, 秦凤淡淡回了一句, 我是一个你得罪不起的人。 华! 只是, 秦凤这话一出, 周围顿时哗然一片。 在场不少人, 都用傻笔式的眼神看着秦凤。 尤其是宋豪那些人, 都觉得秦凤疯了吧。 跟雷天虎这个城南大佬, 说出这样的话, 这个土鳖小子, 是不是脑子抽了? 敢说, 雷老大得罪不起他, 他当自己是谁啊? 简直找死。 宋豪一众富家子女, 在讥笑暗骂秦凤的同时, 也忍不住暗暗叫苦。 秦凤是和他们一起来的, 一旦激怒了雷天霸, 他们只怕都要一起遭殃。 他们所有人都在敬畏恐惧雷天霸, 求雷天霸能放过, 可秦凤却站出来大言不惭, 这无疑是打雷天霸的脸, 作为城南一方大佬, 岂能咽下这一口气。 这个时候, 宋豪有一种想要掐死秦凤的冲动, 觉得自己这些人怕要被秦凤坑惨了。 如果早知道秦凤这么不懂天高地厚, 就该跟秦凤贴开距离, 有多远是多远。 倒在地上准备爬起来的冯杰伦, 更是再次一软, 让秦凤的话给惊软在地, 瞪大了眼珠盯着秦凤。 大哥啊, 你要找死就自个找根绳子, 别在这里装逼, 那我们一起下水, 只见, 这一刻, 雷天霸的脸色低沉到了极致。 我得罪不起你。 如今小辈好狂傲, 这里还有我雷天霸得罪不起的人。 不过, 雷天霸不怒, 反而哈哈大笑。 话到最后, 雷天霸声音一沉, 喊道, 阿坤。 霸言, 我在。 阿坤得到雷天霸的命令, 再次站到面前, 抱手应声答道。 你去收拾他, 我倒要看看, 他怎么让我得罪不起了。 雷天霸伸手一指擎风, 声音不大不小, 却似乎已经宣布了秦峰的下场。 完了, 秦峰彻底激怒雷天霸了, 杨庆龄的心在这时候沉到谷底, 知道自己就算爆出家门, 也无济于事了。 小子, 你的力气很大, 但干架可不是力气决定胜负, 敢惹了我们霸言, 让阎王爷给你留个位置吧。 阿坤一个剑步, 冲到秦峰面前, 一拳捏起, 砸向秦峰脑门而去。 既然自家老大开口了, 说要收拾秦峰, 那意思是弄残还是弄死, 就看他阿坤的本事了。 阿坤身材彪悍, 本就高大健壮, 爆发出来的力气比牛马还要大, 那充满爆发力的拳头砸了下来, 都能带起一阵烈烈风声。 如果让击中一拳, 就算脑袋不爆, 也得当场头骨破裂不可。 宋豪那些富家子女, 见到这一幕, 吓得脸色再度发白, 后退一步防止波及自己。 秦峰? 站在身后的杨清凌, 眼见拳头要砸在秦峰头上, 秦峰还没有躲开的意思, 以为秦峰吓呆了, 不由一声交呼, 要拉走秦峰。 秦峰想不到这样危险地步, 杨清凌这个小妞还要拉自己, 倒让她心神微微触动。 但没等杨清凌的手碰到秦峰, 秦峰却是骤然一动。 下一刻, 身体如同一道闪电, 正面袭向了阿坤。 来得好, 受死, 阿坤看到秦峰主动冲来, 不由一喜, 可以预判到自己拳头, 会准确无误, 朝着秦峰天灵盖砸了下去。 然而, 下一刻, 阿坤的话语却是乍然而止。 碰! 随着巨大撞击声响起, 一个人引道飞过去, 砸向远处沙发, 将沙发砸塌了一个大窟窿。 那个人引进是阿坤! 阿坤没有惨叫, 却吐出了一口鲜血, 挣扎几下都无法爬起来。 沙发那边的几个漂亮女孩, 吓得一顿尖叫, 躲到了角落去。 什么情况? 宋豪那些富家子女, 纷纷目瞪口呆, 不敢相信面前发生的事。 秦峰居然如此厉害, 就这样, 将雷天霸手下阿坤这员汉将, 给打飞吐血不起了。 阿坤? 雷天霸皱起眉头, 神色微微一变, 明显想不到阿坤挡不住对方一招。 阿坤可是他手下第一汉将, 跟随他多年了, 出手很少落败, 甚至帮他挡住不少刀子。 如今却让一个不知名的小子, 给一招干得吐血不起了。 在感到震惊的同时, 雷天霸也觉得自己威严 受到一股前所未有的挑衅。 眼下, 不是单单为王老板出一口气, 那么简单了。 好, 很好, 你很能打, 有嚣张的资本。 雷天霸拍了拍手掌, 说了两声吼, 突然话锋一转, 一道冷到了极点的声音, 但你能打得过这些家伙吗? 话语说出, 雷天霸大手一挥, 顿时门口那边冲过来了 十几个黑衣男子, 他们手上都拿着一把铁疙瘩, 十几个黑衣友的枪口, 全部指向场中的秦峰。 只要秦峰胆敢动一下的话, 顷刻间就会成了马蜂窝。 小子, 你能打试吧? 现在动一个试试, 是你快, 还是子弹快? 雷天霸似笑飞笑起来, 眼中流露几分狠利之色, 现在过来, 给我磕头道歉, 臣服于我, 我可以考虑饶你, 否则看你怎么保护那个小妞。 你敢动她看看。 面对十几把黑衣友的枪口, 秦峰却是一脸不惧, 盯着雷天霸道。 到了这个时候, 还敢狂傲, 今天我就要动她, 看你怎么救她。 雷天霸冷笑了一声, 当即吩咐其中两个黑衣男子, 你们两个, 给我将那个小妞带过来。 得到雷天霸的吩咐, 站出来两个黑衣男子, 朝着杨清凌那边走去。 杨清凌是杨家小姐, 可到底是个女孩子, 在这一刻, 也不免感到害怕起来。 见有人来抓她了, 杨清凌下意识往秦峰靠过去, 将秦峰当成了她的保护港湾。 谁敢踏前一步? 死! 秦峰面色一冷, 哼了一声, 同时眼中射出一道金芒, 扫向雷天霸。 声音透射出来的含义, 能让周围众人忍不住打了一个颤。 就连两个黑衣男子, 都让秦峰眼神给吓住脚步。 雷天霸想不到对方看着平平无奇, 只是一个眼神, 就将自己两个手下给吓住了, 不免让他再度怒火腾起。 小子, 我杀了那个小妞又如何? 你还敢狂傲? 莫不是以为能从这么多枪口之下逃出去。 雷天霸脸色极其阴沉, 冷笑不止。 你可以试试。 秦峰眼神越发淡漠, 雷天霸的言行让他起了杀意。 我保你会见不到明天太阳。 卧槽, 这个小子失足疯了。 众人纷纷惊愕, 就算能打, 但没人觉得秦峰可以从十几个枪口之下活命。 拳头在印, 能印得过子弹吗? 如果秦峰不傻的话, 见好就收, 跟雷天霸磕头道歉。 可秦峰接二连三挑衅的话, 无疑等于自寻绝路。 雷天霸是什么人也, 堂堂城南大佬, 雄名赫赫, 纵横两道通吃, 背靠唐家, 就连官府都不敢动他。 如果不杀了秦峰的话, 他雷天霸以后还怎么震慑一方? 这个时候, 雷天霸满脸闪现杀气, 握着关公大刀指着秦峰, 说道, 不知死活的, 我见了不少, 但自寻死路的, 还是第一次见, 今天要是你能走得出去, 我雷天霸跪下喊你爷爷。 说完这话, 雷天霸已然怒急, 近乎咆哮出来, 动手, 毙了他。 望着怒目而笑的雷天霸, 众人只觉如同头上立着一位胸威振振的恶神, 正在主宰他们命运。 秦峰这个土鳖要死了, 死定了, 不说会被射成马蜂窝, 可能还会累积父母亲人, 甚至在场的他们。 宋豪一众年轻男女, 都是面色如土, 双腿打抖, 好像看到秦峰的下场, 但他们不关心秦峰的死活, 内心一顿大骂秦峰, 要将他们也连累了。 不过, 秦峰面色还是平静如常, 眼神淡漠, 一股杀意已从眼底涌现。 如今, 他修炼完成了龙象神功第二层, 有把握一击毙杀雷天霸。 就在秦峰准备以雷霆手段击杀雷天霸之际, 突然一阵急促脚步声传来。 紧接着, 包间门被人推开, 八名身穿黑色西装的保镖从门口鱼贯而入, 分到两侧排开。 你们是什么人, 胆敢闯我雷天霸的地方? 雷天霸正怒火当头, 见有人不知死活地推门而入, 立马吼问道。 雷天霸, 你真不知好歹。 难道连唐家保镖都不认识了? 就在雷天霸的话落下, 一道带着冷意的雄魂嗓音在八名保镖后面响起。 随着嗓音落下, 一个管家打扮的中年人走了进来, 身材中等, 五十来岁左右, 比起雷天霸要大上十来岁左右。 咦? 这个中年人是谁? 这么不知天高地厚, 敢跟雷天霸说出这样的话? 难道又是一个找死的? 见到走进来的中年人, 送好一些男女不由一惊, 露出惊疑之色。 然而, 见到从门口走进来的中年人, 雷天霸却是面色大变, 差点手中关公大刀跌落砸在脚上。 哎呀, 原来是明书啊, 你看我这眼神, 您老人家来了, 怎么也不跟我提前说一声, 我得好好准备, 给你接风啊。 下一刻, 雷天虎将关公大刀丢在旁边, 换了一副嘴脸, 露出几分谄媚笑容, 朝着中年人迎了上去。 言行之间, 无比恭敬, 又带着敬畏之态。 眼前这一幕, 让包间内众人都惊棱在了原地, 一副不可思议的表情。 怎么回事, 堂堂成男雷老大, 小弟无数, 只手遮天, 如今却对一个中年人这么恭敬, 难不成这个中年人有什么来头吗? 不用想, 也知道有来头啊。 你没有看到雷老大那般恭敬, 甚至敬畏吗? 就跟见了大人物似的。 明书, 唐家保镖, 等等, 难道是, 这中年人士, 这个时候, 有人捕捉到了字眼, 低声说了一句疑问。 他是四大家族之一, 唐家管家明书。 突然, 有人猜出中年人的身份, 发出了惊呼一声。 不然, 以雷天霸这个纵横两道, 身为成男大佬的人物, 怎么会低三下气, 恭敬无比。 放言鲁男士, 也只有唐家有这个能耐, 都说雷天霸靠山是唐家, 看来传闻不假。 唐家管家明书, 看着是个管家, 可负责整个唐家的人事和产业, 堪称唐震武的左膀右臂, 在唐家地位非同寻常。 哪怕鲁男士是首见了他, 都要喊一声明书。 一定程度上来说, 明书的话便是代表唐震武的话。 能让雷天霸成为明书的人, 并且如此恭敬敬畏, 除了唐家管家明书之外, 谁有这个本事? 哼, 雷天霸, 你胆子好大, 连五爷的座上兵都敢动, 你是吃了雄心豹子胆了。 明书大步走了进来, 扫了一眼讨好谄媚的雷天霸, 毫不客气, 冷哼一声骂道。 随即, 明书没有理会雷天霸, 继续朝着包奸走去。 我动了五爷的座上兵, 听到明书这话, 雷天霸不由一愣, 不明情况。 他知道五爷是指唐震武, 但不知道五爷的座上兵是哪一位。 待见明书没有搭理他, 雷天霸连忙跟上去, 想要询问情况。 然而, 雷天霸刚抬头, 整个人一下子惊呆在了原地。 在雷天霸充满惊呆的目光中, 只见明书静止走到秦峰面前。 秦先生, 我来迟了, 让秦先生在这里遭受此等之辱, 实属我们的错。 明书站在秦峰面前, 神色诚惶惶惚恐, 微微恭邀, 向着秦峰拱手赔罪说道。 毕竟, 明书知道秦峰的事, 何况来之前, 唐震武认真交代, 一定要恭敬万分, 不得有丝毫怠慢。 你是? 秦峰看着面前管家打扮的中年人, 暗暗皱了一下眉头。 尽管猜到几分对方身份, 但是他不认识这个中年人。 见秦峰不解表情, 明书这才忘记自我介绍了。 秦先生, 我是唐家管家, 你可以喊我老明, 午夜先一步派来我来见你。 他稍后就到。 明书恭敬万分, 陪着笑容跟秦峰说道。 眼前这一幕, 又让众人再度惊愣在了原地。 一个个满是震惊之色, 不敢相信面前发生的事。 这又是怎么回事啊? 为什么连雷天霸都要恭敬敬畏的明书, 此刻会对向秦峰这么恭敬万分? 原来是唐家啊。 你们怎么才来? 秦峰见识唐振武的人, 淡淡扫了一眼明书, 与期间明显带着几分不悦。 明书他们再来迟一步的话, 秦峰怕要在这里大开杀戒了。 秦先生, 实在抱歉, 我们遇到了一点情况, 在路上被耽搁了, 所以, 午夜要迟一点才到。 明书解释一声说道, 依然恭敬十足, 不敢露出半点不满。 秦峰点了点头, 也没有问发生什么情况。 当下, 秦峰转身看向了雷天霸道, 现在, 你还觉得自己能得罪得起我吗? 随着秦峰这话一出, 雷天霸的脸色陡然沙白, 只觉脑袋轰的一声, 差点要倒在地。 午夜的座上宾, 竟是这个小子。 这怎么可能, 雷天霸一眼惊吓。 在雷天霸印象中, 能够称得上唐振武这个枭雄人物的贵人, 怎么也是一方权贵高官, 怎么会是这样一个平平无奇的小子。 然而, 事实就是这样, 哪怕雷天霸不相信, 也得认了。 听到秦峰的话, 又见雷天霸这个表情, 旁边明叔已经猜到包间发生什么事情。 好你一个雷天霸, 你是多么找死, 敢得罪了午夜的座上宾, 我们的秦先生。 当下, 明叔怒目而出, 瞪着雷天霸和赤道。 雷天霸闻声, 脸色又惨白了几分。 他哪有那个胆去得罪唐振武的座上宾。 要是早知道秦峰是唐振武的座上宾, 哪怕借给他一千的胆子, 也不敢做。 别看他身为城南大佬, 小弟无数, 威风八面, 在城南这一带, 只手遮天, 但真实身份, 却是唐振武手下一条狗而已。 只要唐振武一句话, 他雷天霸一夜间, 就会变得一无所有, 连一个屁都不是。 此时此刻, 雷天霸没了半点城南大佬的威风和气派。 只见雷天霸立马攻腰, 城皇城孔走到秦峰面前, 低头哈腰说道, 这位贵人, 雷天霸该死。 不知, 你是五爷的贵人, 请你大人有大量, 饶恕我雷天霸这一次。 华, 面对此等场景, 包间内瞬间哗然一片。 堂堂城南大佬, 威风八面的雷天霸, 竟在向一个年轻人赔罪求饶。 所有人都瞪大眼珠, 目瞪口呆, 满满震海之色。 尤其是宋豪那些富家子女, 更是眼珠子都要瞪掉了。 他们望向了场中副手而立的秦峰, 在感到震海的同时, 还犯起了一丝丝恐惧。 不是说秦峰是从乡下来的土鳖吗? 怎么转眼间成了唐振武的座上宾了? 唐振武是谁? 他们作为鲁南人, 都是知道的。 鲁南是四大家族之一, 唐振武绝对是一位充满传奇色彩的枭雄人物。 鲁南四大家族, 除了唐振之外, 其他三大家族都是至少拥有百年底蕴的家族。 而唐振武则崛起时间不到三十年, 是唐振武以一己之力将唐振武从一个默默无闻的底层家庭, 壮大成为赫赫有名的鲁南四大家族之一。 可谓一段草莽人物的发家史, 黑白两道通吃, 在江湖道上人称五言。 甚至, 传言如今鲁南是半个道上江湖, 都是唐振武掌控在手中。 唐振武的人脉关系, 不但遍及鲁南四上下, 而且手眼通天, 据说还有着省里面的关系。 宋豪这些富家子女, 怎么也想不到被他们讥讽藐视的秦峰, 会是唐振武这样枭雄人物的座上宾。 此刻, 宋豪一想到之前那样对待秦峰, 内心就忍不住泛起恐惧。 连雷天霸这个威风扒面, 只手遮天的城南大佬, 都要在秦峰面前赔罪求饶。 如果秦峰展开报复, 那他宋豪岂不是, 宋豪已经不敢想下去了。 秦峰看了一眼面前诚惶诚恐的雷天霸, 淡淡问道, 你的称呼似乎错了。 啊, 称呼错了。 雷天霸一愣, 随即恍然。 扑通一声, 雷天霸毫无犹豫跪了下来, 朝着秦峰叫道, 爷爷, 我错了, 是我有眼无珠, 还请爷爷大人有大量。 静! 整个包间在这一瞬间, 陷入一片寂静, 死意般的寂静。 堂堂一个城南大佬, 居然跪下叫爷爷。 眼前这一幕, 给众人震害太大了。 看向跪在面前的雷天霸, 秦峰眼中的杀意, 才缓缓散去。 想不到唐振武一个坐上宾的名头, 就能将雷天霸这位城南大佬, 给吓成了这副模样。 秦先生, 你看这是, 明书察觉到了秦峰杀意消散, 看了一眼跪在地上的雷天霸, 这才开口对着秦峰试探问道。 其实, 在走进来时候, 明书就有心要救下雷天霸了。 不然的话, 明书真要动雷天霸, 直接吩咐旁边保镖便好。 何必故作一番怒目呵斥, 显然是做给秦峰来看的。 秦峰年轻不假, 可明书的意图, 还是能看得出来的。 雷天霸能在四十来岁这样的年纪, 做到了城南大佬, 明显是一名汉将, 受到唐振武的弃重。 既然他是你们的人, 那我便卖给唐振武一个人情。 秦峰面无表情道。 说着, 秦峰伸手一指杨清凌和宋豪这些男女, 对着雷天霸道, 现在, 让你的人都让开, 放他们走。 是, 是, 雷天霸见秦峰饶过自己, 顿时如蒙大赦, 连连点头照办, 让手下人都让开。 宋豪一众富家子女不由一愣, 没想到秦峰会放走他们。 一个个互相看了一眼, 却无一人敢出声来问。 接着, 他们转身朝着门口, 争先恐后走了出去。 杨清凌想要留下来看, 不过也让身边唯一几个女, 拉着一起离开。 看到宋豪一众人走了之后, 雷天霸早已换上一副谄媚嘴脸, 惶恐敬畏看向秦峰, 寝师问道, 秦先生, 还有什么吩咐? 这一刻的雷天霸, 失去了大佬的所有威风和气派。 这一次看在唐振武的面上, 我饶过你, 如果还有下次, 你知道是什么后果。 秦峰扫了雷天霸一眼, 声音不大, 却没有人敢当笑话。 秦先生, 放心, 我雷天霸再也不敢了。 你贵为五爷的座上宾, 便是我雷天霸的座上宾中座上宾。 雷天霸低着头, 陪着笑容说道, 以后到了我雷天霸的底盘, 只要知会一声, 必是座上宾中座上宾。 秦峰见雷天霸如此识趣, 也没有再说什么。 这把关公大刀内有不祥, 已成气候, 尽快丢了它, 否则会有血光之灾。 秦峰伸手一指丢在旁边的关公大刀, 提醒一句说道, 内有不祥? 血光之灾? 雷天霸一愣, 不懂什么意思。 这把关公大刀, 是他心爱之物, 一直随身携带。 不过, 秦峰没有搭理雷天霸, 而是转头望向明书, 唐振武怎么还不到? 这就是所谓的重新请人态度。 秦先生, 息怒。 明书见到秦峰发怒, 立马出声安抚, 凑在秦峰耳边解释, 实不相瞒, 路上我们遇到袭击, 五爷受伤, 耽误速度不快, 才会让我先一步过来。 刚才这么多人在, 明书不敢轻易说出这种事情。 有这种事? 秦峰听后, 皱了皱眉, 随即招呼明书一声, 你带我去见唐振武。 说完, 秦峰抬脚, 大步走出包间。 明书闻言一愣, 也连忙带着保镖跟了出去。 当然, 明书还不忘瞪了雷天霸一眼, 让雷天霸好自为之。 看着秦峰和明书离开后, 雷天霸呼了一口气, 浑身无力摊坐在了沙发上。 旁边一直不敢吭声的王老板和云姐见状, 立马奔到了雷天霸身边。 爸爷, 你没事吧? 云姐脸色还在苍白, 美目还在震惊, 他万万没有想到, 一个如此普通的青年, 会这么厉害, 居然是唐振武的座上宾。 雷老大, 这是我连累了你。 王老板也在另一旁, 伸手擦了一把自己光秃秃脑脑门上的汗水, 颤颤巍巍说了一句。 刚才那一幕幕将他吓得不轻。 雷天霸看了王老板一眼, 尴尬地摇了摇头道, 王老板, 让你看笑话了。 那个秦先生是五爷的座上宾, 我得罪不起他。 我是城南大佬不假, 威风八面也不假。 但在五爷面前, 我只是手下一个小卒。 我知道, 王老板听后点了点头, 同样一副淤迹未消。 此刻, 王老板跟雷天霸差不多, 早没了之前神器, 就跟病猫似的。 刚才包间内发生的全过程, 他都目睹了下来, 只觉冷汗直冒, 一直躲在旁边, 不敢半点言语。 尽管他有身家十几亿, 但只是一个暴发户, 终究不是什么家族, 权贵, 否则也不至于要跟雷天霸这种道上大佬合作。 幸好, 自己没有得罪那个秦先生。 王老板暗自嘀咕一句, 后怕也是感到一阵庆幸。 爸爷, 这把关公大刀要丢掉吗? 云杰指着地上那把关公大刀问道。 干什么? 这是我的宝贝, 刚才秦先生可能是说笑吧? 雷天霸喝了云解一句, 他才不信秦峰口中什么那有不祥, 血光之灾之类的话。 不就是能打, 又认识五爷吗? 难道还会风水急凶? 当下, 雷天霸起身走去要捡起关公大刀, 却在这时, 脚底莫名一划, 整个人扑通一声倒了下去。 额头不偏不倚, 刻到关公大刀上, 瞬间划出了一道血口子, 手指大小。 瞬间, 血流一脸, 地板怎么这么划, 是谁拖的地? 给, 雷天霸一阵昏头转向, 骂咧咧地站了起来。 然而, 他的话没有说完, 哐当一声, 头顶上吊灯毫无征兆地掉落了下来。 爸爷, 小心! 还好旁边小弟, 眼疾手快推他一把, 躲过了致命一击。 但即便这样, 也被不少玻璃碎片见到, 乍看浑身带血, 爸爷, 你, 你没事吧? 云姐和王老板, 让眼前场面给棱在原地, 却吓得不敢上去, 远远冲着雷天霸喊道。 雷天霸瞪大眼珠, 转眼间死里逃生, 又浑身带血, 整个人已然吓傻了。 难不成, 秦峰刚才的话是真的? 快! 快! 将这刀丢掉, 从窗口直接丢掉他。 下一刻, 雷天霸一边招呼小弟, 一边躲向角落安全位置, 秦峰和明书走出夜场, 准备坐上车的时候, 却见三台车子开了过来。 秦先生, 是午夜到了。 明书抬头看着开过来的车子, 不由神色一喜, 被秦峰说道。 很快, 三台车子停在秦峰和明书两人面前, 只见唐振武在几个保镖搀扶之下, 走了下来, 半身衣服几乎被鲜血染红了。 小腹位置多了一道简单处理包扎的伤口, 秦峰微微瞇了一下眼, 看来明书没有说谎, 他们路上遇到袭击。 秦先生, 唐某人来请你了, 实不相瞒, 唐某人听闻秦先生舞蹈惊人, 想要请秦先生, 来帮帮唐某人。 唐振武静止走到秦峰面前, 开门见山说道。 同时, 唐振武看向明书示意一下, 阿明将东西拿上来。 明书听后, 走向车内捧出了一个托盘。 托盘上面还盖着一张红布。 唐振武不由分说, 伸手将红布给揭开, 露出了托盘上的东西。 一张黑卡和一颗金色药丸。 秦峰看着这一幕, 暗暗不解。 不知道唐振武要搞什么仪式。 秦先生, 这是唐家黑卡, 可以无限制购买唐家旗下任何东西。 这是少林灵药, 服用此药, 对练武之人大有弊益, 磕出气血巩固升华。 唐振武指着托盘上的黑卡和金色药丸, 分别跟着秦峰解释一声。 说着话, 唐振武不顾自己伤势, 甩开保镖搀扶, 朝着秦峰报了报权说道。 如今, 唐某人将这两样东西送给秦先生, 以示尽意, 请秦先生出手帮帮唐某人。 然而, 唐振武的话, 以及唐振武的举动, 直接将秦峰给整猛了。 唐家黑卡倒是很容易理解。 但这少林灵药到底是什么玩意东西? 还有, 你唐振武要我帮你什么? 在这里瞎比比了半天, 也没说出来要我帮你什么事。 就算送我东西, 请人态度也相当到位, 可我敢接受吗? 秦峰在心里非常想要吐槽一番唐振武。 东西暂放一边, 你先说一下, 到底请我帮帮你? 帮什么? 随后, 秦峰看向面前唐振武说道, 想不到唐振武受伤, 第一时间没有去医院, 还是赶过来请自己。 可见请人态度, 比起之前抓苏利那种行为, 显得无比诚恳。 秦先生, 你捂到惊人, 唐某人想请你帮忙对付一个仇家, 今晚遇到袭击, 唐某人受伤, 便是被那个仇家追杀所致。 唐振武说出了自己请秦川的目的。 这么说来, 你那个仇家很厉害了。 秦峰听后, 眉毛一条问道, 唐振武作为草莽出身的枭雄人物, 加上有着家族保镖, 手下绝对不缺狠人猛事。 可是, 唐振武还要来请他帮忙, 不用想, 也知道那个仇家, 定然不简单。 是的, 很厉害。 二十年前, 我和他发生过一场恩怨, 以为他死了, 想不到他去了海外, 听闻拜了一位海外高人为师, 学了一身本领, 如今回来寻我报仇, 扬言七天之内, 我不交出唐家所有产业, 便要图我全家。 唐振武没有隐瞒秦峰, 跟着秦峰一五一时说道, 为什么不报警啊? 秦峰问道, 报警没有用, 抓不到他, 反而会刺激他, 他是一个比起国际杀手和雇佣兵, 还要狡猾强大的人, 今天他再次袭击我, 便是要给我一个警告。 唐振武摇了摇头, 露出几分无奈失色, 如果报警有用的话, 就不会下了这么大城本来请秦峰。 秦峰见唐振武这么一说, 点了点头, 觉得也是。 的确, 一些强大国际杀手, 以及超级雇佣兵, 不是警察可以对付得了的。 唐振武这个仇家, 极有可能就是这一类人。 对了, 你这少林灵药, 到底是什么? 接着, 秦峰扫了一眼托盘上的那颗金色药丸, 出声问道。 听到秦峰这话, 唐振武知道有戏了。 当下, 唐振武跟秦峰解释起来, 这是少林灵药, 俗名九转培元丹, 传承有数百年, 采用百年人参, 天山雪莲等名贵药材, 采用特殊方法制成, 每一颗都是价值连成, 服用此药, 传闻丹田热气升起, 精气弥漫, 可助气血巩固恢复, 习武中人对此梦寐以求。 九转培元丹, 听了唐振武的解释, 秦峰又扫了一眼金色药丸, 说道, 唐振武, 你不是忽悠我的吗? 秦先生, 冤枉啊, 我唐某人就算忽悠谁, 也不敢拿秦先生, 你开玩笑, 这真是九转培元丹, 有据可查。 传闻当年广越宗师黄飞红, 曾经也炼制过类似的, 这颗少林灵药, 我也是几年前在拍卖会上偶然得到, 不过以我吃了也没用处, 得知秦先生武道惊人, 诚意相送给秦先生, 见到唐振武言之凿凿, 秦峰料定唐振武不能忽悠自己, 当然, 如果唐振武不是请自己帮忙, 是不可能拿出如此宝贵的少林灵药送给自己, 好, 我且信你, 秦峰点了点头, 如果这颗九转培元丹是真的, 对于修炼天地玄黄金, 想必足以事半功倍, 你那个仇家, 让你在七天之内, 交出所有唐家产业是吧? 那你可以寻一个时间, 约他出来见面, 我来帮你解决掉他。 秦峰权衡片刻之后, 答应帮唐振武这个忙, 多谢秦先生出手帮我, 唐某人和整个唐家必当感念秦先生这份恩情。 唐振武见秦峰答应下来, 不由感激替林说道, 秦峰却淡淡道, 你无需如此, 我收你东西, 帮你做事, 天经地义。 说完, 秦峰接过那个托盘, 拿起了黑卡和金色药丸。 订好时间之后, 电话通知我一声, 留下一句话后, 秦峰转身朝着外面走去。 很快, 身影消失在远处的夜色之下。 秦峰回到天井府邸别墅, 发现杨清凌已经提前一步回来, 跟着杨如雪一起坐在沙发上。 只是, 杨清凌低着擒手默不作声, 似乎杨如雪在训着杨清凌什么。 你们两个, 怎么一个前一个后回来? 坐在沙发上的杨如雪, 醋了醋眉, 显然在埋怨秦峰没有照顾好杨清凌。 姐, 她回来了, 我也累了, 我先上去睡觉了, 见到秦峰走进门口, 杨清凌对杨如雪说了一句, 便站起身向二楼走去。 当她美目看向秦峰的时候, 泛起一抹小心翼翼的神色。 显然, 刚才在夜场发生的事, 杨清凌内心还在震撼之中, 对秦峰带着一丝敬而远之。 此刻秦峰能够看得出来, 杨清凌没有将夜场发生的事告诉杨如雪。 秦峰, 你也累了, 早点睡吧。 杨如雪看了一眼秦峰也没有说什么, 起身走向楼梯。 秦峰见杨如雪没有询问, 自是不会多此一举告诉杨如雪。 随后, 秦峰同样走回属于自己的那间卧室。 进入卧室, 秦峰将唐家黑卡拿了出来, 插入另一个口袋后, 方才看向那枚金色药丸。 秦峰放在鼻尖嗅了一下, 一股淡淡清香扑鼻儿来。 顿时, 秦峰觉得浑身舒爽。 这种感觉有点像是闻了少女体香一样。 秦峰眼底闪过一道筋芒, 仔细观察一番, 毫不犹豫放入口中。 之后, 秦峰盘坐在了床上。 尽管没有见过九转培元丹, 但以天眼和医术之学, 秦峰也能看出这颗金色药丸大有弊异。 随着丹药入口, 药力开始向四肢百孩, 开始蔓延出去。 秦峰整个人如同置身云端之上, 有着飘飘欲仙之感。 然后全部汇入体内丹田之中, 瞬间起了惊涛骇浪, 最终变得精粹起来, 丹田真气也越发凝实。 这一刻, 秦峰感觉丹田真气能够随心外放, 甚至用上几次都不是问题。 现在可以画一些简单符咒了。 秦峰心中一喜, 天地玄黄经理还包括到门术法, 诸如画符炼丹之类。 不过, 丹田真气需要精粹, 才能进行画符炼丹。 这也是为什么一般倒是画出符咒没有效果, 只有道门高人画出来的符咒才会有效果。 因为能称得上道门高人, 几乎都在体内丹田凝出真气。 道横越高, 威力越大。 呼, 冬日升起, 秦峰花了一个晚上时间彻底学会画符, 得心应手。 秦峰一口气画了十几张符传, 包括平安符, 护身符, 辟邪符, 消灾符一些低级符传。 但也是奇怪, 整整一个晚上不睡觉, 秦峰一点也不感到困倦。 看来九转裴员丹, 果然大有弊意。 收拾几张符传放入口袋, 其余留着备用, 秦峰起身打开卧室门出来。 走到楼梯口, 秦峰遇上杨如雪, 也从卧室走了出来。 秦峰赶紧洗漱一下, 准备上班。 杨如雪不冷不淡打了一个招呼, 先一步走下了楼梯。 好! 秦峰点头应了一声。 同时秦峰打开天眼, 从背后仔细观察杨如雪手腕上的佛珠。 只见杨如雪身上阴煞之气又中了几分, 从手臂已经蔓延到上半身。 如果任由阴煞之气这样发展下去, 阴煞缠身不出三天, 杨如雪又将会有血光之灾, 必出大事情不可。 如雪, 这一张消灾符送给你, 你戴在身上。 秦峰追了过去, 掏出一张消灾符地给杨如雪说道。 你给我这种东西什么? 杨如雪看了一眼, 挪了一下嘴唇说道, 我不需要。 你留着自己用吧。 杨如雪没有接过消灾符, 反而叮嘱秦峰一句, 还有, 秦峰, 我信科学, 不迷信, 以后不要在我面前拿出这种东西来。 杨如雪觉得自己作为华大集团总裁, 华大集团主营业务医疗医药, 美容养生都是科学之上的东西。 堂堂一家科技公司, 如果让顾客知道, 他这个总裁带着这种迷信东西, 一旦上了新闻, 一定会带来巨大的负面影响。 看着杨如雪扭头离开, 不接受消灾符, 秦峰只能暗暗苦笑。 不过, 像杨如雪这种都市新一代女性, 拒绝迷信也是正常行为。 趁着杨如雪去洗漱时间, 秦峰只好偷偷将符传分别放在客厅, 车内, 以及杨如雪的包包内衬里。 杨如雪不丢掉佛珠, 也不带消灾符, 秦峰只能借助这种方法来压制他的阴煞之气。 秦峰, 今天不去公司, 去这里。 我让朋友约了一个投资人, 在这个地方见面。 上了车子后, 杨如雪导航定位出了一个地点, 跟着秦峰说道。 秦峰低头看了一眼, 发现定位竟是一个休闲饭庄, 名为天石社。 还是开在鲁南市中心, 这个休闲饭庄想必非常高级。 好的。 秦峰应了一声, 准备启动车子, 朝着这个天石社所在驶去。 爹。 就在这时, 秦峰手机收到一个消息。 秦峰伸手一点, 发现消息来自雷天霸。 雷天霸说了自己昨晚发生的事, 并且听了秦峰的话, 及时扔掉那把大刀。 然而, 没想到一大清早起来, 依旧没运, 还是不走。 素一个口都差点被电动牙刷给垫死, 撒一抛尿兜, 差点被自己把命根子弄断了。 简直古怪, 倒霉至极。 雷天霸吓得顾不上那么多, 立马恳求明书要了秦峰的电话, 联系秦峰就他姓名。 看着雷天霸一副火烧眉毛的消息, 秦峰又看了一眼他附带过来的照片。 只见雷天霸果然头顶胸罩, 印堂发黑一副命不久矣的短命鬼之相。 怕是今天得不到解决的话, 雷天霸将会必死无疑。 想了一下, 秦峰还是将天石社地点发给雷天霸, 让他到天石社来找自己。 是你女友发来消息。 见秦峰看着手机, 还没有开车, 杨如雪忍不住转头问了一句道, 是不是这两天没有回去? 你女友受不了, 要你回去陪他了? 我分手了。 秦峰收起手机, 耸了一下肩膀说道, 哦, 杨如雪一听, 微微愣了一下。 杨如雪还记得去工地, 邀请秦峰假冒上门女婿时, 秦峰还说自己有女朋友, 不可能假冒上门女婿。 没想到这么快就分手了。 不过, 杨如雪没有丝毫安慰秦峰的意思。 为了假冒上门女婿, 跟女友分了的手。 杨如雪继续问道, 不是, 秦峰不知道杨如雪, 为什么突然变得这么八卦起来。 接着, 秦峰摇头说道, 这是私人问题, 我可以有权不回答你。 话语落下, 秦峰发动车子, 朝着外面开了出去。 杨如雪又愣了一下。 不过, 杨如雪也没有继续追问下去, 因为杨如雪此刻不但没有生气, 反而心里还有一丝丝喜悦之色。 半个小时过后, 秦峰开着奔驰车来到了天石社。 当秦峰和杨如雪走下车, 便见两个身材高挑的女人迎了过来。 如雪, 你来了, 曹公子还没到, 我们要等一下, 先进去吃点东西。 两女走到杨如雪面前, 非常热情亲切说道。 同时, 两女也发现, 跟在杨如雪身边的秦峰, 皱眉问道。 如雪, 你怎么还带司机来, 不是说来一个人吗? 他不是司机, 是我丈夫秦峰。 杨如雪笑着解释一声, 说着, 还给秦峰介绍两个女人, 韩世雅, 郑美凤, 我的两个闺蜜朋友。 秦峰听了杨如雪的介绍, 这才认真看了一眼两个女人。 两个女人身材高挑, 姿色美艳, 只是穿着有些暴露, 上半身都是低领装, 隐约可见, 领口出一抹雪白风情。 至于下半身, 则是一件短裙, 只能包住臀部, 露出两条白花花的大长腿。 一大清早如此衣着, 成了一道风景线, 不断吸引过往路人的目光。 只是, 韩世雅和郑美凤两女, 那副高傲冷漠的神色, 也让不少人自卑低头。 啊, 你真招了上门女婿了? 韩世雅和郑美凤, 听到杨如雪的解释, 都纷纷愣了一下, 露出不敢相信似的目光。 作为闺蜜朋友, 他们之前, 听过杨如雪要找上门女婿的事, 却想不到会这么快。 上门女婿, 在鲁男这边不用举行婚礼, 也能成为丈夫。 当然, 上门女婿的地位, 如果放在古代, 就跟小妾一般, 哪能资格能够举办婚礼? 除非上门女婿优秀, 又是上门到了那种大家族中, 才会有婚礼举办。 只见韩世雅和郑美凤两女, 上下打量情风, 露出满脸嫌弃。 衣着普通, 毫无气质, 相貌一般, 平平无奇。 这样一个男人, 也配得上杨如雪, 简直鲜花插在牛粪上。 不, 应该是牛粪撒在了鲜花之上。 尤其是衣着名牌, 冷艳女神一般的韩世雅, 甚至扫了秦峰一眼, 都懒得再去看第二眼。 你们好。 不过, 秦峰还是淡淡打了一个招呼, 有杨如雪在这里, 面子还是要给杨如雪的。 如雪, 我们先进去吧。 我还在里面遇到了一个大学同学, 是王胖子。 你还知道吗? 杨美凤没有理会请, 已经拉着杨如雪, 朝着天石射门口走去。 秦峰见状, 想要抬脚跟上去, 却让一副冷艳女神犯的韩世雅, 往前一步拦住去路。 秦峰是吧? 我觉得你跟如雪一点不配。 哪怕上门女婿也不够哥。 韩世雅语气冰冷, 对着秦峰警告一声说道, 劝你尽快离开如雪, 如雪早已名花有主了。 秦峰看了一眼对方, 呵呵一笑, 我和如雪怎么样? 与你无关。 我是如雪的闺蜜, 我要为如雪幸福着想。 韩世雅哼了一声, 抬起精致下巴。 你跟如雪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我不懂如雪看上你哪一点, 但你就是不配。 我们都是上流社会的人, 识相的, 早点滚蛋。 看着一副高傲冷漠的韩世雅, 秦峰只觉得一阵冷笑。 韩小姐,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衣着名牌, 便是高人一等。 我秦峰衣着普通, 就是土鳖一个。 尽管我现在, 看着没有什么吗? 但我相信, 不久之后, 整个鲁南将会传扬我秦峰大名。 说完这话, 秦峰身上气势陡然为之一变。 刹那之间, 秦峰如同一条抬头而起的神龙。 气吞山河, 叱咤风云。 韩世雅不自觉的精的后退, 慌然失色。 你们自诩上流社会, 在我看来, 也不过如此。 我来这里, 是陪着如雪来的, 还不轮到你来指手画脚。 秦峰冷笑一声, 转身踏入天使社门口, 留下精在当场的韩世雅。 片刻后, 韩世雅从惊恐中回过神来, 美目怒火燃起。 什么东西? 我不知道你这个土鳖有什么底气, 这么大言不惭, 但杨如雪这样的女人, 绝不是你能够配得上的。 说完, 韩世雅跺了跺脚, 也走进了天使社。 显然秦峰的话, 让韩世雅感到愤怒, 不爽。 她想不到一个土鳖般上门女婿, 居然胆敢如此, 对她大言不惭。 要知道她不但是杨如雪的闺蜜, 还是韩世珠宝公司千金小姐, 家世不如杨如雪, 也有上一身家。 不过, 韩世雅没有冲上去跟秦峰争论, 因为韩世雅觉得那不过是一个土鳖的故作高歌罢了。 这个社会讲究家世背景, 讲究圈子人脉, 秦峰一个土鳖, 就算如何能耐, 又能有多大成就。 虫子再如何爬, 如何叫, 也不可能画龙。 区区一个上门女婿, 如何能跟他们比? 想明白了这一点后, 韩世雅不屑跟秦峰废话。 进入天使社后, 几人来到二楼包间。 哎呀, 如雪, 真没想到会在这里遇到你们。 你比起上一次见面更漂亮了。 就在几人走到这边, 一个大肚便便的青年胖子笑着到了面前。 青年胖子年纪不大, 三十出头左右, 只是身躯肥胖庞大, 显得几分老成, 加上脖子上带着一串金链子, 又有一股滑稽之态。 王胖子, 你怎么还没走? 知道如雪漂亮就行了, 别看了, 小心回去被你老婆挖了眼。 正美凤白了这个王胖子一眼, 催了一口说道, 丝毫不给王胖子的面子。 这个时候, 杨如雪将王胖子给秦峰介绍道, 王凯璇, 我大学同学是晋西省的人, 家里开矿的, 只是去年破产了。 秦峰看着面前王凯璇, 这个家伙倒是一个活宝。 我老婆跟人跑了。 那是前妻, 提她做什么? 没意思。 王凯璇听到正美凤的埋态, 也不以为然, 反而笑了笑道。 韩世雅直接比喻一句, 没本事, 就你这副笋样, 换做我也跑。 王凯璇并未搭理韩世雅, 继续看向杨如雪说道, 如雪, 你是越来越漂亮, 不愧当年大美女。 要不是我之前被家族联姻了, 我一定会追你。 可惜我现在恢复单身了, 却又破产了。 癞蛤蟆先吃天鹅肉。 正美凤吃之以鼻, 伸手一直跟在杨如雪身后的秦峰, 如雪现在已经找了上门女婿了。 那, 就是这位, 名叫秦峰。 啊, 王凯璇看向秦峰, 难以置信。 明显想不到, 如此一个衣着普通, 平平无奇的男人, 会是杨如雪的老公。 他还以为杨如雪这个总裁的贴身保镖。 不要惊讶, 上门女婿而已, 没有几个人愿意做。 正美凤说到这里, 扫了秦峰一眼, 满是笔一道。 如雪有一天不喜欢的话, 还是可以随便修了她的。 美凤! 杨如雪轻轻促了一下戴梅, 正美凤的话有些过分了。 但旁边秦峰却没有放在心上, 走出来看向对面王凯璇, 主动伸手打了招呼。 你好, 秦峰。 王凯璇回过神来, 热情地跟秦峰握起了手。 秦兄弟, 你牛啊, 追到我们当年大美女, 比人王凯璇, 这是我的名片。 虽然秦峰衣着普通, 平平无奇, 但王凯璇从不以貌取人, 所谓草莽出英雄, 何况她如今也是破产人员。 秦峰收下对方名片, 回之一笑, 非常荣幸认识你。 切! 一个土鳖, 一个破落户, 绝了。 韩世雅在旁不屑了一句, 真是人以类聚。 世雅, 别管他们了, 曹公子准备到了没有? 郑美凤叫了韩世雅一声, 开口说道, 如雪那资金缺口, 我们必须帮她搞定。 资金缺口? 秦峰听到这话, 不由愣了一下, 出了什么事情, 杨如雪这个富婆也会资金缺口, 就连王凯璇也瞪大了眼。 如雪, 你怎么会资金缺口? 在王凯璇眼中, 华大集团一向资金雄厚, 杨如雪不应该会有资金缺口吧? 事情是这样, 我今年亲自主持一个研发项目计划, 定投三千万, 同时跟集团董事会对赌三千万资金, 却想不到后期资金投入, 如此之大, 超出预期。 杨如雪简单地解释一声, 说到这里, 杨如雪流露出了几分无奈。 由于对赌协议, 董事会那边不可能再投资金, 让他自己对外自筹投资。 眼下, 杨如雪通过韩世雅和郑美凤两个闺蜜搭线, 已经寻到一个金主投资, 只是能不能拉上一笔资金。 王凯旋听到这里, 胸膛往前一挺, 如雪, 你资金缺口多少? 王胖子, 你问这话做什么? 说得好像你能补上似的。 韩世雅讥笑一声, 鄙视道, 你现在都破产了, 以为你家还有矿呢? 王凯旋被鄙视, 瞪大了眼, 我是破产了, 但受死的骆驼比马大, 我还是能扒拉出一些的, 只要如雪一句话, 卖了我都行。 面对王凯旋的话, 秦峰略有哑然。 想不到王凯旋这个胖子如此仗义, 看着跟杨如雪的关系, 也不怎么深厚, 为什么会如此舍身相助呢? 杨如雪对王凯旋摇了摇请手, 笑道, 不用了, 凯旋, 谢谢你, 世雅已经帮忙搭线, 给我联系上一个投资人, 今天到这里, 便是约了那个投资人。 秦峰问了一句, 到底资金缺口多大? 见秦峰询问, 杨如雪有点意外, 看了秦峰一眼道, 八千万。 听到了吗? 八千万。 韩世雅分别看了王凯旋和秦峰一眼, 冷冷说道, 就你们俩, 一个土鳖, 一个破落户, 有这么多钱吗? 王凯旋一听到这个数目, 当即闭上嘴巴。 放在以前王家没有破产的时候, 拿出八千万还是轻而易举的, 只是如今王家破产了, 以他的实力, 最多只能凑七八百万。 尽管王凯旋也有不少富人朋友, 但敢说借八千万的话, 绝对会被立马拉黑删除。 秦峰也是暗暗一惊。 没想到杨如雪资金缺口这么多大。 杨如雪究竟在搞什么项目计划, 竟然需要这么多钱。 其实八千万, 秦峰可以搞到。 毕竟, 他有着陈公子送给一张至尊公子卡, 可以拥有一定权限上调动陈家资源。 拿上至尊公子卡, 向陈家要八千万, 绝对随手可得。 不过, 他只是一个假冒上闻女婿, 犯不着这么做呀。 我先去个洗手间。 当下, 秦峰说了一句, 朝着厕所那边走去。 刚才出门之前喝水, 有些多尿急了。 看着秦峰走开, 杨如雪眼底, 闪过几分失望之色。 切, 没用的男人。 见到王凯璇闭嘴不语, 秦峰借口上洗手间, 韩氏雅满是鄙视。 你们男人一个德性, 都指望不行。 我们女人还是得靠女人自解。 说到这里, 韩氏雅扬起一抹高傲表情, 我跟曹大少联系好了。 他很快就到, 有了曹公子点头, 还怕没有资金, 八千万都是小意思。 听到韩氏雅提出曹大少这个名字, 王凯璇不由变了脸色。 曹大少? 你指的是曹市投资公司的曹少林。 王胖子, 你还是有点见识的吗? 不错, 正是曹市投资公司的曹少林曹大少。 曹公子可是鲁南市投资界的名人, 投资十几个项目, 遍及餐饮、 娱乐、 建筑等行业, 分分钟钟拿出一两个一资金流, 眉头都不带一皱的。 韩氏雅说着, 撇了王凯璇一眼, 如今我花了很大力气, 才联系来了曹公子, 等下多机灵点, 好好表现, 也算给如雪出一份力了。 如雪, 曹少林那就是一个人扎败类, 他的钱钱千万不能拿。 王凯璇却是极大。 对杨如雪喊道, 之前我有个朋友, 便是拿了曹少林的钱, 名为投资, 实则借贷关系, 最后弄得个倾家荡产, 连老婆和女儿都被曹少林给税了。 住口! 韩氏雅娇和一声, 骂道, 王胖子, 你在胡说什么, 诋毁曹大少, 你是找死啊。 如雪, 听我一言, 就算他投资你, 这钱也不能要。 王凯璇无视韩氏雅的娇和, 继续看着杨如雪道。 你看这样, 这八千万, 我帮你想办法筹集, 虽然八千万对现在我来说是个大笔数目, 但我卖了房子和土地, 也可以凑个三千万出来的。 再不行, 我再去跟朋友见, 再弄个一千万, 应该也问题不大。 王凯璇一脸严肃之壮, 我先给你四千万顶一下, 但你千万不能要曹少林的钱。 杨如雪摇了摇请手, 不用了, 凯璇, 你这钱我不能要。 如雪, 你我是朋友啊。 王凯璇见杨如雪拒绝, 反而急了, 两年前, 如果不是你借钱给我打官司, 从我老婆那里, 拿回一部分资产, 兴许我现在不仅人财两空, 而且还要坐牢呢。 两年前, 王凯璇老婆出轨她的助理, 两人勾结起来, 吃空了王凯璇的家业, 还要陷害王凯璇, 扬言要告王凯璇的公司偷税落税。 因为王凯璇的公司, 是以经营矿产为主, 多少涉足一些黑色地带, 甚至和道上人也有来往, 难免做不到一清二白。 但王凯璇却是一位良心老板, 自从接管家业, 就开始一步步撇清了涉足那些黑色地带的产业。 不过, 就算如此, 由于王凯璇老婆的出卖, 并且联合助理一起陷害, 王凯璇也是哑巴吃黄莲, 有苦难言。 那个时候, 王凯璇如同过街老鼠人人喊打, 连平日里来往密切的朋友都躲着他。 幸亏在了关键时刻, 杨如雪出手帮了他一把, 不但借钱给他打官司, 还给他联系靠谱的律师, 最终洗脱了诬陷罪名, 还拿回了一部分产业。 因此, 王凯璇一直以来都念着杨如雪的这份恩情。 王胖子, 你到底行不行? 静下比比。 韩世雅冷哼一声, 破口大骂王凯璇道, 就你剩下那点可怜钱, 留着自己撑门面都不够。 王凯璇还是切而不舍, 无论如何, 如雪, 你千万不能要曹少林的钱, 那是阎王的钱, 要了连自己都搭进, 砰。 然而, 王凯璇的话没有说完, 包间门突然传来一声巨响, 被人从外面给踢开。 哒哒哒。 紧接着, 一阵脚步声传来, 只见包间门口走进来一伙人, 有男有女, 一个个醉醺醺, 走起路来横行霸道。 领头一个是一位身穿花纹衬衫的青年, 敞开着领口上面几个衣扣, 胸前闻着一只青色麒麟兽。 不仅如此, 而且留着一头女人般的长发, 浑身上下散发一股斜皮之气。 只见他左拥右抱, 双手一边搂着一个衣着暴露的漂亮女郎, 一看便是那种酒吧夜场的女郎。 这个青年左摇右晃走了进来, 一看便是昨晚饮酒过度, 现在还没有醒过来。 你们是谁? 王凯旋距离门口最近, 一见有人闯进来, 出声询问。 砰的一声, 青年不由分说一脚将王凯旋踢了出去。 啪啦, 王凯旋摔出三四步外, 撞在一张椅子上, 倒了下去。 你们什么人? 为什么无缘无故闯进来, 出手打人? 杨如雪连忙走过去扶王凯旋, 同时促起带眉望向青年这伙人问道。 王凯旋莫名被踹很是气愤, 在杨如雪搀扶起来, 就要报幕。 曹大哨? 这个时候, 韩世雅看清楚长发之下青年面容, 一下子认出青年后迎了上去。 哎呀, 曹大哨, 你终于来了, 人家都等急死了。 王凯旋, 瞪大你狗眼看看, 这是曹大哨, 你站在门口挡路, 还不许曹大哨踢开你。 一听韩世雅这话, 王凯旋瞬间别了, 敢怒不敢言。 曹氏投资公司听说背景很大, 王凯旋惹不起这个曹少林。 曹大哨, 郑美凤也迎了上去, 推开一个女郎, 搂住曹少林的胳膊。 有话直说, 曹少林甩开郑美凤, 往旁一座问道, 你们不是说, 有一个大美女, 找我, 要投资吗? 人呢? 曹大哨, 在这里。 韩世雅走去将杨如雪拉了过去, 走到曹少林的面前, 如雪, 这位便是投资人, 曹氏投资公司的总经理曹少林曹大哨。 杨如雪暗暗促了一下带眉, 明显曹少林这人让他反感。 不过, 想到要找他投资, 杨如雪还是忍了下来, 挤出一丝笑容, 曹大哨, 你好。 杨如雪尽量让自己 显得气质端庄, 举止大方。 我想要找你进行项目投资。 泽泽, 果然大美女, 白富美啊。 看着面前貌美动人的杨如雪, 有些醉意熏熏的曹少林, 瞬间提神起来, 往前一步逼近杨如雪身前。 杨总是吧, 我谈生意从不废话。 八千万, 我拿得出来, 不过我投资的钱, 必须要有回报。 我给你八千万, 三个月后还我本钱, 一年后, 需要支付整个项目资金百分之十给我。 而且, 还有一个要求, 你要陪我出去旅游一周, 这点要求, 你会答应吗? 说完, 曹少林的目光充满邪欲, 扫在杨如雪那凹凸有致的身段上。 跟在曹少林身后几个男女, 都是哄堂大笑。 曹少林的话中意思, 非常明显。 曹大少, 这个要求我不答应, 投资的钱, 我不要了。 杨如雪冷冷回了一句, 我是拉投资的, 而不是拉皮条。 果然人扎败累, 若非看在韩世雅和郑美凤介绍的人, 杨如雪直接一个巴掌抡了上去。 如雪, 你干嘛? 韩世雅却急了, 看向杨如雪道, 我好不容易才求来曹大少答应的, 你怎么不要了呢? 就是, 如雪, 你们杨家的事, 我和世雅也知道, 你二叔三叔都在挤兑你, 逼你项目计划作废, 借机将你从总裁之位拉下去。 如果曹大少这笔钱不要, 没人会投资给你的。 郑美凤也在旁劝说起来, 陪同出去旅游能有什么了? 不少卖房子的销售妹子, 还经常陪客户出去旅游呢? 当真是人间好闺蜜。 其实, 韩世雅和郑美凤都欠了曹少林的钱, 在曹少林的淫威之下, 他们打算骗杨如雪入套, 以便他们能够脱身。 因为曹少林说过, 只要帮忙寻到新目标, 就不会再找他们俩的事。 要是杨如雪不要投资的话, 这不是让他们还得继续受到曹少林的摧残吗? 自己怎么会交到了杨如雪这样一个自私闺蜜呢? 世雅, 美凤, 你们介绍的是投资人吗? 杨如雪促着带眉, 分别扫了一眼韩世雅和郑美凤, 随即冷着翘脸, 他投资的钱, 我不要了, 你们让他走吧。 王凯璇在旁支持杨如雪道, 如雪, 做得好, 不能要这钱。 不要我投资的钱。 曹少林瞇了一下眼, 面色不上一层阴霾。 你成功引起了我的注意, 岂能说不要就不要。 今天这钱, 你不要也得要, 除非你得陪我玩一玩, 当做补偿。 曹少林的面色变得猙獰起来。 不然, 我会让你知道惹了我的后果。 这是请神荣誉, 送神难。 王凯璇冲上来, 挡在了杨如雪面前。 曹大少, 你这是投资吗? 分明就是一副强盗形, 砰。 然而, 话尚未说完, 从曹少林的身后, 窜出了一个肌肉男, 一拳将王凯璇打倒在地。 郭躁! 死胖子一边去, 有你说话的地吗? 曹少林一脚踩在倒地的王凯璇身上, 如同踢皮球般踢开了王凯璇。 曹少林, 你太过分了。 你这样的投资人, 我还是第一次见, 跟流氓有什么区别。 杨如雪怒斥一声, 弯腰要去搀扶王凯璇。 过分又如何? 流氓又如何? 曹少林不致可否一笑, 谁能拿我怎么样? 我曹少林的钱, 可以投资不出去, 但我曹少林看上的女人, 一个都跑不掉。 说着, 曹少林抬出手, 当众之下抓向杨如雪。 岂有此脸! 王凯璇见状, 挣扎爬起来保护杨如雪。 砰! 肌肉男又是一拳打在王凯璇的肚子上。 王凯璇瞬间尾成了一只大虾, 这下彻底起不来了。 我是华大集团总裁, 是杨家的大小姐。 我立刻要求你停止行为, 否则杨家人的怒火, 你承受不起。 杨如雪当场爆出家门, 意图威慑住曹少林。 什么杨家不杨家大小姐? 我连首富侄女都睡过, 只要拍下照片, 连以个屁都不敢吭上。 曹少林不管不顾, 冷笑逼近杨如雪。 看着步步紧逼的曹少林, 杨如雪的俏脸泛起了一抹苍白。 虽然杨如雪也知道投资行业一直以来都混乱, 什么三教九流之人都有。 但像曹少林这样毫无底线的投资人, 之前还是从未遇到过。 韩世雅和郑美凤见机, 此刻早已躲到旁边。 反正他们不会出帮杨如雪说话, 谁叫杨如雪这么自私, 拒绝了曹少林。 不许靠近他, 否则你会后悔。 带着冷漠的嗓音从旁边响起, 只见从洗手间回来的秦风大步走了过来。 然而, 曹少林却是不屑一顾, 依旧抬手抓向杨如雪。 呼, 秦风身影骤然一动, 整个人暴射了出去。 动作如龙, 超出众人反应。 倒是那个肌肉男反应快了一些, 身体一横, 又要挡住秦风。 找死! 秦风冷哼一声, 飞起一脚踢了过去。 碰! 一脚重重落在肌肉男的胸膛之上, 将肌肉男踢倒向旁边, 撞翻了桌椅。 挖扑一声, 肌肉男当场吐出一口血, 只觉得胸骨都要断完了, 挣扎几下起步来。 肌肉男目光泛起惊恐, 万万想不到秦风会这么强。 肌肉男的阻拦, 丝毫没有影响到秦风的速度。 秦风一把扣住曹少林抓向杨如雪的手。 我说了, 让你不要靠近他。 你当我的话是耳边风吗? 秦风手上猛地用力。 咔嚓! 一道骨头折断声传来, 曹少林的手让秦风当场扭断。 碰! 紧接着, 秦风抬脚, 一脚将曹少林踢到了一边。 啊! 痛煞我也! 曹少林发出杀猪般的惨叫, 滚落在地, 吓得几个同伴男女纷纷避开。 曹少林不但手断了, 而且这一脚之下, 身体骨头也断了两三根。 动作果断! 出手狠了! 这一幕瞬间经住了包间内所有人, 尤其是韩世雅和郑美丰两女, 瞪大眼珠, 不敢置信看着眼前一切。 可是, 秦风没有这么轻易放过曹少林, 上去一脚踩住曹少林的腿。 现在, 立马道歉赔罪, 否则, 你这腿跟你手一样。 痛煞我了, 妈的, 你个杂碎感, 曹少林疼的惨叫大骂起来, 怎么也想不到有人敢打她, 还扭断她的手。 现在, 还要喊着断她的腿。 还在狂? 秦风眉毛一挑, 脚下用力, 咔嚓一声踩断了曹少林的腿。 我去! 全场众人惊变。 随后, 秦风又踩在了曹少林另外一条腿上。 啊, 韩世雅和郑美丰两个女人不由张大嘴巴, 又捂住了。 这可是曹少林曹大哨啊。 秦风这么暴打对方, 还打断手脚。 难道不怕报复吗? 就连羊如雪也免不了心惊肉跳。 秦风行事霸道无惧, 太有男人气概了。 王凯旋则是神色亢奋, 目光炽热。 爷们! 简直够爷们! 王凯旋忍不住在心里给秦风呐喊起来。 妈的! 你个杂碎! 快放了我们曹大哨! 身后几个同伴男女这个时候, 才反应过来叫着要冲上来。 王凯旋不知道从哪里来的力气, 疼得一下站了起来。 抓起旁边一个酒瓶, 跟秦风并肩而立, 怒视那些同伴男女。 秦风淡淡冷喝一声, 谁敢上来? 我废了他的第三条腿。 声音不大, 却震住了要冲上来的男女, 包括脚下的曹少林。 那些男女一个个愤怒不已, 却不敢冲上来, 投鼠忌器。 一时间, 包间内进入剑拔弩张, 活药点随时都会爆发。 你摊上大事了, 实相的, 尽快放了曹大哨。 其中一个男子指着秦风, 大声威胁恐吓说道, 不然, 就算我们曹大哨不跟你计较, 城南雷老大也不会饶过你。 城南雷老大? 秦风微微一愣, 第二次听到这个名号。 见秦风愣神, 地上的曹少林还以为秦风怕了。 你个杂碎, 怕了是吧? 赶紧放啊我, 我告诉你, 这里是雷老大的地盘。 赶在这里闹出大事, 你走不掉, 他们也走不掉。 曹少林指着秦风, 又指着杨如雪他们。 尽管曹市投资公司, 取名投资公司, 但做的却是黑色地带上的生意。 透过投资方式, 借贷出去, 签订各种不合理坑人的合同, 达到他赚取暴利的目的。 只要对方没有按时归还投资的钱, 或者没有如实, 按照合同, 支付整个项目资金百分之十, 他都会派人使用暴力强行收账, 逼人家破人亡, 甚至以妻女来还。 不到区区两三年时间, 从注册几百万的公司, 成为资产几个亿的公司, 可谓一本万利, 赚足了黑心钱。 然而万万想不到, 今天会踩到秦风这枚钉子上。 不过, 曹少林没有半点畏惧, 反而打算要借雷老大的手来弄死秦风。 秦风, 你太冲动了, 原本只是一个小事情。 你这么一搞, 要悲剧了? 韩施亚站了出来, 对着秦风呵斥一声, 现在, 我要你马上放了曹大少, 并且给曹大少赔罪道歉, 不然今天你有命进来, 没命出去。 秦风冷笑一声, 淡淡说道, 我秦风做事, 何须你来指手画脚。 秦风, 施亚这样说是为了你好, 赶紧放人, 赔罪道歉。 郑美凤也站了出来, 怒目瞪着秦风, 不然, 王凯旋, 还有如雪, 都会跟着你一起遭殃。 王凯旋不会有事。 秦风摇了摇头, 如雪更加不会有事。 韩施亚气得不行, 咬牙道, 秦风, 你当自己是谁啊? 快点放了曹大少, 这件事, 还有回旋余地。 说着, 韩施亚看向杨如雪, 如雪, 你赶紧劝一下秦风, 不然我们都要被他害死。 杨如雪默不作声看着, 尽管不清楚秦风底气何在, 但他支持秦风的行为。 哒哒哒, 突然, 一阵脚步声响起, 门口又闯进来一伙人, 只见一位经理穿戴, 打扮娇艳的女人, 带着十几个保安走了进来。 女人似是出头, 却是风韵犹存, 媚态横生。 来人正是这家天使社女老板, 人称媚姐。 传闻是城南雷老大的几个小老婆之一, 媚姐, 你怎么才来, 本少都要被人干死了。 曹少林一见到媚姐, 如玉就心喊道, 这不是曹大少吗? 是谁打了曹大少? 不想活了吗? 媚姐一进来, 就看到地上的曹少林, 故作惊讶一声, 随即扫尸一眼包间, 哪个打了曹大少, 自己站出来受死。 说完, 媚姐一双美目锁定在了秦风身上。 秦风顺着媚姐的目光望了过去, 你和城南雷老大是什么关系? 哟, 怎么了? 一开口就打听我和雷老大的关系。 你莫不是想要挖雷老大的墙角? 媚姐娇笑一声, 说道, 小弟弟, 看着身强体壮, 用来打架也是浪费, 不如放了曹大少, 向他道歉认的错, 姐帮你求个情, 你来给姐当保镖吧。 媚姐的话, 带着一股诱惑。 哼, 你没有问谁是谁非, 便一口认定是我的错了。 秦风淡淡一笑道, 媚姐顿了一下, 娇笑依旧, 小弟弟, 这明摆是你的错, 不要狡辩, 乖乖听话, 放了曹大少, 道歉认个错。 是我的错? 秦风笑了, 只是笑声变得森冷起来, 紧紧盯向媚姐, 带着一股细血之色。 本来娇笑, 风韵动人的媚姐, 见了秦风这个笑容, 美目一下子冷了下来, 别进酒不吃吃罚酒, 在这里我说谁错了, 便是谁错了。 好一个谁错了, 就是谁错了, 我觉得, 你这个老板, 不用再当了。 秦风嘴角一扬, 轻笑一声, 韩世雅和郑美凤, 都是文言恶然。 秦风这个家伙, 凭什么敢这样, 跟媚姐说话? 媚姐身后站着的人, 可是城南雷老大, 那个纵横两道, 威风八面的存在。 媚姐听了秦风这话, 不以为然摇了摇头。 你的话, 实在令人感到可笑。 小弟弟, 你以为你是谁? 媚姐笑了出来, 笑声勾人。 她才不相信秦风能如何, 难不成报警封了自己的殿不成? 简直可笑。 显然, 媚姐没有明白, 秦风这话背后的意思。 随即媚姐抬手一招, 十几个保安冲了上来围住秦风, 一副虎视眈眈。 砸碎, 别逞强了。 曹少林见媚姐, 要出手了。 大喜冲着秦风道, 今天, 你完蛋了。 韩世雅和郑美凤都幸灾乐祸看着。 敢跟媚姐这么狂, 秦风这个土鳖要被媚姐处理, 只是时间问题。 给你一个机会, 打这个电话问问, 我秦风是谁? 秦风不为所动, 递出手机, 指着刚才一个来电电话。 淡淡说道, 然后再来组织一下语言, 弄清楚是谁错了。 媚姐听到秦风这话, 觉得可笑至极, 小弟弟, 要给姐姐留电话吗? 但你先认, 然而, 最后一个错字没有说出来。 媚姐声音乍然而止, 随即美目瞬间瞪大, 泛起浓浓惊恐, 因为媚姐看到, 手机最近通话上的电话号码, 竟是成南雷老大的私人电话。 你怎么会有? 媚姐被惊恐到了。 白皙的脖梗动了动, 咽下一口唾沫。 打吧。 秦风一副风轻云淡打断媚姐的话。 媚姐不敢再有半点笑声, 立马掏出手机, 拨了一个电话过去。 八爷, 你认识秦风吗? 媚姐带着侥幸心理, 试探问了一句。 认识, 他人就在你店内, 好好伺候, 我在赶来路上, 谁敢怠慢了秦先生, 等我到了第一个杀谁。 八大。 听到雷天霸的话从电话里传来, 媚姐手上一抖, 手机当场掉落下来。 下一秒, 媚姐眼中恐惧, 如潮涌般袭来。 雷天霸简单一句话, 仿佛如同催命符, 充斥在了媚姐的耳旁。 想不到面前这个平平无奇的青年, 不仅认识雷天霸, 好像还让雷天霸非常敬畏。 别看雷天霸在明叔面前恭敬听话, 在包间内给秦风跪下喊爷爷, 但他还是那个威震城南的道上大佬, 兄名赫赫, 小弟无数, 杀人对他来说家常便饭。 只要雷天霸一句话, 哪怕他这个女人杀了也眉头不带一皱的。 媚姐怎能不被吓得掉了手机, 一张娇艳的面容也变得失色。 这一刻, 媚姐缓缓抬起美目, 惶恐不安地看向秦风。 秦风嘴角青阳一个弧度, 不紧不慢走到旁边, 神色平静坐了下来。 怎么样? 问出我是谁了吗? 只听到秦风不怒不喜的声音响起, 扑通。 媚姐闻声, 那修长笔直的双腿往前一软, 匍匐在了秦风脚下。 秦先生, 我有眼不识泰山, 请你大人大量。 媚姐不顾旁人目光, 朝着自己脸上啪啪, 打了两巴掌。 一脸邪痞之气的曹少林, 瞪大眼珠惊骇看着眼前一幕。 媚, 媚姐, 你是不是腿抽筋了? 怎么跪下了? 起来干他? 发生了什么事? 韩世雅和郑美凤都是面露震惊, 内心惊涛骇浪, 媚姐怎么突然给秦风下跪了? 王凯旋也是无比惊讶, 根本不清楚是什么情况。 轰, 就在这时, 门外一声响动传来。 十几个黑状汉从走廊外面冲进门, 二话不说将挡在面前几个保安给推到一旁。 爱世雄雄, 一阵急速脚步声响起, 包间内众人满是惊疑, 吓意失望了过去。 只见走廊外面, 无论工作人员还是顾客都纷纷避开了一条道, 带着惊恐看向走过来一个身穿白衣唐装的中年男人。 虽然中年男人的脑袋被包扎了一半, 但很多人还是认出了雷天霸这位城南大佬。 白衣唐装可是城南雷老大的标配。 加上雷天霸这个排场开路, 俨然大哥出行, 除了雷天霸,还有谁? 秦先生,秦先生, 我可算活着见到你了。 雷天霸走进包间门口, 如见救星热泪盈眶跑向秦峰, 几乎要扑在秦峰脚下。 直到这一刻, 雷天霸的心才放了下来。 一路之上, 可谓提心吊胆, 万分警惕。 秦先生, 我们走, 找个地方, 替我好好看看。 说着, 雷天霸便请秦峰离开。 眼前一幕, 韩世雅和郑美凤将住原地, 如遭雷击, 满眼骇然滚滚而来。 堂堂成男雷老大, 居然对秦峰如此拘致。 用恭敬, 敬畏无法形容, 仿佛晚辈见到长辈一般。 韩世雅和韦美凤两女, 只觉脑袋空白。 秦峰不就是杨如雪招来的上门老公吗? 为什么能让雷天霸这位道上大佬如此? 怎么会这样? 曹少林也是大害无比。 曹氏投资公司大部分产业都在黑色地带, 之所以能如此裁员滚滚, 少不了雷天霸这个城南大佬的照顾。 曹氏投资公司, 每年都会定时给雷天霸上贡。 可以这么说, 曹氏是靠着雷天霸来庇护, 才有今天的发展和嚣张。 此时, 曹少林再如何作死, 也清楚明白, 自己招惹了不能招惹的人。 走! 秦峰耸了耸肩, 轻笑一声, 有人不让我。 这个叫曹少林的, 比我老婆要他投资, 还打了我朋友。 最后扬言说你雷老大也不会放过我。 我就这样走了, 不但会被嘲笑无能, 连我老婆, 我朋友还要被他逼迫, 殴打。 秦峰声音不大, 几句话却让曹少林如坠地狱。 啊? 雷天霸惊到了, 眼神瞬间杀意弥漫扫向曹少林。 你谁啊? 敢打我的旗号, 来到秦先生。 曹少林吓啪了, 想开口解释, 雷老大, 我是曹少林。 上次我和你, 老子不认识你。 雷天霸却直接打断曹少林的话, 但我可以明确告诉你, 秦先生是我雷天霸的贵宾。 是贵人。 谁敢得罪了秦先生? 我雷天霸会让谁后悔来到世上。 雷天霸站了起来, 满是杀气扫尸四周一眼。 韩世雅和郑美凤不由郊躯猛颤, 吓得翘脸苍白不知所措。 雷老大, 这是一个误会。 曹少林下的头发都被汗水染, 欺负女人他擅长, 但面对雷天霸这种倒上大楼, 他耸得要命。 砰! 雷天霸毫不客气, 一脚踹在曹少林身上, 误会你妹。 逼秦先生的老婆, 打秦先生的朋友, 刚才你怎么没有想到误会? 曹少林要哭了, 继续说道, 雷老大, 我爸是曹大刚。 砰! 雷天霸又是一脚, 你爸? 你爸很牛逼吗? 那好, 现在让你爸滚来, 我看你爸有这个胆子不? 说着, 雷天霸扫尸四周, 还有你们, 要抬出谁来撑腰的, 可以让他滚来。 韩世雅和郑美凤吓得心胆俱散, 不敢直视, 后退躲在角落。 曹少林这下子知道怕了, 想不到抬出老爸都不好使。 不过, 雷天霸明显不让事情就这样接过了。 秦先生是我的贵人, 本性温和, 不喜欢动粗, 但我雷天霸是个粗人。 胆敢得罪嘲笑秦先生, 今天这里相关人等, 全部断一只手, 以井笑游。 雷天霸掷地有声, 如同凶威赫赫的天神, 压在众人头上。 同时, 十几个黑状汉冲上来, 开始拉走曹少林那些男女, 以及韩世雅和郑美凤。 我们走吧。 秦锋如同一个局外人, 看向杨如雪和王凯璇说道, 抬脚往门口外走去。 韩世雅和郑美凤顿时花容失色, 朝着杨如雪叫道, 如雪, 救我们, 杨如雪心有不忍于要求情, 却被秦锋抓住了手腕。 他们害你, 罪有应得。 秦锋直接带着杨如雪, 离开了包厢。 韩世雅和郑美凤绝望了, 两个黑衣撞汗上来, 捂住了他们的嘴。 不关我的事啊。 曹少林带来的几个男女中, 有女孩吓得跌在地上, 哭声喊着, 求你们不要搞我, 我和曹大少, 他们不熟。 早知道被连累, 就不跟曹少林这种人玩在一块了。 可惜, 世上没有后悔要吃。 那个肌肉男见状不妙, 想要跳窗逃跑, 却让一把喷子射到窗下, 秦锋带着杨如雪和王凯璇走出了天石社门口。 秦兄弟, 你怎么和雷天霸这个城南大佬如此熟悉? 王凯璇忍不住问道, 带着不可思议之色。 本来以为秦锋衣着普通, 跟他差不多一类人, 都是不得志的。 然而, 想不到秦锋竟得到雷天霸, 如此恭敬无比, 视为贵人。 王凯璇, 会开车吧? 帮我送如雪先去公司, 我还有事要处理。 秦锋没有解释, 说着伸手拍了拍王凯璇的肩膀, 以后有什么事情可以给我打电话。 王凯璇为人不错, 凭他能站出来护住杨如雪, 如此有情有义, 这样的朋友值得结交。 好的, 秦兄弟, 交给我。 王凯璇得到秦锋的吩咐, 大喜满口答应下来。 看得出来, 秦锋将他当成了朋友。 杨如雪也察觉到, 秦锋和雷天霸之间有事, 不过没有多问。 那是属于秦锋的私事。 秦锋, 你自己注意安全。 杨如雪看向秦锋说了一句, 而后, 转身走向停在旁边的奔驰车。 秦锋目送杨如雪和王凯璇离开后, 才转身重新走进天石社。 此刻, 包间早已一片狼藉, 不少地方沾了鲜血。 至于曹少林那些男女, 以及韩世雅和郑美凤早已不见踪迷。 显然, 一定是雷天霸吩咐手下, 从其他出口拉走了。 秦先生, 我们到楼上一个, 包间说话。 雷天霸走了出来, 将秦锋恭敬地领到楼上一个包间内。 包间很大, 还准备一桌丰盛韭菜。 来, 秦先生, 请上座。 我们一边吃一边聊。 雷天霸一副谦卑敬畏说道。 秦锋扫了一眼, 直入主题说道, 酒菜就不吃。 你的情况, 我都知道。 秦先生, 你要救我。 雷天霸见秦锋都这么说了, 也不再耽搁, 握着秦锋的手哀求起来。 此刻, 跟随近来还有洪姐和阿坤, 至于刚才那个妹姐不知道去哪里了。 秦锋在旁坐了下来, 用天眼审视雷天霸一遍问道, 别急。 我且问你, 昨晚出来后, 你是不是撞见了死人? 听到秦锋这话, 雷天霸和洪姐都瞪大了眼珠。 雷天霸更是后退一步, 差点惊倒, 难以相信望着秦锋。 秦先生, 神人啊, 连我撞见了死人都知道。 这一刻, 雷天霸对秦锋彻底幸福了。 是的, 秦先生, 我昨晚摔得一身是伤, 赶去医院包扎路上, 刚好撞见一个男人跳楼自杀。 听说是被老婆戴了绿帽子, 卷款跟小白脸走了, 公司又破产了, 欠下好多钱, 在绝望之下跳楼了。 雷天霸将事情告诉秦锋。 秦锋点了点头, 这也难怪你, 还是一副头顶胸罩, 霉运缠身, 之前你受了那把大刀影响, 被不祥之物沾染, 本来丢了就可以减轻, 但你却撞见死人。 无意之下, 承受到了一股怨念, 才导致霉运进一步放大, 甚至怨念成形, 霉运不断, 直到你生死为止。 啊, 雷天霸吓到了, 那该怎么办? 这张平安符和这张屁邪符, 你都戴在身上, 可以保你平安无事, 戴到身上邪煞和怨念消除, 就没事了。 秦锋抽出了两张符传, 甩给雷天霸道。 这, 能行吗? 雷天霸一愣, 想不到秦锋只是给了两张符传。 你可以不信。 秦锋看了雷天霸一眼, 冷冷说道。 谢, 谢。 雷天霸连忙音声。 说着, 雷天霸从红杰手上接过一张银行卡, 多谢秦先生, 这是雷某的小小敬意, 卡里一百万, 就当红包了。 好, 福传必须随身携带, 我先走了。 秦锋也不客气, 伸手接过那张银行卡, 打了一招呼, 转身大步离开包间。 出了天时社, 秦锋看了一眼手中银行卡, 想不到画了两张符, 这么轻易就得到一百万。 叮。 就在这时, 秦锋口袋里的手机响了起来。 秦锋掏出手机一看, 发现居然是李曼发来的微信语音。 自从昨天见面, 加上微信之后, 秦锋没有主动聊天, 李曼也没有发消息。 秦锋见状本想暗断, 可怎么说, 对方都是高中班长, 秦锋还是点击接通起来。 秦锋, 高中微信群, 你看了吗? 李曼一开口就问道, 带着质问的口吻, 让秦锋感到一丝不悦。 没时间看, 秦锋回了一句, 你赶紧看一下, 聚会时间和地点都定下来了, 拉你进群都一天了。 你也不发的消息, 跟同学们打招呼一下。 李曼催促秦锋一句, 一副埋怨语气。 好, 我有空看一下。 秦锋淡淡应道, 算了, 还是我跟你说了吧, 我们十周年同学会, 是在浦县县城举行, 白海豚大酒店, 后天下午三点, 在大酒店门口集合。 李曼似乎知道, 秦锋可能不会看群, 将地点和时间, 直接通知秦锋。 不在鲁南市区吗? 秦锋一愣, 还以为会在鲁南市区。 我们都是浦县中学毕业, 回到浦县县城举行同学会。 那样才会有意义, 都说好了, 名单确定了。 你一定要来哦。 李曼解释一声原因说道, 也没什么事情, 就是通知你一声。 你先忙, 我挂了。 随后, 李曼挂断了微信语音。 秦锋退出聊天窗口, 又打开高中微信群看了一眼, 发现有几百条未读消息。 简单翻看了几眼未读消息, 秦锋暗暗皱了皱眉。 整个群内气氛, 几乎都是捧着周云祥, 还有郭松伟。 让人想不到, 郭松伟当上了县长办公室主任。 要知道, 当年郭松伟可是班里一个二流子, 属于不学无数, 坏事做尽那种混混学生。 听说高考结束, 只有一百多分的郭松伟, 靠着家里给钱, 还是上了一个全日制大专。 这样的人, 居然当上了县长办公室主任, 实在让人意义。 随后, 秦锋也发现了, 周云祥早将他要参加同学会的事, 弄得群里人尽皆知, 甚至还配上了一张他在广场上发传单的照片。 看来, 这趟同学会, 自己不参加不行了。 秦锋摸了摸鼻子, 嘴角扬起一抹糊涂。 面对周云祥这样大肆宣扬, 秦锋自然看出周云祥到底是个什么巨星。 怪不得李曼都亲自打来微信语音, 让自己一定要参加了。 也好, 自己正好顺便回去看望一下爸妈。 秦锋低头看了一眼手上拿着的银行卡。 爸妈在农村老家辛苦劳作大半辈子, 如今自己有了出息, 也该让爸妈好好想一想轻浮了。 眼下, 他手上有一套陈公子送给的别墅, 还有刚才雷天爸给的一百万红包, 以及唐振武送给的鹅唐家黑卡, 拥有可以无限制免费购买唐家旗下任何东西。 短短几天时间, 他靠着天地玄黄金, 就拥有了如此这么大的财富。 放在以前, 秦锋想都不敢想。 更不要说, 还有陈公子送给的至尊公子卡, 能够在一定权限内调动陈家一切资源, 将其为己所用。 尽管, 如今什么身份都没有, 但是一张至尊公子卡, 足以让不少大人物都要敬畏三分。 什么周云祥, 什么郭松伟, 如果认真比较隐形实力, 在秦锋面前, 他们只能算个屁了。 爸妈, 儿子也算有些出息了, 以后你们可以享福了。 想到这里, 秦锋涌现一股心思, 非常想要迫切回到普县老家。 后天同学会, 那我明天回去吧。 秦锋自语一句。 之后, 秦锋走到路口, 打车前去华大集团。 秦锋需要告诉杨如雪一生, 自己准备回家一趟的想法。 毕竟, 秦锋假冒上门女婿, 跟杨如雪签订半年合约。 合约里面限制许多自由时间, 需要得到杨如雪的允许。 很快, 车子来到华大集团。 秦锋先扫了一眼停车场, 发现杨如雪的奔驰停在那里。 想必杨如雪早已回到华大集团。 秦锋进入集团大厦, 静止走向总裁办公室。 没有看到秘书赵玲, 秦锋伸手敲了敲门。 进来。 很快, 里面传来杨如雪的声音。 秦锋闻声, 静止走了进来。 你回来了? 见到秦锋进来, 杨如雪先是一愣, 随即美目伸出, 绽放一丝光彩。 嗯嗯嗯。 秦锋点了点头, 走到旁边。 办公室内, 还有秘书赵玲在, 眼下杨如雪正在办公, 对着秘书赵玲吩咐事情。 好了, 就这样决定。 你拿着这份文件发下去, 记得一定要给林老亲自过目, 帮我告诉林老, 资金问题, 我会加快解决。 好, 杨总, 我会遵照你的吩咐来办。 面对杨如雪和赵玲之间的谈话, 秦锋听不明白。 但见杨如雪似乎脸色不好, 一副愁眉苦脸之状, 又收到资金两字, 秦锋还是猜到时有八关于资金缺口问题。 不过八千万实在过于恐怖, 秦锋表示无能为力, 全当没有听到。 你没事吧? 带赵玲离开办公室后, 杨如雪看了一眼秦锋问道。 我没事。 秦锋耸了一个肩, 自己能有什么事? 随后, 秦锋直接开口说道。 如雪, 明天我要回一趟老家, 需要三天时间, 你看可以吗? 不可以。 不可以。 杨如雪不可置否, 摇了摇擎手道。 秦锋愣了一下, 没想到杨如雪竟然会不允许。 尽管早已知道杨如雪这个富婆, 做事不容商量, 但是回家一趟都不允许回去, 这未免做得过分了吧。 最多三天时间, 耽误不了事。 秦锋再次耐心说道, 一天也不行。 杨如雪还是摇了摇擎手, 一无既往强横霸道, 不容商量。 如雪, 怎么说我刚才在天使社帮了你? 你这样是不是太不讲人情了? 秦锋皱起眉头, 对杨如雪的态度感到几分不满。 自己前半个小时, 还在天使社帮了杨如雪解围。 现在杨如雪这位霸道女总裁, 就翻脸不认人了。 秦锋, 一马归一马, 一事就一事。 你帮了我解围, 我会还给你恩情, 但不能用恩情来允许你离开三天时间。 然而, 杨如雪有着自己的解释。 秦锋, 你知道, 一旦回去看你爸妈, 我请你做假冒上门女婿的事, 将会更加容易拆穿, 到时谁能负得起这样后果。 杨如雪也说出自己的担忧。 如雪, 你的解释, 你的担忧, 我都能理解, 但我要回家, 希望你也理解一下。 不过, 秦锋觉得杨如雪的担忧, 纯属启人忧天。 自己这不是还没有回去吗? 再说, 回去看一下爸妈, 怎么就更加容易拆穿了? 秦锋不信这个邪。 大不了自己不高而别, 偷偷回去一趟。 我说了, 不可以。 杨如雪还是咬紧牙扣, 不给秦锋回去普县看望爸妈。 如果你敢偷偷回去, 我会拿上合约法院见面, 到时你准备好一个一赔偿。 杨如雪似乎看出秦锋的心思, 又继续打断秦锋的想法。 杨如雪的话, 让秦锋感到非常无奈。 果然, 那份合约跟卖身器没有区别。 如雪, 你这不是得不偿失的行为了? 如果你告我的话, 你请我假冒上门女婿的事, 不就是众所周知了吗? 所以, 到时候, 你可能不仅要赔偿一个亿, 而且, 还要面临牢狱之灾。 杨如雪美目坚定, 不苟言笑, 接着秦锋的话说道。 秦锋再次没了脾气, 觉得杨如雪一定疯了。 这种得不偿失, 又损人不利己的事, 杨如雪也敢威胁要做出来。 果然, 能够当上总裁的女人, 都不是一个普通正常的女人。 对待杨如雪的形势做人, 不能用普通正常的女性思维来判断。 如雪, 说吧, 你到底怎么样, 才能让我回去普仙看望我爸妈? 当下, 秦锋深吸一口气, 问道, 既然跟杨如雪谈感情不行, 那便谈一下利益。 毕竟, 本来两人关系, 便是因为金钱交易, 才走在一起的。 秦锋觉得杨如雪是一个霸道女总裁, 也是一个生意人, 万事总有解决的办法。 听到秦锋这话, 杨如雪美目深处, 闪过了一抹计谋得逞的光芒。 随后, 杨如雪抬起擒手, 认真严肃看着秦锋说道, 如果你能帮我补齐八千万资金缺口, 我不仅放你回家, 而且还可以陪你一起回家。 让我帮你补齐八千万资金缺口, 你当我是金矿? 秦锋吃了一惊, 让杨如雪的话给惊到了。 我没钱。 接着, 秦锋双手一摊说道, 秦锋, 你有至尊公子卡, 搞到八千万, 对你来说不是什么难事。 杨如雪只指秦锋那张至尊公子卡。 显然, 杨如雪打起了至尊公子卡的主意。 杨如雪也是没有办法, 只能出此下策。 这八千万, 就当我跟你借, 可以签订借贷合约, 我会还给你, 到时还会算上该有的利息。 杨如雪也不会占秦锋的便宜。 原来, 你在打我这张至尊公子卡的主意。 秦锋听了杨如雪这话, 明白怎么回事, 从兜里掏出那张至尊公子卡。 秦锋, 希望你帮我渡过这次难关, 我那个项目计划至关重要, 真的不能搁钱放弃。 杨如雪看了一眼至尊公子卡, 更加决定目光下来。 说完, 杨如雪带着恳求之色, 望着秦锋。 秦锋看了看杨如雪, 第一次见到杨如雪这个富婆求人。 看来, 那个项目计划, 对杨如雪非常重要, 重要到能让他低三下气求人。 一个端庄冷艳, 行事霸道的女总裁, 求人求到这个地步, 对杨如雪来说下了很大决心。 如果秦锋不答应的话, 杨如雪怕是绝对不会同意秦锋回到浦县看望爸妈。 能够坐镇华大集团执行总裁之位的杨如雪, 又怎么会是一个傻白甜? 用其手段比谁都要厉害, 拿捏得死死的。 我可以给陈公子打电话, 使用至尊公子卡掉用八千万给你。 秦锋点了点头, 答应帮助杨如雪一次。 谢谢你, 秦锋你是一个好人。 杨如雪文言大喜, 朝着秦锋表示感谢。 同时, 杨如雪内心又一阵羞愧难当。 连杨如雪自己也想不到自己会用这种方式, 补齐八千万资金缺口。 不用谢我, 我们之间都是交易而已, 希望不会没有下次, 我不喜欢这种被迫的感觉。 秦锋摆了摆手, 心里不是滋味。 只当自己和杨如雪之间是一场交易, 这样想就好多了。 随后, 秦锋掏出手机, 给陈公子打了一个电话过去。 秦先生, 很快, 电话接通, 那边传来陈公子温和的声音。 陈公子, 我以至尊公子卡, 向你们陈家调用八千万, 行吗? 秦锋试探问道, 尽管知道至尊公子卡的权威, 但是秦锋还是有些紧张。 八千万这么大的金额数目, 实在太恐怖。 好, 你发银行卡号过来, 我立即安排, 专户汇款, 最迟明天早上到账。 陈公子听到秦锋的话, 没有多问, 也没有犹豫, 非常干脆答应下来。 秦锋没想到陈公子这么慷慨, 多谢陈公子, 等下我将银行卡号发给你。 不客气, 这是你该得的。 陈公子还是那般温和声音。 还有什么事情, 需要我为你效劳吗? 不用了, 先这样了。 秦锋哪里还有其他事情, 接着挂断电话。 八千万最迟明天早上可以到账, 你将银行卡号发给我。 秦锋看向站在面前的杨如雪说道, 好。 杨如雪也没有废话, 当场给秦锋发了银行卡号。 秦锋收到之后, 将银行卡号转发给陈公子。 秦锋, 从现在开始, 你的时间将由自己安排, 不用受到合约限制。 如果你不着急回家的话, 等我明天晚上陪你一起回去。 杨如雪看向秦锋说道, 感动之余又有一种愧疚之情。 不用了, 尽管之前我一直想带你一起回老家看看, 仗仗脸什么的。 但是现在, 我决定自己回家, 因为你终究不是我的老婆, 带你一起回老家也没意思。 秦锋摆了摆手, 说完, 转身走出了总裁办公室。 望着秦锋远去的背影, 杨如雪的美目突然变得温柔了下来。 谢谢你秦锋, 你是假冒上门女婿不假, 但其实你一点也不假。 杨如雪嘴里轻动, 自语了一句。 秦锋得到杨如雪的允许, 离开总裁办公司后, 没有前往市场部办公区, 禁止离开华大集团。 既然自己能够安排自己时间, 不用听从杨如雪的安排, 秦锋觉得, 没有必要去市场部上班。 就算以后能有什么副总裁来当, 秦锋也一点不稀罕。 有了天地玄黄金在手, 秦锋要做的事情很多。 医术, 武道, 术法, 画符, 炼丹等等, 每一样都足以逆转命运, 逾越龙门, 又何必拘泥一个假冒上门女婿。 秦锋决定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路。 强者之路! 陈公子命悬一线, 为了能够起死回生, 不惜送出至尊公子卡结交自己。 唐振武知道自己武道惊人, 须尊邀请, 甚至, 用黑卡和少林灵药, 请自己帮忙。 足以证明, 武道不可小觑。 而区区两张符转, 便能让雷天霸花了一百万。 无论医术, 武道, 还是画符, 哪一样, 学会了, 都是非常人之能。 而他秦锋, 却是全能。 娶他妈的, 假冒上门女婿! 也不知道唐振武约定的时间在什么时候。 算了, 还是先回家看望爸妈再说。 秦锋嘴里嘀咕一句, 随即大步朝着鲁南市汽车站走去。 临近中午, 普县太平村, 秦锋的身影出现在了村口。 离家半年没有回来, 也不知道爸妈怎么了。 秦锋站在村口外面, 朝着太平村里望了一眼, 颇有些感慨的。 之前工作在外, 一直赚不到钱, 就算距离老家只有两个小时路程, 秦锋也是举步维艰, 不敢回家。 如今, 说不上是什么有钱人, 但也算半个一锦还乡了。 此刻秦锋手中提着几个礼带, 都是给爸妈买的礼物, 花了好几万, 可以说是破天荒奢侈了一把。 太平村距离县城不远, 只有七八公里, 却因为交通不便, 一直以来非常贫困。 直到前两年来修了一条水泥路后, 太平村周边建了好几个厂子, 太平村村民通过卖地租地, 以及到周边厂子干活, 这才慢慢生活变好起来。 甚至不少人家已经纷纷盖起了小楼房。 秦锋大步走进村里, 如今正好中午时间, 村里居然没能看到几个人。 就算遇到有村民, 秦锋刚要上前打招呼, 对方都远远避开。 什么情况? 秦锋面对这种古怪现象, 心里泛起一句嘀咕。 以前就算村民知道他毕业后混得不怎么样, 都多少会跟他一起打个招呼。 但不至于像今天这样, 还没有出口, 就躲着他。 想到这里, 秦锋感到事情不对劲, 不由加快脚步, 朝着家里赶回去。 因为今天回来匆忙, 秦锋打算给爸妈一个惊喜, 没有提前打电话告诉爸妈。 顺着村子道路, 秦锋一直走到村子西北角落, 来到自家院子面前。 看着熟悉院子, 秦锋眼中泛着激动。 秦锋走上前发现院门没有锁, 想必这个时候, 爸妈做完农活, 回来吃饭了吧。 爸妈, 我回来了。 当下, 秦锋喊了一声, 心中思念涌出, 推开门跑了进去。 这半年来, 家里还是老样子, 没有什么变化。 风, 风哥, 你回来了? 就在这时, 里面屋子窜出来一个人影, 却不是自己爸妈, 而是一个二十来岁的青年。 二狗, 你怎么在我家? 秦锋见到青年一愣, 皱眉问道。 陈二狗跟秦锋差不多大, 只是不爱学习, 考不上大学后, 一直整天游手好闲, 也不用心找一份工作。 如今都二十七八岁了, 还没有讨到媳妇。 我, 我来看看, 你爸妈, 陈二狗的话有点结巴。 见到秦锋明显下得不轻, 眼神变得躲闪起来。 秦锋没有工夫搭理陈二狗, 而是转头望了一眼里面, 问道, 我爸妈呢? 似乎自己爸妈不在家。 你不是来我家偷东西的吧? 速随即, 秦锋盯着陈二狗, 眼中射出了一道愤怒光芒。 风, 风哥, 不是这样的, 我没有偷东西。 真是来看清清山书和秀之神的。 陈二狗还是结巴解释说道, 秦锋知道陈二狗有一个毛病, 就是一紧张, 说话都会结巴。 那我爸妈人呢? 秦锋领着东西, 冲到屋子门口, 往里面扫了一眼, 空空无人。 那个, 风哥, 你不要着急, 听我跟你说, 你也不要发怒。 陈二狗跟在秦锋身边, 事情没有说出来, 却先安抚秦锋。 是不是出事了? 赶紧说。 秦锋听到这里, 突然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一把抓住陈二狗的衣领, 呵斥一声问道。 陈二狗让秦锋抓住了衣领, 也不敢继续废话, 直接说道。 事情是这样, 青山书被何强那帮人打了, 眼下秀之神正在村卫生室那边照顾着, 你快去看看。 碰。 听完陈二狗这话, 秦锋顿时怒了, 松开了陈二狗, 一脚跺在了地上。 妈的, 何强那个混蛋, 胆胆趁我不在家, 欺负我爸妈, 找死。 说吧, 秦锋将手中礼物往屋子内一丢, 转身冲出门口, 朝着村卫生室跑去。 村卫生室坐落在村子东面, 不到三分钟时间, 秦锋便风风火火跑到村卫生室。 心中思念和焦急, 焦急在了一起。 望了一眼村卫生室, 低矮三间瓦房, 四周用篱笆简单地围了起来, 这里一直都是一个老村医坐着。 突然, 秦锋远远就看到了前方一间瓦房走出一道人影, 头发花白, 面容憔悴, 带着疲惫姿态走了出来。 那是一个中年妇女。 此时, 她手上领着一个有些破旧的热水壶, 步履蹒跚, 每一步似乎都走得很是吃力。 秦锋眨了眨眼, 定眼望着尸声喊道, 妈! 一声呼喊, 秦锋冲了上去, 扑通一声跪在中年妇女面前。 李秀之听到村卫生室外传来声音, 脚步顿了一下, 而后转头望了过去。 只见在烈日之下, 晃得眼睛有些睁不开, 但还是能够看到前方一道熟悉的身影。 她正正望着跪了下来的秦锋, 似乎不敢相信。 是! 小峰吗? 是我! 妈! 儿子不孝! 让妈受苦了! 秦锋跪着双膝, 挪动两步, 伸手握住母亲那双满是粗糙的手, 泪水不由花花从眼眶流了出来。 男儿有泪不清痰, 那是味道伤心处。 这些年来, 秦锋很少回家, 一走便是半年, 甚至一年。 哪怕如今交通发达, 距离不远, 但囊中羞涩, 难以回来面对早已高糖白发的父母。 父母老了, 还在辛劳, 自己却没能让父母过上好日子。 一次次动了要回家看看的念头, 却又一次次无法卖足。 眼前李秀之看到许久不见的儿子, 也是垂泪而出, 紧紧握住儿子的手, 上下打量着, 生怕做梦。 而是娘的心头肉, 小风, 快起来, 跪着干什么? 你怎么回来了? 工作累不累? 呃, 不饿, 妈给你去拿些吃的。 确定不是做梦后, 李秀之连忙拉起了秦锋, 一阵嘘寒问暖起来。 说着, 李秀之欲要转身去拿吃的。 秦锋拉住妈妈的手, 在泪眼中笑着摇了摇头, 妈, 我一点也不饿, 爸呢? 你爸, 听见秦锋问起秦青山, 母亲李秀之目光躲闪看了一眼身后屋子, 有些欲言又止, 最后还是跟秦锋道。 你爸现在在里面, 时常念叨你, 你进去看看他吧。 说着, 李秀之拉着秦锋的手, 走向身后的屋子。 老秦, 你看看谁回来了, 我们儿子回来了。 李秀之刚刚进入门口, 就朝着里面喊了一声, 语气中带着浓浓喜悦。 毕竟在父母眼中, 没有什么比起儿女平安更幸福了。 此时, 房间里面, 一位面向憨厚, 晒得有些有黑的中年浓汉, 躺在一张床上。 听到李秀之的话, 中年浓汉吃力地从床上爬了起来, 一脸激动, 向门口望过来。 看见床上吃力要爬起来的父亲, 秦锋鼻子不自觉一酸。 爸, 我回来了。 当下, 秦锋眼里泛着泪光, 连忙冲过去, 握住父亲秦青山那双激动有些颤抖的手喊道。 好, 回来好, 回来就好。 秦青山抓住了秦锋的手, 激动地连连点头, 更业的声音中高兴得不知所言。 典型农村老父亲的形象, 性格老实憨厚, 为人不善言辞, 却依旧还是一个好丈夫, 一个好父亲。 望着躺在床上的老父亲, 秦锋这才发现, 他不再是孩童时那个能将自己骑在他肩膀上的壮年男人。 也不再是那个经常走几公里山路都送自己上学的中年慈父。 也不再是那个以一人之力扛起一个家庭重担的不屈伪丈夫。 如今, 他只是一位年迈的老父亲, 一位腰躯已是不如当年那般挺拔的年迈老父亲。 然而, 因为自己没出息, 常年不在家, 这位老父亲却用他老迈的腰躯再次撑起这个家。 爸、 妈, 以后儿子绝对不会再让你们吃苦受累了。 秦锋分别看向父亲秦青山和母亲李秀之, 声音更夜说道。 这个时候, 秦锋也发现父亲秦青山一条腿上有伤, 虽被包扎了起来, 但伤势不轻。 显然, 父亲秦青山遭到了殴打。 秦锋握了握拳头, 努力压住心头怒火, 眼底闪过一抹不易察觉的杀气。 就在秦锋要询问到底发生什么事时候, 一阵脚步声从门口外面传来。 不好了, 秦山叔, 秀之神, 何强那帮人又来了, 他们扬言要拆了你们的房子。 只见一个青年一边喊着, 一边慌慌张张跑了进来。 秦锋看了一眼, 是陈二狗。 二狗, 发生了什么事? 剑跑进来的陈二狗, 秦青山抬头连忙问道。 秦山叔, 这一次, 何强还带来了一台挖掘机。 说, 如果你还不签字, 就拆了你们家房子。 陈二狗气喘兮兮说道, 找死。 秦锋听后, 怒火压制不住, 一道杀气从眼底蹦射出来。 不带秦青山说话, 秦锋看向陈二狗交代一句, 二狗, 帮我照看一下我爸妈, 我去看看。 说完, 秦锋起身便要走出去。 小枫, 千万不要跟何强那帮人冲突, 何强姐姐前两个月, 嫁给了一个大人物, 咱们家惹不得他。 躺在床上的秦青山, 眼见秦锋要出去, 立马叮嘱喊道, 怕儿子吃了亏。 说着话, 秦青山还是担心, 挣扎要起来。 小枫他妈, 快拉住孩子, 还是让我去看看吧。 爸, 你不要动, 躺好, 儿子回来了, 这是交给儿子处理。 但秦锋按住了父亲, 让父亲在床上好好躺着。 如今他已经回来了, 这个家该由他撑起。 敢敢欺负他爸妈, 他一定叫何强他们付出惨重代价。 随后, 秦锋大步走出门口, 同时降门给关上。 接下来秦锋要做的事情, 怕是场面过于不适。 秦锋不想让一向淳朴的父母目睹。 当秦锋走到自家院子不远处, 就见到自家院子的墙壁, 已经倒塌下去了一块。 不少人正围居在了自家院子面前。 那里正停着一台挖掘机, 旁边站着几个男子, 满脸嘚瑟, 正在耀武扬威。 为首一个男子, 高高瘦瘦, 看着二十七八岁左右。 秦锋一眼认出来, 正是隔壁村的河墙, 从小就跟秦锋不对头。 秦锋山和李秀之那对老东西, 怎么不见人在家? 正好了, 给我用力挖, 将这个院子全部拆了, 谁敢上来阻拦, 撵过去就是。 在发现屋内没有人后, 河墙不屑冷哼一声, 命令挖掘机继续行动。 轰隆隆, 挖掘机启动, 发出隆隆大声。 周围早已聚集十来个村民为官, 一个个指指点点, 却是敢怒不敢言, 没人敢得罪河墙。 毕竟, 他们都知道河墙惹不起, 他解架了一个县里有头有脸的人物, 据说还是混道上的。 谁敢拆一个试试, 我让谁葬身在这里。 不过就在这时, 一道霸气冰冷的嗓音传来, 一众村民闻声一惊, 心倒是谁不知死活, 敢站出来得罪河墙。 众人抬头看去, 却见一个青年走了过过来。 哟! 还有人敢阻拦我河墙? 河墙一听, 嘴角勾起一抹不屑, 转头寻声望了过去。 强哥, 是秦峰那个小子回来了。 此时, 早有河墙身边的同伴认出秦峰, 立马咋呼喊道, 叫这么大声干毛, 老子见到了。 河墙吓了一跳, 给了这个同伴一巴掌骂道。 接着, 河墙转头望向走过来的秦峰。 哎呀, 秦峰, 好久不见, 最近在哪里发财啊? 你这盛老板装让我大开眼界啊, 要两百块吗? 看着走来秦峰和强阴阳怪气起来。 一身普通衣服, 夹起来不到两百, 早听说秦峰没有出息, 几年不见, 如今一看, 果然不错。 秦峰无视对方阴阳怪气, 直接问道, 就是你打伤我吧, 要占我家的地, 眼下还要扬言拆我家房子。 不过, 面对秦峰的话, 河墙继续阴阳怪气, 吆喝起来, 你们都愣着做什么? 我们秦大老板回来了, 还不叫大家快出来围观, 让我们一起欢迎秦大老板, 一锦还乡啊。 哈哈。 说到最后, 河墙整个人哈哈大笑, 都要笑喷了出来, 似乎有什么天大笑话。 同时, 河墙身边几个同伴男子, 也开始大喊起来。 如今中午时间, 陆续有不少村民回来吃午饭。 不到几分钟, 文讯围观过来, 一下子就聚集了五六十个村民。 只是, 当他们看到秦峰的模样之外, 知道河墙是故意的。 什么大老板一锦还乡, 秦峰还是以前的样子。 不少村民都是神色各异, 互相交头接耳起来。 当年秦峰考上大学, 人人都觉得秦家生了一个初喜儿子, 可想不到大学毕业后, 秦峰处处碰壁, 毫无初喜。 一度成了村里的笑话。 很多人都嘲笑读在多书, 有什么用? 还不是废物一个。 秦峰没有理会四周村民的眼神, 继续看向对面河墙。 我再问你一遍, 是不是你打伤我爸? 是哪一只手打的? 哪一只脚踢的? 草, 是老子打伤了又怎么样? 你个垃圾敢打我吗? 面对秦峰追问, 河墙一脸不屑之色, 指着秦峰骂道, 你现在一个废物, 跟我河墙比, 比得了吗? 我河墙如今混得风生水起, 惹得老子不开心, 将你也一起给收。 然而, 河墙最后一个十字没有说完。 秦峰突然动了, 身影如风, 似猛虎下山。 没有什么华丽的动作, 秦峰就这样一个抬手, 一巴掌抽向了河墙。 啪! 一道响亮无比的耳光声传来, 下一刻便见到河墙原地转了一圈, 人跌跌撞撞到了下去。 砰的一声, 摔在旁边地上, 疼得河墙一阵咬牙切齿。 同时, 河墙半张脸以肉眼可见的速度红肿起来, 一下子跟一个猪头似的。 强哥! 几个男子看到河墙摔了出去, 都愣了一下, 随即喊了一声, 冲上去扶起河墙。 被几个同伴男子搀扶起来的河墙, 整个人都怒了, 忍着脸上肿痛, 盯向秦峰满是怒火吼道。 妈的! 你敢打我, 都愣着干什么? 给我上! 弄死他压的! 听了河墙这话, 几个同伴男子立马行动起来, 挥动拳脚朝着秦峰冲来。 只是, 秦峰的速度比他们更快。 砰砰砰! 秦峰动作如龙, 仿佛一阵风掠过, 冲向几个男子。 几乎一拳一个, 秦峰轻而易举将他们全部干趴在了地上。 一个个有抱着头, 有抱着腿, 都在地上惨叫。 看到这一幕, 四周围观村民都傻眼了。 他们想不到秦峰会这么能打, 还敢打了河墙这帮人。 小峰啊, 你怎么打了河墙啊? 要摊上大事了。 孩子赶紧走吧, 离开村不要回来, 去外面避避风头。 惹了河墙这帮人, 你要麻烦了。 他姐夫可是县里倒上某个大佬, 黑白两道通吃, 听说连县长都得让他姐夫三分拨面。 周围不少村民于心不忍, 纷纷低声劝说秦峰跑路。 看得出来, 村民很怕河墙这帮人, 准确来说是怕河墙那个姐夫。 不过, 面对村民好心相劝, 秦峰还是不动于衷。 连雷天霸这个势里大佬都要给自己扶手, 区区一个县里大佬有何惧之一, 妈的, 想要跑? 后悔都迟了, 你这个废物敢打我? 如果你现在走了, 下次回来给你爸妈收尸吧。 对面河墙以为秦峰害怕了要跑路, 立马露出争鸣之色, 咬牙切齿狠声说道。 听了河墙这话, 秦峰平淡的面色, 一下子冷了下来。 冷冽如刀。 我秦峰一声行事, 什么时候后悔过? 原本念在熟悉一场, 我打算给你一个下跪赔赘的机会。 可惜你这句话, 彻底宣布你的结局。 话语落下, 秦峰握手捏拳, 一拳打了过去。 快如闪电! 河墙完全来不及躲闪, 让秦峰一拳砸落在了胳膊上。 咔嚓! 一道骨头断裂声传来, 河墙发出一声无比痛苦的惨叫。 下一刻, 胳膊严重发生变形扭曲, 疼得河墙倒了下来, 滚在地上, 一时无法出声。 显然, 这条胳膊彻底废了。 今天, 我秦峰要用你的血, 告诉所有人, 胆敢欺负我家人者, 必要付出血的代价。 一声落下, 在村民们无比震撼的目光中, 秦峰抬起一脚, 又重重踩向了河墙的一条腿上。 咔嚓! 一道比刚才还要大的骨头断裂声传来, 河墙再次疼得惨好两声, 当场承受不住疼痛, 晕死过去。 周围村民面对这个场面, 震惊得瞪大眼珠, 心惊肉跳。 这个时候, 无人再敢说话, 因为他们发现一个问题。 秦峰变了, 变了一个人似的。 要知道之前的秦峰, 不是这样子的。 之前秦峰谦和斯文, 还有一股书生气。 如今秦峰, 却是冷酷狠绝, 霸道无惧。 你要死了, 敢打断和强的手和脚。 秦峰, 你死定了。 这个时候, 倒在地上的一个同伴, 指着秦峰叫了起来。 你可知道, 和强姐夫是谁吗? 普县乔四爷听说过吗? 县里大佬, 我们是给乔四爷办事的, 他不会饶过你的。 在普县谁敢不给乔四爷面子。 要知道我们乔四爷, 可是给唐家做事的人, 唐家知道吗? 鲁南四大家族之一的唐家。 乔四爷? 秦峰文言。 没有听过这个名字。 不过, 知道乔四爷和许人也的村民, 却是吓得脸色狂变。 乔四海和许人也, 原名乔四海, 普县大佬级人物, 半个普县酒吧和夜场都是他开的, 一个干着黑色地带生意的人。 传闻, 在他手下做事的小弟好几百, 黑白两道都要给他面子, 在整个普县可谓有头有脸的人物。 不少知道情况的村民都觉得秦峰要摊上大事了。 唐家做事的人? 秦峰一听笑了, 随即扫了一眼那个同伴男子, 乔四海是吧? 你去打个电话喊他来。 既然这是还有幕后之人, 那好一病解决了。 好, 你等着。 那个同伴男子闻言一喜, 想不到秦峰会给这么一个要求, 当下起身掏出手机拨打电话。 而随着秦峰这话一出, 围观的村民都呆了。 他们觉得秦峰一定是疯了。 摊上这么大的事, 打了人家小舅子, 该跑路都来不及。 而秦峰居然要让人打电话, 喊来乔四海。 这, 一定是疯了。 很多村民都在心里暗暗摇头道。 还是走吧, 等下乔四海来了, 迁怒到了, 我们可不好了。 那个, 我先回去了, 我还没有吃午饭呢。 我也没有吃饭, 我饿了走了。 接着, 一个个村民在一番议论都吓得离开了, 显然生怕受到连累, 成为了殃及驰鱼。 毕竟在他们眼里, 乔四海那种大佬不是能够得罪的, 一旦受了牵连, 便是灭顶之灾。 不一会儿, 周围围观的村民走得一个不胜。 看到村民离开回家之后, 秦峰往前走了两步, 靠在自家院门旁边, 等候乔四海的到来。 二十分钟后, 一台奔驰麦巴赫开进到了太平村, 后面跟着三台商务车, 车子在村口停了下来。 紧接着, 十几个社会青年走了下来。 前面一个高大体壮, 四十出头的男人, 从麦巴赫走了下来。 男人似乎一条腿瘸了, 单手拄着一根龙虎拐杖, 旁边一个艳丽的女人, 在旁搂着他的胳膊。 不过, 就算男人瘸了腿, 双目也如虎眼, 透着一股令人威慑的气势。 来人正是乔四海, 人称普县乔四眼。 作为普县有头有脸的人, 只派小舅子到这里买地, 搞了这么多天, 不仅没有买下来, 而且人还被打了。 这让乔四海无比恼火, 想不到有人敢打他乔四海的人, 还是他的小舅子。 更想不到, 对方竟敢让小弟打来电话, 叫他过来。 嚣张, 太嚣张了。 这还得了, 让他乔四海以后怎么混。 接到电话之后, 乔四海当即点上十几个精锐手下, 气势汹汹朝着太平村开来。 他要杀一锦百。 四爷, 你可算来了。 何强那个同伴男子, 早已等在村口, 一见乔四海到了, 立马迎了上来。 你是阿强的小弟黄毛? 乔四海扫了一眼问道。 是的, 四爷。 黄毛露出讨好之色, 回答应道。 阿强他人在什么地方? 还有打伤你们的人在哪? 乔四海面色一沉, 喝了一声问道。 四爷, 人都在村里, 你跟我来。 黄毛说着, 走在前面, 领着乔四海一众人, 朝着村里面走去。 当来到秦峰家院子外面, 乔四海众人一眼, 便见叼着一根狗尾草, 靠墙里的秦峰。 四爷, 就是那个小子, 他打断了强哥的手脚。 黄毛指着秦峰, 向乔四海叫道。 眼下, 和强断手断脚, 早已失血过度, 倒在地上不断抽搐, 看起来十分凄惨。 阿强! 目睹阿强这个惨状, 乔四海走过去, 不由喊了一声。 显然, 没料到和强会如此之惨。 姐, 姐夫, 你终于来了, 杀了。 给我报仇, 我要让他死。 和强睁开眼看到乔四海, 愤怒用力说道。 到了最后, 近乎生死利尽, 随之脑袋一歪, 人晕死了过去。 乔四海见状怒容浮现, 整张脸色变得阴沉无比。 和强这个惨状, 就算不死, 也得废了。 随后, 乔四海缓缓转头, 看向靠墙里的秦峰, 咬着牙根说道, 小子, 是你打断了我小舅子的手脚。 是我, 又如何? 秦峰平静回答道, 乔四海见对方如此无视自己愤怒, 当下怒激法叫好, 好, 很好, 连我乔四海的小舅子都敢打, 你是普县第一个。 说完这话, 乔四海的神情阴沉到了极点。 与此同时, 跟着乔四海后面十几个社会青年, 搭搭地拿着砍刀和钢管, 冲上来围住秦峰。 只等乔四海一声, 他们立马扑上去, 乱刀砍死秦峰。 远处村民家中, 不少村民透过门缝, 窗户, 纷纷朝着这边往来。 一个个都让眼前这一幕, 给吓得不轻。 是乔四眼。 他来了。 然而, 面对一众社会青年包围, 秦峰毫不所动, 反而嘴角扬起一个弧度。 不要说你小舅子, 就连你乔四海, 我也敢打。 秦峰看向神情阴沉的乔四海, 声音淡淡说道, 乔四海, 你觉得自己是浦仙大佬, 就很厉害了吗? 听到秦峰这话, 乔四海觉得无比可笑, 如同猫看老鼠般盯着秦峰, 小子, 我不懂你凭什么有底气, 但在浦仙, 我乔四海说了算。 在乔四海看来, 秦峰时有八九, 故弄玄虚。 乔四海, 你也活得糊涂了, 什么人都惹。 秦峰摇了摇头, 看向嚣张跋扈的乔四海。 乔四海听后越发不屑, 面容变得猙獰起来, 我管你什么人, 今天你死定了, 哪怕天王老爷子来了, 也就不了你。 是吗? 秦峰反问一句, 不紧不慢将一张卡甩给了乔四海。 那你睁开你的狗眼, 先看看这个东西。 一张黑色的卡, 在阳光直射下, 散发着黑色光芒。 这张黑卡, 刺着乔四海, 有些无法睁眼。 什么垃圾卡片? 乔四海骂了一句。 接到随意瞧了一眼, 并未注意细看。 觉得一个农村青年, 能掏出什么好东西来。 你用这个玩意, 要讨好贿赂我吗? 随后, 乔四海捏着黑卡, 露出戏血之色, 看向秦峰。 他还以为, 秦峰是在求和送礼。 不过, 秦峰越是这样, 乔四海越不会放过对方。 没有眼力尽的狗动线。 秦峰冷笑一声, 沉声道, 这是唐家黑卡。 什么? 唐家黑卡? 这话一出, 觉得已是吃定秦峰的乔四海, 不由脸色大便, 连忙低头戏乔手中黑卡。 就在这个时候, 乔四海才注意到黑卡底部还有一行金色小字, 属唐家最尊贵的客人持有。 轰, 乔四海整个人都呆住了, 身体僵在原地。 真是唐家黑卡! 非唐家最尊贵的客人无法持有, 也就是, 只有属于唐家最尊贵的客人才有资格持有。 能够被唐家视为最尊贵的客人, 绝不是乔四海可以招惹得起的。 在乔四海印象中, 只有省会权贵以及京城太子爷们才能配得上唐家最尊贵的客人这个称呼。 无论哪一个都是站在云端之上的大人物。 下一刻, 乔四海抬起头看向秦锋, 眼中恐惧滚滚而来。 这位小兄弟, 不, 这位先生, 我乔四海有眼无珠, 请先生恕罪。 乔四海身躯颤抖, 联手在颤抖起来。 说着, 乔四海攻腰走到秦锋面前, 双手高高举起那张黑卡。 你就这样赔罪。 秦锋淡淡冷笑。 虽然秦锋是在笑, 但乔四海却想要哭。 扑通一声。 乔四海二话不说, 跪了下来。 这位先生, 乔四海有眼无珠, 手下人冲撞到你了, 请恕罪。 乔四海再次开口赔罪。 远处村民看到这一幕, 都纷纷傻眼了。 就连正在围住的社会青年也都傻眼了。 什么情况? 乔四爷居然下跪了? 给这个小子下跪了? 这些社会青年也是下得不轻, 不由分说收起武器, 退出去了几步外。 连自己老大乔四爷都下跪了。 何况他们这些小罗罗, 还敢围住, 岂不等于找死。 秦锋见乔四海下跪了, 面色这次平和下来。 当下, 秦锋伸手拿回那张唐家黑卡。 看来唐家黑卡的用处, 还蛮大的。 原本秦锋只是想拿出来试试而已, 没想到真能吓住了乔四海。 乔四海, 你的人伤我吧? 搞我家院子, 你可有说法。 望着跪在身前的乔四海, 秦锋冷冷问了一句。 乔四海浑身一颤, 吓得一咕噜, 匍匐在秦锋的脚下。 先生, 我罪该万死, 欲下不言, 恕罪啊! 乔四海差点吓尿了。 当然, 乔四海也不忘解释, 我也不知情, 我是给了钱来买的, 不知道打伤人的情况, 更没有叫人推了先生家的院子。 如果知道这家儿子这么厉害, 他说什么, 也不敢让何强过来强行买地。 何况, 他真是不知道何强打伤了人, 还要推人房子的事。 秦锋看了乔四海一眼, 亮乔四海也不敢说谎。 好, 念你不知情, 我可以饶你一次。 秦锋声音淡漠道, 随后伸手一直惨状不堪的何强, 但你这个小舅子, 是吧? 他伤我父亲, 推我家院子, 这笔账怎么算? 本来听了秦锋前一半句, 乔四海松了一口气, 后半句却让他再次心神大害。 显然, 这话代表不能饶过何强。 如今手脚都断了, 再追究下去, 怕是性命了。 不过, 何强怎么说也是他小舅子, 他下不去手。 怎么了? 难道你不懂得如何执行家法? 秦锋目光一冷, 杀意涌现出来。 乔四海打了一个颤抖, 如同让死神盯住了似的。 先生, 我用人不当, 何强弃压良善, 死不足惜, 请你放心, 我保证让他见不到明天太阳。 当下, 乔四海立马给秦锋表了一个态度, 因为他觉得, 如果再不出话, 秦锋真会杀了他。 同时, 乔四海继续说道, 除此之外, 我送上等药材, 给先生父亲治疗伤势, 自补身体。 还有我决定要在村里, 给老人家盖一栋新房子, 作为房子补偿。 但请先生, 息怒。 乔四海说着, 朝着秦锋抱手磕头, 直接磕了三个响头。 毕竟在社会道上摸爬滚打多年, 乔四海深知这个社会道上规矩。 强者为尊! 无论社会, 还是道上, 出来混总要还的。 这一次, 他碰上惹不起的大人物了。 远处, 村民们还在震惊, 骇然。 他们偷偷看着一切, 乔四海这个普仙大佬跪地, 磕头。 因为距离有点远, 听不到对话。 但能看得出来, 乔四海对秦锋充满无比敬畏恐惧。 你的做法, 成功避免一死, 起来吧。 秦锋见乔四海还上道, 抬了抬手说道。 得到秦锋这话, 乔四海缓缓松了一口气。 尽管, 至今, 他连对方叫什么名字都不知道。 但这一次, 九死一生。 谢国先生, 法外开安。 乔四海又败谢秦锋, 方才站了起来, 前胸后背早已让惊吓出来的冷汗给湿透了。 你们走吧, 不要在这里吓到村民了。 随后, 秦锋摆了摆手道。 是, 先生。 乔四海遵从吩咐, 丝毫不敢多加停留, 带着手下台上和墙那几人, 落荒而逃逝地, 离开了太平村。 随着乔四海那些人离开, 不少村民开始探头出来, 有的村民一副忐忑之色, 走出自己家门。 待到确定乔四海那些人都走了之后, 村民们很快封涌出了家门, 朝着秦锋这边走来。 秦川正要准备转身, 走向村卫生室。 还是迟了一步, 秦锋让村民们给包围簇拥起来。 小枫, 你真行啊, 只要能够让乔四海给你下跪磕头? 不得了。 不简单, 小枫不简单啊。 能让乔四海下跪磕头的人, 整个普县绝对没有第二个。 小枫, 你怎么做的? 你在外面是不是发达了? 所以乔四海才这么怕你? 那还用说吗? 小枫一定发达了, 我打小就瞧出小枫这个孩子长大后会有大出现。 小枫有女朋友了吗? 我外甥女去年大学毕业, 要不要你俩约见一面? 一个个村民们围住了秦锋, 开始称赞吹捧, 喝彩巴结起来。 甚至, 有的村民还要给秦锋介绍对象。 乔四海作为普县大佬, 是整个普县人人谈之色变的人物。 可就这样一位大佬, 却给秦锋跪下磕头, 连县长都没有这等能耐。 此刻, 所有村民都以为秦锋这个秦家小子, 不得了, 一定是发达了。 各位书白沈娘们, 大家不要这样。 你们看我这般模样, 哪里像的发达人士? 我其实就是一个普通人。 面对一众村民的热情包围, 秦锋明显有点招架不住, 值得解释起来。 但, 村民们不管不顾。 小枫, 我们这些书白沈娘, 都是看着你长大的。 如今你有出息了, 发达了, 在我们面前, 有什么不好意思承认的? 谦虚了, 小枫你太谦虚, 我们又不会抢走你的。 拿走你的, 用不着跟我们这些书白沈娘, 还遮遮掩掩。 就是, 小枫, 怪不得你这几年都很少回来, 原来在外面发达了。 乔四海下跪磕头, 你一定是成了什么大人物, 快跟我们说一说。 村民们都围着, 看着秦锋, 七嘴八舌地问了起来。 各位书白沈娘们, 我没有发答, 也不是什么大人物。 秦锋文言无语, 摇了摇头继续解释。 好了, 小枫不说, 咱们也都别追问了, 咱们大家只要知道一点, 小枫如今是个大人物, 连乔四海都能下跪就行, 毕竟属于小枫的隐私。 对了, 小枫你吃午饭了没有? 来沈子家吧, 刚好你小崔妹妹休假回家, 沈子家准备了一大桌子好菜, 我家也有好酒好菜, 来我家。 接着, 一个个村民都开始争先恐后, 要拉着秦锋去家里做客吃饭, 村民们都自认不傻。 他们觉得, 乔四海这样普现大佬给秦锋下跪磕头, 只要用脚趾头想一想, 都知道秦锋绝非一般之人。 就算秦锋自己没有发达, 那也是一定认识结交到了什么大人物, 才使得乔四海如此敬畏无比。 我真不是什么大人物, 小枫, 怎么还在谦虚, 就是你不懂事了? 这里又没外人, 都是村里书白沈娘们, 不要谦虚了, 不然我们可生气了。 秦锋想要拒绝, 想要继续解释, 却被各位书白沈娘板着脸, 训骂说不懂事。 还被说什么, 不要在书白沈娘们面前装了, 我们都懂的。 你有自己隐私, 身份什么的, 不能随便外露那一种。 面对村民们的疯狂脑补, 一时之间, 秦锋不知从何解释, 总不能向各位书白沈娘动粗吧? 当下, 秦锋只好一一应下, 说有时间再去吃饭, 先稳住这波热情激动的各位书白沈娘们。 稳住了村民们之后, 秦锋好不容易才从人群中抽身离开。 不过, 秦锋知道经过这事一闹腾, 怕是要不了多长时间, 自己很快便会名扬整个太平村了。 接着, 秦锋转身朝着村卫生室那边走过去, 但秦锋还没有到村卫生室, 便见陈二狗搀扶父亲秦青山和母亲李秀枝, 朝着家里这边过来。 小枫, 你没事吧? 母亲李秀枝远远地叫唤了一声, 夫妇俩担心秦锋会出事, 一定要让陈二狗扶出村卫生室回家看看。 爸, 妈, 我没事。 秦锋迎了上去, 在旁扶住父亲秦青山, 笑了笑回道。 打两眼秦锋, 发现秦锋没有事后, 夫妇俩总算在心里松了一口气。 秦青山望了一眼周围情况, 疑惑问道, 何强那帮人呢? 他们走了, 还说不会再买我们家的地, 以后不会再来打扰我们了。 秦锋解释一句, 走了。 秦青山听后, 愣了一下, 似乎不敢相信。 他不是不信秦锋, 而是不信何强那帮人会放弃。 要知道这几天来, 何强为了强行低价买地, 简直无所不用其极, 就这样放弃了。 是啊, 爸, 人都走了, 不用担心了。 秦锋再次说道, 老秦, 孩子的话, 你还不信吗? 旁边李秀之白了秦青山一眼, 让秦青山不再质疑。 我不是不信小枫, 而是觉得太奇怪了, 多少不可思议。 见到母亲发话了, 父亲秦青山也不再多问。 只要何强那帮人不再来找麻烦, 便是最好不过了。 枫哥, 要是没我的事, 我就先走了, 下午还要做工。 这个时候, 陈二狗突然提出要离开。 秦山说, 秀之神, 我先走了。 说着, 陈二狗也不等秦锋一家三人反应, 转身往旁直接跑开了。 二狗, 留下来一块吃午饭吧。 不了, 我要回去做工了。 陈二狗头也不回, 转眼间就跑进了旁边村道拐角, 消失得无影无踪。 这二狗怎么走这么快, 望着陈二狗跑得没影, 母亲李秀之不解嘀咕了一句。 秦锋多少能猜测陈二狗这么快离开的原因。 不过, 秦锋并未揭穿陈二狗。 李秀之拉过秦锋的手, 满脸都是慈爱之色。 小枫, 饿了吧? 走, 我们回家, 妈给你做好吃了。 你这一次休假回来几天? 李秀之一边说一边问道, 爸, 妈, 我辞职了, 不干了。 秦锋道, 辞职? 怎么不干了? 不是干得蛮好的吗? 父亲秦青山望了过来, 问道, 记得前两天电话里, 儿子还说工作顺利, 打算休假几天回来, 如今怎么就辞职不干了? 妈, 没有什么, 就是性格不好, 分了, 妈不要提他了。 秦锋没有说出王一璇彩彩礼家驾的事, 也没有说王一璇劈腿的事。 因为一旦说出来, 爸妈可能会难受, 他们二老会认为是自己家给不起彩礼, 王一璇才会跟自家儿子分手。 老秦, 你来说一句, 不能让儿子和一璇那姑娘分手。 李秀之见秦锋听不进自己的话, 转头看向旁边沉默抽烟的秦青山叫了一声, 分了就分了, 孩子的婚姻还是让孩子自己最清楚。 秦青山抬头看了李秀之一眼道, 李秀之瞪了丈夫秦青山一眼, 没见过你这样劝儿子分手的。 小枫, 你听妈一句话, 不要轻易分手。 如果是彩礼问题, 我和你爸这里也攒了十万彩礼, 你可以先给一璇他家送去。 李秀之继续劝着秦锋说道, 妈, 你在说什么? 那是你和爸辛苦一辈子攒下来的钱, 我不可能拿你们血汗钱当彩礼的。 秦锋摇了摇头, 再说, 我和王一璇分手, 也不是彩礼的事情。 好了, 秀之, 孩子的感情问题, 我们还是不要插手了。 他比我们更懂, 我们支持孩子的决定就行了。 秦青山拉住了一下李秀之, 不让李秀之继续劝下去。 作为父亲, 也同为男人, 秦青山比李秀之更懂儿子的心思。 儿子一向重感情, 如果不是出了什么问题, 绝不会跟王一璇分手的。 至于儿子没有将问题说出来, 那么秦青山也猜到了几分, 才会没有说话, 默许秦锋的行为。 你, 李秀之还想要说什么, 却让丈夫秦青山的眼神给暗示了回去。 我先去做饭, 你们父子好好聊。 随后, 李秀之转身走向了厨房那边, 带到母亲李秀之离开后, 秦锋看向旁边沉默不语的秦青山。 爸, 谢谢你能够理解我。 秦锋道, 小枫, 无论做人还是做事, 问心无愧就好, 上对得起天地, 下对得起良心。 秦青山伸手拍了拍儿子的肩膀, 鼓励一句说道, 爸, 我知道。 秦锋点了点头, 这样的话从小到大, 没少听爸念到叮嘱。 自己这个父亲一生正直憨厚, 却也在农村干了一辈子农活。 有时候, 秦锋实在想不明白, 父亲看着不善言辞, 但绝不是那种没有文化的人, 为什么要在农村干一辈子农活呢? 爸, 让我来给你看看腿伤。 接着, 秦锋看向父亲秦青山的大腿, 说道, 我伤得不严重, 休息几天就好了。 秦青山说着, 要缩回大腿, 似乎怕秦锋看到会担心。 爸, 让我看看你。 我在城里跟人学了一点医术。 秦锋跟父亲秦青山说了一句, 随后伸手在大腿上摸了几下。 你跟人学了医术? 秦青山文言一愣。 这个时候, 秦锋已经摸出了秦青山的伤势轻重。 果然伤到了骨头。 爸, 你忍耐一下, 我帮你接骨回味。 说着, 秦锋双手伸出, 一边按住大腿根部, 一边用力一按下去。 咔嚓一声。 只听到一道骨头碰撞声响起, 一股剧痛传来, 疼得秦青山眉头一皱, 差点就要叫了出来。 不过, 这股剧痛转眼, 就消失得无影无踪。 连腿上伤势问题的疼痛, 也随之跟着消失了。 好神奇的感觉。 好了, 秦锋放下了父亲秦青山的腿, 说道, 秦青山早已大喜, 满眼不敢相信。 我腿居然没事了。 爸, 你站起来走两步。 秦锋看向父亲秦青山说道, 刚才在接骨完成同时, 秦锋也暗中调动丹田真气 给父亲治疗腿伤。 好, 我看看。 秦青山露出喜悦, 缓缓站起身, 往前走了出来。 秦锋转身来到旁边, 拿出之前放藏在角落的礼物, 却发现, 买给爸妈最为贵重的 两套羊毛绒衣服都不见了, 只剩下一些营养品。 想到之前陈二狗的反常行为, 时有八九跟陈二狗有关。 秦锋皱了皱眉, 却也不动声色。 当下, 秦锋先将营养品给拎了过来。 真好了, 我可以走了。 这时候, 秦青山见腿脚不痛, 还能行走, 未免有些激动难易。 只见秦青山转身看向秦锋, 忍不住赞了一声, 小枫, 你这医术真行。 你们爷俩, 什么事情聊得这么高兴。 厨房内的母亲李秀之, 听到院内笑声, 端着饭锅走出来问道。 秀之, 小枫治好我的腿了, 不疼, 也不用人扶着走了。 秦青山扭头看向李秀之, 满是高兴欣慰说道。 你在说什么胡话, 咱儿子又不懂医, 李秀之也是愣住了, 带见丈夫秦青山真能自己走, 还走得腰杆鼻挺, 说到一半的话, 乍然而止。 这是怎么回事? 李秀之也愣住了, 儿子什么时候懂了医术, 还这么厉害? 爸, 妈, 这是我给你们带的礼物。 秦锋走了上来, 将手中礼物递给爸妈, 买了一些营养品, 给你们补补身子。 带什么礼物? 多浪费钱。 我和你爸在家带农活习惯了, 不用吃营养品, 你要攒钱娶媳妇, 下次给我和你爸带个媳妇回来, 比带什么礼物都高兴。 李秀之身手接过儿子的礼物, 难免训斥说浪费钱, 不懂攒钱之类的话。 不过, 话虽训斥, 但李秀之也是很高兴。 这营养品, 要一万多。 当李秀之翻看一下, 却被价格标签惊吓了一大跳。 你这孩子, 是不是被人骗了? 接着, 李秀之直接急眼了, 没有感动, 反而生气。 毕竟, 儿子之前虽在大公司上班, 但一个月工资才四千多, 除了吃喝用赌, 几乎攒不下钱。 如今竟给他们两个半截入土的人, 买了这么贵的营养品, 李秀之第一反应, 便是儿子被人骗了。 哒哒哒! 就在这时, 一阵脚步声从院子门口传来。 只见外面不少村民手提肩扛, 拿着东西走了进门。 青山, 秀之, 你们夫妇都在啊, 恭喜你们! 你们家小枫有出息了。 这是我家的鸡蛋, 太多了吃不了, 拿来给小枫尝一尝。 我家的腊肉, 也是吃不了这么多怕坏了, 送给你们家一些。 这是我家在山上打来的野兔肉。 一个个村民将手中的东西, 放在了秦青山和李秀之夫妇面前, 都是热情讨好的语气说道。 见到这一幕, 秦青山和李秀之夫妇都傻眼了。 不知道村民们为什么这么热情, 给他们家送来东西。 你们这是怎么回事? 李秀之看着面前十几个村民, 带着不解问道。 秀之, 也没什么, 就是觉得小枫回来了。 我们拿些东西来看望一下, 就不打扰你们一家团聚了。 但村民们似乎事先约定一般, 放下东西也没有多说, 很快又退出院子离开了。 看着面前堆得跟草垛子似的一袋袋东西, 秦青山和李秀之一阵面面相去。 不过刚才村民们的话, 也都听到了, 是来看儿子秦峰的。 随即, 秦青山露出了满怀欣慰的表情, 跟着秦峰问道, 小枫, 村里这些书白沈娘都不错, 听说你回来了, 都送来吃的, 以后有出息, 要好好报答。 爸, 我知道了, 我会的。 秦峰点了点头应声道, 村民们送东西是奔着他来不错, 但绝不是简单为了来看他。 其实, 村民们对咱们家还是不错的。 李秀之也是心情大好, 一边整理村民们送来的东西, 一边指着营养品说道, 小枫, 这营养品, 明天拿去退了吧, 太贵了, 不值得浪费钱攒着钱娶媳妇。 妈, 买都买了, 就留下来吃, 你和爸这么辛苦。 秦峰笑着说道, 你这个孩子怎么不听话了, 你不退, 那明天我按地址去给你退了。 李秀之见儿子秦峰不听, 只好打算自己明天去退货。 小枫, 你妈说的没错, 不用给我们买, 明天让你妈去县城退了。 就连父亲秦青山也觉得浪费钱了。 毕竟, 对农村人来说, 哪会有什么营养品之类说法, 觉得炖一个鸡汤都比什么营养品都强。 见爸妈一心想着攒钱娶媳妇, 秦峰还能说什么, 只能点了点头硬了下来。 一份营养品, 爸妈都不要。 秦峰不敢想象, 如果将自己拥有上千万别墅, 上百万存款的事情告诉爸妈后, 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反应。 这样的事实在惊喜过大, 算了, 还是先缓缓再说吧。 要是一下子将爸妈给惊出什么病来, 就不好了。 晚饭有了村民送来的东西, 一顿饭搞得非常丰盛。 吃过晚饭之后, 已是黄昏日落。 随着夜幕降临, 秦峰走出院门去找陈二狗, 看看是不是陈二狗拿走两套羊龙衣服。 秦峰之所以没有揭穿陈二狗, 是因为陈二狗是个孤儿, 前两年大哥去世后, 便跟着在家守寡的嫂子相依为伴, 生活比较穷困潦倒。 不要, 不可以, 如果让村里人看到了, 以后还怎么见人? 玉娥, 你怕什么? 谁敢饶我好事? 我让谁好看? 来吧玉娥, 赶紧扎, 让你看看我黄大东有多生猛。 不可以, 大东, 别这样好吗? 你饶了我, 玉娥, 先不要求饶, 等下再求饶, 我为你做了这么多, 你也该满足一下我了吧? 这一天天看着你的背影, 都要想死我了。 来吧。 秦峰靠在墙壁后面, 听着棚子那边的声音, 悄悄探头望了过去。 黑灯瞎火, 在月光下, 看到一对男女。 苏玉娥坐在棚内一张桌上, 黄大东站在面前, 不断扒扯着苏玉娥的衣服。 衣服一渐渐被黄大东粗鲁扒了下来, 露出比天上月光还要白的肌肤。 这是要大战了吗? 秦峰见这一幕, 一阵口干舌燥。 苏玉娥的身体, 实在太美了。 高挑傲人, 大屁股。 尤其是那白白嫩嫩的肌肤, 如同出水芙蓉似的。 要知道, 苏玉娥是十里八乡有名的美人寡妇, 是成二狗哥哥陈大柱去外地打工娶回家的外地媳妇。 至于苏玉娥的来历, 村里没有几人知道。 只是陈大柱过世之后, 苏玉娥美人寡妇之名, 渐渐传遍了十里八乡。 尽管守了几年寡, 苏玉娥今年也有三十五岁了, 但是看起来像二十七八岁。 真不可以, 大东, 你饶了我, 我换个方式暴打你。 苏玉娥的声音还在传来, 带着几分压抑低营。 目睹棚内正在被黄大东扒下衣服的苏玉娥, 秦峰大叫一个热血翻滚。 朗朗乾坤之下, 真是岂有此理。 玉娥嫂子, 你在吗? 秦峰退到墙壁外脊不远, 张口故意喊了一声。 这一喊声很大, 也很突兀, 顿时将要挺腔深入的黄大东给吓得不轻。 玉娥嫂子, 我怎么听到屋后, 棚子有响动。 你是在那里吗? 接着, 秦峰又喊了一声。 同时, 还故意放大脚步声, 朝着棚子走来。 玉娥, 我还有事先走了。 这一下子, 黄大东彻底吓到了, 留下一句话, 连忙转身, 弯着腰往外跑出去。 不一会儿, 人就跑了个眉影, 消失在夜色中。 显然, 黄大东害怕被人发现它。 然而这一切, 秦峰早已看在眼里。 这个死鬼黄大东, 不是说谁敢来, 就让谁好看吗? 怎么跑了个眉影啊, 把我一个撂下。 没良心的男人, 幸好我没上他的当。 苏玉娥嘴里嘀咕一句, 开始抓起衣服穿了回来。 是谁啊? 苏玉娥一边穿衣服, 一边朝外面问道。 玉娥嫂子, 是我秦峰。 秦峰从墙壁后面走了出来。 然而, 没想到苏玉娥穿衣服的速度这么慢, 还没有穿好。 看着亭亭玉立, 风满傲人的曼妙郊区, 秦峰差点鼻血喷了出来。 以前秦峰经常来找陈二狗玩, 曾撞见过洗完早衣不避体的苏玉娥, 那个画面一度让秦峰梦回萦绕。 原来是小峰弟弟啊, 我以为是谁? 这么晚了, 你是来找二狗, 还是来找嫂子? 苏玉娥将最后一件上衣穿上, 见到来人是秦峰, 也就不当回事。 说到最后, 还出言调戏了秦峰一声。 在苏玉娥看来, 无论陈二狗, 还是秦峰, 都当作是小弟弟一般。 玉娥嫂子, 我来找二狗。 秦峰一本正经回道, 这种黑灯瞎火之下, 秦峰真怕自己受不了, 扑上去做出什么事来。 有时候, 秦峰想不明白, 苏玉娥和陈大柱没有孩子, 如今手寡都四五年了, 为什么还不改嫁人? 这么一个美人, 就算改嫁, 也是一个香波波, 无比抢手。 我还以为你是来找嫂子, 二狗她不在家, 不知道去哪了, 从下午到现在都不见人。 苏玉娥穿好衣服走了出来, 胸口起伏, 看着秦峰说道, 二狗不在家的话, 那我就不打扰玉娥嫂子了, 先走了。 秦峰听说陈二狗不在, 没有多呆下来的意思, 准备转身离去。 都来了, 进来坐坐, 这么多长时间不见嫂子, 你不想嫂子吗? 嫂子可想你了, 快进门陪嫂子说说话。 然而, 苏玉娥一把拉住秦峰的手, 将秦峰往屋里拉了进来。 玉娥嫂子时候不早, 明天再说。 秦峰打算正开手, 却被苏玉娥紧紧抱住手臂。 顿时, 一阵柔软从手臂上传来。 秦峰不由低头看去, 刚好目光落在苏玉娥的衣领口下。 这规模不简单啊。 秦峰下意识嘀咕了一句, 能跟苏丽和杨如雪有一比了。 小峰, 什么规模不简单? 苏玉娥拉着秦峰走进屋里, 听见秦峰嘀咕, 不由好奇问道。 没什么, 月娥嫂子, 我是说你越来越漂亮了, 像我认识的一个朋友。 秦峰尴尬一笑, 回了一句, 就你嘴皮, 这要将泡妞手法用在嫂子身上来了吗? 嫂子都老女人了, 哪里漂亮了? 苏玉娥笑着看了秦峰一眼道。 作为一个过来女人, 苏玉娥也知道刚才秦峰在偷看她。 话虽这样说, 但苏玉娥对自己身材是相当自信的。 只见苏玉娥思索片刻, 一脸认真说道, 小峰, 答应嫂子, 无论看不看到棚内的事, 都不要说出去好吗? 嫂子也是无奈之举。 说着, 苏玉娥抱着秦峰手臂, 来回一阵磨蹭, 眼神带着祈求之状。 玉娥嫂子, 我能理解, 但黄大东不是什么好人。 如果嫂子要找汉子的话, 可以考虑一下我, 我比黄大东强。 秦峰哪里受得了, 点头答应下来。 苏玉娥手寡多年, 身心寂寞, 又怎么能做到不想男人? 所谓寡妇门前是非多, 何况一个漂亮寡妇? 什么找男人考虑你? 你这小弟弟的脑袋, 整天在想什么? 算了不跟你说了, 答应就行, 赶紧回去睡觉。 然而, 苏玉娥却将秦峰推出门口, 砰的一声关上了门。 只是苏玉娥还不忘在秦峰的手臂上, 狠狠凝了一把, 疼得秦峰一阵呲牙咧嘴。 看着紧闭房门, 秦峰摸了摸鼻子, 嘴角仰起了一抹弧度。 随后, 秦峰转身离开, 朝着自己家走回去。 就在秦峰走到自家院子门口, 却听到一阵欢声笑语传了出来。 好像有个女人正在爸妈说着话, 气氛相当热情高兴。 这么晚了, 是谁? 秦峰有些好奇, 推开院门走了进去。 一个女人背对院门, 坐在堂屋跟着爸妈有说有笑。 小峰, 回来了, 你看谁来了? 母亲李秀之听到脚步声, 转头发现秦峰进门, 笑着喊了秦峰一声。 与此同时, 女人也转头望了过来。 羊如雪, 看清楚女人的面容, 秦峰差点给吓了一跳。 羊如雪怎么到自己家来了? 此刻, 羊如雪露出动人的笑容, 看着从院门进来的秦峰。 秦峰暗暗皱起眉, 向堂屋走了过去。 你怎么到我家来了? 这里不欢迎你, 赶紧走。 一入堂屋, 秦峰看向羊如雪, 单刀直入说道。 语气冷淡。 看得出因为八千万的事, 秦峰还在耿耿于怀。 小峰, 你怎么跟如雪说话? 你和如雪吵架, 不带如雪一起回来。 人家如雪, 只好自己一个人, 找到咱们家来了。 杨如雪还没有回应, 一旁母亲李秀枝, 却是训了秦峰一句。 同时还埋怨说道, 你也真是, 有了如雪这样一个好女孩。 你居然不懂珍惜, 还跟如雪吵架闹了脾气, 怎么还要赶走如雪? 妈, 我不懂你在说什么。 听到母亲李秀枝的话, 秦峰一下子猛圈了。 她完全不知道, 母亲在说什么。 只见李秀枝将秦峰拉到边上, 继续殉道。 你还想瞒着我和你爸? 如雪刚才都告诉我和你爸了, 说你们俩正在谈恋爱, 今天吵了一架, 你却闹了脾气, 跑回了老家。 我告诉你啊, 以后不许这样对如雪了。 听完这话后, 秦峰更加猛圈了。 自己什么时候跟杨如雪谈恋爱了, 还吵架, 闹了脾气? 杨如雪到底跟自己爸妈说了什么? 不过, 秦峰也能从母亲的话语中, 听出个大概意思。 明显, 杨如雪在撒谎, 在跟自己爸妈撒谎, 自己和他就是一场交易。 何来什么谈恋爱之说? 小峰啊, 我觉得如雪比起王一璇要强上好多。 你看看如雪多好的女子, 不仅为人漂亮成熟, 而且言谈举止端庄大方, 以后能有这样的儿媳, 我和你爸都是满意高兴。 你得好好对待如雪, 不许跟如雪闹脾气了, 否则, 我饶不了你这个臭小子。 然而, 母亲李秀之已经全部信了杨如雪的话, 在旁对着秦峰便是一阵训斥叮嘱。 秦峰竟然一时无言以对, 不知所措。 妈, 这事情不是他说的那样, 里面有误会。 接着, 秦峰想要解释清楚。 什么误会? 如雪一个姑娘家, 能够追到咱们家来找你。 可见对你痴心一片。 这时候, 父亲秦青山也在旁瞪了一眼, 还以为秦峰不知珍惜, 最后搬出父亲的强势道, 你跟人家姑娘谈恋爱了, 就要好好带如雪。 反正我和你妈都认定如雪了。 而母亲李秀之走过去, 拉起杨如雪的手, 满脸慈爱说道, 如雪, 你别理会小枫, 有我们在。 小枫他要是赶走你, 我们不认他当儿子。 看着爸妈对待杨如雪跟儿媳妇似的, 秦峰彻底傻眼了。 杨如雪是不是给爸妈灌了迷魂药? 不然爸妈怎么会这么快相信他, 还认定他? 如雪, 天色不早了, 今晚就在家里住一宿, 明天让小枫带你四处看看, 感受一下山村风光。 这个时候, 李秀之又拉住杨如雪的手说道, 显然, 母亲李秀之对杨如雪是越看越喜欢。 好! 杨如雪没有丝毫推辞, 笑着大方硬了下来。 似乎杨如雪早就打定主意, 准备留在这里过夜。 接着, 杨如雪还向秦峰递来一个得意的眼神。 秦川见爸妈不听自己解释, 这么相信杨如雪的话, 知道, 一时无法解释清楚, 只能以后找时间再向爸妈解释了。 我家只有两个卧室, 你留下来过夜的话, 要跟我睡在同一个卧室。 随后, 秦峰看向杨如雪说道, 打算以睡在一起, 吓走杨如雪。 你以为我是下大的吗? 然而, 杨如雪却是露出一个挑衅笑容, 丝毫没有理会秦峰的恐吓, 随着夜色渐深。 秦家小院, 东边屋子内, 这是一个卧室, 非常简陋, 只有一床一桌, 以及一对青年男女, 正是秦峰和杨如雪。 秦峰, 这是你从小睡到大的卧室。 杨如雪不敢相信, 卧室能简陋到了这种程度。 秦峰看向正在好奇打量卧室的杨如雪, 不嫌不但说道, 只有一张床, 今晚你打地铺吧。 秦峰, 哪有男人让女生打地铺的, 我睡床上, 你去打地。 不过, 杨如雪却是不答应, 但最后一个铺子没有说出来。 秦峰在这时候变了一个人似的, 一副眼勾勾的目光盯着杨如雪。 要做什么? 杨如雪对上秦峰一双色咪咪的目光, 不由往后退一步, 身子靠在后面桌边。 我要做什么? 你看不出来吗? 秦峰嘴角露出一抹邪笑, 上前一步凑到杨如雪的面前。 你, 你不能乱来, 杨如雪翘脸发白, 退无可退, 明显让秦峰举动给吓到了。 毕竟孤男寡女, 深夜共处一室, 如果秦峰要做什么, 她一个女人是反抗不了的。 怎么了? 这么快吓到了? 你不是说, 自己是吓大的吗? 秦峰没有搭理杨如雪的话, 又上前一步几乎贴在杨如雪的胸前。 这么近的接触, 杨如雪明显感受到秦峰的呼吸, 从口鼻呼出来的强烈气息。 被异性男子气息如此一冲, 杨如雪忍不住脸淡泛红, 低下眉眸, 不敢对视秦峰。 见状, 秦峰直视面前的杨如雪, 我已经使用至尊公子卡, 向陈公子调用八千万给你。 你还追来我家做什么? 其实, 秦峰心里很好奇, 杨如雪这个女富婆, 追到自己家来做什么? 要知道杨如雪作为华大集团总裁, 可为贵人多忙, 怎么会有闲情意志来到深山野村? 我顺道过来看看不行吗? 华大集团在浦县有一家分公司, 我下来视察分公司, 就顺道来你家看看。 杨如雪撇过禽手, 努力避开秦峰的口鼻, 出声解释起来。 顺道看看, 秦峰听后, 冷笑一声, 继续道, 你至于跟我们爸妈撒谎, 说你和我是情侣关系, 这不是为了满足你吗? 我这样漂亮, 亲自假冒你女朋友, 是不是很给你长脸? 就当我感谢你, 帮助我搞定八千万的一种表达方式。 杨如雪眨了眨眉眸, 说出其中原因。 秦峰一听, 为了这么一个原因, 感到一阵无语, 不懂杨如雪这个富婆, 到底怎么想的? 表达感谢的方式很多种, 偏偏要假冒自己女朋友, 不过, 秦峰也不意外, 毕竟杨如雪连上门女婿这种事都能请他假冒, 何况是假冒女朋友。 难道你不喜欢我假冒你女朋友? 给你长脸吗? 杨如雪见秦峰没反应, 又说道, 啪! 突然, 秦峰伸出手一把, 按住杨如雪的双肩, 将杨如雪推到了旁边墙壁。 接着向前靠近, 秦峰身体一下子压, 向杨如雪的胸口来。 碰! 一道轻微身体相碰的响声, 秦峰紧紧压住了杨如雪的胶躯在墙上。 好软! 好香! 不得不说, 这般零距离接触, 杨如雪的胶躯简直又软又香。 传说中的国色天香, 也不过如此了吧。 你喜欢假冒女朋友是吧? 我帮你弄假成真。 说着, 秦峰再度露出一抹邪笑, 抬起双手, 坐视摸向杨如雪而来。 面对秦峰这么迅猛粗鲁的动作, 杨如雪一时间反应不过来, 带到反应过来, 已被秦峰压在墙上。 杨如雪感受着从秦峰身上, 传来属于男性的杨刚气息, 只觉一阵面红耳赤, 都要喘不过去来, 身子还有些异常难受。 作为鲁男第一美女总裁, 杨如雪一直都是冷傲世人, 何时遭受男人这样对待过? 就连牵手都不曾有过, 更不要说如今被一个男人给压在墙上, 挤压胸前傲人之处。 秦峰, 放开我! 你, 你真的不能乱来! 如果你不想我, 假冒你女朋友, 那我明天一早跟你爸妈解释清楚, 并且向你爸妈认错。 杨如雪这一下子, 没了之前女总裁霸道气势, 一张娇美的脸蛋又白又红, 跟着秦峰主动服软说道。 您是杨如雪片刻之后, 秦峰还是第一次见杨如雪这个富婆, 向人服软。 我不需要你假冒女朋友, 我和你之前只是一场交易, 之所以帮你搞定八千万, 是来换取合约中的人身自由。 就算日后我违约了, 你也不能告我赔偿。 还有, 我爸妈好不容易高兴一场。 你明天一早, 不必跟我爸妈解释清楚, 我可以允许你在这里住两天再走。 至于假冒上门女婿, 你且放心, 我会信守承诺, 给你做满半年时间。 说完, 秦峰不管杨如雪同不同意, 当场放开了杨如雪。 他只是想要吓一下杨如雪罢了。 随后, 秦峰转身走到旁边, 拿出一张席子铺在地面, 就这样打上了地铺。 见秦峰说放就放了自己, 杨如雪拍了拍胸脯松了一口气, 不过脸上红韵还在。 床, 留给你睡。 秦峰淡淡说了一句, 便躺在地铺上, 背对着杨如雪闭上了眼睛。 杨如雪愣了片刻, 还靠在墙上, 没有回过神。 带见席地而眠的秦峰, 仿佛刚才的是跟没发生一般, 杨如雪不由暗暗骄横, 唇角撇了撇, 一副欲言又止。 不过最后, 杨如雪还是没有出生, 只有一双美眸, 泛出几分忧怨之色。 接着, 杨如雪转过郊区走到床边, 连衣服都不脱, 就这样躺在床上, 也背对秦峰侧窝入睡。 秦峰看了一眼台阶上的人参和燕窝, 继续打了一下拳法。 半个小时左右, 秦峰拎起人参和燕窝, 朝着家里走了回去。 不过, 为了防止爸妈像昨晚一样拒绝, 秦峰撕掉包装和标签, 当作普通补品, 解释说是, 刚才路上遇到一个朋友送的。 爸妈, 这是朋友送的, 可以用来熬粥补补身子。 秦峰将人参和燕窝放在堂屋说道, 秦青山和李秀之夫妇见没有包装和标签, 并未多问什么。 如今人参和燕窝在市场上都有卖, 普通的不值得几个钱。 何况, 他们夫妇没有见过名贵人参和燕窝, 只当市场上百来块买来的东西, 朋友之间送的无可厚非。 小峰, 你去叫卢学起床, 准备吃早餐。 李秀之看了一眼卧室那边, 对着秦峰示意说道, 秦峰恩了一声, 走向卧室推门走了进来。 只见杨如雪还在床上睡得正香。 杨如雪这个富婆, 真当这里是他家了, 睡得这么好。 秦峰皱了皱眉, 就要走过去, 叫醒杨如雪。 杨如雪在这时候醒了过来。 几点钟啊? 杨如雪打了一个哈欠, 又伸了一个懒腰, 看向秦峰问道。 一举一动, 似乎都把自己当成女主人。 八点了。 秦峰回了一声。 都八点了。 我十点半在分公司有个会议, 杨如雪一听, 立马从床上爬起来。 秦峰一把拉住要走出卧室的杨如雪, 不要忘了我, 昨晚跟你说的话。 我杨如雪说到做到, 你说给我住两天, 那我住两天就走。 杨如雪扭头擒手看向秦峰, 唇角扬起一抹, 迷人糊涂道。 接着, 杨如雪一甩秦峰的手, 朝着卧室门口走了出来。 如雪, 起来了, 昨晚睡得好吗? 快洗漱吃早餐。 李秀枝看到杨如雪走出卧室, 一脸热情, 亲切地招呼起来。 睡得很好, 感觉回家似的。 杨如雪露出甜美动人的笑容呼回应。 那就多住两天。 李秀枝一听杨如雪睡得好, 也是相当高兴说道。 好啊。 杨如雪点了点禽手。 吃过早餐之后, 李秀枝打算亲自拿着营养品到县里给秦峰退货。 不过, 被秦峰拦了下去。 见到母亲如此执着, 秦峰只好说由她去退货了。 你不用吃, 你留在家陪着如雪四处逛逛。 李秀枝却让秦峰陪着杨如雪在家。 杨如雪见时间不早了, 在旁说了一句, 阿姨, 让我们去吧。 我也有事要去县城一趟。 那让小峰骑着小电驴一起载你去县城。 一听杨如雪这么说, 李秀枝便当场同意了。 好的, 阿姨。 杨如雪笑着音声。 当然, 杨如雪还不忘得意看了秦峰一眼。 秦峰心中一阵无奈。 没想到他作为儿子说十句, 都不及杨如雪一句。 难道这就是富婆女总裁的气场, 第一眼便能让母亲如此喜欢她。 出了家门, 秦峰骑着小电驴, 车座后面载着杨如雪, 一路向着村口外面而去。 你昨晚怎么来的? 难道没有开车吗? 秦峰问道, 赵秘书开车送我到村口, 我让赵秘书开车离开, 我自己一个走进村里来的。 杨如雪坐在车后座上, 还是第一次搭着这种小电驴, 不知道双手该放哪里。 不是说好给我长脸的吗? 怎么不开着奔驰到我家门口, 反而到村口就走了? 秦峰随口问了一句, 因为我担心, 你爸妈不信你会有一个这么漂亮有钱的女朋友。 杨如雪仰头看了秦峰一眼, 露出动人一笑。 那么, 我假冒你女朋友就不会成功了。 秦峰无话可说, 杨如雪的话不假, 他一个农村小子, 怎么可能追到杨如雪这种又漂亮又有钱的女富婆当女朋友? 如果杨如雪只是漂亮而已, 追来当女朋友倒是可以说得过去。 毕竟秦峰自觉相貌不凡, 追到一个长得漂亮的女朋友不是很难, 但漂亮又有钱就有点困难了。 前面有个陡坡, 你服好了。 秦峰提醒一句, 拐过一个弯道到了下坡路, 车速杀不住快了起来。 这条公路尽管刚修不久, 但经常有大卡车经过, 压坏不少地方留下坑坑洼洼, 少不了一阵颠簸。 再加上小电驴有些破旧, 车身摇晃厉害, 杨如雪手忙脚乱, 无处可抓, 最后只能双手搂在秦峰的腰。 杨如雪的身子伴随小电驴来回颠簸, 时不时挨撞在秦峰后背上, 柔软的触碰让秦峰不由得心圆一马。 同时, 一股女人未从身后吹来, 更让秦峰一阵头晕目眩。 哦, 哦。 而杨如雪撞在秦峰的后背上, 忍不住发出几声阴影, 脸颊也在快速变得红韵起来。 尤其是感受到秦峰又硬又结实的臂膀。 让杨如雪只觉得脸蛋跟烧了一般发烫。 只是, 下坡路越下走, 速度越发快。 杨如雪受不了这种车速, 吓得只得冲着秦峰叫道, 秦峰, 能不能慢点? 你骑得太快了, 这是下坡路, 刹不住车。 你搂紧我的腰, 就摔不下去。 秦峰是刹车了, 可小电驴老了, 刹车有些不灵了。 直到走过这段下坡路, 小电驴才平稳了下来。 秦峰, 你是不是故意? 杨如雪红着脸蛋, 美目瞪了秦峰一眼问道。 哼, 我要是故意的话, 现在你就该摔在地上, 而且还被我压住了。 秦峰回头呵呵一笑, 真不知道杨如雪这个富婆怎么想的, 分明是杀不住车, 却要说她故意的。 不过, 刚才那种感觉还真是不错, 秦峰心里面有些美滋滋的。 经过刚才陡坡之后, 一路便是平顺公路。 不到半个小时, 秦峰载着杨如雪, 安全到了浦县县城。 你在前面放我下来就可以了, 在不远处便是华大集团浦县分公司。 杨如雪指着前方路口说道, 秦峰听后没有多问, 停车在了路口给杨如雪下车。 我现在到浦县分公司开会。 你回去的时候, 叫我一声。 杨如雪下车之后, 往前走了两步, 又转过郊区, 朝着秦峰喊了一句。 还要来我家? 秦峰闻言皱眉。 你不是同意我可以住两天吗? 况且, 早上我也答应阿姨多住两天。 杨如雪的红唇往上一鸣, 说着露出几分得意神色。 之后, 杨如雪不再搭理秦峰, 转身继续往前走去。 目送杨如雪离开, 秦峰先骑着车前往昨天购买营养品的商场进行退货, 又买其他名贵营养品, 并且将包装和标签都分别撕掉, 当作普通营养品。 秦峰这么做并非多此一举, 而是从爸妈的角度出发。 毕竟, 爸妈在农村里勤劳贫困一辈子, 一时间难以接受她的事。 秦峰只能一步步渐寻渐进, 将自己有钱的事给爸妈展露出现。 退货又买完东西后, 秦峰骑上小电驴, 直接朝着白海豚大酒店而去。 到了白海豚大酒店门口, 乔四海早已带人后在酒店门口, 眼见秦峰骑着一台小电驴过来, 感到一阵震惊惶恐。 秦先生, 你怎么骑小电驴来了? 你通知我一声, 我可以让手下开车去接你。 接着, 乔四海快步迎了上去, 录着恭敬笑容说道, 我觉得骑小电驴很舒服。 你有意见? 秦峰看了一眼乔四海道, 将小电驴停在了门口。 不敢不敢, 我多嘴了, 我只是怕秦先生太劳累了。 乔四海怎么敢有意见, 连忙解释起来。 那个风水先生, 人在哪里? 秦峰问道, 在里面包厢, 秦先生, 你随我来。 乔四海回话道, 领着秦峰走进酒店。 不一会儿, 秦峰跟着乔四海到了四楼一个包厢, 见到乔四海口中那位风水先生。 本以为对方是上了年纪的老风水师, 没想到是一位二十来岁的青年男子。 看样子比秦峰还要小上两三岁, 长得有点削瘦, 但举止投足之间带着一丝先锋倒鼓之气。 秦先生, 这位便是张通玄, 张大师。 乔四海看向青年男子, 跟着秦峰介绍起来。 说着, 乔四海也对青年男子说道, 张大师, 这位是秦先生, 也是这次堪于宅地风水的主人家。 不过, 张通玄端坐位置之上, 却没有开口搭理秦峰。 看着年轻, 派头倒是十足。 秦峰没有见怪, 上前坐在对面, 开门见山问道, 张大师, 敢问会修道吗? 懂术法吗? 然而, 张通玄却是不屑一声, 修道, 术法, 不就是炼器之术, 驱邪欲鬼之法吗? 哦? 秦峰一听有了兴趣, 也不废话, 掏出九龙珠递向张通玄, 张大师能否长眼一二, 看看这是什么物实? 这是…… 张通玄见秦峰递到面前的九龙珠, 瞳孔顿时猛的一缩。 下一刻, 张通玄眼珠圆瞪, 不由的一声惊呼起来, 浩强的灵力, 怕是龙虎山道门中的天师宝剑, 也不过如此吧? 见到张通玄惊呼, 秦峰的嘴角扬起一个弧度, 看着张通玄不过二十来岁, 却能看出九龙珠内的灵力, 多少还是有些真本似的。 秦先生, 请问这个珠子, 你从哪里得来? 张通玄盯着面前的九龙珠, 带着震惊神色, 向秦峰问道。 同时, 姿态和语气都放低下来, 不再是刚才那副不屑一顾的傲慢派头, 仿佛变了一个人般。 你认识? 秦峰看着处在震惊中的张通玄, 不由追问一句。 其实, 秦峰也想知道, 这个珠子有什么来头。 实不相瞒, 我乃龙虎山道门一百三十七代弟子, 自幼跟随师父走南闯北, 见多识广。 尽管眼下不认识这个珠子的来历, 但是带我将他拿回去, 翻看点击对比一下。 我想一定会查, 张通玄抱出自家门庭, 跟着秦峰说着, 就要伸手, 拿过九龙珠。 啪! 然而, 秦峰不等张通玄说下去, 直接收起了九龙珠。 不知道就不知道, 还说走南闯北, 见识多广, 吹个毛线牛逼了。 既然张大师也不认识, 那么就不麻烦了。 秦峰说完, 将九龙珠放回了口袋。 张通玄一抓落空, 那只手尴尬地停在了半空。 秦先生, 我真是龙虎山弟子。 你相信我, 这个珠子交给我带回去看看, 我保证给你查出它, 有何来历。 张通玄顿了一下, 随即露出一个笑容, 盯着秦峰口袋继续说道, 那个小眼神, 就如同盯上什么绝世美女似的。 张大师, 你客气了, 我不过随口问问, 没有让你查出, 他有何来历的意思。 秦峰淡淡一笑, 回绝了张通玄。 秦先生, 这么说了吧, 金光骤, 天雷正法, 知道吗? 那都是龙虎山道门的术法道术。 我真是龙虎山子弟, 如假包换。 张通玄还是对九龙珠切而不舍, 所以, 你要相信我。 秦峰一看便知道张通玄十有八九在吹牛逼, 不过能够察觉出九龙珠是个宝贝, 本事还是有些的。 我相信你的风水之术。 秦峰对着张通玄说了一句, 随后转头看向乔四海道, 这位张大师还可以, 房子选址的事可以让他来操持勘于。 秦先生, 房子选址完全没有问题, 只是, 那个珠子能否给我再看一下? 不等乔四海说下话, 张通玄在旁已经拍着胸膛保正下来, 似乎对九龙珠非常感兴趣。 有空再看。 秦峰语出婉拒, 既然张通玄都不认识, 秦峰不打算给他多看一眼。 毕竟, 这个家伙的小眼神实在太猥琐了。 为了九龙珠的安全起见, 能不给他看, 就不给他看。 随后, 秦峰不再理会张通玄, 看向乔四海叮嘱一句, 乔四海交给你了, 我还有事先走了, 这边有个同学会, 我要去参加一下, 你们慢慢聊。 说吧, 秦峰起身朝着包厢门口走了出去。 乔四海闻声一愣, 张了张口, 有什么话要说, 却见秦峰已经出了包厢。 秦峰离开包厢, 通过外面走廊, 打开微信, 准备看了一下同学会的包间地址。 因为李曼跟他说过, 同学会今天中午, 在白海豚大酒店举行。 眼下, 时间正好到了中午。 秦峰? 就在这时, 有人从身后叫了一声, 声音透着惊喜。 秦峰回头望了过去, 身后走来两个男子, 张凡, 刘志威? 来人正是他的两个高中同学。 好久不见。 秦峰笑着打了一个招呼, 老秦, 都十年不见了吧? 你还是这么帅。 张凡也是笑着上来, 重宠给了秦峰一拳。 秦峰你怎么回事, 穿着这么寒衬, 好歹当年也是班上一个人物吧。 刘志威却是瞅了秦峰一眼, 带着鄙夷目光。 周云祥早在班群说了, 秦峰如今混到发传单的地步, 简直跟一个废物无意。 不曾想的是, 秦峰居然还敢来参加同学会。 你这话什么意思? 刘志威? 一旁张凡顿时不高兴啊, 穿这么寒衬怎么了? 爱着你是? 呵呵, 张凡你和他叙旧吧, 我先进去了。 刘志威一脸不屑, 跟张凡说了一句, 朝着旁边走了过去。 刘志威觉得自己现在月入过万, 跟周云祥才是一个圈子人, 属于有钱人之列, 懒得跟秦峰这样废物穷逼套近乎。 张凡没有管刘志威, 而是看向秦峰。 老秦, 毕业后联系不上你, 你电话是多少? 回头找个时间, 我们出来好好大喝一顿。 说着, 张凡掏出手机, 要存上秦峰的电话。 好。 秦峰看着张凡笑了笑, 张凡还是当初那个关系最铁的哥们。 真正兄弟情, 就算多年不联系, 也不会随时间改变。 秦峰, 我们也进去吧, 宴会要开始了。 拿到手机号码后, 张凡拉了一把秦峰的胳膊, 也朝着旁边楼道走去。 来到楼道尽头, 进入一个很大的包厢。 包厢内人声鼎沸, 热闹不已, 差不多来了一半同学。 毕业十年不见, 许多人都改变了, 但还是能认出向往。 不是说帮花萧强会来吗? 怎么还不见人? 难道还没有到, 不过同学能来一半多, 大家变化好大。 张凡望着一张张熟悉的面孔, 嘀咕一句, 便兴致冲冲走了进去。 与此同时, 包厢内的同学也发现 走进来的张凡和秦峰。 张凡, 你怎么才到, 还以为不来了呢? 咦? 秦峰你也来了? 好久不见。 秦峰, 当年咱们班风云人物啊, 毕业后在什么单位高就, 发达了可要代代我们这些老同学。 是啊, 秦峰, 所谓苟妇贵物相忘, 加入班群都不见你发言, 是不是发达了呀? 什么发达? 那是发传单好吗? 哼哼, 有人打招呼, 也有人语出嘲讽。 显然, 之前周云祥在班群里发送的照片, 让很多同学以为秦峰混得差劲, 到了发传单的地步。 不过, 秦峰对此神色从容, 一副荣辱不惊。 秦峰当然发达了, 发传单一天都有一百多块, 越入五千不是梦, 现在不是流行人越有钱越低调吗? 你们看看秦峰多么低调, 衣着朴素, 这种衣服怕是只有地摊才有买到, 九块九一件那种。 这个时候, 刘志威在旁来了一个大嗓门, 满是阴阳怪气。 听了刘志威这话, 众人也注意到秦峰衣服实在普通。 今日十周年同学会, 在座各位哪个不是衣着光鲜, 有名表带名表, 有金界带金界。 所谓人靠衣装马靠岸。 哪怕送外卖的张帆, 也穿上一身几百块的衣服。 唯独秦峰一人衣着几十块地摊货。 这是什么发达之后低调, 根本就是混得不好, 废物穷逼一个。 大家都安静一下, 班长李曼和周总, 陪着我们班最有出息的郭主任来了。 突然, 门口那边响起一道声音, 众人闻声望了过去。 门口那边, 李曼和周云祥陪同一位身穿西装, 很有派头的男子, 一路谈笑风生走了进来。 西装男子正是郭松伟。 西装革履, 谈笑之间, 一股成功人士的气场。 而在诸多同学眼里, 现在郭松伟确实当为成功人士, 身为普县县长办公室主人, 人称普县第一大秘, 是班上混得最牛逼的, 没有之一。 随着李曼和周云祥陪同郭松伟到来, 在场同学们纷纷走上前, 讨好班向郭松伟三人打招呼。 郭松伟走在中间面带笑容, 一一回应, 净显风度。 秦峰, 好久不见。 很快, 郭松伟一脸春风得意, 走到了秦峰的面前主动开口。 我听李班长和周总说, 你也会来同学会, 我感到很高兴, 当年你可是咱们班风云人物。 如今毕业了, 不少同学都关心你在什么地方工作, 却听说你在发传单。 如果没有工作的话, 可以跟我说一声。 郭松伟带着笑容, 一脸关心之色询问。 听着郭松伟的话, 同学们都聚集了过来。 不少同学觉得郭松伟有情意啊, 发达了都不忘同学, 如此关心秦峰, 看样子还要帮秦峰找工作。 秦峰, 可能你还清楚松伟的身份吧? 这是我们浦县办公室主任, 正谈新秀, 咱们班混的最好的人便是郭主任了。 你没有工作的话, 拜托一下郭主任, 一句话就能给你安排。 你堂堂一个大学生混到了发传单, 多少丢咱们同学们的面儿不是? 此刻, 周云祥也在旁跟着郭松伟的话说起来。 如果你不好开口麻烦松伟, 正好我厂子里缺个保安, 你还帮我, 每月给你三千块, 比你发传单要强多了, 不出三年, 保你身为保安队长。 周云祥的话很是大气, 充满一股深情厚意。 然而, 周云祥心中却在冷笑连连, 因为周云祥了解郭松伟的为人。 郭松伟的话, 都是放屁, 哪里要帮秦峰找工作, 分明想要在秦峰身上秀一把优越感。 当年秦峰作为班上尖子, 郭松伟是个差生, 完全正反两个极端。 然而, 毕业十年过去, 郭松伟一跃成为县办公室主任, 位列政科, 秦峰却混到了发传单这种底层工作。 如今, 郭松伟见了秦峰, 怎么可能帮秦峰, 不去踩踏一番, 就烧高香了。 有心讨好郭松伟的周云祥, 顺理成章跟着一起挤兑暗讽。 云祥, 你这话不对, 我是县办公室主任不假, 全力私用, 是违法的。 郭松伟对周云祥的话很是受用, 摆了摆手说道。 而后, 故作陈吟看向秦峰一眼, 不过, 秦峰你实在没有工作的话, 就来县政府做清洁工, 一个月也有两三千, 指不定哪天被领导们看中, 飞黄腾达的机会也是有的。 随着郭松伟这话落下, 周围同学瞬间就明白了。 本以为郭松伟要帮秦峰, 感情这是在戏弄报复秦峰。 什么样的领导能看中一个打扫卫生的清洁工, 还能让他飞黄腾达。 不过这时, 同学们都安静下来, 谁也没有出声说话。 郭松伟和周云祥是班上混得最好的两人, 一个个同学八戒都来不及, 谁又敢得罪他们俩人。 周云祥你们说这种话, 几个意思? 倒是张帆忍不住站了出来, 怒气冲冲看向周云祥道。 好好一个同学会, 成了一场炫耀打压的聚会。 张帆, 你冲谁发火呢? 我和宋伟真心要帮一下秦峰。 你让让什么? 周云祥皱起眉头, 瞪了张帆一眼, 带着不屑之色。 心道, 你张帆现在就是一个送外卖的, 跟秦峰半斤八两, 也敢站出来给秦峰打抱不平。 难不成不知道, 同学会上除了秦峰, 就数你混得最差吗? 张帆, 你有病吧? 周总和郭主任好心一片, 你怎么能乱骂人? 刘志威上去拉了一把张帆, 要阻止张帆给秦峰解围。 刘志威, 你一边去, 我早看不惯你这种捧高踩低的嘴脸, 你不就是想巴结周云祥他们吗? 然而, 张帆却是甩开刘志威的手, 毫不客气说道。 当年高中他和刘志威, 秦峰同住一个宿舍, 关系不错, 尤其是秦峰经常给刘志威带饭。 想不到刘志威忘恩负义, 成了这样一个人。 张帆, 你他妈就是一个傻逼, 怪不得进入公司几年, 我都当上业务主管了, 反倒你被公司开除还不反省, 傻逼一个。 刘志威见张帆这么不给自己面子, 顿时怒了起来, 甚至言语攻击, 简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 你也就跟秦峰这种废物为伍了。 刘志威最爱面子, 觉得自己跃入过万, 当然跟周云祥, 郭松伟之类做朋友, 谁还傻逼去给秦峰说话? 难道没有发现其他同学都闭口不言吗? 只有你张帆一个人傻逼。 你, 张帆让刘志威说得无法反驳, 因为刘志威的话是事实, 他被公司开除了, 才去送外卖的。 都是同学, 吵什么, 都安静, 秦峰, 我没有戏弄的意思, 清洁工虽然底层工作, 但也是政府铁饭碗, 以后跟人说, 你在县政府工作, 也有面子。 这个时候, 郭松伟大度打了一个原厂, 仿佛没有生气, 还是一副关心模样。 如果不是清洁工的话, 只不定被郭松伟的情意感动了。 目睹眼前情况, 在场同学中有看戏, 有同情, 也有幸灾乐祸。 刘志威, 周云祥那几人便是幸灾乐祸的表情。 这年头, 谁有钱有本事, 谁就是爷, 值得结交讨好。 没钱没本事, 就是狗屎, 遭人踩他。 秦峰, 给个回声, 到底干不干? 这样清洁工岗位, 很多人抢着来, 我大姑家二表弟的大舅, 那个傻儿子, 一直想要干, 我都没有安排。 见秦峰毫无回应, 郭松伟继续说下去。 因为, 他让李曼组织这场同学会, 为了便是炫耀。 他让所有同学都看到, 他郭松伟, 如今是班上最牛逼的, 秦峰在他面前就是狗屎。 只是郭松伟有些遗憾, 班花萧强还没有到来, 看不到他踩踏秦峰这一幕。 郭松伟, 不要过分了。 秦峰抬起头, 扫了一眼面前的郭松伟, 淡淡说了一句。 过分? 郭松伟却笑了出来, 不屑说道, 秦峰, 以我的身份站在这里跟你说话, 是给你面子, 否则你见我都没有资格。 我如今是什么身份, 住什么房子, 坐什么车, 你懂吗? 你看看自己, 一个农村出来的土鳖, 废物一个, 也敢给我郭松伟白脸色。 郭松伟越往下说, 话语越难听, 完全一副小人得志, 整个人都嚣张得不行。 秦峰自认为脾气不错, 在这一刻, 脸色也不由沉了下来。 他秦峰不喜欢言语反击, 但并不代表, 他可以任人一再欺负。 旁边李曼察觉情形不对, 立马出来打圆场道, 郭主任, 萧萧火, 你是普县有头有脸的大人, 住别墅开宝马, 何必跟一个小人物计较, 莫让这种鸡毛事, 坏了同学会的气氛。 怎么说李曼都是班长, 说话还是有分量的。 何况, 他的话也在自始至终讨好郭松伟。 哼, 郭松伟哼了一声, 转身走向旁边, 这个面子, 还是要给李曼这个班长的。 周云祥和李曼, 是同学会的负责人, 不想看着同学会尚未开始, 就闹僵起来。 当下, 周云祥在旁开始招呼同学, 进入礼厅就座, 各位同学, 宴会即将开始, 进去找到自己位置, 按照名字来做。 包厢分为内外两厅, 礼厅是吃饭的, 摆放着两张圆形大餐桌。 一众同学走进礼厅, 寻找自己名字坐了下来。 只是大家坐好之后, 发现一个奇怪现象。 百万资产以上, 混得成功的人坐在一桌, 没有什么家财, 混得差劲的人, 被安排在另外一桌。 而秦峰的名字, 也被安排在混得差劲的那一桌上。 李曼, 周云祥和郭松伟, 以及刘志威十来个班上混得不错的同学, 坐在同一张桌上。 而张帆和秦峰, 还有十几个被认为混得差劲的同学, 则是坐在靠着门口的桌上。 周云祥他们狗眼看人低, 早知道这样同学会, 就不来了。 张帆跟秦峰坐在一块, 忍不住发了一声嘀咕。 这场同学会是李曼和周云祥组织的, 他们俩在联系同学过程之中, 早就摸清了同学们的情况, 知道谁混得成功, 谁混得差劲。 有些人不用搭理, 能见一些值得见的同学也不错。 秦峰对张帆笑了笑说道, 尽管这种分人而坐的行为令人不快, 但秦峰并未放在心上。 一旦秦峰较真起来, 这里没有合适他的座位。 秦峰怕要亲自问一声周云祥和李曼, 八千万资产该坐哪个座位? 只是秦峰不屑一顾罢了。 很快随着蔡瑶上来, 周云祥和郭松伟那一桌热闹不凡, 公筹交错, 各种高谈阔论不绝于耳。 毕竟能坐在那一桌上都是小有成就的, 最次也得向刘志威作为公司校领导, 年入十几万。 相对而言, 秦峰所在的这一桌上却显得寂静许多。 在客套性走了一圈酒后, 便有人起身朝着郭松伟所在的对面那一桌走去。 一个个走去向郭松伟, 周云祥那些人敬酒八戒。 不一会儿, 一桌人就走得只剩下四个人。 除了张凡和秦峰之外, 还有一男一女两个同学。 男同学叫袁根生, 秦峰也认识, 高中一直跟秦峰同桌。 女同学叫周杰盈, 长得比较甜美柔弱, 秦峰同样还有几分印象。 显然, 刚才闹了那么一出, 目睹郭松伟和秦峰不对头后, 班上同学都开始暗中站队。 那些跑过去敬酒的同学, 没有再回这边入座, 宁愿在对面围桌站着。 来, 我们喝一个。 秦峰看向张凡, 袁根生和周杰盈三人, 端起酒杯说道, 三人在这时候能站在他这边来, 将他当成朋友, 秦峰自然不会辜负这番情谊。 干! 杰盈, 你是女生, 随意。 听到秦峰的话, 张凡, 袁根生和周杰盈三人, 也都碰杯同影。 对面桌上的同学看向这边, 不少人都冷笑不屑, 没人过来向秦峰敬酒。 在他们眼中, 郭松伟身为县办主任, 县长身边红人, 值得讨好八戒。 至于秦峰, 不过一个混得废物般的人, 跟郭松伟比起来天地之别, 没必要跟秦峰凑在一起, 而得罪到郭松伟。 哒哒哒, 就在这时, 包厢门口响起了几道脚步声。 众人一听, 纷纷转头望去, 以为是有同学来迟了。 却见几个酒店服务员, 推着两台餐车走了进来, 车上分别摆放着六瓶酒, 以及两只澳洲大龙虾。 我们还有菜? 我去, 搞得这么丰盛, 还有大龙虾? 见到这一幕, 好几个人开口嘀咕起来。 不过, 周云祥站了身, 对着几个服务员说道, 你们是不是送错地方了? 我们没有点这些酒和大龙虾。 因为以周云祥看得出来, 六瓶酒都是名贵好酒, 价格上万一瓶起步, 六瓶酒最少要六万。 至于两只澳洲大龙虾, 目测不下三十斤, 没有三万一只怕是拿不下来。 就算周云祥有几百万身家, 也舍不得点这么昂贵韭菜, 何况还是在同学会上。 先生, 这是我们酒店老板吩咐送来的, 老板说了, 要请各位贵客慢用, 吃得开心高兴就好。 其中一个服务员开口说道, 接着, 将酒水和大龙虾都拿了下来, 分别放在两张桌上, 然后推着餐车离开。 我知道了, 这一定是酒店老板知道国主任来吃饭, 特意让人送来韭菜, 国主任的面子真是大。 周云祥听说酒店老板送来的, 立马认定这是郭松伟的面子。 还用说吗? 必须是郭主任的面子, 这酒都是名酒, 没有几万块拿不下, 除了郭主任外, 谁有这么大的面子, 能让酒店老板送来几万块的酒。 刘志威也开口说道, 见周云祥和刘志威这么说, 很多人都是这么认为, 都是郭主任, 我们才有机会喝到这么好的酒。 来, 开酒, 我们大家举杯, 敬郭主任一杯。 周云祥招呼一声一众同学, 给郭松伟敬酒起来。 云祥说的没错, 秦峰你听到了没有? 这家酒店老板, 是大名鼎鼎的乔四爷。 你这个废物, 赶紧闭嘴吧。 刘志威又跟着周云祥, 对着秦峰怒声道。 秦峰一个废物, 吹牛逼大言不惭, 实在不知天高地厚。 简直不知所谓。 就他这样, 乔四爷给他面子送来韭菜, 完全吃人说梦, 也只有我们郭主任, 才能让乔四爷看在面子送来韭菜。 要不是同学会, 真想要将他赶走, 免得跟他一起倒霉。 这一刻, 在周云祥, 他们一桌的同学, 也都骂了出来, 丝毫不顾及秦峰的脸面。 周云祥警告一声后, 不想多管秦峰, 出声安抚一下情绪激动的同学。 算了, 不要理他, 他可能连乔四爷是谁都不听过。 我们继续我们的, 这些名酒和大龙虾, 他们几人注定无福消瘦。 我们郭主任面子太大了, 连乔四海都要派人送来韭菜。 来, 我们再次举起酒杯, 来敬郭主任一杯。 只见周云祥带着一众同学举起举杯, 又继续吹捧巴解郭松伟。 郭松伟被捧的那个叫叔父得意, 这个时候, 连看都不看秦峰。 因为郭松伟觉得, 如今秦峰只是一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废物, 没钱没事, 已然不配当他郭松伟的对手。 秦峰, 他们的话太过分了, 乔四爷又怎么了, 一个个都是捧高踩低的嘴脸, 太让人恶心了。 张凡见有不少人在骂秦峰, 实在看不下去, 要起身过去开口反击。 然而, 秦峰拦住张凡, 笑着摇了摇头, 没事, 我们也喝酒。 秦峰, 就你脾气好, 这样都能忍得下去, 跟以前一样。 张凡愤愤不平坐了下来, 端起酒杯喝了一杯。 秦峰看了张凡一眼, 只是笑了笑没有回话。 其实跟以前一样的人不是他, 而是张凡。 尽管高中毕业十年, 张凡落魄到了送外卖卫生, 但是蒸蒸骨气没有消失。 否则, 张凡也不会因为撞见公司领导, 欺凌女同事, 从而得罪公司领导, 被开除出了公司。 而秦峰觉得自己不是脾气好, 而是不屑与他们一般见识。 但他们千不该万不该去骂张凡几人愚蠢。 张凡三人既然将他当作朋友, 那他秦峰必不会让朋友受了委屈。 随后, 秦峰不动神色, 拿出手机, 发了一条短信出去。 接下来, 宴席又进行了十几分钟。 周云祥, 郭聪伟他们那一桌人, 喝得那个叫开心, 高兴。 六瓶鸣酒和那只大龙虾被吃喝得最快, 几乎全部一扫而空。 眼看一场宴席, 渐渐便要进入尾声。 哒哒哒。 突然, 几道脚步声从门口响起。 下一刻门被推开, 几个黑衣大汉簇拥着一位中年男人, 大步从门口走了进来。 为首中年男人高大体壮, 四十出头, 手上拄着一根龙虎拐杖, 透着一股令人生惧的气势。 这人是谁? 见到为首中年男人, 包厢内一众同学都是吃了一惊。 尽管不知道中年男人的身份, 但光是那股气势, 足以威慑众人。 就在这时, 郭松伟一见为首男人, 不由的神色间露出一抹惊诧。 乔四爷, 你怎么来了? 接着, 郭松伟连忙起身, 朝着中年男人迎了上去, 脸上带着几分恭敬, 似乎藏着讨好之色。 什么? 这人是乔四爷。 听到郭松伟的称呼, 在场同学大惊失色, 瞪大了眼珠子。 在浦县内能让郭松伟成为乔四爷的人, 除了县里大佬乔四海之外, 还能有谁? 很多人都没有见过县里大佬乔四海的真面目。 毕竟, 在座同学几乎都是普通人, 不是混道上, 也不是当官的, 又怎么会见过乔四海这种道上大佬? 好比你一个普通人, 有没有见过你们县里道上大佬? 且不要说见过, 可能连听都没有听过。 一个个同学都是面带惊慌, 多少惶恐不安。 他们刚才还在谈论乔四海如何厉害, 如何恐怖, 没想到会这么快就在这里见到这位道上大佬。 要知道, 这可是乔四海, 人称普县乔四爷, 大名鼎鼎, 谁人胆敢不知。 在普县内, 你可以不知道县长是谁, 但你一定要知道乔四海是谁。 哦, 原来小郭主任也在这里。 乔四海大步走了进来, 见一人迎上来, 扫了一眼见识郭松伟, 便敷衍来了一句。 显然, 在乔四海这种大佬眼里, 一个县长办公室主任算个屁了。 是啊, 四爷, 来跟同学聚个会, 那个刚才谢谢你的, 郭松伟听到乔四海喊他小郭主任, 丝毫不敢放肆, 微微公邀一下应声道。 看样子, 郭松伟要感谢乔四海派人送来的韭菜。 然而, 乔四海根本不等郭松伟说完话, 直接无视郭松伟, 继续往李厅走来。 郭松伟话到一半, 见状不由愣住了。 难道乔四海不是来找自己的? 此刻, 乔四海快步走到李厅扫了一眼, 静止走向秦峰身旁。 秦先生, 送来的韭菜, 是否还满意? 只见乔四海朝着秦峰, 抱手攻邀问道, 满是恭敬之态。 乔四海不知道秦峰发消息, 叫他过来干什么。 刚才听秦峰说, 有个同学会, 为了讨好秦峰, 乔四海擅作主张, 让服务员送来几瓶明酒和大龙虾。 这时候, 目睹乔四海喊秦峰做秦先生, 在场一众同学都呆住了。 所有人瞪大眼珠, 满眼不敢置信。 尤其是周云祥, 李曼和刘志威三人, 更是一双眼珠, 几乎都要瞪掉了。 秦先生? 乔四海竟然叫秦峰为秦先生。 这是什么情况? 要知道乔四海这个人物, 可是他们一直敬畏仰望的存在。 然而, 如今却在秦峰面前毕恭毕敬, 喊着秦先生。 不是说秦峰混得差劲, 是一个废物吗? 为什么能让乔四海, 这位普县乔四爷, 如此恭敬万分? 此时, 正要追近李厅的郭松伟, 看到这一幕也是呆住了。 一脸震惊无比。 乔四海是谁? 整个普县无人不知, 人称普县乔四海, 有钱有事有人, 传闻事里有着大背景, 县长见了他都要给七分面子。 如今, 乔四海这样的人物, 却对秦峰如此恭敬, 岂不是在说秦峰的身份, 比乔四海还要厉害, 郭松伟内心里震惊得不行。 能当上县长办公室主任, 郭松伟也是个头脑灵活的人。 想到这层关系后, 郭松伟整个身体不自觉地颤抖起来。 别看他作为县办主任, 平日有许多人巴结恭维, 但在乔四海面前就一个小郭。 可是现在, 他却得罪了比乔四海还要厉害的秦峰。 然而, 面对周围震惊的一众同学, 秦峰似乎没有看到一般。 我都没有喝到酒, 也没有吃到龙虾。 你说我满意吗? 只听到秦峰淡淡一声, 回了乔四海的话。 没有喝到酒, 也没有吃到龙虾。 乔四海闻言一愣。 随后, 分别扫了一眼两张餐桌, 乔四海几乎能猜到发生什么事。 秦峰缓缓转身, 伸手一指郭松伟和周云祥那几人。 刚才他们说, 是你看在郭松伟的面子上送来韭菜, 所以让他们都吃喝完了。 现在, 你亲口告诉他们, 你是看在郭松伟的面子上, 还是看在我秦峰的面子上。 听到秦峰这话, 乔四海完全知晓发生什么事。 接着, 乔四海看向郭松伟, 面色沉了下来道, 郭松伟, 你好大面子啊。 瞧, 乔四爷, 难道韭菜不是你送来给我的吗? 郭松伟见乔四海的面色, 不由吞了一下唾沫, 抱着侥幸问道。 就平面。 乔四海冷哼一声, 说着转身, 向秦峰拱了拱手道, 秦先生才是我乔四海的贵客。 听闻秦先生在这里有个同学会, 我特意吩咐人, 送来韭菜助兴, 哪里看在你的面子? 你的面子又算个屁了。 乔四海说到最后, 带着一股怒火吼了出来。 哄, 乔四海的话, 如同一声惊雷落在郭松伟的头上。 什么? 在场同学也是如闻惊雷, 露出不可思议之色。 刚才他们所有人都认为是酒店老板, 看在郭松伟的面子送来韭菜, 同时一个个讥讽嘲笑秦峰吹牛逼, 不知天高地厚。 现在, 却想不到乔四海真的是看在秦峰的面子, 而不是郭松伟的面子。 郭松伟, 你们吃喝完了秦先生的韭菜, 现在立刻给秦先生道歉赔罪。 乔四海的声音再度响了起来, 扫视郭松伟, 周云祥那几人一眼。 乔四海的声音很大, 怒火也很大。 乔四爷, 我不知道秦峰是你的贵客。 我还以为郭松伟听后, 想要解释起来。 啪。 然而没等说完, 乔四海一巴掌就扇在了郭松伟的脸上。 郭松伟顿时被乔四海扇的七荤八素, 几乎要摔倒在地上。 哗, 周围一众同学大惊哗然。 一个堂堂县长办公室主任, 就这样被当众扇脸了。 不过想想也对, 连县长都要给乔四海面子。 郭松伟一个县办主任更加不值一提。 道歉赔罪。 乔四海怒喝一声。 郭松伟捂着脸蛋, 不敢露出任何不满。 反而一脸惊恐之色。 乔四海这人, 他惹不起。 虽说乔四海是一个县级大佬, 但市里有人有靠山。 当下, 郭松伟也顾不上什么身份。 看向秦峰说道, 秦峰, 秦先生, 是我误会了。 不该抢了乔四爷给你送来的韭菜, 我给你道歉赔罪。 是啊, 秦峰, 是秦先生。 我们知错了。 我们不该那样, 说你带你, 看在同学情分上, 原谅我吧。 周云祥看到郭松伟都道歉赔罪了, 连忙跟着道歉。 秦先生, 我们都错了, 都是一场同学, 这件事就算了吧。 李曼也走了上来, 似乎想用班长的口吻跟秦峰平等对话。 啪, 啪。 突然, 两道耳光声响起, 却见刘志威给自己脸上来了两巴掌, 扇得脸上一片通红。 秦先生, 好同学, 是我有眼无珠, 我自删两巴掌给你赔罪了, 请你大人有大量, 都是郭松伟小人得志, 我是糊涂了, 才会跟了他一起骂你。 下一刻, 刘志威陪着满脸笑容, 一副低头哈腰的姿态, 走到秦峰面前说道。 眼下一举一动, 跟之前嚣张不屑的姿态, 形成鲜明对比。 周围一众同学, 又一次哗然大惊。 他们想不到, 前一刻, 大家都争着讨好的郭松伟, 此刻, 却在秦峰面前低声道歉赔罪。 周云祥, 李曼, 还有刘志威这几个, 更是变了一个人, 纷纷出来跟着秦峰求原谅, 求饶过。 甚至, 刘志威还当场翻脸, 指责起了郭松伟。 面对如此巨大反差, 在场同学觉得, 跟做梦似的。 本以为郭松伟, 是混得班上最有出息的, 人人跟着巴结讨好, 想不到被视为废物的秦峰, 才是班上最有出息的一人。 光是, 能让乔四海这个大佬这么恭敬, 便足以碾压郭松伟几个层次。 此刻, 不少同学都纷纷脸色苍白下来, 一对对目光看向秦峰, 带着敬畏之色, 尤其是想到, 刚才跟周云祥, 郭松伟那般嘲讽对待秦峰, 他们一个个更是忍不住身体发颤, 生怕秦峰报复。 这里太过躁了, 张凡, 跟生, 接应, 你们跟我走吗? 这个时候, 秦峰却是转身, 看向张凡三人问道。 秦峰, 我跟你走。 张凡一听秦峰这话, 点了点头, 走到秦峰身旁。 袁跟生和周杰盈两人, 也走到秦峰身旁。 秦峰带着张凡, 袁跟生和周杰盈三人, 向包厢门口大步走了出去。 对于面前道歉陪罪的郭松伟, 周云祥和刘志威三人, 以及周围一众同学, 秦峰自始至终都没有去搭理。 其实, 秦峰只需一句话, 不用亲自出手, 乔四海自会代劳收拾他们。 但秦峰没有那么做, 也不屑那么做。 有的人注定没有资格成为敌人, 同样也不配做朋友。 看着秦峰带上张凡三人走出包厢, 一众同学都愣住了。 想不到秦峰没有展开抱负, 就这样放过了他们。 此时, 许多同学内心满是无比复杂, 后怕, 震撼, 也懊悔。 被他们羞辱, 瞧不起的秦峰, 如今已是成了他们这些同学仰望不及的存在。 更重要的是, 秦峰没有跟他们一般计较报复, 俨然是一种大人物的格局。 郭松伟, 这一次算你走运, 不然我弄死你。 而乔四海见秦峰就这样走了, 明显愣了一下, 接着警告郭松伟一句。 他也想不到秦峰会放过郭松伟这些人, 本来还做好准备要替秦峰收拾一番郭松伟这些人。 秦先生果然有格局, 日后必能成大事。 乔四海暗暗心道, 在这时候不由地佩服起了秦峰。 之前是敬畏, 现在是发自内心佩服。 随后, 乔四海快步追向秦峰, 跟了出去, 过了两久。 包厢内的一众同学, 方才渐渐缓了过来。 不少同学都开始有意无意地跟郭松伟, 周云祥, 李曼和刘志威四人, 拉开了距离。 我等一下要加班, 我就不吃了, 先走了。 我家里还有事, 我也要走了。 我孩子准备放学了, 我得去接孩子了。 很快, 一个接着一个寻找借口, 离开了包厢。 郭松伟的为人, 他们都清楚。 如果郭松伟不是县长办公室主任, 他们都懒得理会, 不要说八戒讨好。 眼下, 乔四海这位大佬放了狠话, 郭松伟只怕仕途不妙, 没了八戒讨好的必要, 更不用担心得罪郭松伟。 不到几分钟时间, 同学都走得差不多, 只剩下四个人。 郭主任, 周总, 李班长, 你们没事吧? 想不到秦枫能认识乔四海, 真是让人意外。 不过秦枫就这样走了, 想必及但郭主任的身份, 不敢对我们报复。 刘志威就显得比较尴尬了, 露出牵强笑容, 开口说道, 刚才他以为秦枫会报复, 第一时间给了自己两巴掌, 还对秦枫一副低头哈腰, 甚至做了随风草, 指责起了郭松伟。 如此行为, 不仅让很多同学都看不起, 而且郭松伟也憎恨上刘志威。 刘志威, 你真行, 我动不了秦枫, 还动不了你吗? 明天等着公司开除, 以后做起盖吧。 郭松伟一脚踢在了刘志威的身上, 将刘志威踢倒在地。 刘志威顿时面如死灰, 郭松伟还是县办主任, 让他被炒鱿鱼, 也就是一句话的是, 白海豚大酒店。 顶楼一间包厢内, 坐着几个人, 正式离开了同学会的秦枫几人。 刚才离开聚会包厢后, 乔四海追了出来, 将秦枫几人请到这边最好的包厢喝茶。 此刻秦枫坐在沙发一侧, 正喝着一杯香茶, 坐在对面的人是乔四海, 一脸恭敬, 正惊危坐。 张凡, 袁根生和周杰银三人也坐在旁边, 带着几分紧张拘谨。 毕竟他们从未想过自己, 能跟乔四海这种大佬坐在一起喝茶。 尤其是周杰银作为女同学, 更是紧张拘谨。 堂堂普现乔四爷的气场, 不是普通人能够承受得住的。 大家不要这么紧张, 都放松一下, 乔四爷不是恶人。 秦枫看出张凡, 袁根生和周杰银三人的紧张, 出声笑了笑道。 说着, 秦枫扫了一眼旁边的乔四海。 乔四爷, 你说是不是? 是, 是, 秦先生说得对。 你们几位既然是秦先生的朋友, 那便是我乔四爷的贵客, 不用紧张拘谨, 就跟朋友一般。 要是几位允许, 我非常愿意跟你们交朋友。 听到秦枫的话, 乔四海连忙点头陪着笑应声道, 还端起茶水, 看向张凡三人, 让自己尽量显得和善亲切。 张凡, 袁根生和周杰银三人, 看到面前乔四海对自己这般低姿态, 都是傻眼住了。 整个普县谁人不知道乔四爷的大名, 有钱有势还有人, 可谓只手遮天, 平时不知道有多少人要讨好攀附而不得。 然而, 如今乔四海既主动说, 愿意跟他们三人交朋友, 这无疑让他们三人都大敢受宠若惊。 一旦跟乔四海成为了朋友, 以后在普县内谁敢欺负? 只要爆出, 我跟乔四海一起喝过茶, 是乔四海的朋友, 就算普县警局局长见了都要让三分。 不过张凡, 袁根生和周杰银三人清楚, 乔四海之所以会对他们这么低姿态, 这一切都是秦枫的缘故。 四爷你哪里话, 放眼整个普县哪个不想成为四爷的朋友, 能跟四爷交朋友, 也是我们荣幸至极。 我以茶代酒, 敬四爷一杯。 张凡捧起一杯茶水, 对乔四海道, 怎么说张凡也曾在公司做过事? 场面话还是会说的。 旁边袁根生和周杰银也跟着捧起茶水。 你们客气了, 我乔四海最喜欢跟年轻人做朋友, 活力有拼价, 从今年起。 你们就是我乔四海的朋友了, 要是以后在普县遇到什么麻烦, 解决不了的话都能来找我, 我帮你们摆平。 乔四海满脸和善回应, 说完将手中茶水一口饮尽, 没有半点拖打。 当然, 乔四海这话有一半, 是说给秦枫来听的。 乔四海能看得出来, 秦枫将三人带在身边, 显然在秦枫心里面, 将张凡三人当作真正朋友。 如今, 他跟张凡三人成了朋友, 拉近关系, 相当于跟秦枫拉近关系。 秦枫看着乔四海主动跟张凡三人套近乎, 并未做出什么反对。 其实, 秦枫会带上张凡三人过来一起喝茶, 也是有心将张凡三人和乔四海互相认识。 随着一杯浇有茶水喝了下来, 张凡, 袁根生和周杰盈三人的紧张拘谨, 都放松了不少下来。 几人就这样一边喝茶, 一边聊着天。 很快几杯茶水下肚, 乔四海看向张凡说道, 张凡兄弟, 我想请你, 做这家白海豚大酒店的大唐副经理, 怎么样? 从聊天中乔四海打听到, 张凡和秦枫关系密切, 亲如兄弟, 眼下失业后, 再送外卖为生。 面对如此人情机会, 乔四海当然也不会错过。 让我做这家大酒店的大唐副经理, 张凡文言一愣, 简直不敢相信。 白海豚大酒店是普县三家五星级大酒店之一, 在这里做个服务员都有月薪一万起, 不要说副经理这样级别。 从一个送外卖的外卖员, 一跃成为酒店大唐副经理, 可谓飞上枝头变凤凰。 张凡不敢相信, 也很正常。 这个职位蛮适合我这位兄弟, 他为人比较耿直, 但是能力不缺, 就有劳乔四爷多照服了。 就在这时, 秦峰点了点头, 给张凡同意道。 张凡这人如何? 秦峰是知道的, 论能力不比刘志威, 郭松伟之辈差劲, 只是没有背景, 没有机会表现而已。 秦先生言重了, 做生意开酒店, 最重要的是耿直, 认真, 像张凡兄弟这样的人, 正是所需要的人才。 能来酒店任职, 是酒店的姓氏。 乔四海不亏大佬, 场面话叫人很舒爽。 一旁袁根生和周杰盈看到张凡在转眼间让乔四海请来白海豚大酒店做大堂副经理, 忍不住一阵羡慕不已。 袁根生兄弟还有周杰盈妹子, 二位不嫌弃酒店工作的话, 也可以来白海豚大酒店上班, 先培训一下, 从组长、 主管做起, 应该不是问题。 乔四海察言观色, 一下子瞧出袁根生和周杰盈的羡慕之情, 又看向两人说道, 我们可以吗? 袁根生闻言, 顿时激动追问道, 毕竟, 他和周杰盈都上班几年了, 还是普通职员, 能来酒店当组长, 主管, 绝对完全不一样。 连周杰盈也动容了, 露出一抹期待之色。 当然可以, 明天你们三人有时间的话, 就来白海豚大酒店人事部报道, 有人接待你们, 安排入职事宜, 尤其是张凡兄弟, 只要工作好了, 升任大堂经理, 不过时间问题。 乔四海笑着说道, 特意提了一下张凡。 张凡也很激动, 但却没有立马答应, 而是看了秦峰一眼。 因为张凡非常清楚, 要不是秦峰的话, 他怕一辈子都不可能做到副经理, 经理这样的位置。 见到秦峰对他点了点头, 张凡这才安耐不住激动之情, 看向乔四海道, 既然乔四爷如此厚爱, 那就谢谢乔四爷了。 谢谢乔四爷, 我们一定会努力工作。 袁根生和周杰盈也跟着感谢道。 同时, 袁根生和周杰盈也满是感激看向秦峰, 心中感激之情难以言表, 接着几人又聊了一会儿, 喝了几杯茶水后, 秦峰见时间差不多了, 便不再多待。 乔四海亲自将秦峰送出酒店门口, 目送秦峰几人离开。 跟张凡三人作别之后, 秦峰骑上小电驴朝着上午跟羊如雪分开的路口而去。 然而, 就在秦峰骑着小电驴拐过一个小巷子, 却看到一道熟悉人影。 陈二狗。 只见陈二狗一副失魂落魄, 在跑进小巷子, 根本没有发现外面骑车路过的秦峰。 站住, 别走。 你跑不了了, 往哪里跑? 因为陈二狗身后还有几个社会青年, 一路追着陈二狗叫喊呵斥。 秦峰看到这一幕, 不由停下小电驴跟了过去。 昨天晚上找了陈二狗不见人, 如今好不容易见着, 秦峰需要问个清楚。 再说这种情况下, 作为村里伙伴, 秦峰也不能不管。 很快, 当秦峰追了过去, 陈二狗已被那几个社会青年堵在小巷子里。 陈二狗, 往哪里跑? 你不想还我们的钱了吗? 妈的, 陈二狗看看你现在多么废仔, 以为躲着我们就不用还钱了。 我八千块, 还有山炮三千块, 明哥六千块, 以及五载一万块, 这些钱什么时候还? 几个社会青年对陈二狗一边拳打脚踢, 一边怒骂出来。 不要打了, 你们给我一点时间, 我最近手头不宽裕, 再说, 你们故意坑我入局, 让我欠你们这么多赌债, 我哪里找这么多钱还你? 陈二狗缩在墙角, 被打得鼻青眼肿, 却是不敢反抗, 只能出声哀求起来。 你们干什么? 秦峰一声呵斥, 从外面走了进来。 风, 风哥! 陈二狗一见到秦峰出现, 显然被吓到了一般。 他想不到会在这里碰上秦峰。 秦峰给了陈二狗一个放心眼神, 扫了一眼面前几个社会青年, 他是我村里兄弟, 给个面子, 不要打他。 小子, 你和二狗认识, 这是要替二狗出面。 为首一个头发染着几根绿毛的青年, 趾高气扬瞅了秦峰一眼道, 说着, 绿毛青年还一副狠掉的样子走上来。 伸手要去戳秦峰的脑袋, 啪! 但不等绿毛青年的手碰到, 秦峰抬手抓住绿毛青年的手腕, 用力往旁甩了出去。 砰的一声, 随着绿毛青年惨叫一声, 就摔在地上给摔晕了。 操! 这个小子是来搞事的, 揍他! 一旁, 三个社会青年健壮, 扎呼一声, 一起动手冲向秦峰。 秦峰冷哼一声, 然后, 身子化作一道残影。 砰砰砰! 秦峰毫不客气, 一拳一个将他们三个也一并给放倒在地。 之前他们几个和陈二狗的对话, 秦峰走过来的时候也听到了。 二狗, 你怎么回事? 解决几个社会青年, 秦峰转身要问墙脚下的陈二狗, 却发现他不见踪影了。 秦峰抬头望去, 只见陈二狗的身影正跑出了对面的小巷子口。 跑了? 秦峰不由皱眉, 摇了摇头。 可能陈二狗是, 做贼心虚了。 考虑小电驴还停在后面巷子外边, 秦峰也没有上去追陈二狗。 反正陈二狗跑不到哪里去, 总要返回村子, 到时再细问也不迟。 秦峰走出了小巷子, 重新骑上小电驴, 继续前往上午跟羊如雪分开的路口。 很快到了目的地, 秦峰停下车子, 望向远处一栋大厦。 那里, 便是华大集团浦县分公司。 之前李曼提起班花萧强, 如今当上浦县分公司总经理, 还说, 今天萧强也会来参加同学会, 只是今天没有见到萧强。 秦峰收回目光, 掏出手机, 给羊如雪打了一个电话。 上午分开的时候, 羊如雪交代过他回去, 要叫他一声。 现在下午四点, 羊如雪也该开完会了吧? 这个时候, 秦峰不由想到, 上午载着羊如雪来县城路上。 一路颠簸过程中, 羊如雪身上柔软部位, 碰撞在他后背上的美妙感觉。 不知道等下回去路上, 还能不能享受这种厌福。 秦峰心里忍不住美滋滋道。 然而, 电话足足响了一分钟, 却是无人接听。 难道羊如雪还没有开完会? 秦峰嘀咕一句。 接着, 秦峰又继续拨打了一个电话。 这一次响了半分钟, 羊如雪终于接听电话。 我还在开会, 有事快说。 羊如雪的声音还带着一丝不耐之色。 我现在准备回去。 你要一起吗? 秦峰问道。 你先回去吧。 我这边还有什么要处理好? 羊如雪在电话那边跟秦峰道。 说完, 羊如雪直接挂断秦峰的电话。 秦峰握着手机, 不由暗暗捏了捏。 羊如雪这个富婆, 在玩它呢? 开一个会, 能开几小时? 随后, 秦峰没有在等羊如雪, 骑上小电驴沿着道路往太平村方向回去。 黄昏日落时分, 秦峰骑着小电驴, 一路欣赏山野风光, 回到太平村。 就在秦峰骑过村口时候, 一个熟悉的声音突然从身边传来。 小风, 你等一下。 秦峰闻声转头望去, 发现一个女人站在村口榕树后面, 喊住了她。 亭亭玉立, 风马傲人, 不是苏玉娥, 又是谁。 玉娥嫂子, 有什么事? 秦峰杀住了小电驴, 停下来问了一声。 苏玉娥先是四处张望了一眼, 见到没人之后, 一阵小跑走向秦峰而来。 小风, 晚上你来嫂子屋后那个棚子等我, 嫂子有事情, 要找你商量。 苏玉娥跑到秦峰面前, 悄悄说了一句。 听到这话, 秦峰不由一愣, 玉娥嫂子, 这大晚上, 你叫我去屋后那个棚子做什么? 这深更半夜, 又孤男寡女的, 苏玉娥的话是什么意思? 难不成, 秦峰看向面前苏玉娥, 体态恶挪, 加上肌肤天生白嫩。 虽然常年待在村里, 却保养得比城里姑娘还要白。 此时此刻, 秦峰的脑海中, 经不住浮现出了, 屋后棚子中苏玉娥和黄大东的引你一幕。 小风, 你不要问这么多, 嫂子跟你说, 你来了就是, 晚上九点左右, 嫂子在棚子等你, 记住了。 苏玉娥见秦峰追问, 伸出玉手, 往秦峰胸膛拍了一下, 又提醒道。 说完苏玉娥也不管秦峰如何反应, 脸蛋莫名有些泛红, 扭捏着屁股走开了。 当然, 苏玉娥还不忘四处又张望一眼, 看着似乎在做了见不到人的事。 望着苏玉娥一副急忙走开的身影, 秦峰有些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该不是玉娥嫂子晚上无聊, 要找自己聊天谈心, 深入交流吧。 回到家后, 秦峰将几件撕了标签的营养品和一达钱交给母亲李秀之。 妈, 这是我在市场上花了几百块买的营养品。 还有, 这是退货后的钱, 你和爸可以买点自己喜欢的东西。 怎么退了这么多钱, 有两万多? 我和你爸用不着钱, 你留着花吧。 谈了如雪这么好的媳妇, 不能委屈了他。 李秀之接过钱吃了一斤, 却不肯收。 不过, 几百块的营养品, 李秀之直接收了下来。 妈, 儿子工作多年了, 之前忙于工作不常回来, 现在这钱就当孝敬一下你和爸。 你放心好了, 以后我会赚更多钱, 让你和爸, 还有小妹, 过上好日子。 秦峰坚持让母亲李秀之拿着钱。 那我先替你存账, 等你和如雪日后半婚礼花费。 李秀之最后收下了钱。 听着母亲张口闭口如雪, 还说起婚礼了, 秦峰不由感到一阵头大。 看来爸妈在自己和如雪之间关系上的误会, 是越来越深了。 杨如雪这个富婆够厉害的, 也不懂使了什么手段。 第一次见面, 便让爸妈对她认可度如此之深。 小峰, 如雪呢? 李秀之将东西和钱放好, 不见杨如雪人影, 望了一眼院门那边问道。 他有事, 没有跟我回来。 秦峰解释道, 那你怎么自己回来了? 为什么不等如雪一起回来? 母亲一听, 出声埋怨一句。 说着, 母亲李秀之望了一眼西洋落山, 对着秦峰道, 天就要黑了, 你现在再去县城一趟。 等如雪一起回来。 妈, 小电驴没电了, 骑不到县城了。 秦峰耸了耸肩道, 你这孩子, 怎么不知道疼自己媳妇? 母亲李秀之已经开口训起了秦峰。 妈, 她不是我媳妇。 秦峰一脸无语, 她迟早是你的媳妇。 母亲李秀之走过来, 白了秦峰一眼, 说道, 现在给如雪打个电话, 问一下如雪事情处理好了吗? 实在不行, 我去隔壁家接一台小电驴给你骑去。 秦峰见李秀之这么说, 只能掏出手机, 给杨如雪打了一个电话过去。 不过, 这一次电话接通很快。 你的事情好了吗? 秦峰问道, 刚开完会。 杨如雪回了一句, 顿了片刻又道, 怎么给我打来电话? 是不是回到家, 被叔叔阿姨训了? 杨如雪的语气中带着一抹狡黠的笑意。 听到这话, 秦峰愣了一下, 心想这都能让杨如雪这个富婆猜到了, 也不知道该说她聪明, 还是该说她手段厉害。 我没空跟你废话, 你等一下还要来我家吗? 随后, 秦峰直接问道, 我答应人的事就会做到, 晚一点我会来你家, 你告诉阿姨, 我不用你来接。 杨如雪跟着秦峰说道, 挂了电话之后, 秦峰将杨如雪的话, 附述给了母亲李秀枝。 母亲李秀枝听了, 也没有多说什么。 而秦峰根本没有心思搭理杨如雪, 一直想着跟苏玉娥约好的事, 晚上还有, 苏玉娥这个嫂子等着她, 夜幕降临。 吃过晚饭, 秦峰还没有看到杨如雪回来。 眼见跟苏玉娥嫂子约好的时间差不多到了, 秦峰寻了一个由头, 走出家门。 秦峰在村子里先逛了一遍, 绕了一个大湾前往陈家小院。 此时, 月上柳梢头, 秦峰站在陈家小院外面, 往院子里面打亮几眼。 一片漆黑。 显然, 苏玉娥不在屋内, 那么一定是在屋后棚子等她。 秦峰心下一喜, 立马摸向屋后棚子那边。 玉娥嫂子, 你在不在棚内? 我来了。 秦峰很快走到屋后棚子, 压低声音冲着里面喊了一声。 同时, 秦峰的心也怦怦直跳, 仿佛一种做什么坏事的感觉。 小峰, 我等你好久了。 秦峰的声音落下不久, 里面传来苏玉娥犹如猫叫一般的声音, 让人听了莫名一阵心痒痒。 嫂子, 你到底找我什么事想? 秦峰小声问道。 不要问, 快进来。 苏玉娥没有回答秦峰, 只是一个劲催促秦峰进入棚内。 秦峰感到心跳比刚才更快了。 扫尸四下无人, 闪身快速朝着棚内溜了进去。 棚子里面没有灯, 黑油油的。 不过, 门口那边有几道月光能够照射进来。 从秦峰这个进门角度看去, 刚好见到一个体态恶娜, 风马傲然的身影。 正是苏玉娥站在棚子里面。 因为苏玉娥天生肤白, 眼下处在月光之下, 仿佛站着一尊冰清玉洁的神女像。 小峰, 站在那里干什么? 快过来, 苏玉娥见秦峰待在原地, 伸手过去要拉秦峰的胳膊。 却是一时重心不稳, 脚下一个亮腔。 苏玉娥一下子倒向了秦峰那边。 秦峰连忙上前一步, 伸手扶住要倒下来的苏玉娥。 然而不等秦峰站稳脚跟, 苏玉娥便顺势挨了上来, 顿时一股窒息感传来。 玉娥嫂子, 你要做什么? 秦峰吓了一跳, 要推开挨在身上的苏玉娥。 尽管秦峰有所心动, 但是脑子很清醒。 小峰, 你有没有将昨晚的事告诉别人? 苏玉娥问道, 没有, 我不是那种嚼舌根的人, 玉娥嫂子。 你找我来这里, 到底什么事? 秦峰推着苏玉娥, 却被苏玉娥直接圈住了脖子。 小峰, 我问你, 你觉得嫂子漂亮吗? 苏玉娥问道, 漂亮。 秦峰老实答道, 那你喜欢嫂子吗? 苏玉娥说着话, 吐气如蓝, 丰满郊躯, 靠在了秦峰的胸膛上。 玉娥嫂子, 你冷静一下。 秦峰让苏玉娥的举动, 给吓了一跳。 之前苏玉娥可是一个端庄本分的女人, 现在怎么成了这个模样? 秦峰总觉得, 有什么地方不对劲。 难不成发生在秦家院子前的事情, 苏玉娥这个嫂子, 也目睹了吗? 嫂子! 嫂子! 就在这时, 几道喊声突然从外面传了过来。 秦峰听到喊声, 按住苏玉娥的手, 玉娥嫂子, 是二狗回来了。 听到陈二狗的声音, 苏玉娥的娇躯一将, 慌忙放开秦峰, 整理起了自己衣服。 小峰, 这是我们之间的秘密, 你不能跟二狗说起。 苏玉娥翘脸泛红, 交代秦峰一句。 然后, 苏玉娥剥了一下鹅脚头发, 大大方方从棚子走了出去。 二狗, 嫂子在这里。 看着苏玉娥跟梅诗人搬走了出来, 秦峰内心那股狐疑之色更深一分。 看来, 苏玉娥这个嫂子不太简单。 嫂子, 你在屋后棚子做什么? 陈二狗见苏玉娥走了出来, 好奇问道。 这时, 秦峰也从后面跟着走了出来, 喊了陈二狗一声, 二狗。 风, 风哥。 一听秦峰声音, 陈二狗吓了一跳, 转身就要跑路。 二狗, 不要跑了, 我知道东西是你拿的, 我不怪你, 你站住。 秦峰只好叫住陈二狗, 不要让他再跑。 其实小巷子里的对话, 秦峰都听到了。 陈二狗十有八九, 拿了羊毛纱, 去典当换钱抵债。 风哥, 我错了, 我也不想拿的。 可山炮明哥他们, 逼我太厉害, 说要打死我。 陈二狗见秦峰说不怪他, 也便停下脚步, 露出一脸苦壮看向秦峰说道。 你们两个在说什么? 苏玉娥在旁问道, 说着看向秦峰和陈二狗。 陈二狗不敢说, 秦峰却对陈二狗道, 二狗, 你自己跟你嫂子说, 这是, 有风哥我为你出头。 陈二狗从小玩到大都是秦峰的跟班。 对秦峰一向唯命是从, 便将事情跟苏玉娥说了出来。 二狗, 嫂子早叮嘱你别跟山炮那些人混在一起, 他们不是好人, 现在让他们祸害了吧, 这两三万如何还得轻。 苏玉娥听后吃了一惊, 还是语重心常说教一句。 听到苏玉娥的责训, 陈二狗没有回嘴, 乖乖低下了头。 长兄如父, 长嫂如母, 自从嫁到陈家, 苏玉娥一直都是做嫂又做母。 在陈二狗眼中, 苏玉娥不单单是嫂子, 更是半个母亲。 没事, 玉娥嫂子, 二狗也是善良时尚。 今天在县城我已经教训山炮几个人一顿, 要是他们再敢来找陈二狗还钱, 二狗你可以来告诉我, 我来搞定这是为你出头。 秦峰站了出来说道, 风哥, 谢谢你。 陈二狗一听, 秦峰要给他出头, 顿时感激不已。 小峰, 这是怎么能连累你? 苏玉娥却是看向秦峰说道, 玉娥嫂子, 你说哪里话, 我和二狗从小玩到大, 她的事便是我的事, 我能搞定这事。 秦峰转头对着苏玉娥说道, 而苏玉娥趁着陈二狗不注意, 对着秦峰便是一阵眉眼传情, 秋波暗送。 玉娥嫂子, 时候不早, 我就先回去了。 秦峰装作没有看到, 道别一声后, 转身往外走去。 小峰, 我送一送你。 苏玉娥抬脚, 要追上来。 不用了, 玉娥嫂子。 秦峰摆了摆手, 快步离开了陈家小院。 苏玉娥追到院子门口, 还是没有追上秦峰。 望着秦峰身影消失在夜幕中, 苏玉娥站在门口, 一双美目闪烁, 轻轻娇哼一句, 没有猫不吃心。 我不信你能逃得了第二次, 秦峰不知道后面苏玉娥的反应, 沿着村路往家里方向走去。 眼下夜色渐深, 不少村民家中已经熄灯入睡。 就在秦峰准备走到家的时候, 夜色之下隐约发现, 两道人影在自家院墙外面晃荡, 行踪鬼鬼祟祟。 小偷! 秦峰不由心道, 可下一刻, 两道人影一个翻墙动作, 瞬间从院墙外面翻了进来。 伸手不一般。 秦峰见状, 眉毛猛的一条。 院墙将近三米高, 一个简单翻墙动作, 就翻了进去。 就算特种兵, 也不能这么轻易做到吧。 显然是练家子。 正门不走却要翻墙, 看来这两人来意不善。 不管什么人, 胆敢摸到我家来, 便是找死。 秦峰嘴角扬起了一抹冷意, 一道光芒闪过眼底, 随后放低脚步声走了过去。 很快, 秦峰走到院子外面, 只见里面一片漆黑。 想必家中爸妈早已入睡。 秦峰走到院墙外面, 没有丝毫犹豫, 脚往地下一蹬, 一个纵月跳入院子里面。 以秦峰如今的伸手, 跳上的三四米不成问题。 此时, 那两人刚好摸到堂屋那边, 却是趴在自己卧室窗外。 听到身后落地声音, 两人都是吓了一跳, 猛然转头看了过来。 但发现秦峰后, 两人互相对视一眼, 明显愣了一下。 似乎没想到, 身后有人进来。 然而下一秒, 两人顿时动了, 一起出手朝着秦峰袭来, 反应果断迅疾。 果然并非小偷。 这般动作反应, 更像是职业杀手。 面对两人出手, 秦峰更加断定, 两人不是小偷, 来意不善。 显然, 两人第一时间想要制止秦峰。 不过他们明显低估秦峰。 当下, 秦峰也没有丝毫手下留情。 碰! 碰! 秦峰一个剑步迎了上去, 快速踢出两脚, 直接横扫过去。 腿引如同一道闪电, 扫在两人身上, 两个人引道飞出去, 重重砸在台阶地上。 什么人? 就在这时, 自己那个卧室传来一个女人喊声。 杨如雪的声音。 秦峰闻言, 不由皱起眉头。 这个时候, 秦峰也明白了, 这两个人极有可能冲着杨如雪来的。 走! 其中一人在秦峰一脚之下, 明显受到了重伤, 却也动作快速。 二话不说, 扶起旁边直接吐血的同伴, 跳出院墙逃了出去。 秦峰看着自己一脚踢伤了两人, 一人更是吐血而出, 注定逃不了多远。 当下, 秦峰也不急追赶, 而是抬头看向打开窗户, 望了出来的杨如雪。 秦峰, 怎么是你? 刚才那是什么声音? 刚才是不是有人影从院墙跳了出去? 不等秦峰开口, 杨如雪已经出声问道。 同时, 杨如雪美目一转, 朝着那两人跳出去的院墙位置望了过去。 杨如雪打开窗户, 虽迟了半个节拍, 但还是见到翻越院墙逃跑的两个人影。 有人要杀你。 好好睡你的觉。 秦峰压低一下声音, 对着杨如雪淡淡回了一句。 杀我? 你在说什么? 杨如雪文言一惊, 刚要追问秦峰这话什么意思。 秦峰却是转身打开院门, 冲了出去。 那两个人都受了重伤, 完全跑得不快。 秦峰几乎没有费什么力气, 赶在村口位置, 轻易堵住了两人的去路。 不要跑了, 说吧, 是什么人让你们来的? 来做什么? 秦峰靠在村口榕树上, 一手插着兜, 一手把玩着两颗石子, 看向从村里跑出来的两人道。 你究竟什么人? 是那个女总裁的保镖吗? 见到秦峰拦住去路, 其中一个身材比较高大的男人, 声音透着几分颤抖, 看向秦峰问道。 显然, 没想到秦峰的速度这么快, 比他们抢先一步, 拦截在了村口位置。 保镖? 秦峰一听笑了。 随即, 眼神闪过一抹狠力, 是我在问你们问题, 现在给你们十秒钟回答时间。 秦峰声音淡漠。 这两人一高一矮, 配合默契, 想必是个杀手组合。 不过, 眼下除了高个子男人还能说话外, 旁边的矮个子男人还在吐血, 面色苍白, 气息微弱, 显然伤到五脏六腑。 刚才秦峰一脚, 用了七成力度, 足以踢死一头牛, 何况是一个人呢? 两个杀手没有当场毙命, 看得出实力也不俗。 听了秦峰的话, 两人都是脸色大变, 目光不断扫视, 似乎要找其他路径逃跑。 十秒钟, 时间到。 秦峰没有什么耐心, 见两人不说话, 也没有继续浪费时间。 声音响起同时, 秦峰的右手也随之移动。 呼吱, 秦峰右手一挥, 一颗石子飞出, 瞬间动穿高个子男人的左边膝盖。 扑通一声, 高个子男人音声跪了下来, 一条腿很快就被鲜血染红一片。 不过, 高个子男人倒也能忍, 竟没有发出来一声惨叫。 再给你三秒钟, 说出我想要的答案, 不然另一条腿也保不住, 跪着走回去。 秦峰声音无比冷漠, 没有半点容情。 是, 是一位叫熊哥的雇主, 花了一百万, 请我们来绑架那个叫杨如雪的女人。 高个子男人, 见识了秦峰的狠辣手段, 不敢再有隐瞒, 吓得慌忙说了出来。 生怕自己迟了一秒, 秦峰将另一条腿给废了。 熊哥? 真实名字叫什么? 秦峰眉毛一挑, 追问道, 真实名字不知道, 我们只知道, 这雇主叫熊哥, 再说买雄绑架, 也没有人敢用真实名字。 高个子男人吞了一口唾沫, 回答道, 秦峰看着面前高个子男人, 料定他不敢再有所隐瞒。 只是, 没想到绑架一个人, 酬劳竟然能有一百万这么多。 自己辛辛苦苦, 假冒半年上门女婿, 才能得到一百万酬劳。 滚! 秦峰冷哼一声, 越响越不爽, 将余下一颗石子弹射了出去。 扑的一声, 也冻穿了旁边那矮个子男人的膝盖, 惨叫一声晕了过去。 高个子男人不敢二话, 听到滚字如萌大射, 扶起矮个子同伴, 连滚带爬向村口外面落荒而逃。 同时, 也暗暗告诫自己, 以后再也不踏足这个小山村了。 简直太恐怖了, 小小山村竟有这么恐怖如斯的强者存在。 目送两个杀手, 一阵失魂落魄般跑出村口, 秦峰双手插在兜里, 就这样放走了他们。 不是秦峰没有杀鸡, 而是要放出去一种警告信号。 太平村, 是一处杀手禁地。 接着秦峰转身, 在夜色下朝着家中方向走了回去。 回到家中一片宁静, 见之前动静没有吵到爸妈。 秦峰不由松了一口气。 其实, 之所以让两个杀手顺利跑出院子, 主要是秦峰不想吵醒到爸妈。 走进堂屋, 秦峰推门进入自己卧室。 卧室里一片漆黑, 从窗外月色照射下, 秦峰却看见羊如雪卷缩在了墙角, 胶躯颤抖不停。 月色之下, 羊如雪的脸蛋更是一阵白一阵红。 你没事吧? 秦峰见状皱眉, 上前问了一句。 秦峰? 突然羊如雪站起身, 张开手一把搂住了秦峰的腰躯。 紧紧搂住? 干嘛呢? 秦峰被羊如雪这个动作给愣住了。 不过, 秦峰的话刚落下, 羊如雪那一抹红唇就凑了上来。 秦峰, 快, 快抱住我, 让我成为你真正的老婆, 好吗? 一道娇柔的吟声, 从羊如雪的唇间发了出来。 同时, 羊如雪玉手摸向了秦峰胸膛, 直接脱下秦峰的衣服。 你也抱住我, 帮我脱衣服。 羊如雪玉手不断撕扯着秦峰的领口, 嘴里还在叫着, 帮你脱衣服? 我去, 这么劲爆的要求都有。 听到羊如雪这话, 秦峰一阵又惊又喜, 忍不住吞了一口唾沫。 羊如雪平时都是一副冷傲气质, 如今主动贴身, 怎么能不让人惊喜? 眼见脱不了秦峰衣服, 羊如雪似乎等不及了, 开始去脱自己衣服。 看着羊如雪在脱衣服, 秦峰被眼前长颈惊得目瞪口呆。 好热, 好冷, 好难受。 羊如雪一边脱衣服, 一边喘着粗气说道, 你是不是有兵? 秦峰越听越不对劲, 伸手打算制止羊如雪的动作。 然而, 当秦峰抓住羊如雪的手腕, 脸庞却一下子沉了下来。 这不是病, 这是中了南洋媚药。 此时, 羊如雪一边挣扎, 一边扭动胶躯, 美目迷离, 嘴里喊着, 快, 快脱我衣服, 我要做你真正老婆, 我要, 要力不小。 秦峰皱起眉头, 面色变得严肃起来。 秦峰不清楚羊如雪怎么突然中了这种魅药, 不过眼下并非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 旋即, 秦峰抬手快速在羊如雪的脖子部位按了一下。 下一刻, 羊如雪发出了一声恩的呻吟, 人就软啪啪地倒在了下来。 但羊如雪的娇躯还在不断颤抖, 带着一丝抽搐。 秦峰这是按照《天地玄黄经》医术片中点穴之法, 点了羊如雪的一处穴位, 暂时让他镇静下来。 不过, 尽管被点了穴位, 但是羊如雪的意识还在, 嘴里不断阴拟着, 我要我要。 好在秦峰自从上次帮陈公子治好病之后, 随身携带一盒银针。 当下, 秦峰掏出盒子打开, 取出一根银针, 将羊如雪的身子平躺下来。 之后秦峰一手撵着银针, 一手推开羊如雪的衣扣, 向羊如雪领口出傲人部位上方半指的位置扎了进去。 嗯, 随着银针扎入, 嘴里微张发出一声音鸣。 秦峰目不斜视, 撵着手中银针, 缓缓绕圈拨动起来。 真酒驱夺! 约莫过去几分钟后, 本来脸色一阵红一阵白, 发热又发冷的羊如雪, 渐渐变得呼吸平稳下来, 脸色也开始恢复了正常。 就连一双迷离如铜猫眼的美目, 也变得明亮起来。 只是, 羊如雪的身体流了许多汗水, 尤其是胸前位置不满汗珠, 却是淡红色的汗珠。 仿佛出了一身汗血! 秦峰没有理会, 继续绕圈旋转手中银针。 又过去了几分钟。 秦峰目测时候差不多了, 扶起羊如雪的胶躯, 靠在自己身前, 抬手在羊如雪的背上, 用力一击。 扑! 从羊如雪嘴里, 吐出了一口浑浊的污秽之物。 随着这口污秽之物吐出来后, 羊如雪也完全清醒了过来。 啊? 你都有做什么? 羊如雪发现自己领口敞开, 靠在秦峰身前, 而秦峰一只手则还放在自己领口位置, 不由地翘脸大便, 尖叫一声, 同时一巴掌扇向秦峰的脸上。 下流! 混蛋! 你对我霸王硬上弓! 秦峰将头往旁一偏, 顺势拔出银针, 目光冷了下来。 能不能先用脑子回忆一下, 是我救了你, 否则你不能丢人, 还失身? 要不要我再扎你一针, 让你脑子恢复正常? 说着, 秦峰脸住手中银针扬了羊。 你救了我! 羊如雪看到秦峰手中银针, 吃了一惊问道, 随即想起刚才秦峰追击杀手的事。 有两个杀手要绑架你, 我回来后发现你中了魅药, 只能使用针灸, 给你去除了药毒。 秦峰解释一句, 放好银针收起盒子。 同时秦峰暗暗皱了下眉, 觉得自己刚才行事有所欠缺。 从羊如雪中了魅药发作时间来看, 幕后之人可能就在村口外面, 等候两个杀手将羊如雪给绑架出去。 对不起, 秦峰, 我还以为你要对我。 羊如雪听了秦峰的解释, 神色尴尬地低头拉了一下领口, 知道自己误会秦峰。 以为我要对你如何? 我承认你长得漂亮, 还是富婆, 可我虽谈不上什么证人君子, 但我从不趁人之威, 行卑鄙之事。 秦峰哼了一声, 也被气到了。 兄大的女人是不是遇事都没有脑子? 也难怪羊如雪这个富婆, 到了三十岁, 连一个男朋友都没有, 还要重金求夫。 如雪, 你们怎么了? 在叫什么? 发生了什么事? 就在这时, 卧室门被推开, 李秀之和秦青山夫妇满是担心走了进来。 显然, 是羊如雪的尖叫和动作, 将对面卧室内的夫妇俩人都给吵醒了。 叔叔, 阿姨, 不好意思, 吵醒你们了, 我和秦峰就是开个玩笑。 羊如雪立马露出了笑容, 看向夫妇俩人说道。 明显, 羊如雪不想让李秀之和秦青山夫妇知道刚才的事。 但秦峰见爸妈走进来, 决定借着这个机会将事情给解释清楚。 如雪, 不必这样下去, 现在跟我爸妈说实话了吧。 秦峰叫了一声羊如雪。 随后, 在母亲李秀之和父亲秦青山不解的目光中, 秦峰直接开口说了出来, 爸妈, 我和他之间不是男女朋友关系, 而是雇佣关系。 其实我, 不要忘了你我之间的约定。 然而, 身后羊如雪出声打断秦峰, 提醒了一声。 秦峰闻言, 回头看向了羊如雪。 是的, 合同第二条规定, 不能向任何人泄露假冒上门女婿这件事。 什么雇佣关系? 小枫, 你在说什么? 父亲秦青山见秦峰和羊如雪之间的异常反应, 更加感到不解问道。 母亲李秀之则是转头, 看向羊如雪那边。 如雪, 你来跟阿姨说说, 你和小枫怎么样了? 是不是小枫在欺负你? 只见母亲李秀之拉起羊如雪的欲望, 一脸慈爱问道。 羊如雪见识已至此, 只能尴尬一笑, 对秦青山和李秀之说道, 叔叔, 阿姨, 实在抱歉, 秦峰说的没错, 我和他不是男女朋友关系, 其实我是他的雇主, 他是我的司机, 跟我闹了脾气, 要辞职跑回来, 我就追到这里, 见天色太晚了, 便撒了个谎, 目的想住在你们这里一宿。 羊如雪不能将假冒上门女婿的事说出来, 毕竟事关重大, 只好捡些不太重要的事来说。 何况, 秦川是他的司机, 是个事实, 没有半点谎言成分。 听完羊如雪的话, 李秀之和秦青山都是一愣一愣, 一时间反应不过来。 如雪, 你没有跟我和你叔叔开玩笑吧? 李秀之不太相信, 确认问了一句, 阿姨, 我很是抱歉。 羊如雪微微低头, 给李秀之道了一个歉。 小枫, 如雪说的话, 是真的吗? 秦青山转头看向秦峰问道, 爸, 妈, 杨总说的都是真的, 我是华大集团总裁司机, 他是华大集团总裁, 昨天是我工作上闹了别扭, 丢下杨总一人跑了回来。 秦峰点了点头, 呼应杨如雪的话, 称呼杨如雪, 也事实改为杨总。 毕竟, 关系还是得解释清楚的, 不能让爸妈一直误会下去。 何况他自己有钱有别墅的事, 接下来也得说出来, 还打算接爸妈到鲁南市。 看着杨如雪这么好的女子, 从儿子的准媳妇变成儿子的雇主, 秦青山和李秀之夫妇多多少少有点难以接受。 只是, 夫妇俩觉得儿子和杨如雪的话解释的过去, 似乎又有什么地方不对劲。 堂堂一个集团总裁, 怎么会追一个司机到了小山村来? 这说出去, 没有几个人会信吧? 不过, 秦青山和李秀之作为过来人, 能看出杨如雪对待秦峰的感情, 似乎不仅仅是个司机身份。 只是看到儿子和杨如雪没有再继续说, 夫妇俩互相对视一眼, 也都不追问下去。 都怪我们夫妇梦忘了, 杨小姐不要见惯, 今晚且让小峰在唐屋打个地铺吧。 你睡在小峰这个卧室吧。 片刻之后, 父亲秦青山向杨如雪说道, 杨小姐, 是我老眼昏花了, 昨晚让小峰跟你住了一起。 李秀之在旁也跟着说了一句, 叔叔, 阿姨, 你不要这么说, 你们可以喊我如雪, 是我打扰叔叔阿姨了。 杨如雪摇了摇情手道, 还是之前那副晚辈儿媳妇般的姿态。 好了, 都睡了吧, 缺什么就说, 当自己家一样。 不过, 李秀之和秦青山可不敢将杨如雪 当作准儿媳妇对待了, 见事情说清后, 不再耽误杨如雪的睡眠。 毕竟, 杨如雪现在可是儿子秦锋的雇主, 他们夫妇还是要表示尊重和客气的。 穆松爸妈离开卧室, 秦锋也抬脚走向门口而去。 你不许走。 但刚走上两步, 却让杨如雪上前一步, 堵住了去路。 有事。 秦锋停下脚步, 看向拦在面前的杨如雪。 杨如雪面对秦锋的目光, 却是脸颊不由一红。 问道, 那个, 刚才你不是去追杀手吗? 杀手有没有抓住? 抓住了, 还问出来了, 是一位叫熊哥的人买胸绑架你。 秦锋直接说道, 熊哥? 杨如雪闻声, 带眉微微一簇, 我不是认识这个人。 杀手说的应该不假, 以后你自己小心一点。 秦锋不是杨如雪的保镖, 能做得不过提醒, 不至于去刨根问底。 何况, 他秦锋并非一个喜爱多管闲事之人, 断也不会像兵王李男主那么傻缺, 天天跟在女总裁后面当舔狗保护。 说着, 秦锋又看了杨如雪一眼, 现在, 关系解释清楚, 你还要继续住在我家吗? 放心吧, 杀手既然为了我而来, 我不会留下来连累叔叔阿姨的。 何况, 哪有雇主一直住在司机家的, 明天我就返回鲁南市。 杨如雪抬起玉手, 拨了一下耳边发丝道。 嗯, 秦锋见杨如雪明白自己的话, 点了点头道, 我在外面睡, 有事就喊我。 留下一句话后, 秦锋绕开面前的杨如雪, 朝着门口走去。 你等等, 杨如雪又喊住了秦锋, 又有事。 秦锋回头问道, 杨如雪似乎一副欲言又止, 促着带眉迎向秦锋的目光, 刚才针灸时候, 你有没有摸我, 趁机占我便宜? 哼哼, 一听这话, 秦锋顿时冷笑了出来。 你可以怀疑我的医术, 但不要怀疑我的人格。 如果我秦锋对你有想法的话, 一定会用实力征服你, 让你沦陷, 死心塌地爱上我, 主动爬上我的床, 而是趁人之危, 行卑鄙之事。 这话我说过一遍了。 说完, 秦锋大步离开卧室, 顺手把卧室房门给关上。 杨如雪听了秦锋想在耳边的话, 竟愣在了当场, 心里有些震撼到了。 没想到从秦锋口中 能说出这么高尚又霸气的话, 无形中升华出了一股人格魅力。 但很快, 杨如雪晃了晃琴手, 觉得自己这两天一定疯了。 不仅追到这里假冒了秦锋的女朋友, 而且刚才那一刻, 居然还觉得秦锋有魅力。 放在以前的话, 杨如雪觉得自己堂堂一个总裁, 绝不会做出这种荒唐的事。 然而, 如今他却做了, 还是为了秦锋这个平平无奇的农村青年。 连杨如雪都不知道, 自己为什么突然变得这么疯。 都说三十岁女人最空虚, 难不成, 自己也开始想男人了? 杨如雪心里莫名涌出一个羞涩想法, 随即低头看了一眼自己领口位置。 记得睡觉之前, 领口两枚扣子是扣起来, 刚才却是脱扣状态, 明显被人用力给扯开过。 这么多穴位不扎, 为什么偏偏要扎在胸口? 杨如雪忍不住难语了一句, 脸蛋露出一抹娇美动人的红韵。 尽管刚才神志不清, 但身体传来那种感觉, 让杨如雪很是舒服, 印象深刻, 好想再体验一遍。 一夜, 悄无声息地过去。 第二天, 还在睡梦中的秦风, 让母亲李秀枝的叫声给喊醒。 小风, 二狗来找你。 秦风听后起身, 看了自己卧室一眼, 房门紧闭。 显然, 杨如雪尚未起床醒来。 秦风打了一个哈欠, 往外面走了出来。 陈二狗正站在院内, 一副着急和紧张的模样。 风哥, 出事情了。 陈二狗立马跑到秦风跟前, 哭着一张, 脸压低声音道。 出去说, 秦风给了陈二狗一个眼色, 抬脚走出院子。 来到远处一个转角, 秦风问道, 什么事? 二狗? 风哥, 山炮他们给我打电话, 叫我带你过去, 否则, 要打断我的手脚。 陈二狗的声音带着恐慌之色。 二狗, 别怕, 有风哥我在, 他们叫你, 带我过去什么地方? 秦风伸手拍了拍陈二狗的肩膀说道, 过, 过去乐都棋牌室。 陈二狗跟着秦风说道, 山炮他们认了一个老大, 名叫坤哥, 听说是乐都棋牌室的老板。 虽然昨天见识过秦风的身手, 可陈二狗还是感到害怕。 他们这是找老大来撑腰了? 有意思, 秦风听后, 嘴角扬起一抹, 不屑糊涂。 见到秦风在笑, 陈二狗却是忐忑问道, 风哥, 你有把握吗? 能开棋牌室的都有些倒上背景的。 二狗, 你是不是在棋牌室 被他们几个人吓套骗了? 秦风没有回答陈二狗的话, 反而问道, 是的, 风哥, 这是在棋牌室被他们吓套了, 不然我也不会欠他们这么多钱, 当时我只想赚些钱, 能让嫂子有钱回一趟娘家。 陈二狗也没有隐瞒, 跟着秦风说了出来, 你嫂子有娘家吗? 秦风听到这里, 好奇问道, 毕竟几年前陈二狗哥哥将苏玉娥带回村后, 苏玉娥就没有回过娘家省亲。 许多村民都猜测苏玉娥是个孤儿, 没有娘家, 才被陈二狗哥哥陈大柱捡漏娶回家来。 有, 嫂子说她娘家在广岳省那边, 当时家里发生变故, 欠下了好多钱, 被破逃债离家, 跟着我哥来了这里。 嫂子说她还有一个妹妹。 陈二狗说道, 原来这样。 秦风听后, 点了点头, 想想也是, 逃债出来的人, 想要回去, 怎么也得有钱还人。 此时, 秦风也明白, 为什么那天晚上, 苏玉娥和黄大东在棚子内的对话。 想必是苏玉娥接受黄大东的人情, 遭到黄大东挟逼以身偿还。 二狗, 你想要为嫂子赚钱的念头是好的, 但十读九书, 以后不要赌了, 这是我替你出头, 你先回去等我, 吃过早餐后, 我们去乐都气派室。 秦风听清楚来龙去脉后, 先让陈二狗回去吃早餐。 风哥, 谢谢你。 陈二狗得到秦风答应, 也镇定下来, 朝着陈家小月儿去。 送走了陈二狗, 秦风暗暗拧起眉头。 苏玉娥这个嫂子, 昨晚主动勾打, 只怕也是别有企图。 其实直到现在, 秦风都不明白, 苏玉娥长得如此漂亮, 却甘愿当了几年寡妇, 不改嫁, 也不离开太平村半部。 如今看来, 苏玉娥这个嫂子身上, 一定藏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 小枫, 回来吃早餐。 就在这时, 母亲李秀之从家门那边喊了一声。 秦风阴声, 转身往家里走了回去。 走进门口, 早餐已经做好摆上了桌。 秦风没有发现杨如雪的身影, 以为杨如雪还没醒来, 抬脚就朝着卧室那边走去。 如雪已经离开了。 父亲秦青山开口叫住了秦风一声。 离开了? 秦风闻声一愣。 早上也就是天刚亮的时候, 我和你妈起来做饭。 如雪人就站在外面等着, 跟我和你妈道歉告别, 还让我们不打扰你睡觉。 说, 已经叫了秘书来到村口接她。 秦青山跟秦风说道, 这么神不知鬼不觉就走了。 秦风听后, 心里感到不太痛快。 想不到杨如雪说走就走, 还跟她不告而别。 坐下吃饭吧。 接着, 秦青山喊了一声, 让秦风坐了下来。 小枫, 我不问你和如雪之间发生什么, 但我觉得如雪这个姑娘不错, 她能招你当司机, 是你的福气, 要珍惜这份工作。 秦青山给自己倒了一杯老酒, 郑重其事对着秦风说道。 李秦之也在旁瞳了一眼儿子秦风, 小枫, 你爸说得对, 有如雪这样的好老板, 就该踏实工作, 别闹脾气。 上班哪有天天顺心的, 不是谁都能给老板开车的, 吃过早餐后, 你也回鲁男士, 好好工作。 李秦之对着儿子叮嘱了一番道。 显然, 秦青山和李秀之夫妇 相信了儿子秦风和杨如雪 昨天晚上的解释。 妈, 好不容易回来一趟, 我在家多陪你们两天。 秦风知道自己 虽然获得合约之外自由, 但假冒上门女婿这时, 还得继续。 何况秦风答应唐振武的事, 差不多也准备到时间, 返回鲁男士是肯定的。 不过, 之前向杨如雪请了几天嫁回来, 秦风倒不急着返回鲁男士。 你这孩子说什么傻话, 出去闯荡, 才有出人头地的机会, 待在家里守着我和你妈, 能有什么出息。 秦青山听到儿子秦风这话, 出声训斥一句, 说道, 我能瞧得出来, 如雪这个老板, 对你蛮看重的, 亲自过来找你。 你做他的司机, 时间想必很久了吧。 显然在秦青山看来, 一个老板能够亲自过来找司机回去, 可谓相当看重。 秦风听后, 不懂该怎么回答父亲这话。 杨如雪哪里看重他, 分明拿了他八千万, 追到家来, 假冒女朋友说要给他长脸, 以做感谢。 只是这个事实, 不能说出来的。 毕竟扯到假冒上门女婿, 是个秘密。 也有一段时间了。 秦风简单回答一句, 小枫, 做人要无愧于心, 做事要有始有终, 跟在老板身边做司机, 平日里接触人很多, 能够增长见识, 你好好把握机会。 秦青山说完, 布满老简的手端起酒杯, 自顾自喝了一口白酒。 显然, 秦青山还在担心秦风这个儿子的工作, 想要出人头地, 除了自身努力之外, 还要遇到贵人。 没有贵人看重帮扶, 很难在这个社会上出人头地。 眼下秦青山觉得怎么看, 杨如雪都是儿子秦风的贵人。 你爸说得对, 小枫, 还是返回鲁南市工作, 人家如雪都亲自追到家里来找你, 可见对你的重视程度。 母亲李秀之接着父亲的话, 一起劝说。 秦风知道, 爸妈打心里为自己着想, 点了点头道, 爸妈你们放心, 我知道怎么做。 过两天, 我就返回鲁南市。 听到儿子秦风这话, 李秀之恩了一声, 也成, 正好明天是你外公的寿臣, 你陪我们回去一趟, 给你外公祝寿。 外公? 秦风听后, 愣了一下, 妈, 自从外婆去世后, 你不是都好几年, 没有回去过吗? 因为秦风知道, 当年外公坚决不同意, 让母亲嫁给父亲, 甚至扬言不认女儿, 胆敢回来娘嫁, 就会赶出家门之类。 在秦风小时候的记忆中, 逢年过节, 都是外婆过来他们家相聚, 很少见到妈妈回去过娘嫁。 后来外婆去世之后, 加上舅妈姨妈这些亲戚瞧不起自己家, 妈妈更是几乎没有回过娘嫁。 因为今年是外公七十九大寿, 作为女儿女婿, 我和你怎么也要回去住寿。 李秦枝跟着解释一句说道, 秦风听后明白了, 在浦县这一边, 过久不过时, 七十九大寿无疑是非常隆重的, 到时候会宴请各家亲戚来宾, 的确怎么也得回去住寿。 于是, 秦风笑着应道, 好, 明天我陪你们回去外公家住寿。 李秀枝却有点欲言又止, 说道, 小枫, 我听说, 你大舅家的卓然表哥升了值, 还买了一辆小车, 这一次回去住寿, 怕是你大舅母免不了会一番炫耀攀比, 你不要理会她便是。 知道了, 妈。 秦风点了点头, 知道母亲李秀枝担心她的自尊心受到打击。 不过这个时候, 秦风心中生出了一个念头, 不就是小车, 他兜里装着一张银行卡, 里面是雷天爸给的一百万, 买上一辆还是轻轻松松。 当年母亲嫁给父亲, 因为贫穷, 这些年来没少被舅母他们嘲笑, 眼下自己有了钱, 是时候该让父母扬眉吐气了。 正好等下要跟陈二狗去县城, 可以顺道前往4S店看看。 吃完了早餐, 秦风跟爸妈说了一声, 爸妈, 我找陈二狗到县城玩一下。 可能不回来吃午饭, 你们不用等我。 注意安全, 别玩太风。 知道了。 随后, 秦风离开了家, 向陈二狗家走去。 很快秦风的身影出现在了陈家小院门口。 二狗! 秦风站在门口, 冲着里面喊了一声。 小风, 进来坐。 苏玉娥在院内包着玉米, 看到秦风站在门口, 便朝秦风招了招手教导。 不用了, 嫂子, 下次吧, 二狗出来就走。 秦风笑着婉拒一声, 怕什么? 难道还怕, 嫂子会吃了你不成? 苏玉娥的话, 带着调戏语气, 一阵娇笑连连。 秦风心想, 就是怕嫂子你吃了我。 毕竟, 昨天晚上苏玉娥的主动让秦风差点喷了, 此时怎能不留个心眼? 风哥, 你来了? 这时, 陈二狗的声音从屋内转了出来。 很快, 陈二狗手中拿着一把用不条缠好的水果刀, 走到秦风面前。 走吧, 风哥, 你带这东西去做什么? 秦风扫了一眼水果刀道。 防身用的。 陈二狗回答, 丢一边去, 这东西防不了身。 秦风让陈二狗将水果刀给放下。 接着, 陈二狗骑着一台二手电动摩托, 再上秦风前往县城乐都棋牌室。 二狗, 你这台电动摩托也太垃圾了, 比我家小电驴还差劲, 感觉要散架似的。 是二手车吗? 一路上车子颠簸不断, 让秦风忍不住问了一句。 不知道, 我只花了三百块买来, 可能好几手了吧, 但骑到县城还是能行的。 陈二狗回答, 秦风看向一脸憨笑的陈二狗, 不由担心车子出了故障, 无法骑乘。 不过, 好在车子质量还可以, 半个小时到了县城。 陈二狗载着秦风一路来到乐都棋牌室楼下, 门口挂有一张牌子, 写着六个大字今日歇夜休息。 就是这里, 陈二狗停好车子, 指着二楼说道, 上去。 秦风带上陈二狗穿过楼道, 静止朝着二楼走去。 很快, 秦风和陈二狗在二楼棋牌室, 看到昨天绿毛青年那四个人, 以及另外七八个男子。 为首一个年纪稍长几岁的男子, 三十四五岁, 想必是他们的老大坤哥。 坤哥, 就是他, 就是这个小子, 给陈二狗撑腰, 坏了我们的事。 绿毛青年一见秦风, 立马怒目指着秦风对为首男子说道。 至于跟在秦风身后的陈二狗, 绿毛青年他们根本没有放在心里。 坤哥抽着烟靠在一张棋牌桌上, 挥手一招, 七八个男子顿时围住了秦风和陈二狗。 坤哥方才抬头, 扫了秦风一眼。 小子, 昨天就是你打伤了绿毛山炮他们四个。 不错, 是我。 秦风迎上了坤哥的目光, 不致可否道。 有种。 坤哥哼了一声笑了, 面色变得阴沉。 这么说来, 陈二狗拖欠赌债这事, 你要替他扛下来了, 钱都准备了吗? 没有。 秦风摇了摇头, 接着反问一句, 钱不是你们准备吗? 我大老远过来处理这事, 怎么也得给我准备一些路费, 辛苦费之类的吧。 什么? 随着秦风这话落下, 全场不由一进。 坤哥, 这小子太嚣张了, 打他一顿再说。 绿毛青年怒声叫了出来, 小子, 你在耍我。 坤哥也是怒气上脸, 咬牙瞪向秦风。 不错, 我在耍你。 秦风冷笑一声, 摇了摇头道, 看来你脑子不行, 到了现在才看出来。 妈的, 找死, 给我揍他。 一听秦风这话, 坤哥只觉受到羞辱, 吼了一声, 招呼那七八个男子动手。 得到坤哥的话, 围住秦风和陈二 陈二狗的七个男子, 立马摩拳擦掌冲了上来。 风, 风哥, 陈二狗被这个阵势吓到了。 秦风却是一脸淡定, 伸手拍了一下陈二狗的肩膀。 今天, 就让风哥带你找回自信威风。 话语落下, 秦风身影移动, 化为几道残影。 碰, 碰。 秦风一拳一个, 将当面的两个男子打倒地上。 几乎同时, 一个鞭腿踢出, 踢向右边两个男子。 碰, 碰, 两个男子阴声倒下。 秦风没有丝毫停顿, 脚步一个回旋, 两拳打出落在后面两个男子脸上。 碰, 碰。 后面两个男子, 直接被一拳打出鼻血喷了出来, 人也倒在了地上。 这, 最后一个男子刚冲到面前, 却发现旁边同伴都倒地不起了。 啪。 秦风抬手一巴掌抽向了他, 摔出去几步开外, 重重摔在了坤哥的面前。 坤哥, 是吗? 不等坤哥震惊反应, 秦风一个箭步到了坤哥面前, 抓住领口, 将他整个人都提了起来。 轰的一声, 下一刻, 秦风用力将他往地上砸了下去。 咔嚓咔嚓, 一阵骨头断裂声响起。 不知道断了几根骨头, 坤哥当场吐血爬不起来。 秦风不顾坤哥重伤吐血, 一脚踩在了他身上, 眼神淡漠问道, 现在容你再说一遍, 是我给你准备钱, 还是你给我准备钱。 见到这一幕, 绿毛青年四人早已下尿, 站在旁边不知所措, 浑身颤抖。 他们什么时候, 见过形势如此狠辣的人, 一出手, 便是非死即伤, 伤人性命。 这是一个狠人, 一个盖世狠人。 饶, 饶命, 是我给你准备钱, 坤哥满脸痛苦, 一副狼狈趴在地上早没了潇洒, 吓得对着秦风求饶起来。 我兄弟在这里被你们下套, 一共欠下多少赌债, 还不把欠条都拿出来。 秦风想不到坤哥这么耸包, 也省得自己费事, 直接冷喝一声说道。 一, 一共欠了三万多块, 还了几千, 还欠着三万块左右。 坤哥早已吓得六神无主, 只能老实回答, 说着从兜里掏出了几张欠条。 秦风俯身夺过欠条, 交给身后的陈二狗。 二狗, 看看是不是这几张欠条。 陈二狗还在震惊状态中。 听了秦风这话, 才回过神来。 风哥, 就是几张欠条。 陈二狗拿着欠条看了几眼, 对秦风点了点头道。 还等什么? 全部撕了。 秦风道。 啊, 陈二狗闻言一愣, 看了一眼趴在秦风脚下的坤哥, 又看向旁边浑身颤抖的绿毛青年四人。 显然, 绿毛青年四人都被吓住了, 不敢有所动作, 连跑都忘记跑了。 刺了, 只见陈二狗一把将手中几张欠条, 全部给撕了一个粉碎。 然后丢在地上, 陈二狗还不忘踩上脚, 狠狠地撵了几下。 如今, 有了秦风在这里给他撑腰出头, 陈二狗开始自信威风起来。 喷, 朋友, 欠条没了, 可以饶过我吗? 坤哥看着眼前景象, 不敢丝毫不满, 陪着笑容抬起头看向秦风说道。 欠条是没了, 但你给我准备钱, 在哪里? 秦风冷哼一声, 脚上加大力气踩在坤哥身上。 扑扑, 坤哥承受不住, 又吐出两口鲜血, 面色变得惨白无比。 你, 你要我给你准备多少钱? 坤哥脸上犯着恐惧问道。 我这人一向公道, 按我兄弟欠下赌债数额的三倍, 给我准备就可以了, 当作我的路费和辛苦费之类。 秦风淡淡一笑道, 三倍? 实话啊, 坤哥一听秦风这话, 差点差气了。 居然要三倍, 这也叫公道吗? 怎么了? 不想准备钱? 秦风眼中闪过了一抹很绝之色。 不, 不是, 我给。 坤哥面对秦风眼神一扫, 吓得浑身一个颤抖。 接着, 坤哥抬头看向旁边的绿毛青年四人, 绿毛, 山炮。 你们四个还愣着干什么? 给我去拿钱, 放在对面柜台抽屉。 乐都棋牌室是这一带最大一间棋牌室, 每天流水都有五六千, 多的时候高达上万, 什么也不多, 就是现金最多。 十万现金对乐都棋牌室来说, 还是能够轻松拿出来的。 听到坤哥的话, 绿毛青年四个立马转身, 跑到柜台那边打开抽屉, 拿出里面现金。 一共取了十塌现金, 绿毛青年一人抱着走了过来。 二狗去接钱。 秦风喊了陈二狗一声。 陈二狗听后会议, 从旁边扯了一个袋子, 走向绿毛青年。 二狗, 绿毛青年看到陈二狗走到自己面前, 瞪着目光, 还打算跟以前一样恐吓陈二狗。 啪。 然而, 陈二狗二话不说, 一巴掌向绿毛青年甩了过去, 都放进来。 同时, 陈二狗喝了一句, 神色间露出了少见的很励志气, 这一巴掌很响亮, 将绿毛青年瞬间给打弄圈了。 显然, 没有料到平日里胆小懦弱的陈二狗, 眼下居然胆胆扇了他一巴掌。 你, 绿毛青年欲要动怒, 只是话没有说出来。 啪。 又一个巴掌向他甩了过来, 打在另一边脸上。 怎么了? 没有听到我的话吗? 将钱都放进来。 陈二狗再次喝了一声道。 绿毛青年敢怒不敢动, 只能在陈二狗面前低下了头, 将十踏钱放进陈二狗的袋子。 因为绿毛青年知道, 陈二狗有情风撑腰出头, 如果向陈二狗出手, 一定会跟地上那些男子同样下场。 碰。 陈二狗拿到钱后, 抬脚踹了出去, 一脚将绿毛青年给踹倒在地。 绿毛, 山炮, 你们几个以后记得喊我狗哥, 二狗不是你们能叫的。 陈二狗瞪了一眼绿毛青年四人, 而后领着一袋钱走到秦峰身边。 峰哥, 钱拿到了。 很好。 秦峰点了点头。 面对陈二狗敢打绿毛青年这个行为, 秦峰多少出乎意外。 看来, 陈二狗骨子里藏着一股狠劲。 大丈夫生于天地间, 该狠必须狠。 秦峰不怕陈二狗打了绿毛青年, 就怕陈二狗骨子里适得懦夫。 坤哥, 是吧? 秦峰转目, 扫向趴在跟前的坤哥, 声音透着冷漠。 记住我的名字, 我叫秦峰, 乔四爷都要喊我一声秦先生。 如果你想要报复的话, 可以随时找我。 可下一次就不是被我打成这副样子, 而是断手断脚, 甚至丢掉性命。 说吧, 秦峰抬起脚, 一脚将坤哥给踢到一边。 二狗, 我们走。 随后, 秦峰带着陈二狗走出了乐都棋牌室。 看到秦峰和陈二狗的身影消失在楼道之后, 绿毛青年四个连忙奔向了坤哥那边。 坤哥, 你没事吧? 绿毛青年几人互相搀扶起坤哥, 在旁边坐了下来说道, 坤哥, 要不要打电话叫人? 我看把手下兄弟们都叫来, 追上去弄死他。 听着绿毛青年几人的话, 坤哥连呼吸都要接不上了, 面色变得猙獰骂道, 弄, 弄你你们妹啊, 刚才没有听到她的话, 你们想要我死, 好当老大是吧? 坤哥, 我们不是这个意思, 绿毛青年几人一阵面面相去。 坤哥, 被打得这么惨? 难道要咽下这一口恶气, 不报复了? 不是这个意思, 愣在这里干什么? 没看老子伤得这么重, 地上还躺着一堆吗? 快叫救护车, 坤哥不是被秦锋最后一句话吓到了, 而是不敢拿自己性命冒险。 从秦锋的身手来看, 坤哥知道对方有这个实力杀他。 就算对方不杀他, 打断手脚, 对他来说也是得不偿失的, 如今只能咽下这一口恶气。 离开乐独棋牌室, 陈二狗骑上电动摩擦在着秦锋, 满脸得意兴奋。 坤哥, 你刚才太厉害了, 怎么这么能打? 比战狼电影里的主角还要厉害。 说着, 陈二狗露出了一副崇拜之色, 回头看了一眼秦锋, 坤哥, 能不能教我几招? 有空再说。 秦锋笑了笑道, 因为怎么将里面功法教授于人, 秦锋还不知道如何操作。 好。 陈二狗笑呵呵硬着, 又问道, 坤哥, 十万块现金这么多钱, 我一辈子都没有见过。 我们要不先去大吃一顿。 你想吃什么? 秦锋道。 不知道, 不过我建议去五星级酒店吃一顿大餐, 之后再找一间高档足疗会所。 点上, 两个拍了嫩妹子, 好好按摩一番, 绝对是爽歪歪。 陈二狗跟着秦锋提一道, 说到最后一脸猥琐表情。 啪。 但陈二狗的话刚说完, 秦锋伸手拍了一下陈二狗的后脑勺。 连老婆都没有, 一天天就知道会所妹子。 脑子里想啥呢? 这笔钱你拿回去, 咱来娶个媳妇。 还有, 你之前不是要赚钱给你嫂子回娘家吗? 这笔钱, 你自己可以看着办。 秦锋拍了陈二狗一巴掌说道, 风哥, 你的意思是, 这笔钱都给我了。 陈二狗听了秦锋的话, 不免一愣, 接着摇头道, 不行, 风哥这笔钱是你, 我不能拿, 我, 说给你就拿着, 我不缺这十万块。 秦锋打住陈二狗的话, 如今, 他兜里有着雷天霸送的银行卡内一百万, 以及以至尊公子卡的名义, 借给杨如雪的八千万。 旋即不等陈二狗再说, 秦锋已经开口问道, 县城有没有宝马, 奥迪, 奔驰之类4S店, 有一家宝马4S店。 陈二狗带着疑惑回道, 心想风哥为什么问这个问题? 那好, 带我过去店里看看, 我要买车。 秦锋告诉陈二狗道, 啊? 陈二狗闻言先是一惊, 然后又不敢相信问道, 风哥, 你要买宝马? 废话, 不买车, 我去店里干什么? 秦锋道, 我去, 风哥, 都要买宝马了, 牛逼啊! 陈二狗听后, 忍不住出声赞道, 怪不得风哥说不缺这十万块钱, 原来真的不缺钱。 风哥坐稳了, 宝马4S店在前面不远, 十分钟左右就能到。 只见陈二狗比起自己买车还要兴奋, 加快速度冲了出去。 毕竟, 陈二狗打心眼里, 为秦锋能买宝马感到高兴, 他和秦锋从小长到大, 可谓发小兄弟情。 陈二狗觉得以后他可以逢人吹牛逼了, 自己有一个开大宝马的兄弟, 看谁还敢瞧不起自己。 因为, 据陈二狗所知, 整个太平村至今还没有人能买得起宝马这一类的豪车。 很快, 陈二狗骑着那台破旧的电动摩托, 载着秦锋来到宝马4S店门口。 陈二狗将电动摩托往门口旁边, 直接停了下来。 随后, 陈二狗拎上装着十万块的袋子, 跟在秦锋身旁大步走进宝马4S店。 欢迎光临! 站在门口处一个女销售, 立马露出热情动人的笑容迎了上来。 两位先生, 你们好, 是来买车吗? 请问, 有什么我可以帮到你们的? 这几天, 我们店正在搞活动, 不知道是哪位先生要买车, 看上哪一款车? 我可以给你们两位一一介绍, 这个女销售长得高挑漂亮, 身穿女士西服短裙, 搭配黑丝袜和高跟鞋, 给人一种赏心悦目的感觉。 不愧是卖豪车的地方, 女销售不仅长得漂亮, 而且感觉就是不一样。 美女, 是我风哥要买车, 你给他介绍就行了。 陈二狗看着面前美女销售都要一不开眼了, 傻傻一笑, 指着秦锋说道, 先生, 请问你想要什么价位的车? 我给你推荐推荐。 美女销售听后, 转过美目看向秦锋问道, 秦锋点头笑着说道, 我打算要买一台五十万左右的, 听说宝马五系还不错, 具体性能如何? 你再跟我讲一下, 看看哪款更适合我这种平平无奇的人, 哥哥。 先生说笑了, 你一看就是成功人士, 一点也看不出来平平无奇。 一听秦锋这话, 美女销售就眼嘴笑了出来, 笑容很是动人。 反正, 看着陈二狗一直都一不开眼。 随即, 美女销售出声说道, 先生, 你们请跟我到里面来, 宝马五系有几款车型, 我慢慢给你讲说一下, 看你喜欢哪一款。 我们这边也有线车可以看, 秦锋点头说了一声好, 跟在美女销售走了进去。 二狗。 秦锋见陈二狗还傻在原地, 压低声音叫了一下。 陈二狗才回过神来, 连忙跟在后面。 来到里面车辆展厅, 美女销售开始给秦锋介绍起来, 先生, 以你气质和年龄, 开宝马五系最适合不过的, 年轻不失稳重, 非常合适, 你这样年轻有为的, 我建议你买次顶配。 折算下来, 最后总价48万, 刚好在你意向价位范围。 如果先生你有诚心, 今天付款的话, 47万都能争取到。 不知先生打算全款, 还是分, 气, 还年轻是有为, 装什么装, 骑一台破电动摩托过来的。 小倩, 你不会真觉得他能买得起宝马吧? 我看准是来装逼的, 这样的人每月都能遇到好几回。 你怎么不长点眼力镜? 突然, 旁边响起了一道阴阳怪气的声音, 只见不远处坐着一个浓妆艳抹的女销售, 脸上泛起几分不屑之色。 面前这个叫小倩的女销售, 听到对方这话, 翘脸不由闪现一丝尴尬。 只是, 没有等小倩说话, 旁边又一个女销售开口了, 对着那个鄙视小倩的女销售道, 我说容姐, 你也是闲了, 人家又不浪费, 你的时间, 她爱招待, 就让她招待得了, 土鳖也好, 穷鬼也罢。 你快跟我说一说, 你和彭少的关系到哪一步了? 你们之间有没有一起开过房? 小倩听着两个同事的聊天内容, 翘脸更是尴尬了。 其实, 她刚毕业出来的实习生, 尽管培训时候, 老员工告诉过她, 要看菜下碟, 不要什么人都招待。 不过, 她想着遵守自己原则, 本着顾客是上帝的信念, 只要有人进门, 她都会尽力热情招待。 就算有客户只是过来逛场, 甚至过来装逼的, 她都一心一意服务。 很快, 小倩为了掩饰自己尴尬, 走到旁边接了两杯咖啡, 递给了秦峰和陈二狗。 你们先喝一杯咖啡, 看看有没有合适的, 就算不适合, 也没事的。 小倩还是那一副热情动人的笑容, 一点也不在乎客户是不是来装逼的。 就在这时, 秦峰喝了一口咖啡之后, 说道, 既然宝马5系适合我的气质, 那我决定买宝马5G了, 现在就能付款交易。 文声, 小倩顿时娇躯一颤, 美目露出了难以置信之色, 看向秦峰。 先生, 您真的要买宝马5系? 不买, 我来这里做什么? 我像是那种不买车, 只来装逼的人吗? 秦峰笑了笑, 说着从兜里掏出银行卡地给小倩, 刷开吧, 不要自顶配, 直接上顶配。 先生, 顶配的话, 按照活动优惠折算下来, 总价50万, 不过, 我可以去跟经理砍价, 争取给你优惠多一点。 你可以等我一下。 小倩看到面前的银行卡, 又惊又喜, 向秦峰说道。 秦峰摇了摇头, 笑说道, 不用了, 就50万, 我能买宝马, 就不差那点优惠。 去刷卡吧。 好的, 先生, 你稍等。 小倩接过了银行卡, 朝着后台走去。 而不远处刚才鄙视小倩的那两个女销售, 都让眼前这一幕给震惊了。 竟然真的买车了? 甚至连小倩要帮她争取优惠都不要, 这一单下来的提成奖金起码一两万。 顿时, 这两个女销售后悔得连肠子都清了。 要知道, 浦县只是一个小县城, 不比外面大城市, 在这里上班也就是三四千一个月, 算是不错的了。 先生, 不要急着付款, 我们是老员工, 可以给您申请更多优惠。 您来跟我们买, 还能省下一两万。 那两个女销售急眼了, 见小倩还没有弄好, 立马趁机冲到秦峰面前说道。 秦峰见状冷笑一声, 我跟你俩买不起, 我们只是骑着破电动摩托来的。 听了秦峰这话, 两个女销售一阵难堪, 满是尴尬。 狗眼看人低, 滚到一边去, 就你们这么势力, 有钱也不给你们赚。 与此同时, 沉二狗忍不住了, 在旁开口骂了一句, 胆敢瞧不起我, 信不信我用钱能砸死你们。 说着话, 沉二狗拿起那一袋钱打开, 故意录在了两个女销售面前。 两个女销售看到袋子那红闪闪的一打踏钱, 不由直接都傻眼了。 见秦峰能买得起宝马, 又看到这么多钱, 两个女销售给吓到了, 不敢丝毫反驳, 只能灰溜溜退了回去。 这个时候, 小倩刷了卡, 拿着两份购车合同走了过来。 秦峰只是简单扫了一眼, 就毫不犹豫签上了名字。 因为秦峰自信在浦县, 没人敢坑他, 何况他也相信小倩这个女销售的人品。 好了, 先生, 我现在安排人去办临时牌照, 下午过来提车就好。 如果不急的话, 正式牌照明天就能下来, 你也可以等明天上午过来提车。 小倩将其中一份合同递给了秦峰说道, 我明天上午过来提车, 你帮忙搞好牌照就行。 秦峰收起购车合同, 站了起来便要离开。 好的, 先生慢走, 谢谢您, 真的谢谢您, 祝您万事顺利, 小倩将秦峰和陈二狗送出了门口外面, 对着秦峰连续道谢。 说到最后, 小倩的美目都红润了下来。 毕竟他实习工资只有一千八, 如今有了秦峰这一单, 让他提成了一万多, 怎么能不喜极而起? 风哥, 为什么不是下午提车? 要等明天再来提车? 陈二狗不解问道, 下午提走的话, 只上临时牌照, 过两天还要来更换正式牌照, 太麻烦了, 不如等明天搞好一起提走。 秦峰道, 听到秦峰这话, 陈二狗觉得有几分道理。 风哥, 你现在买了宝马, 可以说是咱们太平村第一人, 整个太平村内还没有哪家能买上豪车, 要不要在村里摆上几桌热闹热闹, 这种时候不装逼, 等待何时? 随后, 陈二狗笑着向秦峰提议了一句, 秦峰摇头一笑说道, 我看是你这个家伙, 想要吹牛装逼吧? 一台宝马而已, 秦峰觉得还不至于白酒炫耀。 太俗气, 实在太俗气, 怎么说他可是坐拥八千万资产的人, 尽管那一大笔资产都在杨如雪那边, 但是杨如雪亲口说了, 迟早会还给他不是。 我这不是也想跟着你沾点光啊, 以后逢人就可以说我有个开大宝马的兄弟, 看谁还敢瞧不起我陈二狗。 陈二狗被秦峰看穿了想法, 黑黑一笑也不否认。 秦峰摇了摇头, 拍了一下陈二狗的肩膀, 指着不远处的街口。 二狗, 前面十字街口找个地方停车, 你先将你这袋子钱存起来吧, 就你这个样子, 拿着一袋子钱炫耀也不像土豪, 我要找个厕所方便一下。 好的, 陈二狗听到秦峰的话, 骑到前面街口停了下来。 两人分开行动, 陈二狗拿着一袋钱到银行去存, 秦峰则是走进旁边巷子, 问了路人去找厕所上。 只是, 秦峰拐过两条巷子都没有发现厕所。 拐两个弯就到了。 厕所在哪呢? 该不会那个路人骗我了吧? 秦峰扫视一眼四周, 这边巷子已经很偏僻, 却连厕所的影子都看不到。 就在这时, 一台红色奥迪在对面不远处停了下来。 紧接着, 一个高挑美女走下车, 身穿一套职业装, 尤其是在职业装内, 白色衬衣领口下被两团饱满, 撑得鼓鼓囊囊, 一条幽深的事业线呼之欲出。 小美人! 看到这个高挑美女, 秦峰却是不由一愣。 高挑美女, 正是高中斑花萧强。 十年不见, 萧美人比起当年更加漂亮动人。 就连之前苗条身段也变了大样, 依旧高挑, 却更加丰满。 显然, 彻底长熟了。 就算秦峰自认见多识广, 在抖音视频里, 阅女无数。 身边也有杨如雪这样的白富美, 还是一下子被惊艳到了。 不可否认, 萧强的美和杨如雪的美, 各有秋色, 不相伯仲。 杨如雪属于容颜绝美, 有着颜值优势。 而萧强的身材更为丰满, 透着一股美艳之色。 不愧是当年搬上无数男生心目中的女神。 论起身材来说, 如果能让萧强当一回女朋友, 秦峰简直无法想象, 那将会有多幸福。 秦峰看得入神, 准备过去打一个招呼的时候, 突然从旁边巷口, 窜出来两个男人。 似乎两个男人在这个地方等候多时, 精准围住萧强前后, 一人在前面扑向萧强, 一人从后面堵住萧强退路。 显然不是第一次干这类事情。 两个男人动作很快, 不等萧强做出反应。 只见后面那个男人一手勒住了萧强的脖子, 一手掏出一块白布, 顺势捂在了萧强的嘴上。 与此同时, 前面男人拿出一把匕首, 指着萧强的脸, 恶狠狠威胁道, 不要喊叫, 不许挣扎, 否则我划了你的脸。 萧强先是挣扎一会儿, 看到匕首指着自己脸但就不敢动了。 接着白布上的药水见效, 萧强感觉身体无力, 随之软倒下来。 啪哒一声, 萧强被放在了巷子角落处。 此时, 萧强翘脸苍白, 美目泛着惊恐之色, 要张口喊都无法兴起力气喊出来。 老二, 都说华大普县分公司女总, 长得贼漂亮, 今日一见果然如是, 这身段真贪娘得好, 丰满构挺, 今天咱哥俩有福气了。 萧强, 华大普县分公司总经理, 是华大五家分公司唯一一个女性总经理, 同时也是普县有名商界其女子, 今年二十八岁, 至今单身, 不知原因。 老大, 这个女人真是女中极品, 该大的地方大, 该细的地方细, 衣领口下鼓鼓囊囊, 感觉里面装着两个气球, 一戳急破, 看得我都要受不了。 老二露出了炽热猥琐的眼神, 盯着萧强的衣领口位置, 喉咙不断滚动, 话语充满粗鲁说道。 看来, 我们的点踩对了, 这个女人隔上两周, 就会到这边儿童福利院看望。 如今绑了她勒索一笔钱, 也够咱们哥俩到外地逍遥了。 老大, 我想玩她, 这女人太漂亮了, 如此丰满完美的女人, 再会所花再多钱也玩不到。 大哥, 不如将她带走, 等完腻了, 卖去西部山区, 也能卖个几十万。 老二, 你真没出息, 急个啥, 这里尽管偏僻, 但不安全, 先找个地方。 听着两个男人的话, 萧强的郊躯不住颤抖, 他只是身体无力, 但意识还在。 新闻上早就看过有女人被拐骗, 绑架迈到西部落后山区, 本以为罪恶距离自己很遥远, 却没想到有一天会发生在自己身上。 更可怕的是, 这两个男人似乎早有预谋计划。 萧强害怕极了, 美目充满惊恐绝望, 要挣扎却动不了。 不行了, 老大, 我忍不住了, 先让我先爽一发。 这时, 那个老二摇了摇头, 急艳口水, 双目心红, 迫不及待, 伸手向萧强一领口抓了过去。 然而, 就在这时, 住手, 放开我的女朋友。 只见秦峰大喝一声, 大不留心走了进来。 听到大喝传来, 那两个男人不由身体一个哆嗦, 明显被吓了一大跳。 随即, 立马转头朝着声音来出望了过去。 当见到一个青年走了进来, 两个男人脸色不由阴沉争鸣了下来。 妈的, 老子还以为是警察呢? 是谁的酷炼没有拉好? 掉出来你这个傻逼也赶出来坏我们黑山双鬼的事。 那个老二一脸猙獰之色, 瞪着一对豹子眼看向秦峰, 一边怒骂, 一边驱赶到赶紧滚蛋离开, 装作没有看到, 否则老子弄死你。 她是我女朋友, 你们这样搞了我的女朋友, 不给我一个说法, 反而让我滚蛋, 我可是不答应。 秦峰扫了一眼两个男人, 嘴角带着一抹戏血说道, 女朋友你的大眼, 我们都踩过点了, 这个女人一直都是单身, 妈的, 想要英雄救人是吧? 老子现在就废了你。 老二吼了一嗓子, 握住手中匕首, 朝着秦峰就刺了过去。 眼看对方挥刀刺上来, 秦峰立在原地, 八分不动, 只有眼神渐渐冷冽, 对方动不动就挥刀子要捅人, 这两个男人十有八九是惯犯无疑。 废了你这个傻逼, 看你他妈的以后还敢多管闲事。 老二几步就冲到了秦峰面前, 满脸竟是凶狠之相, 匕首捅向秦峰的小腹位置。 这一刀下去, 要是捅到了, 哪怕不死也得躺在医院里。 不过就在这时, 秦峰动了, 生动如风。 呼, 秦峰抬起左腿, 踢向这个叫老二的男人身下裤裆部位。 啪。 秦峰一脚准确雾落在老二身下部位, 随着一道清脆响声响起, 仿佛撞了鸡蛋爆碎出来的声音。 哦! 下一刻, 老二张开大嘴, 一声惨嚎发出, 整个人倒飞出去三四米外, 摔在地上。 啊, 疼死我了, 我的蛋, 碎了, 碎了, 摔在地上的老二, 早已丢掉匕首, 双手捂住身下部位, 卷缩着身子不断翻滚, 如同一只软脚虾, 疼得满头大汗, 看得出来无比痛苦。 老大, 报仇, 报我报仇, 以后我爽不摇女人了, 我要这个小子也废了。 老二不断惨嚎, 冲着那个老大的男人叫着, 很快脑袋一歪, 硬生生给腾晕了过去。 同时, 老二身下一物染满了鲜血, 直流而出, 十分凄惨甚人。 老大面色一片阴沉, 目光充满怒火, 盯向擒风。 小子, 我们哥俩跟你井水不放河水, 为什么你下手这么狠辣? 你废了我兄弟的命根, 老子也不能放过你了。 说完, 老大做出了一个螳螂姿势。 你这是螳螂宫吗? 秦峰健壮, 淡淡一笑, 好奇问道。 小子, 算你有眼力, 敢惹我们黑山双鬼, 今天算你倒霉。 老大哼了一声, 似乎的一道, 老子年轻时也是拜过师的, 五六个人不能进身, 没有一点本事的话, 也不会干这种买卖。 就你这个姿势, 有眼就能看出是只螳螂, 还用的这眼力。 秦峰呵呵一笑, 看着这两个男人也就是三四十岁, 哪怕到工地搬砖都有两三百块一天, 偏偏要干出这种罪恶勾搭。 其实, 不少三教九流之人喜欢取个名号吓唬人, 当下秦峰也不以为然。 什么黑山双鬼, 什么螳螂宫, 吓唬人的东西罢了。 小子, 还敢成口舌之快, 受死吧。 老大咆哮一声, 双手仿佛分别化作了螳螂爪子, 扑向秦峰而来。 然而, 就在这个老大以为自己能够制住秦峰的时候, 却见秦峰一个剑步, 快如闪电般一腿扫出。 碰! 一道碰撞传来, 秦峰一脚砸在这个老大的双手, 瞬间破解了螳螂弓, 脚尸不减落在老大胸膛之上。 咔嚓, 一阵骨头断裂声接连而起, 老大嘴里一口鲜血吐了出来, 摔出去七八米外, 比起刚才老二还要惨。 接着白眼一翻, 连坑一个声都没有, 就当场晕死了过去。 就这也敢叫黑山双鬼。 秦峰冷笑一声, 出手没有留情, 就算这两个男人现在不死, 以后也是残废, 再也干不了恶事。 随后, 秦峰拍了拍手掌上尘土, 转身走向倒在巷子角落处的萧强。 萧强, 你感觉怎么样? 秦峰走到那边蹲了下来, 看向萧强问道。 萧强认出了秦峰, 眼里绝望和惊恐, 这才缓缓消散。 不过, 萧强没有回答秦峰的话, 也没有任何动作。 只有一双美目, 带着求助看着秦峰。 显然, 萧强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 我先帮你看看。 秦峰说着, 抓过萧强的御手, 开始给他切脉起来。 片刻功夫, 秦峰放下萧强的御手, 抬头看向萧强, 你中了迷药。 接下来我要针灸帮你解毒。 你同意的话, 就眨了一下眼。 萧强闻言, 美目带着疑惑看着秦峰。 放心, 我现在懂得医术。 你让我扎一针便能解毒, 也就是几分钟的事。 秦峰出声说道, 听了秦峰这话, 萧强只能将信将疑眨了一下眼。 得到萧强同意之后, 秦峰从兜里掏出了盒子, 取出一根银针。 接着, 秦峰伸手一把抓住萧强的衣领口。 萧强的身子动不了, 美目却是露出惊慌之色。 萧强瞪大了美目望向秦峰。 可是秦峰二话不说, 下一秒直接将萧强的衣领口往外拉开, 在萧强惊慌失措的目光中, 秦峰一手拉开萧强的衣领口, 一手撵着银针, 往领口触傲人部位上方半指的位置, 轻轻扎了进去。 嗯, 随着银针扎入, 萧强似乎得到释放, 嘴唇微微张开, 发出了一声音铃。 这一声音铃发出, 差点就让秦峰都要把持不住了。 秦峰深吸一口气, 尽量保持目不斜视, 撵着手中银针缓缓绕圈, 一圈圈拨动起来。 针灸驱躲! 萧强现在锁中迷药, 和杨如雪之前锁中魅药差不多。 不过, 萧强药性明显弱了许多。 秦峰使用针灸法自是不太一样, 时而轻柔缓慢, 时而张弛有力。 每次张弛有力, 萧强都忍不住发出一声音鸣。 尽管秦峰努力让自己的手不要乱碰, 但奈何萧强实在傲人, 还是免不了触碰到两三次。 秦峰不知道萧强的脸色究竟如何, 因为秦峰目不斜视, 没有抬头去看。 约莫过去三四分钟, 萧强的身体渐渐有了反应, 手脚也开始可以小幅度动弹。 秦峰, 你, 你占我便宜。 突然, 萧强的声音响了起来, 有力气开口说话了。 此刻, 萧强流了不少汗水, 领口位置不满汗珠, 泛着一股淡淡白色。 这是属于驱毒排毒之后的反应。 我怎么占你便宜了? 我这是在给你针灸驱毒, 征求过你同意的。 秦峰露出一副无辜表情, 抬头看向萧强的脸, 只见萧强瞪着美目看向他, 同时那张美艳的脸蛋上泛着一层红蕴, 也不知道是羞还是怒。 我不是指这个, 是刚才你跟他们两个人说, 我是你女朋友。 萧强对着秦峰娇哼一声, 语气不喜不怒说道。 秦峰摸了摸鼻子, 笑了笑道, 刚才出手救你, 总要找个借口, 总不能无缘无故跑出来, 暴打他们两个人一顿。 说着, 秦峰顺手将银针给拔了出来。 好了, 要力去完, 你已经没事了。 随着银针拔走, 萧强连忙伸手, 将伊林口拉了回来。 尽管如此, 还是看见一条幽深的事业线, 根本掩不住丰满。 不得不说, 萧强的身材真是太好了。 萧强捂一下自己伊林口, 看像将银针放回盒子收起来的秦峰。 秦峰, 谢谢你。 萧强对着秦峰表达感激一声。 没事, 举手之劳, 我们是老同学, 客气什么, 只要你别怪我占你便宜就行了。 秦峰耸了耸肩道, 感谢归感谢, 但你占我便宜了, 这是事实。 然而, 萧强却还在抓住秦峰占他朋友这件事不放。 不错, 我坦白了, 我就是占你便宜, 谁叫你这么漂亮, 有没有兴趣当我女朋友? 秦峰嘴角扬起一抹, 弧度说道。 听到秦峰这话, 萧强没有生气, 翘脸法红了下来。 接着, 萧强转了一个话题, 秦峰, 同学会上的事情, 我都听说了。 那天我开会没有时间去, 听说你在聚会上出镜风头, 浦县乔四爷亲自过来给你镇场, 吓得郭松伟, 周云祥都给你道歉求饶。 萧强说到这里, 美目带着好奇, 看向秦峰问道, 秦峰, 你是不是和乔四爷很熟悉? 作为浦县人, 还是华大浦县分公司女总? 萧强平日里, 免不了跟乔四海这个浦县大佬打交道, 连他都要敬畏乔四海。 如果不是华大集团和杨家作为靠山, 萧强只怕早就遭到毒手, 被乔四海给睡残了。 可以这么说, 乔四海这个大佬, 是萧强一直都是提心吊胆面对的人物。 只是, 万万没想到秦峰会跟乔四海这么熟悉。 前段时间从群里消息来看, 以为秦峰配不上他, 如今萧强不得不又另眼相看秦峰。 不要转移话题, 我问你的话还没有回答, 既然你都知道我这么厉害了, 还不快同意到我女朋友? 秦峰嘴角还是扬起一抹糊度, 黑黑一笑等待萧强回答。 其实, 自从那天同学会结束, 许多同学都主动添加了他的微信, 甚至还有几个女同学加上微信之后, 给他发了私聊窗口。 只是秦峰都没有理会, 连看都没有看一眼。 无聊! 然而, 萧强却是白了秦峰一眼, 突然冷冰冰来了一句。 他萧强可不是那么一个随随便便的女人, 想要追求他的男人都能排成一个团。 就算秦峰和乔四也很熟悉, 但是仅靠这个方面, 还不足以让他萧强动心。 我还有时间走了, 回头找个时间请你吃饭, 作为感谢。 说完, 萧强转身朝着巷子外面走了出去。 面对萧强冷下来的语气, 秦峰不由愣了一下。 没想到萧强居然开不了玩笑话。 不过想想也是, 萧强现在作为华大分公司女总, 高高在上, 不苟言笑, 怎么会跟人开玩笑? 随后, 秦峰冲着萧强背影喊了一声, 要不要我送你一趟? 不用麻烦了。 萧强摆了摆手, 静止走向停在外面的奥迪车。 这里的情况, 我会报警处理。 你也去忙你的事吧。 望着萧强坐上奥迪车离开, 秦峰扫了一眼周围情况, 也便转身离去。 以萧强这个华大分公司女总的身份, 完全能处理好善后的事, 用不着秦峰考虑。 又过了两个拐角, 秦峰终于在了第三条小巷边上, 找到公共厕所。 放了一大泡水后, 秦峰满是神清气爽走了出来, 朝着之前十字街口走回去。 秦峰怎么都想不到找个厕所, 都能碰到抢劫绑架, 还出手救了班花萧强。 最后, 班花萧强还对他爱里不才走了。 秦峰觉得都不敢如此险, 偏偏让自己遇到了。 风哥, 怎么去了这么久? 尘儿狗蹲在电动摩托旁抽着烟, 一见到秦峰走回来, 立马丢掉烟头, 起身迎上来问道。 被一个路人误导了, 找了半天厕所。 秦峰解释一句, 接着, 秦峰扫了一眼陈二狗手中袋子。 二狗, 你还没有存钱吗? 存了八万, 还有两万块现金。 陈二狗回道, 两万块给你嫂子带回娘家也还行。 秦峰点了点头, 不是, 风哥, 我自己留两万块现金, 卡里八万给我嫂子。 陈二狗见秦峰搞错自己想法, 开口纠正说道。 听到陈二狗这话, 秦峰不由正言打量一下陈二狗。 想不到陈二狗对苏玉娥这个嫂子这么好, 居然自己只留两万块, 要给苏玉娥八万块。 这才是爷们的行为。 秦峰拍了拍陈二狗的肩膀。 这几年来我一直游手好闲, 都是嫂子照顾我吃穿住行, 八万块给嫂子是亲情, 也是恩情。 陈二狗挠了挠后脑勺。 然后, 陈二狗抬头指着不远处一家店铺, 说道, 风哥, 那边很热闹, 为了不少人, 我们过去看看。 那边什么地方? 秦峰问道。 自从毕业在外工作, 这几年来, 秦峰除了过年, 很少来到县城。 加上县城改变很大, 有些地方都陌生了。 是一家大型中药店, 上个月刚开的, 来历相当神秘, 不过好东西很多。 听说这段日子, 来从咱们普县周围的深山老林中, 收购不少罕见药材, 我打算进去买一些养生补品, 送嫂子。 陈二狗说道, 罕见药材。 秦峰一听想起之前唐振武送来的那颗少林灵药, 便是用了罕见药材炼制而成。 眼下, 秦峰正有此意, 那就过去看看。 很快, 秦峰和陈二狗走到那边中药店门口。 郑洪朱七大门, 古朴大气, 如同旧食药堂, 门扁上面更是龙飞凤舞的提着三个大字。 祭食堂! 名字很响亮。 不过这不是关键的。 关键的是, 秦峰一下子看到了提字人, 竟是上世纪那位华夏开国太祖。 能被称为高居庙堂之上的大人物, 便是燕京里面那几个人。 可想而知, 这个寄生堂背景不俗。 眼下门前不少人员都在排队买药, 生意非常爆火。 秦峰和陈二狗也加入排队之恋。 从旁边人的谈话中, 秦峰也听出这家药店的背景。 据说百年老店, 在全国都开有分店, 总部设在燕京, 存在百年来还无人敢闹过事, 足见背后关系强大。 排队也很快, 不一会儿到了秦峰两人。 进入寄生堂, 只见里面大多都是老人, 秦峰不由感叹, 如今西医横行, 也剩下老一辈才相信中医了。 人比较多, 还要继续等, 秦峰百无聊赖, 走到旁边看起墙上一幅古画。 这幅古画不大, 却被摆在中央显眼位置, 外面还封着一层透明玻璃, 看起来无比宝贵。 就在秦峰站在古画前打量的时候, 还有几个工作人员盯了过来, 似乎生怕秦峰毁坏一般。 秦峰眼底金色光芒一闪, 随后摇了摇头, 还以为价值连城, 想不到却是一副赝品。 假的也被当作宝贝, 有点可笑。 就在秦峰转身要走, 身后出现了一脑一手, 一个垂木老者和一个妙龄女子。 你又是摇头, 又是嘀咕, 怎么了? 难道瞧不起寄生堂的镇殿之宝? 妙龄女子扫向秦峰, 一声冷哼说道。 秦峰看了妙龄女子一眼, 十八九岁这样, 容貌轻利, 气质高贵。 一看便是大有来头, 只是对方一副高高在上的语气, 让秦峰觉得几分不快。 不过, 秦峰也不以为然, 她是来买药的, 不想多事, 接着转身往旁走去。 什么意思? 我说, 让你走了吗? 站住, 看你衣着普通, 只怕什么是名话都不知, 还敢妄自嘀咕评论。 妙龄女子抬起高傲的禽手, 目光鄙夷, 仿佛秦峰的眼会玷污了面前这幅画似的。 是吗? 秦峰淡淡回了一声, 继续往旁走去。 像这样的女子, 自以为是, 还是不搭理为好, 简直大小就脾气。 妙龄女子看到秦峰这般无视自己的态度, 更是愤怒不已, 就要杀过去拦住秦峰。 却在这时, 旁边老者出声了。 子燕, 不许放肆。 听到老者的话, 妙龄女子顿时停住脚步, 只是撇着嘴唇, 美目满是不悦瞪了秦峰一眼。 老者身穿一套中山装, 看着七八十岁, 却是身板挺拔, 精神绝朔, 身上带着一股莫名的气势, 给人亲切又不失威严。 只见他微笑着点头致歉道, 小伙子, 真是抱歉, 我这个孙女一向脾气如此, 打小在家被双亲宠坏了, 还请海涵。 秦峰恩了一声, 实在不想在这里跟这对老少爷孙废话, 转身要去找尘二狗排队买东西。 妙龄女子看到自家爷爷对一个小子如此客气有礼, 还责了自己, 对方却爱达不理的举动, 让他越发不快。 爷爷, 你跟他这么客气做什么? 一个乡下人他知道什么? 我看他一副鼠目寸光, 不是什么好人, 指不定要干什么坏事。 老者看到孙女这般没了礼数, 倾咳一下, 妙龄女子的声音这才放低下来。 接着, 老者上前一步喊住秦峰, 说道, 小伙子, 我刚才见你在这幅古画面前助力许久, 莫不是对这幅古画有什么独到见解。 老者也听到秦峰的嘀咕, 但却用另一种语气问了出来。 秦峰倒也不隐瞒, 直接说道, 这是一副赝品。 什么? 随着这话落下, 周围气氛顿时变了。 老者的脸庞不由抽搐了一下, 妙龄女子更是瞪大眉目, 满是怒火看了过来。 这个家伙还敢说出来, 寄生堂的镇垫之宝, 竟然被这个家伙说成赝品。 要知道, 这可是寄生堂从港岛的湘江拍卖会上花了八千万买回来的, 更是经过诸多考古名家鉴定的无道子真迹, 还有无数收藏家想要一睹真迹而不得。 这几年来, 但凡寄生堂开了分店, 都会摆上一个月给人免费欣赏参观。 甚至每到一家分店, 都会有当地市政府一把手, 亲自为这幅古画题词。 然而, 这么一幅让无数收藏家梦寐以求, 诸多达官显贵, 称道的名画, 眼下在这里让一个乡下青年说给赝品。 爷爷, 我就说了吗? 不该在县城开分店, 乡下人太多, 根本不懂欣赏什么艺术真品, 一个名画被说成赝品。 妙龄女子转头看向老者, 有些抱怨说道, 因为寄生堂从不在县城及县城以下地区开分店, 这次之所以魄力开在这里, 主要看中浦县周边深山老林里的药材。 你一个乡八老, 知道自己说什么? 这是寄生堂的镇殿之宝, 居然诋毁造谣, 信不信一个电话就能将你抓走? 我看你是故意来寄生堂搞事的吧? 接着, 妙龄女子不等老者反应, 已经对秦峰呵斥起来, 他脸上充满愤怒。 这个家伙什么东西, 也敢来寄生堂搞事, 吃了雄心豹子胆了吧? 这里可是寄生堂, 哪怕分店, 就连市府省府都要给面子。 此刻, 不远处的工作人员也发现这边情况, 要上来抓走秦峰。 倒是从惊诧中反应过来的老者, 挥手不要他们轻举妄动, 只见老者暗暗眉头, 眼神带着深意打亮了秦峰一眼, 神色严肃道, 小伙子, 这饭能乱吃, 话不可以乱说, 彼人处寄生, 寄生堂集团是彼人的家族产业。 这副无道子真迹, 是彼人当年花了大价钱, 从港岛购得。 这些年来, 也有无数考古学家, 健保专家, 收藏家打眼鉴定过, 无一不例外说真迹, 怎么你却说它是赝品? 岂不是说, 那些健保专家, 收藏名家全部走眼了不成。 秦峰不知道楚继生是谁, 只是没想到, 寄生堂是这位身穿中山庄的老者家族产业。 不过, 秦峰还是如实说道, 不错, 他们的确全部走眼了。 楚继生哪怕再有氧气功夫, 也忍不住脸色一沉。 因为这些健保专家和收藏家中, 便有他一个。 自从退休之后, 他和不少人一样, 喜欢收藏一些东西, 眼前这幅古画, 正是他为数不多骄傲的藏品之一。 此刻, 让一个无名小子这么评价, 简直让他老脸通红, 一直以来都没有人敢跟他这么说话。 不过, 终究还是压住愤怒, 他指着旁边古画说道, 好, 好一个厚生小子, 勇气可嘉, 你说赝品是吧? 那好, 你现在给我一个理由, 如果没有理由的话, 哼, 羞怪老夫动怒。 尿灵女子看到爷爷气成这样, 连忙上前扶着爷爷, 爷爷, 不要生气, 为这样一个香巴佬不值得, 小心你身上的旧伤, 一声交代过, 不能让你情绪起伏太大, 我看就让我将这个家伙赶出去得了。 说吧, 妙灵女子一脚踢了过去, 静直落向秦峰的小腹上, 胆敢惹怒自己爷爷, 找打。 真气, 见妙灵女子突然踢出一脚, 秦峰眼前不由一亮, 这个妙灵女子的腿弓, 居然会有气景波动。 看来有点意思, 这个寄生堂的背景果然不太简单, 老者看到自家孙女说动手就动手, 还用了那家真气, 面色大惊, 想要阻拦却来不及了。 这一脚下去的话, 面前这个青年就算不死也得废, 孙女打小就跟南方广岳省那边宗师学武, 一脚之力有几百精力。 罢了, 只能到时候给这个青年家人几百万作为补偿吧, 也算给他父母家人一个后半生保障。 此时, 秦峰看着妙灵女子一脚踢向自己小父, 没有什么动作, 仿佛被吓傻似的。 妙灵女子健壮, 非常享受这种时刻。 从小到大, 她不知道教训了多少不知好歹的男人, 就连权贵子弟都打过。 眼前这个不知所谓的乡下青年又算了什么。 然而, 就在她的脚要踢到秦峰身上前一秒, 妙灵女子那张高傲的神态变了, 震惊, 到了亥然。 因为, 秦峰出手如龙, 后发至人, 不知道什么时候抓住了她的小腿位置。 刹那之间, 她无法前进半分, 任凭用力也动弹不得。 好好一个女孩子不回家刺绣, 学什么人练舞, 还爱打仗, 这样很容易出事故的, 我好心提醒你。 秦峰摇了摇头, 淡淡一笑道。 随即, 秦峰手上用力往前一推, 轰的一声, 一股气浪冲出, 妙灵女子当场倒飞出去。 好在秦峰控制好力度, 妙灵女子只是摔出去四五步, 一屁股跌在了地上。 什么? 这是真气外放, 已经达到三花聚顶的强者。 老者目睹眼前场面, 顿时瞪大眼睛, 心头忍不住泛起了惊涛骇浪。 这怎么可能, 怎么可能如此年轻, 就达到三花聚顶的境界? 当发现妙灵女子只是跌坐在地, 老者不由, 松了一口气, 看得出来对方手下留情。 只是, 妙灵女子什么时候受过这样的委屈, 一个李渔打挺站起, 一脸怒火, 要继续冲向秦峰。 却在这个时候, 楚激生挡在妙灵女子面前, 快步走向秦峰, 然后拱手朝着秦峰鞠了一个躬, 带着倩意说道, 这位先生, 真是对不住, 是我们冒犯了。 说吧, 老者瞪了一眼妙灵女子, 贺声一句, 紫燕, 还不速速上来给这位先生赔罪。 听到老者贺声, 妙灵女子瞪大眉目, 不敢相信看向自家爷爷。 什么意思? 爷爷居然让他给一个香巴老道歉赔罪, 凭什么? 他除紫燕是谁? 堂堂楚家千金小姐。 楚家什么家族, 可是省城里数一数二的豪门, 绝不是一般是极限及家族能比。 从小到大, 他什么时候跟人赔过罪? 爷爷, 你在干什么呢? 你为什么要跟一个乡下青年道歉? 你是何等身份? 连鲁男士是首大人见了你都得, 除紫燕看向爷爷道。 不过, 他的话没有说下去, 却让老者给打断了。 给我住口, 如果你不向这位先生赔罪, 修得我不认你这个孙女。 老者语气很是严厉, 甚至带着一丝黄乱之态。 是的, 他在紧张, 很是紧张。 甚至比起几十年前在战场上殊死拼杀还要紧张, 因为面前站着一位年轻强者, 一个达到三花俱顶的武道宗师啊。 宗师, 自古以来都是华夏无数家族的座上兵, 不可轻易得罪。 哪怕楚紫燕在广岳省那位师傅在这里, 怕也不敢在这个青年面前放肆。 此刻, 楚激生神情紧张, 看着眼前的秦风, 担心对方一个动怒之下, 将自家孙女给斩杀了。 楚紫燕怎么也想不到, 爷爷, 为了一个陌生青年, 要不认他这个孙女。 怎么会这样? 爷爷, 不是一直最宠爱他的吗? 只是见到爷爷也有紧张, 还在眼色暗示楚紫燕只能照做, 走到秦风面前。 对不起, 是我冒犯你了。 楚紫燕多少不太心甘情愿? 秦风瞥了楚紫燕一眼, 淡淡道, 如果再有下次, 你将不会还能完好站在这里。 秦风声音不大, 却透出了一股强大气势。 仿佛一下子, 整个人的气质也变了, 如有神龙冲天而起。 作为学武之人, 楚紫燕一下子就感受到秦风的变化。 想不到这个乡下青年, 是一位强者。 楚紫燕露出惊恐之色, 感觉对方气势比起自己师父, 还要强大不止一倍。 天啊, 怎么可能, 天底下还有比自己师父还要强大的人物? 要知道自己师父那是广月省永春一脉的掌门人, 一生武学出神入化, 先有敌手。 不知不觉, 楚紫燕的后背早已被汗水湿透, 上衣几乎紧贴郊躯, 高挑傲人。 楚激生的状态还好, 怎么也是见过生死血火的人? 看到秦峰没有怪罪的意思, 楚激生呼了一口气, 抱拳拱手道, 多谢先生大人大量, 我回去定会好好管教子燕。 秦峰不再理会, 转身就要走, 但楚激生的声音再次响了起来。 先生, 请留步! 秦峰闻声皱眉, 还有事情? 楚激生到了秦峰旁边, 带着谦恭语气。 刚才先生所言, 这幅古画是一件赝品, 比人实在心有困惑, 还望先生能够解惑, 敢问如何发现它是赝品。 当然, 楚激生这话不是为了验证赝品, 而是留住秦峰这人。 一旦楚家能够跟一位宗师人物结交, 那么以后在省城地位一定也会水涨船高。 再说楚家旗下激生堂, 这几年来生意缩减, 加上自己退休多年, 影响力大不如前。 眼下, 如果能够跟面前这个青年结交, 不外乎给楚家加上一层保险。 秦峰看了楚激生一眼, 似乎不给他指出问题, 怕是会缠着不放了。 当下, 秦峰对楚激生道, 你将这幅古画拿下来, 我指出问题给你看。 楚激生听后, 没有迟疑, 立马吩咐工作人员将古画拆下来, 递给了秦峰。 还请先生解惑。 楚激生的话刚刚落下, 突然呲啦一声, 秦峰将这幅古画直接撕成了两半。 这个举动, 将周围人都吓梦了。 就连那个将古画递给秦峰的工作人员也傻眼了。 来来往往的顾客同样也都呆住了, 不远处一位寄生堂的老中医, 差点一口老血吐了出来。 我滴娘啊, 这是寄生堂的镇殿之宝啊。 你就这样撕了, 有问过我们的感受了吗? 我去, 赶撕了我们镇殿之宝, 找死。 工作人员回过神来, 就要冲上去, 却让楚季生及时瞪了一眼, 谁也不许打扰先生。 是, 楚老! 工作人员听到楚季生居然称呼一个年轻人为先生, 忍不住嘴角抽了抽。 妈的, 这个青年也就是二十几岁, 跟自己一样, 凭什么能让楚老尊以先生之称? 秦峰无视众人的反应, 拿着另一半古画, 从断缝中拉出了一根细小的布条。 非常细小, 不到一个毛发大小。 这上面有字, 你拿去看看, 记得用放大镜看, 就知道问题了。 楚季生从秦峰手中接过来, 让人拿出放大镜来看。 当看清楚布条上的字, 楚季生一张老脸顿时黑了下来。 爷爷, 你发现了什么? 楚子嫣促着戴眉, 好奇凑过头看过去。 同时, 楚子嫣也看到了布条上的字, 接着楚子嫣一声扑斥就笑了出来。 只见上面写着一行小字, 希望有一天, 我造出来的这一副宴品, 能卖到一个天价, 被有钱人当宝贝供着。 一九九九年。 显然, 这些字是造出这副宴品的主人留下来的。 拿去烧了。 楚季生脸色铁青, 大手一挥吩咐道。 随后, 楚季生看向秦峰, 得亏先生会议, 否则我楚季生太丢人了。 对了, 不知道先生贵性, 前来寄生堂所为何事。 秦峰, 风云的风, 我跟朋友过来, 买些东西。 秦峰直接道, 不知道秦先生要买什么, 老夫可以为你笑咯。 楚季生一听, 主动开口帮忙。 我也不知道买什么, 听说寄生堂收集不少罕见药材, 可否拿出来给我看看。 秦峰问道, 原来秦先生为了这而来, 实不相瞒, 最近寄生堂的确收集了一些罕见药材, 老夫即刻安排拿出来, 老请秦先生往内堂而去。 楚季生起了结交之心, 也没有藏着掖着。 好, 秦峰点了点头, 不过, 我要跟我朋友说一声。 然后, 秦峰走回去到了排队那边, 让尘二狗买了东西, 先到外面等着自己。 接着, 秦峰随处寄生爷孙走进了内堂。 半个小时后, 秦峰心满意足, 手中拿着一盒东西走了出来。 秦先生慢走。 秦峰不知道自己被储寄生殿寄上了。 离开了寄生堂后, 秦峰在外面路边一个炸鸡翅摊, 找到尘二狗的身影。 风哥, 刚才那个老头和那个女子是谁? 你怎么跟他们进去这么久? 尘二狗啃着一只烤鸡翅, 又将另一只烤鸡翅递给秦峰。 寄生堂的老板和他孙女。 秦峰道, 伸手接过烤鸡翅咬了一口, 还别说这烤鸡翅真香。 卧槽! 那个老头是寄生堂的老板。 这还不得了。 听说寄生堂全国各地都有分店, 每年十几个亿收入, 该不会那个老头看上你, 要把他孙女许配给你了吧。 尘二狗先是惊了一下, 随即猥琐一笑, 看向秦峰问道。 你想什么呢? 电视都不敢这么演。 我跟他进去买了些东西, 你的东西都买好了吧? 秦峰给了尘二狗一脚, 问了一句道。 买好了? 给我嫂子带了鹅胶和血藕粉, 都是养颜补血的。 尘二狗说着, 将手中一包东西, 举起晃了一下。 嗯。 秦峰点了点头, 养颜补血都是女人最在意的。 没想到尘二狗很会给女人买礼物。 不过, 说到养颜补血, 在天地玄黄金内的炼丹片中, 也有养颜丹的炼制方法。 根据炼丹片所述, 美颜丹是最基础简单的一种丹药, 只要药材齐全, 懂得炼制方法, 是个人都能炼制出来。 秦峰低头看了一眼, 手中刚才从寄生堂拿走的两种罕见药材, 凤尾草和芙蓉花。 这两种药材, 正是炼制养颜丹其中两位服药, 如今缺了一味主药。 只要找其全部药材, 秦峰打算先从养颜丹开始, 试一试天地玄黄金内的炼丹术如何。 有了天地玄黄金这么大一个宝藏, 秦峰自然要好好利用。 美颜丹一旦炼制出来, 可以开个公司售卖, 一定会日进斗金, 财源滚滚。 女人的钱最好赚, 试问哪个女人不爱美, 到时想要成为普现首富, 甚至鲁南市首富, 也都是时间问题而已。 想一想就有点小激动, 可惜那位主药可遇不可求。 只有等回到鲁南市, 趁着给唐振华帮忙的机会, 让唐家出手寻找收集。 如此恩情之下, 唐振武不会不答应。 随后, 秦峰收起思绪, 和陈二狗在县城逛了一圈, 又吃了一顿午饭。 到了下午, 秦峰和陈二狗骑着电动摩托, 才慢悠悠离开县城, 朝着太平村返回去。 一个小时左右, 两人身影回到了村口。 风哥, 看到那栋三层半小洋楼了吗? 是黄大东今年刚建的新房子。 听说这个家伙, 去年养猪赚了一百多万, 咱们村现在最有钱的人应该就是他了。 陈二狗一边骑车, 一边指向不远处移动三层半小洋楼, 脸上带着羡慕的表情道。 这段日子, 黄大东这个家伙, 在村里可威风了, 自称太平村首富。 前几天, 我不小心碰了一下他那辆大众, 被他看到大骂一顿, 还扬言要我赔钱。 他妈的, 他这是瞧不起我了。 说着, 陈二狗又骂咧咧一句, 面色变得黑了下来。 风哥, 等你明天开了宝马回来, 要借我坐一下, 到他面前秀一把。 就他压的还自称太平村首富, 咱风哥才是太平村首富啊。 听着陈二狗的嘀咕声, 秦峰看得出来, 陈二狗在村里村外, 肯定没少受人欺负。 二狗, 别人瞧不起你没有关系, 但你自己要瞧得起自己, 终有一天, 你会将那些瞧不起的人, 都统统踩在脚下。 秦峰眼眸深邃, 触言鼓舞了陈二狗一声。 风哥, 我知道了, 陈二狗点了点头, 现在他对秦峰, 那是无比崇拜。 很快, 车子先到了陈家小院外面。 二狗, 放我下来吧, 你不用送我了。 秦峰让陈二狗停下车, 准备走回去就行。 不要, 不要这样, 大白天的, 我不可以, 你不可以, 我可以, 这两天都想死我了, 我等不及了, 你快脱衣服。 那晚你没有感受我的威猛, 今天不管怎么样, 我一定要吃到你, 我要让你在我威猛之下喊叫, 哭泣。 然而就在这时, 两道压抑的声音, 从陈家小院里传了出来。 声音很小, 一般情况下, 没有人能听到, 可秦峰如今的听觉, 早已异于常人。 二狗, 你家里好像有动静。 秦峰看向陈二狗说了一声, 是吗? 我嫂子在家里, 难不成有什么人到我家做客? 陈二狗没有听到声音, 疑惑自语一句, 随后上前打开院门, 推着电动摩托走了进去。 听见陈二狗这话, 秦峰心下不由冷笑, 心想到你家做客, 是需要女主人陪睡的吗? 看着陈二狗进门后, 秦峰也抬脚走了进去。 之所以没有第一个进去, 是因为陈二狗的家, 还是让陈二狗来做主。 黄大东, 你到我家干什么? 此时, 走在前面的陈二狗刚好看到屋内情况, 顿时发出一声怒吼响起。 秦峰走在后面, 抬头通过门口望了过去。 里面屋内黄大东身上只穿一条裤衩, 吓得一个机灵躲在一旁。 而苏玉娥在炕上翘脸发白, 衣服淫乱不堪, 明显刚才被暴力撕扯过似的。 嫂子, 你没事吧? 陈二狗脸上又怒又担心, 第一时间冲到苏玉娥这个嫂子面前问道。 黄大东健壮, 趁机拿起衣服就要冲出门口。 碰! 然而, 一只脚从门口踹了进去, 将黄大东仰头踹倒, 跌回了屋内。 是谁? 妈的! 敢替我黄大东? 黄大东摔在地上四脚朝天, 疼得一阵惨嚎, 还不忘大骂起来。 是我! 随着一道淡漠嗓音, 秦峰大步走了进来。 那天晚上看到黄大东在屋后棚子里骚扰苏玉娥, 想不到今天黄大东又来。 只是, 秦峰有一点不明白, 苏玉娥为什么没有大声喊人, 反而给黄大东这么肆意摆布。 想到这里, 秦峰转头看向苏玉娥。 此刻, 苏玉娥翘脸发白, 被陈二狗保护在身后, 看不出来她到底是自怨, 还是被迫的。 秦峰! 当黄大东发现踹她之人是秦峰, 不由得大吃了一惊。 黄大东, 你敢来欺负我嫂子? 看我他妈的弄死你! 陈二狗爆发出来, 如同一只暴躁的狮子向黄大东冲了过去。 黄大东正在震惊状态, 一时不防被陈二狗一脚踢倒在地。 哦, 黄大东捂着裤裆, 身子翻滚在了地上, 一脸痛苦惨叫起来。 陈二狗, 你敢踢我? 信不信回头让你在太平村过不下去? 我如今可是太平村首富! 黄大东又惊又怒, 冲着陈二狗大叫起来。 没想到一直以来懦弱胆小的陈二狗, 居然会冲过去, 给他一脚。 上次老子碰了一下你的车, 被你指着鼻子, 骂了半个村子, 如今在我的地盘上, 你还敢这么狂? 陈二狗露出一脸凶狠之色, 不怕黄大东的威胁, 上去又一脚踢在黄大东的身上。 有了秦峰作为靠山, 陈二狗重新找回自信威风, 就连绿毛山炮几人都敢打, 何况区区一个黄大东。 有几个钱, 就自称太平村首富是吧? 早看你不爽了, 一天天为富不仁。 陈二狗没有停下动作, 一脚接着一脚, 狠狠地踢在黄大东的身上。 哦, 黄大东值得惨叫, 根本无法躲避, 怎么也想不到, 陈二狗为什么突然会变得如此凶狠。 不一会儿, 黄大东就鼻青严肿起来。 二狗, 今天是哥错了, 哥跟你道歉行吗? 别打了, 放过哥一马吧。 黄大东疼得受不了, 感觉都要吐血, 向陈二狗认错起来。 现在认错了? 迟了。 陈二狗更加用力, 狠狠一脚踢在了黄大东的胸口上, 扑。 下一刻, 一口鲜血从黄大东的嘴里吐了出来。 黄大东面色惨白下来, 看向那边炕上的苏玉娥, 玉娥, 你说一句话。 难道要看着二狗把我打死吗? 苏玉娥从陈二狗和秦峰进来后, 到现在一句话都没有, 明显想要置身室外, 当个无辜之人。 但见陈二狗踢得这么狠, 生怕黄大东会给踢死。 苏玉娥还是叫住了陈二狗。 二狗, 不要打了, 会出人命的。 因为苏玉娥在这件事上自知理亏, 她被黄大东纠缠不放, 主要是这段日子来她, 受了黄大东不少人情恩惠, 也让黄大东有了把柄。 嫂子, 让我打死她, 她欺负谁都可以, 欺负你就不行。 陈二狗还是一脸恶狠狠道, 俨然一个护嫂狂魔。 二狗, 难道你不听嫂子的话了吗? 一旦出了人命, 你也要坐牢的, 让嫂子一个人怎么办? 苏玉娥拉着陈二狗的胳膊, 瞪了一眼陈二狗, 故作生气出来。 陈二狗听到这话, 才停下了动作。 黄大东还不快滚, 再敢骚扰我嫂子, 我会让你段子绝孙。 随后, 陈二狗盯着黄大东警告了一句, 寡妇门前是非多。 其实, 陈二狗也清楚, 嫂子经常会受到骚扰。 黄大东不是第一次骚扰嫂子, 只是以前她不敢站出来。 如今, 将黄大东打得这么狠, 也算一种心理报复。 不敢了不敢了。 黄大东连连摆手, 捡起自己衣服, 就往门口走去。 黄大东? 然而, 站在门口那边的秦峰, 突然伸手按住了黄大东的肩膀。 你是不是还有一件事没有说清楚? 什么事? 黄大东目光惊惧, 看向了秦峰而来。 你很怕我。 秦峰的嘴角扬起了一抹糊度。 我, 我认识和强那几个人, 我知道你和乔思, 黄大东面对秦峰这话, 有些吞吐着说道。 好了, 你可以滚了。 秦峰打住黄大东的话, 以后, 不许为难玉娥嫂子和二狗。 是, 是, 我明白。 黄大东忙着点了点头, 秦峰抬起手, 放走了黄大东。 怪不得黄大东刚才一见自己会这么惊怕, 原来这个家伙, 知道自己和乔四海的关系。 太便宜黄大东了, 真想追上去再打一顿。 陈二狗走了过来, 咬牙切齿很声道。 秦峰看了陈二狗一眼, 问道, 玉娥嫂子, 人没事吧? 苏玉娥没有从里面屋子走出来。 秦峰也不好意思进入苏玉娥的房间。 除非, 陈二狗不在面前。 没什么事情。 陈二狗摇了摇头, 叹了一声道, 嫂子这几年来时不时都被人骚扰, 只是没想到有人都敢骚扰到家里来了。 陈二狗说着, 流露出了一副愤愤之色。 随后, 陈二狗转身看向秦峰, 风哥, 要不你教我几招吧? 以后在太平村, 看谁骚扰我嫂子, 我就打得他爹妈都不认识。 有空再说。 秦峰道。 哦, 好吧。 陈二狗听到秦峰还是之前那话, 瞬间神色变得黯然下来。 二狗, 不是我不教你, 只是现在还不是时候。 秦峰伸手拍了拍陈二狗的肩膀。 好了, 既然你嫂子没有什么事, 我就先回去了。 说着, 秦峰起身往外走去。 风哥, 那什么才是时候? 陈二狗冲着秦峰背影喊道。 再等等。 秦峰回头说了一句, 直接走出陈家小院。 其实, 不是秦峰不想教陈二狗, 只是他不知道将天地玄黄经里面功法教授于人。 走回到了家里, 秦峰发现父亲秦青山正坐在院内编织着一支箩筐, 母亲李秀枝则在厨房准备晚饭。 秦峰将东西放好后, 先到了厨房看看母亲准备什么饭菜, 顺便偷吃了一块刚刚炖好的红烧肉。 显然自己回来后, 爸妈都特地买了不少菜。 在厨房待了一会儿, 秦峰连续吃了几块肉后, 便被母亲赶出来。 到了院内, 秦峰在父亲旁边坐下来, 打算跟父亲聊聊天。 今天在县城玩了这么久, 有没有感觉县城这几年变化很大? 秦青山看了一眼儿子, 主动找了一个话题道, 是变化很大的, 有些街道都认不清了。 秦峰点了点头道, 这几年房地产兴起, 出现了很多新小区, 新街道, 你不认得也正常。 秦青山笑了笑道, 顿了片刻之后, 秦青山转头看向秦峰, 小峰, 你也老大不小了, 我和妈这些年也攒下点钱, 打算凑钱首付, 给你在县城内供一套房, 以后相亲娶媳妇更容易些, 你觉得怎么样? 秦青山带着商量语气, 跟着秦峰说道, 不用买房? 秦峰一听摇了摇头, 怎么不用买房? 秦青山皱起眉头, 他和老婆李秀芝也是商量了好久, 打算家里这些年积蓄, 加上明天回娘家住寿看看, 能不能借个几万块? 凑够十来万首付, 在县城给儿子供一套房, 毕竟, 现在相亲很多女孩子都要求有房有车, 有房的话, 相亲就会容易很多, 爸, 我没有说不用买房, 我只是说不用在县城买房了, 我在鲁南市发展蛮不错的, 过两天你和妈跟我一起去鲁南市吧, 以后, 你们不用这么辛苦, 日晒雨淋下地干活了, 秦峰看到爸妈为了他这么操心, 心里既自责又感动, 我和你妈去鲁南市能干什么? 一个认识的人都没有, 还是住在村里好, 左邻右舍都是熟人, 住习惯了不想动了, 秦青山听了儿子这话, 心未笑了笑道, 见儿子说在鲁南市蛮不错的, 秦青山也不会想着在县城买房, 毕竟市里总归要比县城好, 小枫, 你不想在县城买房啊? 这时候, 厨房内的李秀之听到院内父子俩的谈话, 走出厨房问了一句, 秀之, 小枫说, 他在鲁南市发展不错, 就不必在县城买了, 努力一下以后, 在市里买更好, 秦青山望过去跟李秀之道, 小枫, 是这样吗? 你不要骗我和爸, 李秀之直接看向秦风, 妈, 是啊, 你们辛苦一辈子了, 我怎么好意思再让你们凑钱买房, 我有钱了, 其实今天我去县城买了小车, 秦风点了点头, 跟爸妈说道, 买了小车? 秦青山和李秀之夫妇俩一听这话, 都吃了一惊, 嗯, 买了, 明天可以去提车, 秦风认真点了点头, 笑着回道, 夫妇俩在震惊过后, 很快又喜上眉梢, 你这孩子怎么也不提前跟我们说一声, 有钱应该先买房, 再买车, 尽管秦青山和李秀之会责怪了两句, 但看到儿子买上了车, 还是感到很高兴的, 要知道整个太平村, 能买上小车的人家不多, 也就是几户, 自家儿子如今买上了车, 说明有出息了, 小枫, 明天你去提车, 但我和你爸, 估计要早一点去你外公家帮忙, 到时你提了车, 自己再过去可以吗? 嗯, 可以, 秦风点了点头, 早知道爸妈要早一点过去外公家帮忙的话, 今天自己, 就提车回来了, 这样的话, 能送爸妈一起过去, 第二天早上, 天刚刚亮, 秦风就被母亲李秀之叫醒了过来, 小枫, 我和你爸要过去外公家了, 你早点起床, 不要耽误时间, 你外公寿陈在十一点开始, 知道了, 秦风应了一声, 扫了一眼时间早上六点多, 还早着, 看着爸妈离开家后, 秦风继续蒙头睡了起来, 一直睡到被一阵电话铃声给吵醒, 秦风打了一个哈欠, 拿过手机看了一眼, 卧槽, 都九点钟了, 下一秒, 秦风立马从床上爬起来, 同时, 伸手接通了电话, 是秦风吗? 电话那边传来一个女人的声音, 感觉有些熟悉, 一时没有想过来, 我是秦风, 秦风道, 你今天有空吗? 我请你吃一个饭, 感谢你昨天出手救我, 听到这话, 秦风知道是谁, 班花萧强, 今天, 秦风想要说没空的话, 不过一想到时间紧迫, 正好能让萧强来接自己一趟, 有空, 当然有空, 你在什么地方? 能半个小时过来太平村接我吗? 秦风应为一声说道, 太平村, 可以的, 电话那边的萧强沉默一下, 还是答应秦风下来, 那我在太平村村口等你, 你如果不认识路, 那就导航一下, 快点过来, 秦风说完, 挂断电话, 开始洗漱起来, 半个小时后, 秦风在太平村村口, 见到一台红色奥迪车开了过来, 想不到萧强会来得这么准时, 你先送我去一趟县城宝马4S店, 秦风走上了萧强的车, 第一句话, 便是让萧强送他去提车, 萧强听后心有疑惑, 却也没有多问, 发动车子离开太平村, 朝着县城方向开去, 萧强听后心有疑惑,